李莹看看了前方到地方了 于是便开口说道 至于带赵兄来到宗门之事 自己在返回之前已经用令牌问过执事了 执事将消息上报给了长老后 得到了长老的准许 自己才带赵兄来的 长老说只要赵金柱能通过基本的考核 就能成为杂役弟子 日后努力修行便可以不断的晋升 文言赵金柱开口说道 到了吗 李兄 这次之恩我赵金柱记一辈子 此时他面色上尽是感激之色 要是没有李兄拉一把 自己可能这辈子都接触不到这等强大的仙宗 更别说成为其弟子了 如果能进入仙宗 自己的仙道之路绝对会走得更远 咱俩啥关系 赵兄你帮我的也不在少数 就让你我并肩一起征战这仙道之路吧 不一会后 李莹便带着赵金柱来到了气势磅礴 仙气浩荡的宗门前 自从清云开宗之后 隐匿的阵法便没有打开过 外人想要来到清云门外 要么就得通过准许 要么就得踏过幻境天梯 当然清云的弟子就可随意出入了 会有专门的指示带你上去的 这一点和在荒芜节之时一样 李小友探亲回来了 看到面前的二人 镇守宗门的黑帝微笑了一下 率先开口道 这个李小友可不简单 是韩月真先亲自招收回来的 据说还是奉了宗主的命令 所以别看他现在只是杂役弟子 说不定哪天就一飞冲天了 黑帝前辈 文言李莹受宠若惊地开口道 没想到黑帝前辈还能惦记着自己 赵兄 这是宗门的黑帝前辈 乃宗门大能 李莹招呼着一旁的赵金柱 给他介绍了起来 黑帝前辈 赵金柱文言连忙拱手 对此 黑帝点了点头 嗯 你的是长老和本帝说过了 你们入宗吧 黑帝刚说完 虚空之上就传来了动静 只见一个身高六尺 眯眯眼 大肚奶的面相 满是喜感的男子降临在虚空之上 他的脉象虽然不好 但是举手投足之间 一股威严之气扑面而来 一身气势深沉入海 善宝前辈 你探宝回来了 怎么样 这几日的收获咋样 见到来人 黑帝眼前一亮 几枚弄脸的开口道 哈哈 这几日本先收获不错 放心黑帝 这次你止入的功劳不小 你的那份本先给你留着呢 来人正是寻宝 而归的善宝道人 他哈哈一笑说完 便递给了黑帝一个空间仙宝 这时他也注意到了一旁 李莹和赵金柱二人 这是李小勇 那个小胖子是谁 难道是出入门的弟子 他身上的气息 不行 不能乱来 打劫绝对不能打到 自家弟子身上 不过这个小辈 倒是可以留意一下 随后不再多想 他便头也不回地 踏入了宗门之中 死 好强大 这倒是给赵金柱吓了一跳 刚刚那前辈看他死 他只感觉 犹如被大恐怖盯上了一样 随时都可能陨落 青云不会是青谷第一大宗啊 真是强者如云 黑帝收到空间仙宝后 用神念探查了一下 顿时心情大好 发财了 本帝发财了 赶快入宗吧 另一边 青云先锋之上 正在和老祖闲聊的 风轻扬脑海中 响起了系统冰冷的机器声 叮 恭喜宿主完成主线任务之一 横推神皇天狱 奖励已发放 叮 恭喜宿主获得修为提升卡一张 没有任何禁制 使用必可提升一个大禁键 主 只限宿主使用 恭喜宿主获得紫金色召唤卡一张 可召唤半部惊仙 到先王境的强者 恭喜宿主获得宗门气韵图 此图可大幅度提升宗门气韵 并且吸取天地气韵加之宗门 还可具现宗门气韵 为他人灌顶 仙宝等阶 不祥 可无限制提升 意图出 镇压天下气韵 丁 划分开来的主线任务 已经完成一小部分 请宿主继续努力 丁 清云宗之名 威震神皇天狱 宗门介于传送大阵 以解锁神皇天狱八大仙洲之地 只需一念之间 便可出现在八仙洲任何一处地方 宗门值已增加 威望值已增加 请主上自行查看 修行卡 召唤卡 可以可以 死 这个宗门气韵图真不错 批量打造气韵之子 牛逼 我们清云宗不招收气韵之子 我们只生产气韵之子 哈哈 这放到诸天万界 都是炸裂的存在 一旁 老祖李清云确实疑惑了起来 怎么说着说着 宗主就突然停下了 还莫名的哈哈大笑 难道是 收到了什么消息了 嘿嘿 那个老祖啊 我们继续说 反应过来后的风清阳咳嗽了一声 开口说道 他平时是不笑的 除非忍不住 主要是这个批量打造气韵之子的功能 太炸裂了 对了 本宗刚刚收到小白的消息 神皇天狱 已经全部臣服我清云宗了 那么下一步 该开始横推了 现在唯一摸不清的 就是那神秘的狱主了 小白传来消息说 神皇狱也有狱主的存在 并且 他还镇杀了神皇狱主的四大守卫 然后 从那边的大势力口中得知 十二天狱每一狱都有狱主执掌 他们都来自同一个势力神育殿 风清阳说罢 喝了一口杯中的大道 茶润了润嗓子 横推了神皇天狱 十二狱主 神育殿 老祖注意到了这几个关键信息 这么短的时间里 一个大狱就被横推了 他这个老祖 一点风声都没得到 是不是哪天自己一觉醒来 清云宗就已经无敌仙界了 宗主 我们永远相信你 在你英明神武的带领下 清云宗绝对势如破竹 一路直上清云 总有一天会踏碎这个神域殿的 就像是在荒芜界那样 文言 正在喝茶的风清阳 差点没喷出来 老祖这一本正经地夸自己的样子 太好玩了 不过 想到这可是正事 风清阳咳嗽了一声 随即面不改色地放下了手中的杯子 老祖说得对 我清云宗从荒芜界杀来 还没怕过哪个势力呢 这个神域殿 只配当我清云前往上重天的踏脚时 风清阳同眸一冷 开口道 自己可没说大话 如今自己的清云光是半步九转 金仙便有两尊 一个是小白 一个是压制境界的混元大罗金仙的风神灵风 不 如今自己还手握修为提升卡 还有一张召唤卡 试问那神域殿拿何抗衡 但是风神灵风便足以踏平他们的 宗主威武 清云威武 一旁老祖李清云欣慰地笑了 他上辈子 以及这辈子最大的梦想 就是让自己的清云宗崛起 清云直上 上辈子没有完成 这辈子总算有希望了 而且希望还很大 对了 老祖说起荒武界 本宗有意打算 等十号他们回来后 也该回荒武看一看了 当时走得匆忙 许多故人都留在了荒武界 替我们清云镇守了 并且 本宗还打算从荒武招收弟子呢 有荒武界 在便能源源不断地为宗门补充新鲜血液 风清扬将他心中的想法 娓娓道来 自己执掌了荒武的天道和本源之力 相当于自己便是此界的绝对主宰 要是好好培育的话 荒武界一定能晋升为一方大世界 当然 他对荒武界也是有不少感情的 冬裕 清云山脉 梦开始的地方 重返荒武 全凭宗主决定 文言 李清云心中一动 开口说道 如今 自己清云宗已在仙界立足 并且已成横推之事 再返荒武也是时候了 宗主所说的也完全没问题 时空到台一笔五千的时间流速 荒武而来的修饰完全能够后来居上 并且 自己也真想看看自己清云重返荒武 那些世人的震撼 那就拍板决定了 等待荒武这边弄完后 便是我清云仙宗横推整个仙界之事 风清阳淡然说罢 随后他站起身一边向后走去 一边用神念联系系统 系统将本次奖励全部具现 丁 修为提升卡使用成功 丁 紫金色召唤卡使用成功 正在抽取中 恭喜宿主抽取到大罗金仙巅峰强者 以具现 丁 宗门气运图以具现 系统话音落下 轰的一声 整个清云仙风上 磅礴的仙气顿时沸腾 疯狂地向这边涌来 虚空之上 一时间天地色变 恐怖的异象显现 无尽的鸿蒙紫气弥漫而来 种类各异的万千仙道之力纵横 苍穹之上 一道恐怖的身影降临 随之磅礴的威压席卷开来 震撼天地 与此同时 一副散发着金光的画在虚空之上显化 那神异的画降临后 它上面随灿的金光闪耀苍穹 将漫天都染成了金色 绚丽异常 苍穹之上 那道身影所散发的威压 在接触到这夺目的金光后 一瞬间便全部褪散 这是发生了什么事 见到这一幕的李清云 面色一震 连忙放下了手中的茶杯 站起身来 那道恐怖的身影 是何人 还有那幅神异的话 怎么宗主刚走 他们就出现了 对了 宗主 宗主呢 老祖李清云反应过来 连忙收回了目光 看向了宗主离开的方向 这不看不要紧 一看又下了一大跳 只见宗主就站在自己的不远处 他双眸紧闭 一袭青色宗服 随风舞动 磅礴的仙气 向他汇聚而去 一股恐怖的气息 从宗主身上散发而出 顿时同样金光大战 宗主这是要突破修为了 这气势好恐怖 那就是仙道之力之上的 本源之力吧 李清云面色一正 震惊地开口 这里的气势太过恐怖 他不得不先离开清云峰 这一边 虚空上的一幕 并没有在清云宗中 掀起轩然大波 只因大家基本都习惯了 麻木了 但是同样有被震惊之人 比如出入宗门的赵金柱 那倒呻吟好恐怖的气息啊 还有那幅画 那是什么耿接的仙宝 杂役弟子区域 赵金柱被震惊得瞠目结舌 愣在原地 出现这气势恢弘的宗门风采 他本来已经够震惊了 谁曾想还能再次目睹 这震撼的一幕 那位前辈是什么修为 这么恐怖的气息 足以一人灭一周了吧 还有那幅仙徒 他只感觉自己浑身上下的 所有仙宝 这种情况我们都习惯了 李莹走上前 拍了拍赵金柱的肩膀解释道 哦哦 文言赵金柱都不知道该说啥了 只能一个劲哦 哈哈 走吧 只是马上过来了 等你通过考核 咱们就是师兄弟了 另一边 清云仙风上 此时凭空浮现出的 磅礴本源之力 已经全部涌入了 风青羊的体内 轰的一声 他的修为开始暴涨 半步四转金仙 半步九转金仙 金仙一重 金仙三重 一直到金仙三重的修为 才停了下来 哄 顿时之间 恐怖的修为 一瞬间爆发来来 炙热的金光 从天而起 顷刻间轰碎了苍穹 将漫天虚空都震碎开来 随即苍穹之上 出现一座神圣无比的 金色巨门 巨门缓缓缓开启 璀璨的祥瑞之光照耀而下 一股浓郁至极的仙气 伴随着强大的吸力 一同而下 丁 由于宿主的修为 已经超出此界的极限 引出了飞升之门 为了防止主上 独自提前飞升 系统已经为您 自动压制了境界 待到上界之后 便会自动解除 这时 系统的声音 在风轻扬脑海浮现 系统话音落下 顿时虚空之上的 金色巨门随之关闭 一切都烟消云散 然而 这短短的几夕之间 还是引起了 整个清古天狱的轰动 你们看到了没 仙兰洲上空的 那座金色巨门 那是什么 仙兰洲 难道是第一大宗 清云仙宗搞出来的 死 那金色巨门 本仙有点印象啊 对了 本仙想起来 我在一本古卷上看过 那金色巨门 是连接咱们下重天 和上重天的通道 也就是说 有大能突破下 通天的修为极限了 金色先门开 飞升上界去了 飞升 那肯定是清云的大能啊 清古天狱六大洲的 无数修士 都对此震撼无比 不一会后 仙兰洲 清云宗 此时清云宗中 已经风平浪静了 虚空之上破碎的空间 正在不断地 被此戒天道修复 清云先封上 主上 风清阳 静剑 金仙三重 压制中 天父 诸天神体 诸天仙道 功法 略 五计 略 先报 宗门气运图 上清仙剑 宗门 清云宗 三级 六十万一百万 威望值五千万 宗门值涨了十万 威望值涨了两千万 还是暴力 横推来得快啊 风清阳难难说道 随后便从系统面板中 退了出去 此时 他的气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袭轻衣穿在身上 更加出尘 他神医的紫眸中 都泛起了淡淡的金色光芒 此时风清阳只感觉 体内的本源之力 就像一条通天大河 而之前的 只能用小夕来形容 遥光拜见宗主 这时 风清阳前方的一道身影 开口说道 只见他峨眉带袖 凤眼寒霜 三千青丝披肩 他身着一袭纯白色的宗服 他的高节 由于天上洁白角月 出尘若仙 遥光 境界 大罗金仙巅峰 已经压制在九转半步金仙巅峰 天赋 圣光仙体 天光仙道 功法 仙光天爵 武技 光漫天穷 遥光 号称光仙子 性格田径 痴狂于修炼 已得到长生为终极目标 光仙子 痴狂于修炼 很好 都卷起来 本宗就能躺 遥光的人物面板 出现在风清阳眼前 他心中暗暗自语 遥光 你刚刚回归宗门 先下去修炼吧 过段十日 本宗再给你认命 文言 遥光点了点头 修炼好啊 自己最喜欢了 仅遵宗主之令 遥光告退 这一幕一旁的老祖李清云 全都看在眼里 他也丝毫不奇怪 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有宗门的大能 游历回归 至于宗主谈笑间 便能疯狂提升修为时 再次验证了自己心中所想 宗主只是解锁了一点点修为而已 没啥好奇怪的 咦 宗主 这是何物 此时老祖疑惑地开口 只见宗主拿出了一幅 绽放着金光的仙徒 是那幅神医的话 老祖你说这个啊 此乃宗门气韵仙徒 文言 封清阳抬头看了老祖一眼 开口说道 随后他继续欣赏手中的气韵图 只见气韵图上金光灿烂 上面所绘之物 竟是仙界之中 自己清云先宗的宗门全貌 恢弘大气之意迎面扑来 并且还有一股 说不清道不明的意韵 在仙徒上显化 风轻扬之道 那就是气韵之力 宗门气韵先徒 气韵 李清云喃喃开口 随即凑了上来 在看到仙徒上所绘的画面后 他双眸微睁 这是我们宗门的全貌 此仙徒真是神异啊 越是观赏仔细 越能感受到此图的奇妙之处 仙徒之上的宗门之景中 万千祥云涌动 整幅画面宛若活了一般 变换万千 老祖李清 在一旁看得连连撑起 老祖 你相信气韵一说吗 气韵加身者 乃天地宠 大气韵者 总能逢凶化吉 一路坦途 甚至走个路 都能捡到各种质宝 风轻扬边欣赏手中的仙徒 一边开口说道 他可是知道 那些气韵之子的恐怖之处 简直是打不死的小强 还越打越强 文言 李清云赞同地点了点头 宗主所说的 应当是气韵大道眷顾者 当然 自己可没有那个运气 自己前世能修成大地 全靠自己的不懈努力 和坚定的意志 宗主 你刚刚所说 此乃宗门气韵仙徒 难道此图和气韵有关 文言 风轻扬看向了老祖 不错 此仙徒能够吸取天地气韵 加之宗门 并且还可以具现其中的气韵之力 为他人灌顶 风轻扬说完 心念一动 他体内磅礴的本源之力 涌入到了气韵仙徒上 嗡嗡 气韵仙徒剧烈地抖动了一下 金光更加闪耀 随即一声更大的巨响传来 苍穹之上 金色的气韵大到显化 震声轰鸣 气韵仙徒也随之飞到了苍穹之上 大展光芒 这一幕再次引起了 清古六大仙舟之地的轰动 你们快看苍穹之上 那是什么 今日到底是什么情况 先是金色巨门开 随后又是金色仙徒 难道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 你们快看 有变化了 有变化了 一个白衣修士 震惊地指天大喊道 文言他身旁的所有修士 低头谈论的修士 连忙再次向上看去 从其中映射而成 显现在苍穹之上 万千亭台楼阁 错落有致 恢弘无比的仙塔 挺拔到足以通天的浮风 一幕幕全都神圣无比 金色的气韵大到流转而来 在其中欢快地争鸣 美中不足的就是 影像全都被磅礴的仙气笼罩 只能隐约可见 但是却为其增添了 更多的神秘色彩 这是什么 不知道啊 看不太清 不过 好像是一个势力的全貌吧 本仙看也像 死 不知是何等势力 竟然如此强盛 哪怕是上通天的大势力 也不过如此了吧 六大仙洲见到这一幕的修饰 都为其震惊无比 不过大多数人都一头雾水 疑惑无比 不过在六大仙洲之中 历练的清云宗弟子和长老 见到这一幕后 全都激动了起来 苍穹之上那瑰丽的印象 可不就是自己宗门全貌吗 真是没想到啊 自己外出历练都能看到宗门 实在是太棒了 还有一人同样认了出来 那就是去过清云宗 拜访的先亲学宫太上长老 莲秋 此时 他正站在学宫禁地之外 震惊地望着虚空上的一幕 那是 清 清云宗 就在这时 一道威严之音 响彻从虚空传下 响彻六大仙洲之地 从此以后 此界的气韵 有本宗执掌 话音落下 虚空之上 那幅金色的气韵仙徒 缓慢地合上 气韵大道一同融入其中 随即那恢弘的印象 顿时随风散去 本宗 执掌此界气韵 这果然 是一个大势力的全貌 不过他说 要执掌此界气韵 何人有这么大的手段啊 不知道 此图貌似是从仙兰州 飞升而来的 你说有没一种可能 这是 这是清云仙宗 那道声音 是清云之主发出的 六大仙洲之中 不少修士都大胆地猜测了起来 毕竟 不久前的金色巨门 就是在仙兰州上空开启的 与此同时 先亲学宫禁地之外 听到这道熟悉的声音 太上老祖联丘更加确定了 是清云宗无疑了 估计之前的飞升仙门 也是他们搞出来的 清云仙主 这是要搞大事啊 执掌气韵吗 简直恐怖 太上长老震惊地南南说道 这话别人说得他不信 但这是清云仙主亲自说的 自己坚信不疑 两位老友 还请来我先亲一叙 无有重要的是要说 这一边 清云宗先锋之上 风轻阳已经收起了 那宗门气韵先徒 正副手而立 脑海里系统的声音不断响起 威望值加号一千 威望值加号一万 威望值加号十万 经过刚才那一手操作 威望值几乎全是翻倍地在上涨 宗主 这 一旁老祖目睹了刚刚的全部过程 都快震惊地说不出话来了 执掌气韵 试问 诛天万界又有几人能够做到 宗主真是太无敌了 自己这个老祖 完全跟不上宗主的步伐啊 不行 自己要再刻苦一点 再努力一点 再拼命一点 老祖 要淡定 听到老祖的话 风轻扬淡然地开口 气韵算什么 本宗要执掌的是 诛天万界 好了 现在无事了 白街十号他们几个回家了 随即风轻扬通过令牌 给十号传音 询问了几下后 没有得到回复 他眉头微皱 随后又联系了一下小白 询问了几下后 小白的声音 几乎是一瞬间就传来了 主上 石青传还有灵青传 都在突破大地之中 突破大地 原来如此 文言 风轻扬点了点头 随后吩咐一些事宜 便收起了令牌 另一边 神皇天狱 神威仙舟牧家 牧家大典之中 主位之上的小白 收起来令牌 看他高兴的样子 说明他的 现在的心情十分大好 没想到 主上掌控的传颂大阵 如此厉害 一夕之间 便能横跨数座大狱 从这里回到青云宗 等等 不对啊 那为啥俺们来之前 主上没让俺们使用吗 俺们穿梭了这么多天啊 不不不 我怎么能质疑主上呢 主上这么做 肯定是有他的道理的 小白这般肯定的想到 甚至他都挠不出缘由了 为了多历练一下 是清传他们 对 绝对是 大殿下方 见到这一幕 正在交谈的牧家仙主 和几个牧家老祖 全都停了下来 刚刚小白前辈恭敬地 聆听着令牌之中的传话 随后喜笑颜开 应当是收到了什么好消息 不对 能令小白前辈恭敬的 难道对面传话的是 青云仙主大人 死 你们都看着本兽干啥 难道本兽最近又变帅了 主位之上 小白见下方几人的目光 都盯着自己 他疑惑地问道 不是 不是 前辈我们 什么 你们说本兽不帅 没有 没有 帅 前辈最帅了 这还差不多 牧家众人 差点没有反应过来 还好 对了 本兽宣布一件事 刚刚武主说了 等十号他们突破完成后 就会开启传送大阵 来接我们回宗 至于神皇天狱的镇守 就由随本兽而来的武士头 针仙大妖连同你牧家一起镇守 牧家先主和老祖几人对视了一眼 连忙一口同声道 谨遵前辈之令 一同镇守 这么说来 清云先宗 还是比较信任自己牧家的 另一边 牧家的一座灰弘无比的修炼室 这个修炼室 是牧家的核心建筑 一般都是高级长老 以及牧家的大人物 才能使用的 今天却破了力 只见两道陌生的身影 正在室中盘腿而坐 相隔很远 修炼室里 掀气磅礴 道运十分充足 只因牧家在其中 刻画了高阶阵法 用来汇聚先气 修炼室下方 还埋着数条极品仙精脉 简直是毫无人性 而那两道身影不是别人 正是即将突破大地的 十号和灵白 此时 他二人周身全都道运流转 他们二人疯狂运转 各自的功法 磅礴的道运流转全身 地境的壁垒 正在不断地被冲击着 至尊先体 霸天盗裂 清连先体 清连剑道 此时 十号和灵白 同时激活了各自的体制 他们各自领悟的大道之力 已经趋近于圆满 只差一步便能突破 十号领悟的是 以无敌著称的霸天大道 灵白则是从自己体制中 领悟的清连剑道 这两种大道 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 他们都十分强大 时光缓缓流逝 一晃就是五日后 夏冲天有十二个大天狱 分别为 东南西北中五大天狱 神皇天狱 清谷天狱 紫灵天狱 雪兰天狱 大荒天狱 零五天狱 仙醉之狱 这一日 天狱仙界下 崇天十二天狱 全部震动 只因势力排行榜降临了 要知道 这个东西可不是 轻易显现的 十分罕见 上一次势力排行榜降临 那都是数十万年前的事了 因为势力排行榜 只收集下 崇天排行前三十的 超级大势力 而这些势力每一个 都是各自天狱的巨无霸 明镇仙界的存在 轻易不会变动 所以 每一次排名变动 都会引起轩然大波 势力排行榜出现了 难道有大势力上榜了 这位道友所言太夸张了 这哪有那么容易上榜 众所周知 这榜单上的势力 全都是底蕴身后 传承已久的古老势力 他们岂会放任 其他宗门崛起 一本先看 这次肯定又是排名变动罢了 不知道 咦 快看 榜单开启了 就在十二天狱之中的修士 都在谈论之时 苍穹之上 那副金色的榜单 栩栩展开 仙界势力排行榜第一 中天狱弥天仙宗 排行榜第二 灵天仙玉天灵仙国 排行榜第三 雪兰天狱仙雪剑宗 一直看到了榜单上 排行第五的大势力 还是老样子 十二玉的修士 都没有感觉到奇怪 直到看到排行第六的大势力 无数修士心头一震 一个十分陌生的名字 排行榜第六 清古天狱 清云仙宗 宗门总实力 未知 上榜理由 击败排行第六的凤凰先卒 横扫整个神皇天狱 神皇臣服 在清古天狱之中 覆灭五大劳牌势力 威震清古 慈 清云仙宗 这是这个宗门的第一次上榜吧 一上榜就来到了第六 简直恐怖如斯啊 是啊 不对 你们快看慈宗的战戒 威震清古天狱 神皇天狱臣服 卧槽 这个宗门到底是哪猫出来的 这么猫 清古天狱的吗 怎么从来没听过啊 金色的十例排行榜一出 十二天狱无不震动 宛若往深水里 丢了一个沙皇小炸弹 炸起了巨大的水浪 只因这个宗门太陌生了 属于名不见经常的存在 无数修士 都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 但是神皇天狱可不陌生啊 那可是在十二天狱中 排行靠前的大狱啊 击败凤凰先祖 横扫神皇 这个清云仙宗 实在是太恐怖了 此时 清云宗所在的清古天狱 都掀起了轩然大波 排行第六 清云仙宗 卧槽 这不是自己清古天狱的第一大宗吗 不声不响 就把神皇天狱横扫了 哪怕死了又何妨 另一边 神皇天狱 穆家之中 小白收回了目光 嘴角不屑地嘟囔着什么 我清云仙宗只排第六 那前五都是什么土鸡娃狗 也敢排在我宗前面 无回去就跟主上请令 本受亲自灭了他们 小白的一番话 另一旁的一众穆家之人 以及凤凰先祖之人 都十分汗言 不愧是小白前辈啊 就是吗 但是 等苍穹之上的排行榜 展开完消散后 一旁凤凰先祖黄柔等人的心中 也不免落寞了起来 自己凤凰先祖 现在被打废 六位老族也不知去向 已经从曾经的势力榜第六 跌到了二十名开外了 真是世事无常啊 不过现在 也是一个一载难逢的大好机会 跟着主宗清云发展 绝对能再传辉煌 东山再起 另一边 北天狱 苍穹先宗 势力榜单消散后 此时整个苍穹先宗上下 全都人心惶惶的 辉弘的苍穹先殿之中 众多苍穹长老 都颤抖的一言不发 真相大白了 那个清云宗 果然也是仙界大宗 此宗隐藏的也太深了 不明 则以一鸣惊人 直冲势力榜第六 如此恐怖 这自己苍穹先宗 该如何是好啊 自己宗门 竟然和如此大宗作对 恐怕会落得 和那个凤凰先祖 一般下场 一群废物 本座让你们商讨对策 竟然无一人敢言 此时主位之上 一道震怒之音传下 顿时一众惶恐不安的长老 连忙颤抖的扶手 仙主息怒 现在怪自己等人有啥用 那清云先宗 根本就不是自己 苍穹先宗能抗衡的 再说了 对荒舞的清云出手 可是先祖明出的命令啊 谁曾想 这个宗门这么老六呢 隐藏得如此之深 当然 一众长老们 都是敢怒不敢言 只能颤抖的低头 哼 宗门养你们有何用 主位之上 苍穹先祖怒哼一声 冷冷开口 就连凤凰先祖那种 一遇之尊 超级大势力都被灭了 这次如果处理不好 恐怕就是自己宗门的末日 该死 有靠山 你早说啊 想到这 他连忙看向一旁端坐的身影 开口道 老祖 您说 我们该怎么办 说过来 说过去 都是因为老祖要汲取荒舞界本源 这才和那清云结下了梁子 如今之际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文言 一旁那道苍老的身影 叹了一口气 随后站起身来 他便是苍穹先宗老祖夜道云 此时他已经没有了往日盛气凌人 一切尽在掌握的气势 这突如其来的重磅消息 震得他到现在都没缓过来 此时 他已经什么都明白了 难怪那清云宗 能在荒舞快速崛起 难怪那日清云先主能认得自己 他还有恃无恐 难怪他说 不日就会降临 灭掉自己宗门 原来他背后有 如此靠山啊 那荒舞界的清云 只是一个分宗罢了 轻古天狱 才是他们的大本营 自己当时还说 他们没有靠山就等死吧 现在看来 该等死的是自己 靠山 对 靠山 叶道云正皱眉思索 想到这一下子 眉头舒展 我们无须忧虑 本先有一计 便可使我宗安然无恙 闻言 主位之上的苍穹先主 眼前一亮 老祖有何计 投靠狱主 神域殿虽说不管十二天狱的争锋 但是只要我们投靠狱主 那清云宗绝对不敢对我们出手 叶道云此话一出 满堂皆惊 他们苍穹先宗 乃北天狱第二大势力 但是被那个狱主压迫已久 正打算徐徐徒指对抗狱主呢 现在却又投靠其 等投靠后 那么自己苍穹先宗 还算是苍穹先宗吗 不过现在除了这个办法 好像再无保命之法了 本先现在就去联系大人 先拿出我宗一半的资源 以表诚意 老祖叶道云 见到先主和重长老点头 留下一番话后 便消失在大殿中 如今之际 只好如此了 两久 主位之上的苍穹先主 才沉声开口 他的双眸中满是落寞 想不到自己苍穹先宗 有一日也会落到 寄人篱下的下场 对了 将前往探查青云的探子 都撤回来吧 没必要了 闻言 下方一个长老拱手道 谨遵先主之令 说吧 他便恭敬地退出了大殿 此时 主位之上的苍穹先主 拂袖一挥 让所有长老 全都退出了大殿 顿时 恢弘无比的大殿之中 只剩下了他孤零零的一人 荒武剑 为何无宗要染指荒武啊 对了 荒武剑 应当灭掉了那个魔剑了吧 那这么说来 天魔宗也和青云有仇了 此时他不知道的是 门外有无数双眼睛 正盯着他们宗门 包括宗门之中 时间流逝 两天半后 轻谷天狱 青云先宗 此时青云宗中异常的热闹 只因众多出去历练的弟子 返回宗门了 宗门这个传送大阵 真是厉害 只需要凭借令牌 一瞬间就能出现在宗门之外 是啊 为此我还专门试验了一下 我惹怒了一头仙境的妖兽 还好还好 俺永远相信宗门 悟草 这位师弟的胆子是真大 牛逼 宗门各区域内 返回的弟子们都有说有笑的 核心弟子区域内 师兄 这次可以返回荒武了 你打算回去吗 来到仙界两年多了 终于能回去一趟了 一座气势辉煌的房间之中 宁言笑着说道 两日前 宗门长老用令牌发来消息说 不日宗门就会开启 介遇传送大阵 直达荒武 在每个弟子令牌上 自动绑定了传送大阵 凭借令牌 不管在清古天狱任何一地 一念之间便可返回宗门 一旁的秦寒 貌似有心事 迟迟没有开口 返回荒武 也许吧 另一边 清巻先锋之上 姐 妖妖 你们说我们这次返回南狱 得给咱们的家族多大的震撼啊 姐咋知道 对了 你的师父杨前辈 这次回去吗 师父说他这次不回去了 等下次 他在荒武 已经没有牵挂了 此话一出 清云宗内门区域 恢弘无比的大掌老殿 小黑 你这次打算回去不 不了 本帝在荒武界之中 名号已经很响亮了 再说了 本帝在荒武界 也没啥熟人了 唯一的熟人 就是水仙女帝你了 黑帝摇了摇头说道 抛开这些 他还肩负着守护宗门的责任呢 岂能善离职守 他背负的责任 太过重大了 那好吧 我这次是打算回去一趟的 见状 牧水仙也不再多劝 他的牧甲还在荒武界的 时光流逝 一转眼又是两日半后 神皇天狱 牧甲 牧甲那座最大的修炼师之中 此时 十号和林白二人体内的半步道力 已经达到了极限 给我破 二人同一时间睁开双眸 双手举过头顶 磅礴的道力 顿时冲破了大地境的屏障 哄 随即圆满的霸天道力和青莲剑道 轰动一声 运转而出 二人的修为也从至尊巅峰 来到了大地境初期 磅礴的地威 从他们身上爆发开来 不一会后 林白和十号双双走出了修炼室 此时 他们身上的气质 全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十号高大魁梧的身材 压迫感极强 刀削般的面庞满是坚毅 一股勇往无敌的气势扑面而来 林白气质出城 剑眉心目 俊俏的面庞更加棱角分明 并且 他的剑道气势 在突破大地之后 愈发生成了起来 如果说之前的他 宛若一把出鞘的利剑 现在便是犹如归鞘的利剑 师兄 太好了 你们全都突破 成功了 十号和林白刚一出来 守护在修炼室外的花青羽和云蓝 便迎了上来 有劳师妹和师弟 在外日夜守候了 见状 林白笑着开口说道 突破大地 曾经自己的终极目标是这个 突破大地 威震亘古 但是来到仙界后 接触到更加广阔的世界 方知道无止境 大地也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 总之不管如何 都不忘初心吧 徐之邵氏凌云志 曾许人间第一流 师兄你跟我们客气啥 当时我突破大地之时 你们不也一直守候我呢吗 花青羽走上前 玩耳一笑道 对了 师兄 师尊传来消息了 说是等你们突破了 就开启借语传送大阵来接我们 文言 十号和林白眼前一亮 可以回家了 太好了 事不宜迟 我们赶快联系师尊吧 十号兴奋的开口 初宗五个月了 总算可以回家了 师尊见到自己几个突破大地 一定很开心吧 这时 一旁的云兰也开口了 师兄 小白前辈 他们都在家族大殿呢 并且为了庆祝师兄们突破大地 已经备好了丰盛的宴席 我们今天一定要喝得痛快 师兄们还有师姐 都突破大地了 自己回去宗门后要努力了 要不然跟不上步伐了 现在自己是至尊巅峰 距离突破大地 也就一哆嗦了 时光流逝 很快就是半日后 此时 穆家小世界之外 无数穆家修士恭敬伶俐 以及众多神皇天狱的各大势力 也都聚集而来 小白前辈 您不多待几日了 好让我等静一下地主之意啊 是啊 前辈 我等还没好好招待前辈呢 众多大势力的画室人 都为在小白身前恭敬地说道 怎么 本作要如何 还需向你们请示 小白冷眼扫视了一下全场 顿时就没人敢说话了 不过想到 这些人是来相送的 也是出于好意 小白也不再多言 吴返回宗门后 神皇天狱由吴麾下的仙授 和穆家一同镇守 要是谁敢整什么幺蛾子 无让他万劫不复 此话一出 众多势力的画室人 连忙惶恐的白手 不敢 不敢 我等谨尊前辈之令 若有不听先宗令者 我等供诸之 现在青云先宗 可是势力榜第六的超级大宗 但是他们知道 这肯定不是先宗的全部实力 但是小白前辈一人 先主先宠 便足以镇压一玉 其宗门实力的多么恐怖 就是借他们一百个胆子 他们也不敢抗命啊 见状 前方众多大势力 画室人低头俯首 这排面无敌了 不远处 云儿 有时间了 一定记得回来看看 穆家先主穆烈站在云蓝身前 沉声说道 云儿才刚刚返家没多长时间 这就要走了 不过也好 青云先宗才是云儿的舞台 他在那里一定会走得更远 嗯 我知道了 爷爷 闻言 云蓝强忍着眼眶中的泪水 颤声开口 自己知道 爷爷现在表现的面色如常 他只是不想 把自己脆弱的一面展现出来 因为他是一家之主 一族之尊 他背负的太多了 自己一定要快速成长起来 替爷爷分担 另一旁 凤凰先族众人 也都在恭敬地等候着 祖凤前辈 你随我们一同回去吧 我总要打开戒与传送大阵了 到时候便可返回荒芜了 十号三人 站在化形后的祖凤身前 诉说道 祖凤前辈也是来自荒芜 忠欲凤州凤族 据他所说 他自从飞升仙界后 还从未返回过呢 闻言 祖凤的心头一震 返回荒芜 自己已经好久好久都没有 踏足故乡了 想到这 祖凤连忙和一旁的仙主商讨了一下 仙主黄柔略微思索了一番 便点了点头开口道 既然如此 大供凤就随时清传他们去吧 正好替我们仙族 拜访一下祖宗 不一会后 轰隆隆 沐家小世界外的虚空之上 沉闷的轰鸣声传来 一座巨大的漩涡 凭空浮现 恐怖的阵法之力爆发开来 磅礴的仙气席卷 顿时席卷苍穹 传颂大阵开了 小白抬头望向虚空惊喜道 随即他率先腾空而起 石青传 我们走 闻言 十号 林白 花青羽 云蓝四人 全都心念一动 飞升而起 一旁的祖凤 再看了一眼一众凤凰族人 连忙紧随而上 恭送小白前辈 恭送青云天骄 见状 下方穆家众人 以及各大势力的修士 一同恭敬齐声道 声响震天 景象瞬间变幻 等十号几人再次睁开眼 看清眼前的场景后 顿时开心的笑容布满面庞 到家了 一夕时间 他们就从遥远的神皇天狱 来到了自家宗门前 这传送大阵 实在是太逆天了 快 真是太快了 是啊 想当初我们穿梭了一个多月才到达的 这么遥远的距离 乘坐传送大阵 居然只需一夕时间 这时 前方的小白转头道 到宗门了 各位清传 序列 我们入宗吧 这次主上交代的本寿全都完成了 不知道主上会给我什么丰厚赏赐呢 这是轻鼓天悦 祖凤摇晃了一下脑袋 向四周看去 难难道 听石青传他们说 到家了 到家了 难道前方就是清云先宗了 祖凤前辈 快跟上啊 就在祖凤还思索之时 前方十号的声音将他拉回了现实 文言 他连忙点头 哦 来了 来了 不一会后 气势磅礴的清云宗门停外 石青传 你们回来了 大哥 你也来了 本来哈欠连天的黑帝 见到来人立马精神了起来 连忙兴奋的迎接道 黑帝前辈 数月不见 你的风采依旧不减当年啊 林白笑着开口 这么长时间不见 还怪想黑帝的 哈哈 回来就好 死 你们几个可以啊 这出去一趟都突破大地了 不错 不错 在这个年纪就能正道入地 有本帝当年的风范了 黑帝脸红心不跳的说道 关键是 他想脸红也红不起来啊 嗨嗨 二帝啊 开门 这时 小白走了过来咳嗽了一声 昂首挺胸的说道 得嘞 大哥 黑帝闻言 当即心念一动 灰红的青云大门便缓慢开启 浓郁的仙气扑面而来 小白是他刚认的大哥 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小白降临到虚空之上 银白色的毛发十分神异 天上的皓月都失去了色彩 随后 他来到了黑帝面前 略微施展了 一下手段变道 拜我为大哥 大哥带你纵横先见 大哥 黑帝当即那头变拜 于是他俩的关系 就变成了好兄弟 嗯 一段时间不见 二帝你的修为长得很快嘛 马上就要突破真心了 不错 不错 看来距离我二帝天下无敌的时间 又缩短了不少 闻言 黑帝黑黑一笑 他的修为能长这么快 全靠宗门和宗主器重 那小资源 就狂狂往自己身上砸 简直是太爽了 大哥谬赞了 小帝这点修为 不及大哥万分啊 大哥 请 这一幕都把十号几人看呆了 什么情况 小白前辈 怎么成了黑帝的大哥了 怀揣着这个疑问 他们向宗门之中走出 当黑帝看到后方画形的祖凤后 心中疑惑了起来 嗯 这人是谁 怎么跟着大哥他们一起回来 难道是大哥新收的小弟 此人的气息很强大的 但是为何这么熟悉呢 四六 本帝这口水是咋回事 想到这 黑帝赶忙收回了目光 并擦了擦嘴角的口水 后方 祖凤只感觉 一道恶寒的目光盯了自己两久 于是 他连忙加快了脚步 清云宗内 当十号几人进入宗门后 一路上所遇到的宗门弟子们 瞬间轰动 石师兄他们回来了 什么 真假 我套 林师兄好帅啊 我爱林师兄 你躲开 林师兄不搞急 花师姐 我是你的小迷电 于师兄太帅了 感受到师弟师妹们的热情 十号几人笑着打招呼 并加快了脚下的步伐 而祖凤自打一入宗后 就看傻眼了 这是 清云宗 简直恐怖如斯啊 难怪实力如此之强 这宗门驻地说是上界大宗 只感觉此地的仙气浓郁至极 比原来凤凰仙族驻地的仙气 不知道浓郁了多少倍 这时迎面走过来的两道身影 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父亲 这次我们也要重返荒芜吗 对 咱们北海龙宫下 还有祖龙留下的宝藏呢 你忘了 此次回去 就将里面的宝物全部拿上来 献给宗门 用来奖励弟子吧 好的 父亲 当时我说去北海取 宗主说无关紧要 然后没等取呢 咱们就飞升了 两道身影 一个是不识粉黛的绝色佳人 一个是面色威严 气势深沉的中年男子 但是他们都有个共同之处 那就是全都头掌双脚 正是龙族大帝龙颜 和他的女儿龙青 两条青龙 龙族之人 这仙界竟然还能碰到龙族 也对 天女他们不都是从荒芜来的吗 反应过来的祖凤 不再纠结此事 自从祖龙陨落后 他就没跟龙族打过交道了 不一会后 恢红的青云先殿 世尊 我们回来了 小白拜见主上 十号四人和小白经过禀报后 一线一后地走进了大殿 嗯 回来便好 你们三个都突破大地了 不错 主位之上 风青羊扫视了一眼下方 开口道 真快啊 想当初收这三个弟子之时 他们也不过是低近的菜鸟罢了 现在一个个都突破大地了 刚来之时 第一个召唤的老祖 也不过大地而已 下方 得到了师尊的夸赞后 十号几人心中顿时开心不已 多谢师尊夸赞 他们这么努力修行 有师尊的这一句话就够了 一旁小白眼巴巴地向前瞅着 心想 为啥主上不夸俺嘞 主上 你的吩咐 小白不复所望 已经全部完成了 嗯 小白 这时 祖凤姗姗姗来迟 踏入了仙殿之中 祖凤 境界 真仙九重 荒武界万凤之族 飞升之后来到仙界 刻苦修行 现为青云附属势力 凤凰仙族大供凤 祖凤 主位之上 风青羊男男道 没想到啊 又碰到了一个荒武本地的 上一个碰到的是 天际阁的天际大地 实属有缘 主上 这是凤凰仙族的 大供凤祖凤 他曾救过石青传他们 所以 小兽就带他来拜见主上了 小白话落 祖凤连忙恭敬的 攻身拱手 祖凤见过仙主大人 死 这就是仙主吗 祖凤只是用余光 撇了一眼主位之上 就连忙收起了目光 祖凤 荒武界万凤之族对吧 文言 祖凤点了点头 对 仙主 仙主能知道他的来历 他并不奇怪 毕竟自己早就跟天女 他们说过了 这时 主位之上的风青阳 站起了身来 徒儿们 你们都先回去准备一下吧 现在时机已到 打算回家的弟子们 已经全部回宗了 我们明日返城 重返荒武 风青阳威言之音传下 是 师尊 一日 青云宗广阔无比的宗门广场中 人头攒动 宗门之中的杂役弟子 外门弟子 内门弟子 核心弟子 序列弟子 以及七仙丰弟子 各殿弟子 全都聚集于此 宗门之中的各门长老 执事 殿主 供奉 以及宗门之中的所有强者 他们按照宗门地位排序 有序地站在所有弟子之前 李兄 最前方的那个 就是我们的宗主大人吗 对 死 第一次亲眼见到宗主大人 好激动有没有 对了 宗主身后那三道身影 就是外门师兄所说的 两位清传师兄和师姐吧 我也没见过啊 不过看他们身上的服饰 应当是吧 广场后方 身着杂役弟子服饰的李莹和赵金柱 此时正在交谈 他们都是第一次见宗 得这种大场面 李莹此时目光闪烁 这两位师兄和师姐的气势 比自己那日自己所见的 核心师兄的气势还要强 不愧是宗主清传 自己一定要努力修炼 追上他们的脚步 此时 最前方风清阳 身着一袭青色宗主服 面色威严地端坐在一把胶椅之上 左右一白一黑 恭敬待命 身后三位弟子十号 林白 花轻宇 肃穆而立 老祖李清云 以及宗门天仙境之上的 真仙强者 恭敬地站在一旁 足足有数十位之多 自从风清阳上次突破 本源金仙之后 所召唤而来的 强者的修为再次飞升 现在真仙之上的本源 仙都有数尊 仙楼之主林问仙 扫地僧古城 善保道人 全都突破到了 二转半步本源仙 老祖李清云 也突破到了 一转半步本源仙 以及进阶更高的 九转半步金仙小白 遥光仙子 风神灵风 可以说 清云宗的实力 已经达到了 非常恐怖的地步 不多时 见到人已到齐 坐在交椅之上的 风清阳站起了身来 威严开口 诸位 我清云宗自从荒芜而来 只用了短短的 两年半的时间 已经发展到 如今这种强盛的地步 本宗很是欣慰 所以本宗决定 今日开启 介于大镇重返荒芜 众弟子 长老 皆可自愿随宗门返回 待到再返仙界之日 便是横推十二天狱之时 风清阳威压之音 响彻全宗 一时间 宗门长老和弟子 全都沸腾 宗主无敌 清云无敌 重返荒芜 横推先见 这次愿意返回的弟子和长老 不在少数 自己等人离去后 宗门之中的事 都已经安排妥善 估计这次重返荒芜 也待不了多长时间 随后风清阳看 时机差不多了 便吩咐系统 打开了宗门界域 传送大镇 哄 顿时清云宗上空 风清云涌 一道巨大的漩涡浮现 阵法之力弥漫虚空 荒芜界 东狱 清云仙城 辉弘的清云仙城之中 依旧繁华无比 并没有因为清云宗的离开而衰落 因为这里有五狱第一大势力坐镇 清云宗麾下清云商会 并且还有许多名镇五狱的大势力 帝宗 不朽世家入住 这里更是天下第一巨城 荒芜大陆的中心 肚肚 丹药 算命嘞 误草 老板 你这卖得挺杂呀 嘿嘿 道有谬赞 不多整点 在这仙城之中根本混不下去啊 此时仙城之中 一切都井然有序 忧和声 叫卖声 交谈声 不绝于耳 热闹非凡 此时 气势磅礴的清云商会之中 有两道身影正在交谈 林会长 听说你们商会从西域 进购了一批高阶雪莲 可得给老兄我留点啊 穆老兄放心 我早就给你留着了 那就多谢林会长了 这种等级的雪莲 我缠好久了 说话之人 正是清云商会之主 兼林家之主林湛 和超级是林牧家之主 牧长空 哎 仙宗走了有两年多了吧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这时 林湛叹了一口气说道 他想念儿子林白和宗门了 林会长 这个不好说啊 仙剑那种地方 肯定更加波澜壮阔 即使仙宗发展极快 我估摸着 最短也得上千年 上千年吗 林湛难难自语 他也知道 仙宗重返荒芜 肯定十分漫长 急不得 哄 就在这时 一阵巨大的声音 响彻了整个荒芜大陆五域之地 嗯 怎么回事 林湛和牧长空面色一正 随后连忙向商会大殿外冲去 出事了 此时荒芜大陆五域上空 一声巨响过后 一道巨大的漩涡 凭空浮现出 磅礴的金色阵法之力弥漫虚空 缭绕的仙气 从其中宣泄而下 死 这是什么 不知道啊 看着像传送大阵 貌似就是传送大阵 但是哪个势力有如此高级的传送大阵 青云商会的 由于动静太大 五域之中的修士纷纷震动 只有五域之中的大帝 以及至尊 才能察觉出其中的可怕 此时 他们全都凝重地 看向东域的虚空之上 这是道立之上 先例 东域 难道是青云先宗回来了 一道震惊的想法 浮现他们的心头 青云宗今日重返荒芜 这时 一道威压之音 从传送大阵中传出 响彻五域 随后 无数道身影 从传送大阵里飞升而出 降临到了虚空之上 一瞬间 荒芜五域修士全部沸腾 激动无比 有的则直接泪目 喜极而泣 仙宗 仙宗回来了 青云宗啊 多么熟悉的名字 仙宗没有忘了我们啊 他们从仙界回来了 我等恭迎仙宗回归 恭迎荒芜之尊回归 一时间 东南西北中五域 六十五大洲的修士 其声嘶吼道 声响震天 当时仙宗走时 一人相送 仙宗回来后 同样荒芜众修士相迎 可见青云宗在荒芜界的威望之高 东玉 赶快赶往东玉 拜见仙宗啊 无数修士震惊过后 连忙反应了过来 随后他们一股脑地 冲向了各个传送大阵 向东玉赶来 与此同时 中玉 排行第二的大洲陈州 混天神国 神宫之外 一个身着一袭青色的广袖优先裙 头戴凤凰簪 身材高挑 面色威严的女子 站在神宫之外 此时介于传送大阵已经关闭 虚空之上 又恢复了往常的风平浪静 丁 为了不时主上的荒芜界崩毁 所有超越半仙之上的强者 修为以自动压制 文言 风轻扬皱了皱眉头 荒芜界的等阶 终究还是太低了 不过他现在可以尝试一下 进阶荒芜 真仙境便可自创规则 本源仙便可以本源之力重塑万物 混元大罗金仙便可执掌生死 混元之力一出 一念生一念死 自己现在手握荒芜本源 体内本源之力充沛 应当能使荒芜更进一步 我们回来了 熟悉的气息啊 俺想家了 娘 孩儿学成归来了 虚空之上 风轻扬身后的一些宗门长老和弟子 全部激动万分 尤其是宗门的弟子们 他们全部都是荒芜本土修士 其中以冬裕人士居多 毕竟青云宗是从冬裕发源崛起的 随即不再犹豫 风轻扬让长老吩咐了下去 给弟子们一个月的时间处理事情 一个月后 在灵州青云山集合 所有弟子 都可带上自个的家人前来 命令一下 众多弟子再次欢呼了起来 随后 他们要么结伴行 要么独自前往 去向了四面八方五余各地 不一会后 这里就剩下了风轻扬 还有十号他们 以及宗门的长老和祖奉 龙弟 半楼之人 曾集天机阁大帝夜天机 你们也都去吧 有什么事随时和本宗联系 一个月后 青云山见 风轻扬转头吩咐道 是 师尊 谨遵宗主之令 闻言 十号他们三人和长老们 全都离去了 祖奉在离去后 目光灼灼地望向脚下的大地 故乡他回来了 随即他化为本体 扇动着翅膀 飞向了中域 这一边所有人全部离去后 风轻扬神异的子眸中 金光一闪而逝 顿时荒舞一切众生之景 尽收眼底 久违了 荒舞 随即他心念一动 便消失在虚空中 一瞬间后 风轻扬变 出现在东御灵州的青云山脉之中 只见这里高大的参天古树林立 一片鸟语花香 崇山峻岭连绵起伏 灵气充沛 雾气朦胧 都没变 还是熟悉的味道 见到这一幕 风轻扬眸路怀念之色 难难道 随即他迈开了步伐 随着记忆力的路线前行 这条路 是他自穿越而来 走过最记忆深刻的一回了 来时的路 想当初 一人一晚一路 算 不提也罢 不过现在再次走这条路 和当时绝对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心情 当时自己亦没有系统 手无腹肌之力 还饿着肚子 而现在呢 自己执掌荒武天道本源 乃荒武之尊 并且横推仙界 也不过是异于反掌 那些仙界的大势力 以及御主们 不过是土鸡娃狗罢了 一边走一边回忆 不一会后 风轻扬变 来到了梦开使的地方 青云山 谁 竟敢擅闯仙家之地 速速离去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否则别怪本生不客气了 这时 守卫在青云山脚下的守卫们 察觉到了前方来人 其中一个守卫大声告诫道 青云商会的人 文言 风轻扬脚步一顿停了下来 他通过那些守卫身着的服饰 一眼便认出了他们的身份 一时间心中很是满意 临战办得很好 守卫们见这个一席轻衣的青年 不听劝谏 只是笑而不语 当即便要再次出声提醒 然而话还没出口 便见那个青年消失在原地 嗯 几个守卫一时间全都摸不着头脑 但是很快 一个守卫便反应了过来 你们有没有感觉 那青年的面相和身着特别熟悉 好像在哪见过 在哪里呢 我想起来了 那人好像是宗主大人 这名守卫震惊地开口道 心中惶恐不已 完了 完了 刺激等人竟敢阻拦宗主 宗主怪罪下来 可怎么办 这就好像是人家回自己家 你不让回 还出口驱赶 不会的 应该不会的 宗主何等人物 岂会跟自己这种小人物计较 什么 你没有看错吧 其他几个守卫文言全部围了上来 大声问道 千真万确 宗主回青云山了 我们赶快回去禀报会长 另一边 风轻阳已经来到了青云山上 曾经的青云宗筑地这里 刚当的小插曲 他丝毫没有放在心上 再遇见 甚至还得夸他们一下 随后风轻阳不再多想 开始环顾起曾经的筑地 只见这里十分平静 空旷无一物 有的只有轻轻的威风 以及凌裂的剑气 上清仙剑的剑气果然还没有消散 风轻阳微微一笑 拂袖一挥 顿时凌裂的剑气 全部消散在天地间 这时自己当时刻意而为之的 为的就是不想他人来践踏此地 还有当时自己青云宗飞升之后 并没有留下道统 那是因为宗门的附属势力 全部留在下界了 这次带他们一同回到仙界之后 倒是可以弄个下界分宗出来 随即风轻阳不再多想 找了个平坦的地方 一屁股坐了下来 荒芜 既然本宗执掌了你的本源和天道 那本宗就对你负责到底 就让本宗助你一臂之力吧 说吧 风轻阳心念一动 绚丽的荒芜本源 一瞬间便出现在他的左手上 荒芜天道出现在他的右手上 荒芜本源绽放的光芒绚丽无比 精纯的本源之力 流转风轻阳的手掌 荒芜天道是一个蓝色的光团 丝丝雷结之力 营绕风轻阳的手指 拥有荒芜本源便能改变 现有的任何天道规则 本宗用不上 本宗要的是重塑规则 山上绚丽的光芒 闪耀方圆亿万里之地 距离青云山最近的青云仙城 当即轰动 无数仙城修士 向这边看了过来 怎么回事 那是先帝青云山 有人闯入了青云山 淡定啊 这位道友 仙宗不是回来了吗 应当是仙宗的人 也对 就在这时 几个身着青云商会守卫服侍的修士 焦急地冲了过来 宗主 宗主回来了 就在青云山上 此话一出 就宛若在烈火上浇了一把油 无数仙城修士更加疯狂 宗主 宗主大人在青云山 我等快去山脚下拜见啊 道友 你不是说要淡定吗 这还淡定个鸡毛啊 瞬间 乌泱泱的人群 向城门口处涌去 此时 青云商会 恢红的青云大殿之中 无数商会长老落座 商会之主 临战端坐在主位之上 心情激动得难以平复 主宗回来了 白儿也回来了 刚刚白儿用令牌跟自己说 他现在在冬域边界处 最多半日的时间便会赶回 太好了 诸位 主宗长老已经通知了吴 此次先宗回归 是要带我等去那浩瀚的仙剑 你们待会下去 召集我商会所有强者前来 准备跟吴拜见主宗 一月之七后 我等随主宗上仙剑 临战此话一出 商会大殿之中的众长老 皆激动不已 仙剑啊 自己也能到那浩瀚的仙剑了 此生也有机会 一探仙境之谜了 哪个修士心中 没有生仙之梦 不想成仙的修士 不是好修士 就在这时 几个守卫慌忙地冲了进来 会长 宗主回到青云山了 此话一出 所有人心中大振 什么 主位之上 临战精地直接站起了身来 诸位快随无趣拜见宗主 与此同时 青云宗山上 风青阳细细感受了一下 本源和天道之力后 心中便有了答案 自己自创规则 与荒武的规则融合升华 然后用自己的本源之力 灌注荒武本源 这样一套操作下来 荒武界绝对能更进一步 同时 他感受着荒武本源上 精纯的本源之力 不禁感慨起来 难怪那个苍穹老祖 想要窃取荒武本源呢 炼化了荒武本源 便能提升修为 不过你惹错人了 一月后返回仙界 便先拿你宗开刀 不对 是整个北天狱 风青阳双眸中 寒光一闪而逝 随即他心念一动 恐怖的规则之力 便从他体内浮现出 涌入了荒武本源之中 哄 顿时荒武本源 开始剧烈地沸腾了起来 仿佛在排斥这些新的规则 别动 见状 风青阳只是轻轻一语 沸腾的荒武本源 仿佛听懂了一般 当即安静了下来 还不够 去 风青阳扶袖一挥 磅礴的金色本源之力 从他体内浮现出 再次涌入荒武本源之中 随即风青阳便放下了手 任凭荒武本源 悬浮在虚空之上 只见金色的本源之力涌入后 荒武本源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不断变大 炙热的金色光芒更加闪耀 宛若一个小太阳一般 而荒武天道 就宛若一个乖巧的孩子 静静地待在风青阳的手上 风青阳瞅了他一眼 轻声开口 别着急 马上就轮到你了 哄 一刻之后 荒武本源再次传出一声巨响 磅礴的本源之力 从他身上散发而出 冲天起 练接此方天地 一时间耀眼的金色光芒 闪耀五于六十五周 丁 荒武本源已进阶 荒武大陆可升级为高阶大世界 最高可承受天仙境的仙人 丁 宿主不负青云志 不忘初心 触发隐藏主线任务 荒武晋升之路 将荒武打造成诸天第一大剑 完成奖获得神秘逆天奖励 此时 青云山上系统冰冷之音 在风青阳的脑海中响起 哦 隐藏主线任务 有点意思 将荒武打造成诸天第一大剑 和将青云宗打造成诸天第一神宗 可以 本宗接下了 既然如此 梦开始的地方 那便随我青云一起崛起吧 风青阳心中坚定地想到 随后他冲天起 一把握住了荒武本源 进阶 他运转修为 将荒武本源打入了荒武大陆地下 轰隆隆 顿时整个荒武大陆开始剧烈地晃动 起来 乌草 怎么回事 这个感觉 好熟悉啊 哇 吐了 哇 五欲之中的修饰一瞬间再次震动 然后他们便看到 一道恐怖的规则之力浮现在苍穹之上 一瞬间后便消散在天地间 当即五欲之中的修饰便若有所感 迟迟未能突破境界的修饰 一瞬间便突破了 脑海中想不通的功法五技 一下子便融会贯通 五欲之中的大帝 全都心头一动 随后冲天起 规则限制消失了 可以随意突破仙境了 本宗宣布 荒武界自今日起 境界为高阶大事件 就在五欲修饰不解之时 一道威严之音从苍穹上传下 卧槽 难怪有这么大的动静 等等 高阶大事件 死 本宗 难道是青云先主 除了先主大人 还能有谁 先主无敌 可以说 今日注定是不平凡的一日 必定会载入荒武界 这一边 青云山上 风轻阳收回了神念 然后看向手中的蓝色天道光团 此时 荒武天道光团上的雷霆之力 愈发恐怖 他正在随着荒武本源的进阶 不断地升华 随即风轻阳便将荒武天道 送到了虚空之上 估计过不了多少时间 天道也就自动升华完成了 到那时 荒武界就可以说是 真正的高阶大世界了 做完这一切后 风轻阳便思索 这一个月时间该怎么度过 游历 必须游历 这个想法顿时浮现他的心头 为宗门操劳几年了 本宗就不能享受享受吗 之前就没有游历过这荒武界 趁现在无事 必须好好转悠一下 走着 风轻阳打定主意 随后心念一动 直接消失在青云山上 现场又安静了起来 只有风吹过花草的沙沙声 此时青云山脚下 已经汇聚了无数牧民而来的 仙城修士 不过他们 也只能恭敬地等候在此 他们都知道 这仙家之地绝不能擅闯 仙主难道真的回来了 刚刚上面的动静太大了 应当错不了 这可是守护在这的 青云护卫大人们亲口所说 那就是真的 我要是能亲眼目睹一下 仙主的风采就好了 也算是此生无憾了 快看 青云商会的人来了 林会长都亲自来了 一个修士大声开口道 随后众人闻声看去后 连忙让开了一条路 只见青云商会之主林湛 穆家之主穆长空 以及商会的众多长老迎面来 林会长 宗主真的在青云山上 穆长空面色激动地开口问道 没想到 这次宗主大人都亲自回来了 刚刚水仙老祖给自己用令牌传音了 他们马上就到 宗主不愧是宗主 总能快人一步 绝对没错了 林湛文言兴奋地开口 我这就要令牌给宗主传音 林家能走到这个地步 全凭宗主器重 当时自己也曾幻想 林家日后跟着祖宗绝对能崛起 只是没想到日后来得这么快 就在林湛拿出令牌 打算恭敬传音时 一道声音自虚空上传下 本宗不惜吵闹 你们都散了吧 一月之后 青云山上开仙路 诸位再来 虚空之上 风轻扬说完后 就再次隐去 见你们 开玩笑 本宗还要游山玩水呢 信号信号 于是 他就这样漫无目的地穿梭着 在很短的时间里 他就去到了很多地方 北域北海有他的身影 一片无际的浩瀚汪洋掀起了阵阵波澜 北海 这里就是龙族曾经的筑地吧 这里的真不错呀 是个钓鱼的好地方 西域 曾经的抗魔主战场之地 也有他的身影 只见这里十分荒凉 那些魔血和魔的怨念覆盖着一片 导致这里寸草不生 一片死寂 尤其是大批魔族葬身之地 那个大峡谷之中 怨念更甚 不过都被凌冽的剑气镇压 这里太荒凉了 本宗不喜欢 风青阳皱了皱眉头 拂袖一挥后便再次离去 紧接着 神奇的是出现了 只见原本荒凉死寂的主战场 顷客之间便掀起缭绕起来 大量绿植拔地而起 一时之间遍地都充满了生机勃勃 大峡谷之中 凌冽的剑气和怨念全部消失不见 一切的一切都焕然一新 此时 刚好有几位佛国修士 路过这里 见到了这一幕 谢 谢人显灵了 啪 然而他刚说完 脑袋便被挨了一巴掌 这是真佛显灵了 风青阳 终于各地也都有风青阳的身影 他的速度确实很快 一念之间便可去到荒芜任何一个地方 不多时 他便在一处偏僻的地方停了下来 这里好偏僻啊 全是茅草屋 不过这样也好 世外桃源 与世无争 不用为了先路上的事而烦恼 悠闲自在 风青阳难难说道 随后便显现出身形 开始不行 他顺着田间小路向前行走着 看着绿油油的耕田和简朴的乌舍 恍惚间又回到了自己真正的家乡 吹着乡间的微风 回忆起自己凡人的生活 走着走着 风青阳耳边就传来了几道儿童的嬉戏声 风哥哥 你好厉害啊 是啊 风哥哥 你这个长法好厉害 可以交给我们吗 风哥哥 你每天都练功这么长时间 你是为了啥啊 同弟弟 哥哥练功 当然是想保护家人保护你们啊 还有 哥哥想拜入那传说中的青云先宗 当然得努力了 文言 风青阳顿时来了兴趣 没想到 这么偏僻的小山村 都有我青云宗的崇拜者 随即 他便顺着声音寻了过去 很快 他就见到一片茅草屋之前 说话的那几个人 三个几岁模样的孩童 还有一个大概十五六岁大小的少年 小弟弟 你是怎么知道青云宗的 风青阳走了过去 露出了如春风般的微笑后 开口道 文言 正在交谈的三个孩童和少年 当即停了下来 向风青阳看了过来 就见到一席轻衣 紫色同眸 气质出尘的青年 迎面来 这个大哥哥 好帅啊 就像是阿爹所说的仙人一般 大哥哥 青云宗很有名的 荒武第一大势力 超级仙宗 青云宗不但强大无比 还打败了魔族 拯救了我们 他就是我们的救世主 少年一脸崇拜的开口道 文言 风青阳满意的点了点头 不错 自己青云之名 还是挺深入人心的 不过 他发现了一个更加奇妙的事 夜风 境界 金丹巅峰 古灵 十六 天父 天臣圣体 星星 极好 功法 地阶功法苍天诀 五级 地阶五级碎云掌 叶峰幼年时期 偶然得到了一尊大帝的传承 并且三年之前 无尘仙和灵妖仙被打爆后 仙宇润物 叶峰临到仙宇后 激活了自身圣体 开始了他的起飞之路 这母版 怎么越看越像弃运之子的 仙宇润物 是红尘仙打爆灵妖和无尘那回吧 此子和我青云有缘啊 风轻阳打量着少年叶峰思索道 同时他心中感慨 怎么气运之子 都是在偏僻的小地方 上一个是李莹 他也是山村的 叶峰见到这个轻衣男子 一直打量自己 顿时心中恶寒 他不会对我有意思吧 你想加入青云宗 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风轻阳接下来的一句话 这才打消了他的这个念头 还好 这个大哥哥对自己没意思 等等 加入青云 叶峰文言激动万分 大脑一片空白 不过他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大哥哥 你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 我这里有二十块上品灵石 你只要在一个月之内 赶到东玉灵州青云山 你就能加入青云宗 风轻阳说吧 心念一动 二十块上品灵石便浮现出 晶莹剔透的灵石 散发出精纯的灵气 随后便自动飞到了叶峰手上 自己已经计算过了 这里是南狱的一个偏僻村庄 从这里到东玉灵州 刚好需要二十一块灵石 毕竟他的天赋和星星都过关 别看只差了一块灵石 但是要知道 一块上品灵石在这偏僻地方 是什么概念 这也算是考验一下少年吧 他若能按时达到 便有资格加入自己的宗门 啊 叶峰接过手上的灵石 顿了一下 这是上品灵石 他这辈子还是第一次见 大哥哥 叶峰抬头叫了一声 但是却发现面前空无一人 嗯 大哥哥人呢 彤彤 你见到那哥哥傻少走的吗 文言 一个孩童摇了摇头 风哥哥 那哥哥身影晃动了一下 便消失了 真神奇啊 什么 叶峰文言心头一震 凭空消失 那大哥哥是高阶的大能 叶峰看着自己手中的灵石 若有所思 难道那大哥哥 是青云宗的强者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传来 我事先提醒你一下 从这里到青云宗 需要二十一块灵石 前辈 叶峰文言 连忙朝着虚空恭敬道 可惜 无论他喊多少遍 都没得到回复 看来那个前辈已经走了 风哥哥 那个大哥哥 是不是不会算数啊 好矛盾的嘞 大哥哥说 从这里到青云宗 需要二十一块上品灵石 大哥哥却给了你二十块灵石 还差一块灵石呢 那名叫童童的小男孩 举起了一根白嫩的手指 满脸天真的说道 叶峰文言笑着摸了摸他的头 没关系童童 哥哥自有办法 他其实有个一直藏在心中的秘密 除了自己 谁也不知道 自己幼年时期 偶然得到了一尊 无上强者的传承 不过难办的是 那前辈的传承中 并没有灵石 自己也只能先走一步看一步了 风哥哥 我家好像有五块灵石 就是没有你的这些漂亮 我这就去向阿爹说 阿爹肯定会拿给风哥哥的 这时 一旁一个扎着两根麻花辫的小女孩 开口说道 谢谢你珊珊 不过不用了 哥哥家里有 叶峰心头一暖 微笑着开口道 珊珊所说的是 下品灵石 一块中品灵石 等于一百块下品灵石 一块上品灵石 等于一百块中品灵石 也就是说 一块上品灵石 足足是一万块下品灵石 一万块啊 把自己所在的小河村 卖了都不够 叶峰心中一边盘算着 一边开口道 童童 珊珊 狗蛋 我们回去吧 哥哥还有点事 自己先回去和爷爷告别 然后就启程 风哥哥 你是不是要走了 要去青云宗了 童童就这去通知阿爹 不一会后 小河村村口处 便汇聚了许多前来送行的村民 他们都听说了 叶峰要前往遥远的 东域拜宗之时 爷爷 您一定要注意身体 夫儿拜完宗后 便回来看您 各位乡亲父老 感谢你们前来送我 外面风大 你们快回去吧 说吧 叶峰便背起了行囊 在爷爷不舍的目光中 一路向东 自己这次东行 无论如何 都要按时赶到 哪怕爬 也得准时爬过去 三叔 我就说 风儿这孩子 日后必有出息 风儿要去的是 叫青云先宗嘛 乖乖 那可不得了 俺听说 青云是咱皇五第一大宗嘛 是啊 你说怪不怪 风儿他好像是 自从临过那场 神奇的雨过后 修为开始突飞猛进的 是哦 你这么一说 好像还真是 真是后悔啊 但是俺咋没多灵点呢 自从俺灵了一点以后 干活都有劲了 一脚踢开俺家黄牛 连跟了十亩地 一个操汉子模样的中年男子 懊悔地拍了拍头 并且 俺当初还劝风儿下雨了 赶紧回家 村口外 村民们七嘴八舌地谈论着 唯有一个老人 浑浊的眼睛 越来越清晰 他便是叶峰的爷爷 风儿的天成圣体 已经小成了 并且老朋友的传承 他也能融会贯通了 区区一块上品零食 根本担不住风儿 再说了 自己还给风儿留着后手呢 总之 风儿这次进入青云宗 稳了 时间流逝 此时距离青云宗的弟子 和长老们分开离去后 仅仅过去了半日的时间 青云宗的弟子和长老们 涌入五狱后 很快五狱中的强者 就察觉到了异样 青云的长老们暂且不提 他们所碰到的青云弟子们 都好强 大量圣王 至尊 甚至是大帝 大帝啊 那可是大帝 大帝在先宗 只能是弟子 练成数十万年 甚至更久 现在你告诉我 圣经给青云弟子 踢卸都不配 恐怖如斯 恐怖如斯啊 与此同时 青云先成 此时先成门口外 车水马龙的 进进出出的修士 不在少数 就在此时 虚空上传来一股异动 吸引了众多修士的目光 随即 他们的瞳孔便猛的一缩 先宗的人回来了 只见虚空上 数十道身着青云宗服侍的 身影降临 恐怖的气息 从他们身上传下 不一会后 辉红无比青云商会大殿之中 座无虚席 所作之人 是超级大势力林家之人 以及商会中的骨干 白儿 你终于回来了 林家之主 林湛看向眼前 成熟了很多的儿子 激动地开口道 白儿走了一两年半了 越来越成熟了 也越来越帅了 不愧是我林湛的儿子 他老爹年轻时 就是天舞城有名的美男子 孩儿见过父亲 孩儿回来了 林白见到自己日思夜想的父亲 立刻冲了上去 紧紧地抱住了父亲 无论自己走得多远 父亲永远是自己温暖的挡弯 去往仙界一趟 少主的变化很大 是啊 如果说少主之前是出窍的利剑 锋芒毕露 现在便是归窍的剑 深藏不露 确实 不过是不是少主深藏得太深了 有点 老夫竟然看不透少主的境界 卧槽 老夫也是 见状 大殿之中不少长老皱起了眉头 身为荒芜第一大势力 他们的境界可都不低 基本都是圣王巨头 至尊巨拨 竟然都看不透少主的境界 话传到临战耳边 临战打亮了一眼临白 怪灾 白儿的境界真的看不透 于是他便开口问道 白儿 你现在是什么境界 大地 临白文言微微一笑 淡然开口道 父亲 孩儿已经正到大地了 此话一出 大殿之中 竟是长老们到西凉气之声 死 大地 少主是大地 此时众长老们都开始怀疑人生了 少主去往仙界之时 也不过真人静吧 这怎么两年多不见 都干到大地了 卧槽 对比之下 自己这么多年 简直是修到狗身上去了 黑帝 感觉你们在内涵本地 可是本地没有证据 好啊 大地好啊 我儿有大地修为了 哈哈 文言 灵战的心情再次激动无比 自己灵家出了自己的大地了 从现在开始 灵家便是真正的帝族 少主 您能给我们讲讲仙界的故事吗 这时 有一个灵家长老开口恭敬道 其余长老文言心中也期待了起来 他们真的想知道 那仙界到底是多么的波澜壮阔 灵白环顾了一下众长老的表情 长老们全都充满了期待 就连父亲的表情亦是如此 看来他们都想知道仙界的情况 那自己便简略说说吧 随后 他便将仙界的大概情况讲述 一遍 十二天狱 各个浩瀚无垠 荒舞界的圣人 穷其一生都飞不出一狱 强大的仙人 有通天之闹 大地也不过是沧海一宿 强壮一点的蝼蚁 神秘的十二狱主 无上仙宗 强大的仙国 各大仙道势力争锋 灵白这一番话 讲得绘声绘色 灵湛和众长老都在疯狂脑补 一个波澜壮阔 浩瀚神秘的仙界画面 在他们脑海中浮现 随后灵白说到信头上 又讲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 神秘的弱水和 秘境中的道场雪宫 冰封的真仙 神皇寻清之路 强大的牧家 天女之文 凤凰仙族的遭遇 说到这惊心动魄的一幕 每一个长老都深深地带入了其中 为灵白捏了一把汗 少主他们 被那凤凰仙族叛徒追杀了 主位之上 灵湛也是心头一紧 实力如此悬殊 白儿他们是如何逃脱的 后来宗主所派来的强者赶到 小白前辈率领武士尊真仙属下 带着我们踏平了凤凰仙族 随后横推了神皇天狱 称尊神皇 灵白见大家的好奇心被勾起 便将后来发生的事讲述了出来 好 好啊 横扫一大天狱 天狱称尊 不愧是主宗 即便到了仙剑 也是所向披靡 当即主位之上的灵湛 连同大殿之中的众长老震惊过后 大殿之中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啪啪啪 虽然他们不知道 灵白口中的小白前辈是谁 还有武士尊真仙属下 是什么概念 但就是感觉很牛逼 横推一大天狱啊 能不牛逼吗 仙剑果然如此精彩啊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了 灵白见说的差不多了 便清了清嗓子道 自己是练剑迎师的 不是说书的 剩下的就得轮到他们脑补了 少主 属下还有一事 这时 一个长老站起身来 恭敬地拱手道 嗯 你说 灵白瞥了长老一眼 心想他应当还是问关于仙剑之事吧 自己知道的也不多啊 刚刚自己所说的 几乎是自己所知的全部了 少主 宗主大人半日前曾回到过青云山 我等随家主前往拜见 宗主给我们留了一句话 一个月后 青云山上开仙路 是不是说明我们也能前往仙剑了 长老期待地说道 此话算是问出了大殿之中 所有长老的心声 宗主前往仙剑前就说过 等再次返回后 便带领所有附属势力 前往仙剑 再加上刚刚林白所描绘仙剑的玄妙规律 他们就更加期待了 仙剑啊 师尊回青云山了 林白文言面色一顿 他想到一个问题 自己跟了师尊几年了 还不知道师尊的家在哪呢 师尊回来后 第一时间便返回了青云山 难道师尊的家就是在青云山 林白眉头微皱 自己这个弟子可真不称职啊 对了 大师兄最早跟着师尊 大师兄应当知道 再碰到一定要问问大师兄 对 这次宗门重返荒芜 便是带领所有附属势力 前往仙剑 随即林白不再多想 在众长老期盼的目光中 说出了答案 另一边 仙城之中 距离青云山会相隔不远的 一座辉弘的府邸处处 这里是青云宗附属势力穆家所在 此时诺大的穆家之中 热闹非凡 只因他们的老祖回来了 气势磅礴的穆家大殿之中 穆家之主穆长空 率领家族众多长老 恭敬的战力等候 这时 穆水仙走了进来 他身着一袭蓝青色香蕉的内门长老服 青丝极腰 面色冷艳 气质若仙 我等拜见水仙老祖 见状 穆长空以及众多穆家长老 一口同声恭敬拱手 这气势 老祖已经突破仙人了 也对 老祖天赋如此之强 哪怕到了仙界 也必有老祖一席之地 穆长空同谋一动 思索道 吴宣布一件事 一月之后 穆家随主宗前往仙界 你们吩咐下去 让族人都做好准备 穆长空 这两年多来 穆家没有啥变故吧 穆水仙坐到主位之上后 便直奔主题地问道 他是一个灵力风行的人 不喜欢拖拖拉拉 听到老祖清冷的声音 大殿中的穆家长老们 当即大喜过望 前往仙界 而听到老祖询问自己 穆长空来不及兴奋 当即拱手 禀老祖 您和主宗离开的这段时间 穆家一切正常 嗯 如此甚好 穆水仙满意地点了点头 等穆家搬迁到仙界之后 自己便能再无牵挂 安心修炼了 自己的修为 现在是天仙巅峰 虽然提升飞快 但是在宗门之中 还是太低了 要知道自己可是内门大长老 令他不解的是 大部分长老们 不知道为啥 每隔一段时间 便会一同风掌修为 穆水仙猜测 这应当还是跟宗主有关 对了 穆长空 你的老朋友也来看你了 老朋友 难道是杨兄 木兄好久不见 别来无恙了 就在穆长空还思索之时 一声大笑传来 只见 一个气质同样出尘若先的 中年男子 满脸笑意地走了进来 他的身后 还跟着一个青年 两个女子 中年男子 正是清剑峰长老剑持杨峰 青年则是他的弟子古剑凡 两个女子则是 青鸾峰弟子古玲珑和苏妖妖 杨兄 真的是你 穆长空见状激动地迎了上去 他的生死骨骄回来了 哈哈 当然是我了 我自己在荒芜已经没有牵挂了 后来一想 不对啊 我杨某人 还有木兄这个固有呢 随后我也就随宗们一起回来了 杨峰笑着开口道 自己和木兄的关系 可以说是亲兄弟都不为过了 另一边 东玉荒州 师妹 前方就是麒麟王都了 你到家了 师兄 那我先回去了 我们一个月后见 对了师兄 你是打算先回家族吗 麒麟王朝 王都不远处上空 花青雨开口问道 文言 十号思索了一下 我得等等再返回家族 我先去东玄圣地一趟 这里距离东玄圣地很近 先去看看王兄 至于回家 不着急 东玄圣地 圣子王腾 花青雨一下子就想起来了 当初在古圣秘境时 他们还结交过东玄圣地的圣子呢 不过大师兄和圣子的关系比较好 好的 大师兄 那我先回去了 嗯 十号说吧 心念一动后便穿速空间而去 如今 自己也修成大地了 在荒芜界可以穿速空间飞行了 在仙界一直体验不到 因为仙界的天道等界太高 只有道容天地的天仙才能穿梭空间 就在十号撕开空间穿梭之时 一丝的帝威散发而出 却震动了整个麒麟王朝 死 好恐怖的气息 有无上大能降临我麒麟王朝了 这气息之强绝对是我生平所见 这是哪位前辈 帝威 此时麒麟王都之中 一时间重修士震动 王都中圣王静的大能察觉出 此乃帝威 大为震惊 有大帝降临王都了 随后王都之中的修士 便见到一道身影降临在虚空之上 好 好美 这见来人一袭红衣 乌发如漆 肌肤如玉 面色明艳动人 这是仙女下凡了吗 老六快把我煽醒 我是不是在做梦啊 不对 你们仔细看一下 这仙女好面熟啊 死 是啊 好像是拜入仙宗的清语公主殿下 公主殿下回来了 此时王都虚空之上 花青语眨了眨眼眸 望着下方的场景 心中感慨万千 两年多的时间里 王都真是变化太大了 更加繁荣和强盛 他的递境神识 察觉到了数到至尊气息 数十到圣王静的气息 这放在以前根本不敢想 自己没加入宗门之前 自家麒麟王朝最强者 不过遂空静而已 开创王朝的先祖 也不过是半圣而已 这简直是祖坟冒清烟了 不一会后 王都王公 父王 母后 大哥 羽儿回来了 王公大殿之中 花青语激动地冲上前 虽然他现在已经是大地强者 但是在父母面前 永远还是孩子 好好 羽儿回来便好 麒麟国君见状 当即笑容满面地开口 王儿 还不快去给你妹妹准备宴席 咱们今日好好庆祝一番 麒麟国君见到一旁傻笑的儿子 便开口催促 父王 我也好久没见妹妹了 大王子犹豫地地开口 但是在看到父王的眼神后 连忙屁颠屁颠地冲出大殿 羽儿 快过来 让母后好好看看 一个身着锦衣 雍容华贵的中年妇女 兴奋地说道 她的面相和花青语的 有八分相似 正是花青语的母亲 花青语文言 一下子扑倒了母亲的怀里 母后 哎 两年多不见 我家羽儿又变漂亮了 中年妇女抱着花青语 一脸慈祥的开口 就在这时 一旁的麒麟王君耳边 传来一道消息 她当即顿了一下 羽儿 你们宗门的大弟前辈 送你回来的 前辈人呢 请前辈来共同赴宴吧 文言 母亲怀中的花青语 抬头疑惑了一下 宗门前辈 父亲 送我回来的是我大师兄 此话一出 麒麟王君面色大变 什么 你大师兄 你大师兄都修成大地了 刚刚守卫来报 有大地降临王兜了 正好此时羽儿回来了 自己就以为是 先宗的前辈来送的羽儿 万万没想到啊 嘿嘿 父王 不光我大师兄修成大地了 羽儿也突破大地了 花青语玩耳一笑 像是一个等待父母夸奖的孩子 花青语语出惊人 大殿之中 他的父亲麒麟王君 和抱着他的母亲 全都愣在原地 羽儿他说他是大地 震惊过后 随之而来的 就是无限的惊喜 大地啊 真是天佑自己麒麟王朝 对了 羽儿 你师尊这次也回来了吧 不该亲自去拜见一下 这时 麒麟王君想起了 这个十分重要的事 没有宗主大人 没有先宗 便没有自己麒麟王朝 今日的成就 自己必须前往 亲自拜见一番 再说了 自己和宗主也算是认识 曾几何时 自己也是 和宗主把九言欢过 另一边 东悬圣地 就是这了 一道声音在虚空上响起 随即虚空直接撕裂开来 十号从空间裂缝中 飞升而出 他身上的递进气势 当即震动一方 谁 感知到这股强大无比的气势 东悬圣地之中 无数道身影冲天起 虚空之上 东悬圣主紧皱眉头 谨慎地望向前方 不知是哪位前辈 降临我东悬圣地啊 圣主试探性地拱手问道 刚刚那道气势太强大了 绝对是一方大能 别误会 我是清云宗弟子十号 是来找王兄的 十号的声音率先传来 随后他的身影 出现在圣地众人前方 清云宗弟子 东悬圣主心头一震 仙宗弟子来了 不过他感觉 这个名字怎么越想越耳熟 十号 十号 来找王兄 想起来了 这是王腾的好友啊 清云宗清传大师兄 当时仙宗前往仙界之前 他还来过自己圣地 原来是石清传啊 快请 快请 不一会后 王兄 好久不见啊 师兄 你回来了 圣地大殿之中 王腾见到来人 惊喜地说道 哼 我这次是特地来告诉王兄 一个好消息的 十号笑着走上前 拍了拍王腾的肩膀说道 王兄 那日我走之前便说过 我们日后一起征战先见 现在机会来了 文言 王腾瞳孔一缩 激动地开口 石兄 难道是 我们宗门这次回来 要选取天才前往先见 王兄天赋一饼 我已经向宗门举荐王兄了 真的 多谢石兄 时间流逝 一日 今日一道阵报的消息 席卷五玉 仙宗之主重返青云仙山 曾亲口开口说道 一个月后 青云山上开仙路 开仙路 仙主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 仙 难道 你特么想着干啥 仙主都亲自开口了 肯定有大好事啊 赶快收拾收拾前往吧 一时间 五玉修士更加震动 纷纷踏上了前往东玉之路 这一次比昨日更加夸张 因为有很多各大势力的大能猜测 仙宗很有可能是在荒芜之中 大规模地选取天才弟子 前往先见 与此同时 荒芜大陆的门户处 乱流星域之外 繁星璀璨 一道神秘的身影降临 他目光灼灼地盯着荒芜界 一时间若有所思 奇怪 本仙记得上次来 这座界域还没有什么异常 怎么现在出现了这么大的变故 他好像在进化 马上就要从中阶世界 进化为高阶大世界了 神秘人察觉到了此阶的异常 心中大为震惊 但是他很快就洗上心头 高阶大世界好啊 这次简直是太幸运了 减大便宜了 说吧 乱流星域之中最大的城池 繁华无比的芥玉城 自从荒芜界宿命大帝魔界被掩灭后 芥玉城一日比一日繁华 因为这里不受天道规则的约束 并且安全性也提升了不少 所以许多修士都慕名而来 但是这里是青云宗的地盘 有青云商会的分会坐镇 你在这里必须得遵守青云的规则 否则没有人能护住你 主上 这芥玉城太破了眼 此时繁华的大道之上 一道不合十一的声音响起 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 大哥 这里不是仙界啊 是下界 文言 周围的修士们纷纷皱眉 这一人一狼一狗 是什么来头 如此繁华的芥玉城都能说破 放眼荒芜物欲 恐怕只有冬欲的一些地方 才能碾压这里吧 还有他们说的什么下界啊 仙界啊 是啥意思 难道他们来自仙界 不管了 不管了 他那青年身上的服饰不简单 恐怕来头不小 这般想到 众修士纷纷收回了目光 不错 那一人一狗一狼 正是风轻羊和黑帝 还有笑月银狼小白 黑帝 敢说我是狗 你站出来 本帝保证打死你 黑帝 小白 你们俩的昨日去哪完了 风轻羊开口问道 此时的他已经换下了宗主的专属服饰 换上了一袭白衣 威严的气势也收了起来 一日的时间 他已经游离了荒芜街的很多个地方 嘿嘿 主上 我二 黑帝带我去了一个好地方 大哥 这不能说啊 黑帝文言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 连忙开口 要是让宗主知道自己带大哥去 你们两个啊 算了 本宗大概知道了 风轻羊微微一笑后便不再过问 黑帝也是荒芜街本土的 这次重返家乡 就让他好好玩一玩吧 只要不违反宗规就行 至于小白 则是舔着脸来的 这次宗门下来的 除了小白 全是荒芜本土的 都算是宗门的老人了 等这次返回仙界 该玩一票大的了 好好提升一下他们的实力 就在这时 风轻羊 黑帝 还有小白同一时间赶知道了什么 脚步一顿停了下来 帝仙进巅峰的仙道法则 嗯 有外遇帝仙 闯入乱流星域了 果不其然 就在他们这个念头刚刚浮现 虚空之上 顿时风云诡变 一道恐怖的身影 降临在虚空之上 磅礴的气势 从他身上散发而出 咔咔咔 虚空上的空间承受不住 开始崩塌 真不错啊 炼化此界 便从这里开始吧 顿时 整个戒玉城震动 无数戒玉城 开始慌乱起来 什么人 好恐怖的气息 死 他说他要炼化此剑 误草 快跑啊 何人赶在青云中的地盘放肆 这时 镇守在此的青云商会强者 刚打算飞升而出 就被另一道响彻的声音打断 喂喂喂 那个谁 你说 你要炼化此剑 滚下来 咱俩好好谈谈 闻言 虚空之上的那道身影一愣 随即向下看去 只见说话的是一头银白色的狼 让本座滚下来 嗯 然而 他刚要发怒 就感觉一道恐怖的仙道规则 加持在自己身上 然后他整个人就不受控制的 快速向下跌落 哄 一声巨响过后 那道身影便砸落在地 雪鞋 静见 地先进巅峰 分身 身份雪兰天狱超级大势力 仙雪剑宗大长老 当前为分身状态 意图炼化荒芜 仙雪剑宗 看着眼前的数据面板 风青羊喃喃道 又是分身 想要炼化荒芜 不过风青羊转念一想 应当是荒芜正在进阶的动静 吸引了他 可嗨嗨 前方沉烟散去 那道身影咳嗽了几声 他现在非常猛逼 怎么下界还有如此强者 这不可能啊 只见那道身影 是一个身着一袭雪白的长袍 浓眉 长须的中年男子 他的背后 还附着一把仙光意义的仙剑 喂 你总算滚下来了 怎么着 跟本首说说 你想怎么练化此剑啊 哎呀 大哥 咱们别废话了 直接问问 他想怎么死就好了 中年男子文言惊恐地抬头 只见前方站着的是 那头白狼和一头黑狗 后方还站着个一个 副手而立的青年 难道刚刚那道恐怖的 仙道规则 是他们发出的 你们到底是谁 这一幕 让所有在场的 介玉成修士 和青云商会的强者 大失眼见 怎么回事 那道恐怖的身影 怎么刚放完话 就跌落下来了 难道是那一人 一狼一狗干的 细细看去 这是几位青云商会的强者 惊呼出声 那嘿 不对 那是黑帝大人 黑帝大人来了 等等 那黑帝大人身后的 那位青年是谁 怎么如此面熟 行了 别废话了 才死吧 风轻扬面 无表情地走上前 好不容易出来游离一圈 还不让人安生 真是太烦了 是 主上 文言小白恭敬地开口说道 随即就打算出脚 主上说才死 那必须得是才死 别 本作有话要说 见状中年男子连忙开口 这句分身 还要在下节恋化 其他介遇呢 要是被毁了 自己还得重新派分身前来 怎么 你还有一言要说 别杀我 要不然 你们会后悔的 本作这句身体诗 然而 中年男子还没说完 就被风轻扬打断 是分身是吧 仙血剑宗大长老 嗯 你怎知 这下中年男子 终于不淡定了 心头大震 这个介遇太古怪了 本仙要回家 仙血剑宗 呵呵 等着吧 风轻扬冷冷说道 随后心念一动后 地上趴着的中年男子 就被碾味了血污 苍穹仙宗和天魔宗还没灭呢 这下好了 又来了的仙血剑宗 好啊 太好了 正好还没理由 横推其他大狱呢 这理由不就来了吗 自己还打算 以自己宗门弟子 在你天狱失踪了为借口吗 不对 我清云宗横推仙界 需要理由吗 实力才是硬道理 随即风轻扬不再多想 我们走 他淡然说完 身影一晃 消失在原地 一旁的黑帝和小白 见状对视了一眼 连忙跟了上去 于是 现场只剩下了一个大坑 和一片的狼藉 刚刚在灭杀中年男子之时 风轻扬掌控者力度 将他的一切都湮灭了 包括他体内的 地仙境仙道之力 毕竟这戒御城 虽然没在荒芜界之中 但也是自己清云宗的底盘 虚空之上 一开始被那中年男子 恐怖气势崩塌的空间 也正在自动修复 良久 仙城之中的修饰 这才赶上前查看 死 乖乖 那白衣青年 到底是何学人也 竟然如此恐怖 是啊 那个一念之间 那个嚣张的中年男子 就被拧为血物了 简直恐怖如斯 那个中年男子气势之强 是本圣生平所见啊 就这样武了 只能说 你出场的样子很帅 但是你被拧为血物的样子 真的很狼狈 就在这时 清云商会前 一个商会老资历的强者 突然茅测顿开 他想起来了 那白衣青年 是宗主大人啊 死 宗主大人 亲自来视察戒御城了 与此同时 仙剑 雪兰天狱 一片白茫茫的 崇山峻岭之中 仙气十分浓郁 但却人际罕至 只因这方圆几百万里 都是超级大势力 仙雪剑宗的地盘 外人要是不经过允许 敢私自踏入 剑宗领地半部 便会被就地隔杀 十分霸道 但是仙雪剑宗有这个实力 剑宗稳坐 仙界势力排行榜第三的宝座 传承之悠久 在仙界下 重天没有几个势力 可以与之相比 这时 一座高达万丈 被冰雪覆盖的高山之上 一道震怒的声音传出 高山都被震得抖动了开来 厚重的积雪 被大片大片的震落 是谁敢灭杀 本长老的分身 另一边 荒武界 忠狱 神舟 神舟经历了近三年的修养生息 再加上青云商会的帮助 已经基本从之前的各种大战中 恢复了过来 现在这里最大的势力 就是青云商会分会 其余超级大势力 只能氧气鼻息 此时神舟虚空之上 一道身影降临在虚空之中 伴随而来的 还有一尊庞然大物 一头巨大的凤 哈哈 祖凤前辈 没想到真是您 晚辈是荒武界天机阁创建者叶天机 现在是青云宗暗楼的影位 来人正是曾经的 天机大敌叶天机和祖凤 从传送大镇离开后 叶天机见到一同向 终于穿梭而去的真凤 他就猜测了一路 这头真凤前辈 听长老们说 他是凤凰先族的大供凤 但是具体的并不可知 但是叶天机越看他的身形 越像上古时期的祖凤前辈 于是他刚刚便询问了一番 这一问之下 没想到还真是 天机阁 祖凤喃喃一声 随后他化作人形 面露疑惑之色 祖凤前辈 您是上古时期的 自然没有听说过 晚辈的势力名号 晚辈是中古时期的大帝 叶天机 叶天机摸了摸头 开口笑道 原来传说中的祖凤前辈 并没有陨落 而是和自己一样 飞升到仙界去了 哦 原来如此 不过叶道友 你如今已经加入青云宗了 日后仙路必定一路坦途 祖凤点了点头 随即恭贺了起来 暗楼引卫 这是仙宗的哪个部门 听名字来看 应当是暗杀和打探消息的 祖凤心中猜测到 随后 祖凤和叶天机 在互相寒暄了几句后 他们便向两个不同的方向 穿梭而去 叶天机继续向前 而祖凤则向东而去 哪里是中玉凤州方向 他的族人所在之地 也是他的故乡 不一会后 超级势力天机阁 阁主 您的天机宝典 真是修炼得出神入化啊 是啊 阁主大人上 可算天机 下可算万物 如今青云先宗回归 天地一变 阁主恐怕不日 便能正道入地 诺大的天机大殿之中 两个天机阁长老 正在不断恭维 主位之上的身影 上算天机 下算万物 不能这么说 本座虽然天机宝典 修炼到了八重 但是还有很多天机 是算不出的 就比如先宗 主位之上 天机阁主 心有余悸地开口说道 他永远忘不了 那道恐怖的身影 和那道足以开天辟地的遗见 当时真是自不量力了 自己竟敢妄想 窥探先宗的天机 也不知道 先宗现在得崛起到啥高度了 恐怕在仙界 都有一席之地吧 自己所在的荒芜界 都跟着先宗崛起了 高阶大事件 先宗真是恐怖啊 对了 除了先宗 本座还没有超越开山老祖呢 所以还得努力 要知道 天机宝典 都是开山老祖 天机大帝亲自撰写的 就在这时 天机阁主话音刚落 一道响彻之音 传遍整个天机阁 哈哈 我天机大帝又回来了 还不出来拜见你们老祖 一道身影 降临在虚空之上 哈哈大笑道 文言 整个天机阁的弟子和长老 全部震动 什么 天机大帝 那不是我们开山老祖吗 何人敢冒充我天机阁老祖 还让我们出去拜见 这么有底气 不会陨落千万年的老祖 真复活了吧 这一边 天机阁大殿之中 大殿之中的两个长老 全都傻眼了 阁主大人刚提老祖之名 老祖就来了 阁主已经修到了 延出法随的恐怖境界了 主位之上的天机阁主也愣住了 反应过来后 便怒火中烧 何方萧萧 竟敢冒充本座老祖 你是本座老祖 本座还是你爷爷呢 出去看看 很快 天机阁主便带领着那两位长老 走出大殿 阁中的大批弟子和长老们 也纷纷汇聚而来 你是从哪冒出来的 竟敢冒充 我天机阁老祖 天机阁主见到虚空上的那道身影后 便怒吼道 天机大帝 是自己天机阁的开山老祖 自己也无比敬佩老祖 自己绝对不允许 有人冒充老祖 冒充 我自己冒充我自己 闻言 虚空之上夜天机诧异的南南道 随即便反应了过来 是啊 自己都离开荒武数千万年了 他们自然以为本仙已经陨落了 本仙正是曾经的天机大帝夜天机 如假包换 你们谁是这代的阁主 让他速来见我 夜天机一边向下降铃来 一边开口说道 见状 天机阁主和一众长老 全都警觉了起来 这道身影一点都看不穿 并且 他还能无视自己天机阁的护格大阵 强 极强 他们的心一下子量到了极点 此人若是对自己天机阁不怀好意 那自己等人根本不是对手 嗡嗡 随着那道身影越走越近 天机阁主震惊地发现 自己空间法宝之中的天机宝点 开始剧烈地震动了起来 随后 他竟然自动从空间法宝之中飞出 飞到了前方那道身影手中 死 怎么回事 难道 老朋友 好久不见啊 前方 夜天机看着在自己手中 欢快跳动的天机宝点 一时间感慨万分 一晃数千万年都过去了 时间过得真是太快了 这时 天机阁主心头震惊不已 这次不但是为天机宝点自动飞出而震惊 更多的是他看清了来人的面容 一席黑子交加的长袍 红润的面庞 犀利的双眸 这面容太熟悉了 这可不就是自己开山老祖 天机大地吗 第二百五十八代阁主 夜之朗 拜见天机老祖 天机阁主 当即恭敬的躬身大声道 他此时心中激动万分 老祖真的回来了 周围长老和弟子们见状 当即面露震惊之色 阁主都这样说了 难道真是老祖 来不及多想 他们那头变拜 我等拜见老祖 时间流逝 两日后 荒武界 南域虚空望周虚空之上 几道身影降临 玲珑 你们到了 嗯 姚姚你要不要先来我家歇息一下 不了玲珑 我还是先回家吧 我已经用令牌传讯家族了 族人和我父母他们 还等着我呢 那好吧 那我们十天后见 到时候一起前往青云山 好 不一会后 望周荒武世家古家之中 此时整个古家热闹非凡 来往祝贺的宾客络绎不绝 族人们也全都面露兴奋之色 只因他们的少爷和小姐 今日便要回来了 要知道 少爷和小姐 可都是先宗弟子 并且在先宗之中 地位还不低 都是宗门天才 自己身为古家之人 与有荣严 与此同时 一个少年的身影 也来到了望周边界处 只见少年身着一袭 朴素的白色长袍 虽然他的面色稍显疲惫 但是少年的眼神 却坚毅无比 三日风尘仆仆地赶路 终于赶到望周了 爷爷留下的后手 到底是啥 还叫我不到望周不能打开 不错 难难自语的少年 正是叶峰 此时 他正好奇地盯着 他手中的一个锦囊 三日前 叶峰回家 将自己所遇见的事 告诉他爷爷后 叶峰的爷爷 便交给了他这个锦囊 还说一上品零食 换取一次人情 或者不值 但是一零食 要是能加入仙宗 那简直超值啊 随即 叶峰不再多想 打开了手中的锦囊 只见里面有一个 散发古老气息的玉佩 玉佩的造型 奇形怪状的 有七个角 上面刻画了一个古字 还有七颗星星 并且每一颗星的颜色都不同 爷爷说 拿着锦囊中的东西 去望周骨架 他们什么都会帮我的 一时之间 叶峰盯着手中的令牌 疑惑不已 他赶路过来时 也曾打听过望周骨架 超级荒谷世家 实力雄厚无比 乃难于五大天花板 实力之一 爷爷和这骨架 到底是什么关系 爷爷怎么会认识 这种强大家族 叶峰心中不解道 细细想来 自己好像对爷爷的过去 了解的并不多 他总是很神秘的 好像自己家中之前 还很有钱的 但是自己父母离开之时 爷爷将家里 所有值钱的东西 都交给了父母 自己当时还很小 只隐约记得 爷爷说 要过什么饮饰的 再后来就记不清了 随即叶峰摇了摇头 不再多想 他背上行囊 看着爷爷 给了骨架所在的 简易地图继续前行 时间一晃 便是两日后 南遇骨架 一处远离闹市的 优美之地 叶峰的身影再次出现 并且身旁 还跟着两个骨架的护卫 公子稍等 我这就进去禀报 其中一个护卫恭敬说完 便向家族之中 飞奔而去 这个少年 是他们在镇守的家族 外围遇到的 少年说 他爷爷和自己家族认识 此次有要事前来 万万不可耽误 但是自己还不太信 因为这个少年 衣着太朴素了 但是以貌取人 是愚蠢的行为 于是自己便细看了一眼 没想到这个少年 果然不凡啊 15岁的古灵 修为却达到了金丹巅峰 他的体质也很不凡 自己根本看不透 很快 护卫就再次跑了过来 公子 吴家主有请 不一会后 辉红的古家大殿 大殿之中 两道身影正在谈笑 杨前辈 多谢你苦心教导啊 还有先宗的大力栽培 反而才能进步如此之大 一个奇貌不扬的中年男子 开口说道 只见男子 虽然样貌不佳 但是身上的衣着 却是贵气十足 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势 也显露开来 男子正是古家的画室人 古家之主 但是他面对身旁的身影 姿态放得很低 古家主客气了 无身为剑凡的师尊 自当认真教导 反而有今日的成就 和他本身的天赋和努力 也脱不开关系 一旁坐落着的身影 开口说道 他正是剑吃阳风 闻言 不远处的古剑凡 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头 师尊确实对自己很好 但却颇为严格 命令自己 每日在剑风之巅 拔剑十万次 并且还要每日观察 小花小草 花开花落 不过自己也理解 师父的良苦用心 从未有怨言 就在这时 一个侍卫经禀报后 走了进来 家主 那个少年已经带到 正在殿外等候 闻言 古家主一脸歉意地 朝身旁说道 杨前辈 无妨 古家主先处理事情吧 前辈 那在下就先适陪了 古家之主恭敬说完 便站起了身来 对着侍卫说道 让那少年 来吧 对此 他心中也是很疑惑 一个天赋超强的少年 他的爷爷 还和自己家族有故 会是谁呢 难道是 那位前辈的后人 就在古家主思索之时 一个身着朴素白衣的少年 走了进来 来人正是叶峰 此时叶峰心中满是震撼 他从未见过这么大的场面 刚刚进入古家之时 就被震撼到了 恢红的亭台楼阁 气势磅礴的建筑 奢侈无比的装饰品 一幕幕都冲击着他幼小的心理 不过还好 爷爷从小就教导他 做人要有傲骨 所以此时叶峰虽然心中震撼 但还是面色如常 叶峰见过古家之主 叶峰看着自己前方 不怒自威的中年人 心中猜测 这应该就是古家之主了 古家主 我这次来 是有一事相求 叶峰说吧 便将口袋中的 长相奇特的令牌 双手递了过去 他姓叶 还有令牌 见状 古家主心头一震 面色朝红的 接过了递上来的令牌 细细观察了起来 七个边 七颗星 上面还刻有一只鼓 没错了 没错了 这就是七星老祖的 专属令牌 大殿一侧 站在阳峰后面的古剑凡 对此疑惑不已 父亲这是怎么了 为何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等等 这个少年姓叶 还手持令牌 难道是那位前辈之后 古剑凡脑袋灵光一闪 突然想到了什么 自己古家有一个恩人 五万年前 自己古家曾遭遇一场生死大劫 当时终于的一个恶毒势力 盯上了古家 古家族人奋力抵抗 奈何实力悬殊 就在所有族人绝望之时 一个神秘的前辈出手相救 这才令古家躲过一劫 当时自己古家仅剩的一个老祖 七星老祖曾将自己的令牌 交给了那个神秘的前辈 并立下祖训日后 凡是手持七星令牌 前来古家者必以上尊代之 上尊有任何要求 必须亲力满足 而那位神秘的前辈 就姓叶 这般想到 古剑凡的心中 同样掀起了惊涛骇浪 他震惊地望向前方的 那个白衣少年 古家第二百代家主古童 拜见上尊 这时 前方的古家主 恭敬地大声开口 恭身就拜 这却给叶峰整不坏了 我擦 这是什么情况 爷爷的面子 居然如此之大 上尊此次前来有何需求 您尽管开口 我古家必亲力完成 古家主恭身完后 直起腰来 一脸郑重地说道 那个 古家主 我此次前来 只是想要借一点零食 我现在急需使用 日后必当十倍相还 叶峰将他这次前来的目的 说了出来 闻言 古家主心头一动 上尊需要零食 这太好办了 上尊您想要多少 我古家就算杂锅卖铁 也要凑出来 要是上尊要的数量太多的话 如何也得满足上尊 杂锅卖铁 古家实力如此强大 拿出一块上品零食 应该不是问题吧 是不是古家主误会自己了 这般想到 叶峰伸出了一个手指 古家主 我想要借一 一一上品零食 莫问提上尊 我这就命人拿过来 叶峰还没说完 古家主便才大气粗地 抢先说道 一一上品零食 对现在的古家来说 说小意思太狂了 中等意思吧 一一块 此话一出 饶式心境不凡的 叶峰也绷不住了 一一块那得多少啊 都能堆成一座山了吧 关键还都是上品零食 于是叶峰连忙摇头 十一块上品零食 上尊稍等 我这就派人去准备 见状 意识到自己 说少了的古家主 连忙再次开口 十个亿上品零食 中等意思吧 自己古家 还是能拿得出的 十个亿 叶峰心中大为震撼 连忙举着那跟手指头 再次疯狂摇头 因为震惊 他一时间都忘了开口 一百亿上品零食 这下古家主终于动容了 一百亿零食 对于自家家族来说 已经是超等意思了 不过 为了满足上尊 他还是眼神坚定的开口 还请上尊烧等半日时间 我就下去亲自准备 这时 叶峰彻底傻眼 自己只想要一块上品零食啊 一百亿是什么鬼 古家主 你误会了 我来次 只是想要 借一块上品零食 日后必当鞋十块 上品零食 前来向还 叶峰深吸了一口气 连忙开口解释道 叶峰刚一开口 古家主心头大震 一千亿 当时荡听清楚后 他却大失眼见 什么 上尊要一块上品零食 一块 此时 他满脑袋问号 相信他的心情 再看得各位 都能感同身受 就好比各位 百亿富翁的读者 突然有一个好友 上门要向你借一块钱 怎么 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 没问题 这下轮到古家主 疯狂摇头了 随后他便从 自身空间法宝中 拿出了一块上品零食 恭敬地交给了 面前的少年 叶峰接过了零食 满意地点了点头 自己从小河村 传送到这里 用了三块上品零食 现在还剩十七块零食 再加上手上的 这颗就是十八块了 刚好够到冬玉灵州了 自己这下 绝对能按时赶到了 自己能加入 青云先踪了 想到这 叶峰心中激动万分 不过他并没有表现出来 依旧面色如常 多谢古家主 这一零食 可帮了我大忙了 叶峰拱手说道 没想到爷爷 给自己留的后手 是真强 还有这个古家 是真有钱 好家伙了 十亿零食 百亿零食的喊 好像古家主最后 还想说千亿来着 不 不必客气 能帮到上尊 是我古家的荣幸 古家主此时 还没从猛逼中缓过来 上尊远道而来 居然只是为了一块 上品零食 难道是恩人出事了 上尊 我冒昧地问一下 嗯 你的爷爷 可否安好 古家主心中不安 试探地问道 这个少年 说他爷爷 和自己古家相识 那 那位恩人前辈 应当便是少年的爷爷了 哦 我爷爷 我爷爷身体棒着呢 一天能除十亩地 把隔壁地里的大黄牛 都看猛了 叶峰没有多想 爷爷和古家认识 那这股 家家主关心问候一下爷爷 也是很正常 那就好 那就好 古家主心里松了一口气 恩人没事 恩人都亲自下田除地了 看来是厌倦红尘 归影了 既然没什么事了 古家主 那我就先走了 告辞 叶峰拱手说完 便向大殿外走去 现在的时间很珍贵 这就继续赶路 先走 我来了 上尊且慢 我还有一事 见到叶峰要走 古家主急忙开口叫住了他 哦 古家主还有何事 郑玉离开的叶峰动作一顿 停下了脚步 转身疑惑道 上尊 我冒昧地问一下 敢问上尊借这一灵石做何用 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上尊放心 我古家虽不说底蕴有多么深厚 但是数十亿上品灵石 还是能拿出来的 古家主恭敬地开口问道 恩人前辈之后 要是遇到困难了 自己古家只拿一块灵石 这根本没脸啊 简直愧对仙祖 文言 叶峰直接好家伙了 这古家主张口闭口 就是数十亿灵石的 真是土财主啊 不过 想到他也是出于好心 叶峰就将自己的一灵石之约 如实告知 自己爷爷和古家是旧石 并且看古家主这态度 便是说了也无妨 一灵石之约 败入仙宗 叶峰此话一出 前方的古家主 大殿一侧的师徒二人 杨峰和古建凡 全都心头一动 这妖巧 当听完那白衣少年说完之后 杨峰再也坐不住了 连忙走上前来 这位叶小友 敢问你所遇到的青年 大概长什么模样 白衣青年 穿梭虚空 还自行与少年 立下了一灵石入宗之约 难道是宗主 不过 用青年这个词用来形容 宗主应当不太妥当吧 宗主修为通天 想来是已经修炼了 十分漫长的岁月了 文言 叶峰上下打亮了一眼来人 刚刚自己就注意到 这个中年男子 实在是他的气势太过特殊 不知这位前辈是 听到叶峰的话 古家主连忙介绍道 上尊 这位杨前辈 是我儿子的师父 并且还是青云仙宗的长老 仙宗 叶峰猛的心头一震 面露不可思议之色 仙宗长老 叶峰拜见前辈 叶峰连忙拱手恭敬的开口 不必多礼 叶小友 你还没回答吴的问题呢 听到此话 叶峰努力地回忆了一下 前辈 那个大哥哥长得超帅 是我这辈见过最帅的了 哦 对了 那个大哥哥的同谋很神异 是紫色的 还带着一点淡淡的金色 闻言 杨峰彻底不淡定了 帅气 子谋 果真是宗主 时间流逝 三日后 一道身影降临到了青云山上 他的身后一白一黑 两道身影跟随 时间差不多了 荒舞也该正式进阶了 来人正式封清阳 他早就算准了时间 荒舞正式进阶便是此时 就在这时 系统的声音响起 叶 荒舞正式进阶成功 荒舞界 高阶大世界 世界掌控者 青云之主 风青阳 最高可承受天仙境 荒舞天道 以进阶为初期先天大道 仙道本源已生成 大陆板块已扩张 系统划落 整个荒舞界 都开始剧烈地晃动了起来 随后一股磅礴的能量 从青云山上冲天而起 一瞬间覆盖五欲 虚空之上 一时间也风云色变 散发着金色光芒的先天大道 显露而出 随之而来的 便是浓郁的仙气生腾 而出向五欲 每一个角落飘荡而去 瓢盆的仙雨 也哗哗地低落时间 嗯 怎么回事 这又是怎么回事 这是什么雨 为何本身感觉 稍易零点 本身的修为都能提升 啊脚下 注意脚下 一个修士 指着地下惊恐地大喊道 此时无数修士 也都注意到了脚下的变化 脚下的土地 正在不断扩大 对于这突发的恐怖一幕 无数荒舞修士大为震撼 对此荒舞之中的 这强者大帝 还有威震亘古的至尊感觉 最为深刻 仙之路正式开启了 中欲之中有一尊 大帝飞升而起 恐怖的地威迸发而出 他心念一动 尝试了一下穿梭空间 咦 那尊大帝疑惑地喃喃道了一声 因为他发现 虽然空间还能撕碎 但是受到的阻力 增大了至少万分 需要调动更多的大道之力 另一边 乱流星欲 这一幕 对于乱流星欲之中的修士来说 则更为震撼 因为在他们的视角中 荒舞界被一层神秘的力量包裹 并且正在以恐怖的速度 不断变大 我没看错吧 荒舞怎么变得越来越大了 卧槽 道妖 你真没看错 他就是变大了 死 恐怖 荒舞界这是又有什么大变故了 这一边 东欲 青云山上 不错 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 荒舞界很快就能崛起 本宗要以荒舞为基 青云宗为主 君临诛天万界 接下来差的只有底蕴了 青云山之巅 风青云一袭白衣 副手而立 暗自想道 高阶大世界相对来说 已经很可以了 最起码比新手村强 再进一步 便就能和天羽下重天媲美了 本宗乃青云之主 本宗宣布 荒舞界正式进阶完成 荒舞最高 可承受天仙境巅峰的仙人 本宗今日在青云山 在立道统 是为青云宗分宗 所有荒舞万物 有教无类 皆可来领取仙法 踏上仙道之路 风青云威严之音 一瞬间传遍整个荒舞界 此乃仙受众生 共同缔造高阶大事件 只有这样荒舞界 才能快速崛起 主线任务也会完成得更快 当然 自己也不是圣武 不可能白白提供仙法 自己提供的仙法 都是一些最基础的仙法 并且只要修炼了此仙法 便会无条件地对自己忠诚 相当于整个荒舞 都是为自己打工罢了 风青云此话一出 顿时 东御十三周 中御十三周 北御十三周 南御十三周 西御十三周 荒舞界各大御各大洲的修士 无不沸腾 北御北海 无数鱼怪虾怪 欢呼着跃出水面 中御一些古老的山脉中 众多妖兽 齐生思鸣 他们都是有修为傍身的 自然也能听懂风青云的话 仙主要先受万物 有教无类 自己虽为小妖兽 但是自己也有 荣道化仙之梦啊 神 仙主大人 就是我们的神 一时间修士 无不俯首 万物公拜 仙法 仙主居然要 拿出仙法来赐予我的 真是大公无私啊 风青阳 你小子说的对 该赏 是啊 那可是仙法啊 有了仙法 本圣或许这辈子 也能一窥仙境之路了 仙主真是神明在世啊 他就是我们的神 对了 仙主所说的天仙境 是什么境界 算了 这不是我们现在该考虑的事 就在这个修士 话音刚落 虚空之上 十数道恐怖的气息 爆发开来 摧残的仙光照耀大地 仙道规则之力 弥漫苍穹 只见十数道 仙气缭绕的身影 在虚空上显露开来 我等清云 长老谨尊宗主之令 公祝我荒芜 晋升高阶大事件 愿我荒芜 愿我清云宗 君临诸天万界 三道威严无比的仙音 整齐地从十数道 身影口中发出 传遍荒芜武语 不错 说话的这些人 正是从仙界回归的 清云宗长老 当荒芜正式进阶的一瞬间 他们压制住的境界 一下子解锁开来 荒芜这片大地 第一次迎来了 真正的天仙巨头降临 时间流逝 五日时间过去了 此时冬裕 清云山上已经焕然一新 无数恢弘无比的阁楼灵力 气势磅礴的宫殿成群 炼丹殿 炼器殿 宫法殿 执法殿 应有尽有 样样俱全 仙气浓郁 道运弥漫 这一切的一切 都宛如孟茴 曾经的冬裕清云宗 不 不用孟茴 这里就是第二个清云宗 清云大殿 不错 五日时间 这个分宗已经建立的差不多了 虽然比不上在仙界的主宗 但是在荒武界绝对够用了 不对 应当是荒武仙界 五大玉为五大仙玉 封清阳 端坐在主位之上 难难说道 下方树道身影 恭敬战力 有灵家之主灵战 穆家之主穆长空 天机阁老祖业天机 以及清云宗的一些长老 灵战 主宗前往仙界这段时间 你将清云商会打理得不错 还有穆长空 你穆家作为吴清云 附属势力 这两年半来表现也很好 所以本宗决定 将灵战提升为分宗之主 穆长空 提拔为分宗副宗主 清云商会一块并入宗门 为分宗提供资源 主位之上 风清阳将早已想好的命令传下 局势瞬息万变 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 现在荒武进阶为高阶大世界 并且世界进阶的主线开启 那也就没必要将重心 放在天域下重天了 等这次上去后 直接强势横扫 打道上重天去 到时候 先借下重天再弄一个分宗 一起发展 到时候 荒武界的天才 先经历这里分宗的培养 出众的弟子 再接引到主宗去 这样效率会高很多 闻言 大殿前方的牧长空和灵战 差点被这个好消息冲昏了头 惊起来得太突然了 我等多谢宗主 灵战和牧长空二人不敢耽搁 连忙恭敬地拱手道 分宗之主 分宗副宗主 宗主这事 对自己二人为已重任了 自己必须再勤奋一点 卷起来 嗯 分宗的主宗归不变 至于其他规则等 会水仙长老会告知你等 其他规则必须得改变了 要不然根本没法弄 就比如弟子的晋升规则 在主宗真人静才可为外门 圣静才可入内门 这放在如今 刚刚起步的荒芜早丸 圣静都能开创一方圣地了 人家过来考核 却被告知只能进入内门 当然如今的规则 也不适合主宗了 到先界了 还需重新修改 到时候圣静都没入宗的资格了 风轻扬的身影 便降临到了分宗之中的 一处恢红的宫殿里 他刚 巡视了一遍分宗 发现各方面建的都不错 并且几乎是和主宗一比一复刻的 当然 这里绝对和主宗媲美不了 系统 介于传送大阵 在这里安装一个接口 遵命 主上 系统话音落下 一道白光闪过 形同混沌的介于 传送大阵入口便凭空浮现 主上 传送大阵接口已经安装完毕 只需宗门令牌便可使用 嗯 对了 你这么一说倒是提醒本宗了 分宗的宗符和宗门令牌都没有呢 我相信筒子你应该是不会吝啬的 对吧 不 对对对 那便好 风轻扬微微一笑 你以为当年青云宗的宗符和宗门令牌 都是怎么来的 肯定是筒子慷慨解囊啊 随后风轻扬便笑着走出了宫殿 一边走 他一边捋了一下系统发布的任务 宿主 风轻扬 境界 金仙三重 压制忠 天赋 诸天神体 宗门 清云宗 三级 六十二万一百万 微望值 六千万 当前主线任务 横推十二大天狱 微镇先剑 覆灭苍穹先宗 完成将获得巨额奖励 清云宗弟子 在三宫弟子大笔之中拔得头筹 完成将获得奖励 微望值都干到六千万了 风轻扬扫过数据面板后 心中一动 自己好像一直都没咋 用过微望值吧 要不然换点东西过把饮 可是的话 真仙境侍女好像不太够用了 经仙境侍女 却要七千万微望值 算 还是继续攒着吧 接下来这段时间 荒芜之中十分不平静 只因有很多道重磅的消息传出 清云先宗在清云山立下的道统 清云分宗将在三日后开山收徒 并且如今五大狱扩大了十数倍不止 为了防止来参与考核的修士 不能及时赶到 所以 清云先宗开放穿梭大阵 只要前往旧境的清云商会便可乘坐 还有一道更为重磅的消息 为了加快传授仙法的效率 先宗已经将仙法大批量地 运往了各地的清云商会 荒芜万物皆可去领取 我 太感动了 仙主他 他 简直是绝世大好人啊 是啊 不但为我们免费提供仙法 还处处考虑我们 可不是吗 自从天地聚变后 咱们北域的面积简直大的吓人 俺家的羹田都从十亩田 扩大到了百亩多了 都累死了两头牛了 对了 我记得我们这附近 就有一个清云商会吧 走走走 我们赶快去领仙法 时间流逝 一晃便是三日后 清云山脚下 站满了人山人海的修士 整个清云山脉 全都是人头攒动的 并且还有源源不断的修士 正在赶来的路上 每个修士都激动无比 时隔两年半 先宗终于再一次开山收徒了 你知道自己这两年半 是咋过来的吗 那是寝世难啊 虽然 是这只是先宗分宗 但是只要能进入 那都算一步登天了 直上清云 本先宣布 清云先宗分宗 第一次开山收徒 正式开始 随着一道身影 从山之巅传下 无数修士顿时沸腾 另一边 清云山之巅 受到身着清云宗宗服的身影 恭敬站立 而他们的前方上空 有一道卷轴大开着 而卷轴上显示的 赫然是弟子考核那边的 实时印象 不错 这个白衣少年真不错 心境极好 天赋超群 16岁的古灵 修为都金丹巅峰了 不过这小子的气息 怎么感觉有点熟悉呢 就在这几道身影 连忙恭敬的拱手道 嗯 封清阳点了点头 随后他便看向了 卷轴中的画面 只见画面中 弟子的考核 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对此封清阳很是满意 这次的分宗考核 由于没有了九顶大道钟 和幻境天梯 所以就找了 测赴天碑和问星石碑来代替 流程还是一样的 只要通过问星石碑 就能成为分宗杂役弟子 通过测赴天碑了 就能成为分宗外门弟子 此乃石碑问星 天碑侧赴 三日后 清云宗杉脚下 考核还在热火朝天的进行着 通过第一关的弟子 兴奋无比 甚至开始喜极而泣 而没用通过的 则是无比绝望 有的都开始嚎啕大哭了起来 真是一家欢喜一家愁啊 另一边 清云分宗大殿之中 外门弟子叶峰拜见宗主 大殿之中 叶峰身着一袭外门弟子服饰 腰上挂着外门令牌 恭敬的恭身道 他是分宗在三日内测试的 第一批修士中 成绩最为优异的 小弟弟 我们又见面了 你果然按时赶来了 还通过了考核 风清阳端坐在主位之上 开口说道 心中早就不出所料 当时那一块零食之约 只是自己一时兴起 自己知道 一块上品零食 虽然在那种地方十分罕见 但是绝对难不倒辞子 宗主真的是那个大哥哥 叶峰抬起头后 在看清主位之上的身影后 心中大震 好了 你先下去吧 有长老会教导你的 叶峰闻言 恭敬的拱手告退 长老杨峰 分宗之主林湛 副宗主牧长空 林湛 牧长空 等本宗重返上界后 分宗就交由你二人了 长老欠缺的问题 可以从商会中招 取一些忠心的强者 有任何问题 及时联系主宗 有传送大震在 一瞬间便能传送过来 风清阳威言之音 从主位上传下 谨遵宗主之令 随后主位之上的风清阳 打量了二人一眼 林湛只有圣王静的修为 而牧长空 也不过刚刚突破出七大地而已 弱 太弱了 蝼蚁都算不上 看来得帮他们 好好提升一下了 系统 给他们一人弄一个仙台 风清阳向着系统传音道 时间还在快速流逝 一天接着一天地过去了 清云山下的弟子考核 也来到了尾声 现在分宗 也有十万名杂役弟子 三万名外门弟子 而清云宗主宗 反家的弟子们和长老 也在这一段期间 陆续返回 不断有气息强大的身影 在广阔无垠的 灵州上空降临 您快看 那些就是主宗的师兄们 和师姐们吧 他们的气息都好强大 是啊 卧槽 我在我们老祖身上 感受过这般气息 圣王静 那个师兄都圣王静了 还是弟子 这些分宗刚入宗的弟子 在见到主宗的弟子后 无不惊叹 纷纷感慨 自己和主宗的师兄师姐们 差得真不是一点半点 看来必须得卷起来了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分宗又招收了 大量的长老和弟子 逐步走上了正轨 荒芜界之中 巨大的修炼热潮 一些老牌至尊和巅峰大帝 在得到宪法后 只修了一些皮毛 便纷纷突破境界 正道入地 荣道化仙 轰隆隆的雷杰 几乎每时每刻 都在荒芜各地中汇聚 这段时日 五玉之中 还发生了一些大事 上古时期 便以销声匿迹的祖奉 宣布归来 中古时期的天机大帝 宣布归来 中玉 陈州 超级大势力 混天神国的女帝亲帝 宣布退位 很快距离当初 风轻阳下达的一月之期 已经过去了 这一日 青云山脚下 同样人山人海 仙宗再次离去的消息 早已经传遍了五玉 不过这次赶来的 不只是各大势力和散修 还有众多妖兽 也一同前来 仙宗就要再次离去了 不知何年何月 还能再次见到他们 是啊 不过这次还好 仙宗在这里留下了道统 我一定要努力加入其中 你一说这个俺更伤心了 那问心十倍太离谱了 俺三秒钟都没坚持下来 伤心之时 他甚至抱着旁边的蛇形大腰 痛哭了起来 嗯 这是 雾草 有蛇 与此同时 青云山上 青云分宗之中 偌大无比的分宗广场上 同样热闹无比 王腾兄 恭喜你加入青云宗 以后我们就有机会 一起征战仙界了 哈哈 这还得多谢师兄呢 要不然 我王腾也不会有今日 对了 师兄 仙界有没有魔族啊 嘿嘿 死 你还真别说 有 并且还是一个天狱的魔族 广场之上 一席外门弟子服侍的王腾和石浩 正在侃侃而谈 说到这里 他们二人同时露出了心领神会的表情 魔族 颤抖吧 大师兄 就在这时 身着一席青传服侍的花青云也走了过来 小师妹 你也来了 咋样 你父亲他们决定前往仙界了吗 文言 花青云摇了摇头 没有 我父王和母后他们说自己的修为太低了 跟不上我们的节奏 并且他们还舍不得离去自己的子民 花青云攥着手指 低落地开口 没事 师妹 我们随时都能回来 并且如今的荒芜已经都快能和仙界媲美了 十号见小师妹神情低落便开口安慰道 他是这样想的 并且也是这样做的 自己家族的族人也不愿意离去生活数万年的家园 便决定继续留在这里 广场另一边 几道身影也在交谈着 这里是几个核心弟子的圈子 秦师兄 你可以啊 哈哈 恭喜恭喜 三大核心弟子正开心的同一旁的两道身影祝贺 他们分别是核心弟子宁言 龙傲天 洛武 不错 其中一道身影正是核心大师兄秦涵 听着师弟师妹们的祝贺 秦涵一时间也是开心无比 并握紧了手中签的柔仪 感受到秦涵手掌上传来的力度 他身旁的家人也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这时 广场最前方 数十道身影浩浩荡荡地走了过来 一席宗主服侍的风青羊走在最前方 周身一白一黑昂手挺胸的相随 身后分宗主临战 分宗副宗主慕长空紧紧相随 最后面恭敬跟着的是主宗的长老们 和分宗长老 本宗当时下达的一月之期已到 今日便是我们重返仙界的十日 数年前 我清云不过是偏要有的小宗们 如今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 我清云宗强势崛起 哪怕高阶仙人也得颤抖 然而还是有一些萧小之辈 安敢得罪我清云 先是苍穹仙宗 后有天魔宗 仙雪剑宗 以及神秘的各大御主和神御殿 这次返回便是他们的末日 风清阳慷慨激扬的话语 响彻了整个清云山 文言 清云宗弟子和长老无不被感染 他们攥紧了拳头 高声呼喊了起来 覆灭他们 横推先见 见状 风清阳满意地点了点头 不错 军心可用 一个宗门抛开实力 最为重要的便是凝聚力 要是一个势力凝聚力涣散 每个人都有一心的话 那这个势力绝对活不长 临战 穆长空 我们走后 本宗会给你们留下三尊天仙境长老坐镇 以便你们掌控全局 并且 后续会有源源不断的资源 从传送大阵运送下来 以供分宗和荒芜的崛起 风清阳转头威严地说道 谨遵宗主之令 宗主放心 我二人一定鞠躬尽瘁 为分宗和荒芜的崛起而努力 临战和穆长空二人 恭敬地拱手道 嗯 恭赏过法 只要你们好好干 长生之道本宗保证你们皆可踏入 好了 说得差不多了 该回去了 说吧 风清阳心念一动 虚空之上 风云变色 介于传送大阵显现了开来 磅礴的仙气汇聚而来 一道漩涡形成 和他们降临荒芜时 一般无二 清云山下的无数修士和妖兽剑壮 面色一变 这是 传送大阵 仙宗离去了 五等恭送仙宗 另一边 天语仙剑 下重天 清云仙宗离去的这一个月 各大天语暗流涌动 风雨欲来 另一边 一片冰冷死寂的虚空上 这里十分浩瀚且幽深 伸手不见五指 宛若混沌之地 这里是介于天语下重天 和上重天的交界处 名为无尽虚空 无尽虚空存在已久 然而知道的却不多 唯有仙界一些古老的存在 了解一二 与此同时 无尽虚空深处 一座高大无比的宫殿 屹立在这里 宫殿上磅礴的本源之力缭绕 古老的气息扑面而来 黑暗的虚空 在这座宫殿面前 都显得十分无力 无法将其吞噬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主人 您放心 属下都已经交代下去了 那清云必将群起而攻之 宫殿之中 一道身影 正在恭敬地向主位上拱手说道 文言 主位之上那道恐怖的身影 点了点头 这清云先宗 应当便是少主所说的天命势力 本座估计就凭那些蝼蚁 应当奈何不了他们 不过 虚空之下皆为蝼蚁 天命势力也罢 成长不起来的不足为虑 说吧 主位之上那道身影笑了笑 尽管如此 我等也不可掉以轻心 无尽虚空的门便会打开 我等便可再次降临 你们做好准备 是 谨遵大人之令 不一会后 宫殿下方 一座阴冷的监牢之中 监牢深处 不断有凄厉的惨叫声传来 其中还夹杂着针锋的气鸣声 羞羞 我知道错了 御主大人饶了我吧 这是哪 快放了本县 本县乃鲜血建宗劳族 绝望 惊恐 愤怒的情绪充斥着监牢 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不声不响地走了进来 只见他静止 走到了一处监牢屋中停了下来 而监牢中的囚禁的 正是那几尊气鸣的针锋 此时 他们剧烈地挣扎着 奈何此处的阵法十分恐怖 强大的阵法之力 使他们动弹不得 御主大人 您这是作何 我凤凰先祖每一会上交的资源 都一丝不差 您为什么要囚禁我们 见到监牢外面那个身影的到来 其中一个针锋眼前一亮 连忙开口道 不错 他们六个都是凤凰先祖的老祖 一月多前 御主所派来的四个守卫 把他们从闭关中叫醒 然后就让自己等人 跟着他们通过一个奇异的传送大阵 来到了这里 但是自己几人过来后 便被直接关入了 这暗无天日的监牢中 你们那点小心思 真当本座不知道吗 一群无知的蝼蚁 还妄想与我神域殿对抗 你们永远不知道 你们面对的是什么 好了 本座不与你们废话了 本座今日要吃凤水 监牢之外那道身影 冷冷地笑了笑后 舔了舔舌头 自己自从来到这下重天 还没吃过凤水呢 半步本源的凤水 也凑合能吃吧 与此同时 清谷天狱 清云仙宗 此时恢弘无比的清云宗中 一片欢声笑语 又恢复到了往日的热闹 只因前往荒武界的长老和弟子们 已经全部返回 并且外出历练的弟子 也得到了宗门命令 都通过了传送大阵 返回了宗门 外门区域 师兄 你们说宗门要我们返回干啥 是不是要发生啥大事了 这我也不太清楚啊 不过肯定是要有大事发生 我刚刚还在天徽仙舟 与一头母老虎斗法呢 然后命令一到 我就传送回来了 对了 你瞧我这脑袋 宗主在前往荒武界之时 不是说过了吗 归来之日 便是横推仙界之时 另一边 清云仙殿 丙宗主 您不在的这一个月 其余十大天狱之中 暗流涌动 貌似他们都在酝酿一个惊天之时 属下无能 暂时还没探查清是何事 大殿之中 一个身着黑袍的身影 正在恭敬说道 嗯 本宗知道了 你下去吧 继续探查 有任何风吹草动都要汇报 大殿主位之上 风青羊挥了挥手 文言 那个黑袍身影便消失在原地 要开始了吗 有意思 不过 为什么那神玉殿和十二玉主 不亲自出动呢 风青羊思索了起来 他就是想不通这点 神玉殿有什么命令 其余十大天狱的各大势力 应当都不敢抗命 但是 他想不通的也是这点 难道根本不把我清云宗看在眼里 不对 能在幕后掌控一切的势力 绝对没有这么简单 那先清学宫的太上长老说的是 清古御主 每万年便会降临一次 应当是 有什么限制着他们 风青羊猜测道 不管了 你们不动 我可动了呀 随即风青羊心念一动 数道神念传音发出 不一会后 一道命令传遍全宗 整个清云宗都沸腾了起来 一笔五千时间流速的时空到台 从今日起开始免费开放 并且没有任何限制 结束时间另行通知 并且凡是宗门中 能用贡献点兑换的资源 一律打折售出 杂役弟子打五折 外门弟子打四折 以此类推 同样也是什么时候 结束另行通知 消息一出 各门弟子无不激动无比 时空到台无休止开放 各种资源打骨折 卧槽 快冲啊 于是乎 就这样新一轮的修炼浪潮 风起清云 另一边 各大长老们也动身了起来 开始凭借各种资源 疯狂提升修为 仙丹和仙药 以及仙拳相标钱一样 疯狂练化 就在这时 两道恐怖的身影 从清云先锋上飞升而出 磅礴的威压 从这一男一女 两道身影上发出 无奈清云先宗 凌云见先凌风 无奈清云先宗光 先摇光 北天狱苍穹先宗 雪兰天狱先雪见宗 两个蝼蚁势力 也敢触目无清云 无等奉无主之命 踏平此两宗 一时间 二人威严之音 响彻整个清谷天狱 随即二人 便撕碎空间穿梭而去 宗门前被出动了 无靠 燃起来了 我就知道 会有大事发生 横推仙界开始了 清云宗弟子文言 纷纷热血沸腾 更加拼命地修炼 脚下这座大地 终将由无宗主宰 与此同时 外界 清谷天狱六大仙周 各大势力 以及无数修士 也全都被震动 是仙宗 仙宗又出动了 并且一出手 就是大动作 恐怖如斯 恐怖如斯啊 苍穹仙宗和仙雪剑宗 我都听说过 都是超级大势力啊 这有啥 上次仙宗都不声不响 横推一个大狱了 强如凤凰仙族都被覆灭了 这次估计也是老太太醒鼻涕 手拿把掐了 这肯定是 但是我不太关心这个 刚刚那俩前辈 是叫凌云剑仙 光仙 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 看来仙宗隐藏大能很多啊 时间快速流逝 清云宗发展飞快 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了 每一天 清云宗中 都会想起大批量突破的动静 雷杰几乎都没停过 噼里啪啦的一顿批 雷杰 So 你们这样搞 考虑过本雷的感受了吗 时空到台中 一比五千的流速 简直爽翻天 其中一天 外界便是五千天 将近十四年的时光 各门弟子的修为 都在疯狂上涨 所以 针对这一现象 新的弟子晋升规则即将推出 此时 时空到台前 走出了两道身影 哈哈 时空到台中修炼了这么久 我终于突破碎空境了 爽 一个身着杂役弟子服饰 白发披肩的青年激动道 正是杂役大师兄 李莹 恭喜啊 李兄 你这下可以进入外门了 哎 赵兄 我还差着远呢 听到身旁之人祝贺自己的话 李莹又想到了 那日见到的清传师兄 和师姐们的风采 外门也不过刚刚起步罢了 自己还需努力啊 走吧 李兄 这次为了庆祝 我们去好好吃一顿 我请客 一旁说话的白胖青年正是赵金柱 他说到吃的顿时两眼放光 就在这时 一道威压无比之音 从宗门核心处传来 弟子新规现在发布 圣境即之上可为外门 圣王境可为内门 核心弟子必须修为达至尊 序列必为大帝 花音落下 时空到台外的李莹 直接梦了 梁九 他才反应过来 赵兄 我不吃了 说吧 他便头也不回地 向时空到台走去 见状 赵金柱也愣在原地 他望着李莹潇洒的背影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造花弄人啊 另一边 清云大殿中 风轻扬吩咐完后 收回了目光 他知道自己现在定的弟子 晋升规则 维持不了太久 很快就得再次修改 只因时空到台 真是太逆天了 在里面修炼那修为 就跟做火箭似的 嗖嗖的 一般圣人便可拥有数千年修为 修炼千年成圣 至尊拥有上万年修为 修炼万年成尊 大帝则拥有数十万年的修为 修炼数万年可为帝 当然 以上所说的 都是天赋超凡的修士 而清云宗弟子 大概都是二十多岁 便修成了圣人 或者至尊以及大帝 可谓是十分逆天 其中 时空到台 鞠躬至尾 现在就是时间太短了 只要时间长一点 弟子人人化仙 根本不是梦 唉 修炼之落 难啊 那本宗只能开挂了 时间流逝 很快便是十日之后 北天狱 苍穹先宗 苍穹先宗 为北天狱排名第二的大势力 其坐落在北天狱 第二大仙周 天北仙周 哈哈 这下无踪再也不惧 那什么清云了 势力排行榜第六如何 横推神皇天狱又如何 他们的末日到了 恢弘无比的苍穹先殿之中 一道苍老且深沉的声音响起 他的语气中充满了 得意和不懈之意 老祖 那我们什么时候动手 不着急 再让他们蹦打两天 狱主有令 三日之后 各大势力一同围剿清云 到时候 神域殿还会派下 神使来相助我们 你们马上下去准备 三日之后 我们随各大势力 一起消灭清云这个心腹大患 仙殿之中 苍穹老祖一声令吓吼 在座的所有仙宗长老 全部攻进拱手 谨遵老祖之令 随后 长老一同告退而去 主位之上 叶道云谋中 狠力之色 一闪而逝 为了投靠御主寻求庇护 他们苍穹先宗 这次付出了太多了 都怪这个清云先宗 真是该死 曾经就破坏了自己的好事 抢走了自己的荒芜本源 那个清云先主还说 不日就会降临 覆灭自己苍穹 哼 这下有神域殿撑腰 看谁覆灭谁 到时候 清云宗上下 绝对鸡犬不留 对了 还有那个荒芜剑 必须一并覆灭 苍穹先宗中 在众多长老的吩咐下 于是乎 整个苍穹先宗都动了起来 外出游历的大能 悉数回归 各种资源 开始不断向宗门输送 宗门也宣布 进入封闭状态 不允许任何弟子出踪 这反常的一幕 都被暗中的身影看在眼中 看来苍穹先宗 这是做好准备 要和吴清云开战了 呵呵 就凭他们 浮游汉数罢了 走吧 本县已经得到命令 从今日起 我们不用再盯着苍穹先宗了 宗门前辈马上就会降临 他们距离覆灭不远了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北天狱六大仙洲 都十分平静 仿佛要有什么大事发生 宛若暴风雨前的宁静 一日 北天狱之地 原本晴朗的天空一瞬转阴 随后便下起了犀利的小雨 轰隆隆的雷声也随之响起 噼里啪啦的雷电劈了下来 道友 今日无事 勾拦赏雨啊 哈哈 王兄 你那是去赏雨的吗 我都不好意思点破你 哎呀 你就说你去不去吧 去去去 本县最喜欢赏雨了 尤其是又白又嫩的雨 嘖嘖嘖 那感觉真是回味无穷啊 死 等等 王兄你看 那雷电之中是不是有一道身影啊 这是哪位道友在度解 这时 北天狱六大仙洲之地的修士 都发现了虚空上的一幕 一道散发金光的身影 降临在虚空上 在雷电的海洋中行走 这是什么人 卧槽 不知道啊 看方向 他去的好像是往天北仙洲去了 快去看看 虚空之上 只见那道身影 身着一袭白色宗服 刀削般的面庞十分冷峻 墨发披在肩 仙剑腹在北 这里便是北天狱 天北仙洲了吧 哼 最强者不过三转半步本源仙 真是弱得可怜呐 白衣身影面无表情的冷冷的 不错 来人正是青云仙宗的凌云剑仙凌峰 随即他心念一动 身影消失在天地间 不一会后 苍穹仙宗之中 宗门这么着急 把我们叫回来干啥 还封闭了宗门 不让我们出宗 我也不太清楚 但是我知道一点小道消息 还是我爷爷告诉我的 你可千万别跟别人说啊 据说是宗主和老祖 要打算对一个势力开战了 仙宗之中 众多弟子都对此事一轮纷纷 为了防止消息泄露 所以此事只有宗门高层知道 但是他们也能猜测出一二 宗门前辈纷纷回归 召集所有弟子反宗 并且封闭宗门 这分明是大战将起的节奏啊 另一边 仙宗核心区域 一座辉弘无比的仙殿前 苍穹仙主笔直地站在这里 副手而立 他的谋中尽是复杂之色 这次为了对抗青云仙宗 自己宗门付出了太多太多了 不但掏空了宗门之中八成的资源 每一次上交的资源比例 也提高了百分之五十 并且自家的老祖 还被请过去三尊 也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 准备的怎么样了 此时 苍穹仙主的神念感受到后方来人 便头也不回地开口道 并宗主 存储在外的资源 已经全部运到了宗门储物店 各门弟子和游历在外的长老们 已经全部返回 七十二封长老也全部做好了准备 各店店主也都叙事待发 只等您一声令下 文言 苍穹仙主点了点头 谋中的复杂之色也被冰冷所取代 好 你下去 两日后围剿青云 说完 苍穹仙主继续副手而立 自家势力和这个青云宗 积怨已久 从刚开始的封锁荒物 派出天长老围剿齐宗 再到后来的荒物本源之争 这等深仇大恨 必然无可调解 青云宗啊 青云宗 既然大战不可避免 那就拼个你死我活 苍穹仙主这般想到 随即伸出了手掌 收回了自身修为 任凭空中的雨落自己手中 然而就在这时 空中的雨突然就停了 万丈金光射穿了密集的阴云 照耀在大地之上 磅礴的天地异象随之显现 一柄金光闪耀 剑气纵横的三尺清风降临在虚空之上 恐怖的剑气 一瞬间便撕裂方圆亿万万里的空间 一时间 北天与六大仙洲全部震动 怎么回事 死 好恐怖的剑气啊 这是哪位前辈的配剑 不 应该说是何人能配此剑啊 六大仙洲的修士 无不堪地瞠目结舌 尤其是距离最近的 天北仙洲的修士们 最为震惊 他们能更加清晰感受到 虚空上那把金色仙剑上 散发的蔑视气息 苍穹仙宗之中 苍穹仙主也是愣在原地 伸出去接雨水的手 都忘了收回来 一柄剑 他喃喃自语道 波澜不惊的心也被震动 但是眼看着那把仙剑 距离自家宗门越来越近 他的心中 生起了一股不好的预感 苍穹仙宗 屡次犯我清云 无清云宗凌云剑仙 奉无先主之令 前来覆灭苍穹 这时 一道威严无比之音 从苍穹上传下 紧接而来的 便是磅礴无比的威压 席卷而下 强大的本源之力 瞬间弥漫苍穹 灭杀苍穹仙宗 什么情况这是 清云仙宗 是哪个势力排行榜 第六的清云吗 死 这前辈到底是何等修为 好恐怖啊 苍穹仙宗 竟然敢招惹如此宗门 他们不要命了 六大仙舟 无数修士文言 当即心中一震 他们虽然不知道 这个清云仙宗的 凌云剑仙 是何等修为 当时他们知道 是这个剑仙修为 十分恐怖 苍穹仙宗要完了 虚空下方的 苍穹仙宗之中 恢弘的建筑 在强大的威压之下 大片片的倒塌 众多仙境长老 被碾压在地 不得动弹 无数弟子 被震得化为了血雾 啊 饶命啊 不关我的事啊 派人围剿 你们清云 都是叶老祖干的啊 本长老是无辜的呀 要杀要寡 叶老祖 悉听尊便啊 我投降 我投降 一时间惨叫声 求饶声 不绝于耳 整个苍穹仙宗 化为了人间地狱 苍穹仙主和仙宗 仅剩的三位老祖健壮 心中充满了绝望和愤怒 天要往我苍穹仙宗啊 清云仙宗的报复 为何来得如此之快 还有两日 还有两日 便是十大天狱各大势力 共同围剿清云之时啊 无不甘 无不甘啊 尤其是老祖叶道云 他在听到一些长老说 要杀要寡 便找自己的化石 脸都被砌成了猪干色 我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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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笑死老祖我了 与此同时 北天狱第一大州荡天仙州 第一大势力荡天仙国 仙都大殿之中 已经炒翻了天 苍穹仙宗 被清云仙宗打上门了 我等应不应该相救啊 狱主让我们一同围剿清云 没想到 清云倒是率先行动了 不救 先不说 单凭我们根本无法对抗清云 再说了 我们凭什么救他们 这一边 时间只过了几夕而已 整个苍穹仙宗 都没有能站着的了 不是被瞬间碾死 就是被碾压的匍匐在地 他们到现在 甚至就连出手的人 长啥样都不知道 可恶 阁下是否出来一件 哈哈 今日 我苍穹仙宗的惨状 便是日后你 清云宗的模样 等着吧 狱主不会放过你们的 苍穹老祖夜道云 紧咬牙关 哈哈大笑起来 整个人的模样宛如蜂膜 他的心中 也有了一丝悔意 为什么 为什么 自己要招惹如此宗闷 他的耳边 仿佛又想起了 在荒芜届时 那个清云所说的话 不日 吴清云便会降临 将你苍穹宗覆灭 没想到这一天真的来了 然而现在后悔已经晚了 闻言 苍穹之上 凌风面色漠然 心中没有丝毫波澜 剑本仙 将死之人 你也配 狱主不会放过我们 蝼蚁一般的存在 也能被你拿出来 吓唬本仙 随即凌风心念一动 自身大罗仙法 凌天剑诀运转开来 咒 磅礴的混源之力运转而出 虚空之上 那把散发金光的三尺清风 当即自动斩下 一道足以撕裂天地的凌裂剑气 向苍穹仙宗方向洗脚去 空间一瞬间崩坏 天地都被展开一道巨大的裂痕 哼 一声巨响传出 整个苍穹仙宗的驻地都被移平 那道剑气没有丝毫停顿 继续向北天域 其余五大仙洲方向横扫而去 一时间 整个广阔无垠的北天域 都笼罩在凌裂的剑气之下 两久 天地都安静了 猛逼的北域六大洲无数修士 这才反应了过来 天哪 那一件好帅 一剑出 万仙陨落 一剑荡六周 剑仙 这才特么配叫剑仙啊 咦 苍穹仙宗呢 苍穹仙宗没了 哦 没了就没了吧 此时 虚空上的那把仙剑已经消失了 下方苍穹仙宗驻地 也成为了一片平整之地 宛若被整齐地切割了一番 什么痕迹都没留下 一切都被淹灭了 不知道的人很难想象到 这里曾经是一个超级大宗的驻地 与此同时 这一边 荡天仙国 仙都大殿之中 此时偌大的大殿之中 异常地安静 本来还激烈讨论的群臣 全都愣在了原地 此时 他们只感觉小心脏在剧烈跳动 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 刚刚突然一道恐怖的剑气滑过 在这道恐怖的剑气下 自己就宛若大海上的偏周一般 随时都有可能沉传逆亡 这是怎么回事啊 难道是那个青云宗的凌云剑仙 弄出的动静 主位之上 当天仙主平复了一下心境 站起身来震惊道 就在这时 一个仙国侍卫经禀报 走入了大殿 禀报仙主 我们潜伏在天北仙州的探子来报 苍穹仙宗被青云宗的剑仙 一剑覆 覆灭了 侍卫一进入大殿 便慌忙地弓声汇报着 此话一出 满殿文武皆惊 什么 一剑灭掉了苍穹仙宗 看来刚刚那道剑气 真的是凌云剑仙斩出来的 虽然他们早有猜测 但还是震惊不已 青云仙宗 已经强到了这种地步了吗 这下除了神域殿 根本没有可匹敌的势力啊 一仙一剑 荡平一方超级仙宗 就在他们震惊之时 仙国仙兜上空 一道威严之音传开 再次响彻六大仙州 本仙给你们北天狱所有势力一次机会 三日内沉浮于我青云宗 要不然 苍穹仙宗 就是二等的下场 统统烟灭 现在就有你荡天仙国这个北天狱第一大势力 率先表态吧 文言 六大仙州无数势力和修士 再次心中大振 狂 好狂 他想要一人镇压一大天狱 不过 想想苍穹仙宗的下场 他绝对有这个实力 这么说来 林云剑仙已经降临到了荡天仙国了 先看看仙国做何表态吧 这一边 仙国大殿之中 荡天仙主和满殿大臣文言再次愣在原地 要我荡天仙国臣服青云仙宗 还要我们第一个表态 完了 完了 臣服仙宗的话 必会得罪御主和神御殿 但是不臣服的话 恐怕今日自己仙国就会沦为 既苍穹仙宗后 第二个被覆灭的势力 一时间 荡天仙殿再次陷入了安静的气氛中 仲爱卿为何一言不发 你们对此事如何看 尽可畅所欲言 主位之上 荡天仙主深深地尝呼了一口气 心境还是难以平复 仙主 臣乃武将不善言辞啊 陛下 臣虽为文臣 但是还是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仙主 吴觉得此事还需从长计议啊 荡天仙主一开口 大殿之中 仙国的文武大臣纷纷开口讨论 只不过 他们没有一人能给出合理的建议 关键是这也没法选择啊 太难了 投靠青云就得得罪神域殿 不投靠青云 下一个被灭的 就是自己仙国 这已经陷入了两难境点 真是令人头大 头都要爆开了 就在这时 仙殿之中空间波动了一下 紧接着四道身影凭空浮现 只见他们全都身着统一的白色服饰 各个鹤发童颜 先锋道鼓的 老祖来了 五等拜见老祖 本来还在激烈讨论的 荡天仙国文武健壮 立刻停了下来 当即一口同声地拱手道 他们荡天仙国的四位老祖来了 主位之上的荡天仙主 也是眼前一亮 四位老祖 你们来了 不知老祖们对此事有何见解 荡天仙主 当即问出了他心中的问题 对于这种两难的事 他自己也拿不稳主意 一个弄不好 就是满盘皆崩的局面 文言 大殿下方四个老者之中 气势最强大的那个 捋了捋盈白的胡须 眉头微皱 他思索了一番后 便和身旁的三个老者对视了一眼 确认过眼神 是相同的观点 我荡天仙国 荡天 荡地 荡众生 还没有真正屈服过谁 哪怕面面对神玉殿 我荡天仙国 也不过是敷衍一下罢了 但是老话说得好 时时误者为俊杰 如今青云是大 我仙国还是暂避风芒 投靠青云吧 老者说吧 悠悠地叹息了一声 那个青云仙宗派出来的凌云剑仙 十分恐怖 他的气息竟然比 北天御御主的气息还要强大 要是不乖乖臣服 自己荡天仙国 绝对晒不到第二天的太阳 闻言 满殿文武和主位之上的荡天仙主 全都松了一口气 把心放到了肚子里 刚刚第一组说 自己荡天仙国怎么样怎么样时 他们还以为 老祖决定要和青云仙宗血拼呢 既然老祖已经决定了 那就按老祖的意思办吧 荡天仙主无奈地开口 随即他又想到了什么 对了 老祖 那叶祖和圣祖他们怎么办 前些十日 神域殿下达命令后 便把这二位老祖友好的请了过去 其目的显而易见 唉 没办法了 老五和老六只能自求多福了 闻言 大殿之中另一个荡天老祖 开口叹息道 一日后 北天狱第一大势力 十二天狱势力排行榜 位居第十的大势力荡天仙国 其宣告了一条正报的消息 自今日起 荡天仙国臣服于青云仙宗 为仙宗马首是瞻 与青云为敌 便是与荡天为敌 此消息一出 六大仙州的修士再次震动 不过这次的结果 许多修士也早有预料了 荡天仙国终究是妥协了 不是他们太懦弱 而是那个青云的凌云剑仙 实在是太强了 荡天仙国都臣服了 我们还犹豫干啥啊 直接无脑根啊 我恐龙抗郎宗 宣布臣服于青云仙宗 我爱一根柴宗 宣布臣服于青云 绝对服从仙宗的号令 我大宝剑仙国经过商讨 决定归顺青云仙宗 遵从仙宗的命令 一时间 北天狱六大仙洲之地 本来还在观望的各大势力 纷纷响应 强如荡天仙国都臣服了 他们还能怎么办 不臣服 等着和被一剑湮灭的 苍穹仙宗一个下场 开玩笑吧 北天狱 天北仙洲一处 仙气浓郁之地 一个身着白色服饰 背负仙剑的男子 睁开了双眸 正是在此等待的凌风 此时他收回了自身强大的身影 喃喃开口 还算实相 不行 得多去震慑一下 万一还有不怕死的爬虫吗 与此同时 雪兰天狱边界处 大雪纷飞 银白色的鹅毛大雪 覆盖了这片大地 这时 虚空之上波动了一下 随即一道空间裂缝突然打开 一道散发着金光的身影 从其中降临而出 另一边 清古天狱 仙兰州 清云仙宗 丁 恭喜宿主完成主线任务之一 称尊北天狱 任务奖励已发放 丁 恭喜宿主获得清云传宫殿建设卡 清云传宫殿 宗门重要建筑之一 负责整个宗门的传授宫法 和宗门传承的地方 其中自带一块混沌质宝物到天碑 宗门任何人都可凭借令牌 自行领悟量身打造的宫法 丁 恭喜宿主获得传宫长老召唤卡一张 传宫长老 负责传宫殿的管理 主 召唤到的长老的境界 与紫色召唤卡相同 可抽取到半仙境到先王境的强者 丁 恭喜宿主获得座棋进阶卡两张 只限宿主座棋使用 没有任何限制 使用进阶卡 必可提升两个大境界的修为 当前宿主专属座棋 墨浴麒麟 天仙巅峰 清云先锋上 系统冰冷的机器音 在风清阳的脑海中响起 北天玉已经被凌峰横推了 不错 还挺快的 文言 风清阳睁开了紫眸 难难说道 随后他的意识便进入了系统界面之中 查看这次的任务说明 清云传宫大殿 自带混沌质宝物到天杯 宋一带一 良心啊 并且 这个传宫道杯 竟然能量身打造功法 牛的 要知道 十号他们所修炼的 可都是为他们的体制 量身打造的功法 这样修行起来 事半功倍 第二个奖励传宫长老召唤卡 就相当于紫色召唤卡了 至于第三个 也不错 本宗的座棋墨浴麒麟的修为 确实已经跟不上了 风清阳扫了一眼奖励下方的说明 发现这次的奖励虽不丰厚 但是绝对够用了 两张座棋升级卡来的 就像吉时宇一样 这下小莫的修为能飞跃一下了 尤记得当时 自己刚召唤来他来时 他可是宗门顶尖强者之一啊 排面十足 但是 如今随着宗门的飞速崛起 小莫已经跟不上节奏了 系统 给我巨线传宫垫 召唤卡也一块用了吧 随即不再多想 风清阳开口吩咐道 丁 传宫大殿已具现在 在清云宗功法垫一侧 丁 传宫长老召唤中 恭喜宿主抽取到 大罗金仙境巅峰强者 以具现 系统话音落下 顿时清云宗之中的浓郁仙气 便沸腾了起来 沸腾的仙气 疯狂涌入了宗门之中 一地和虚空之上 一瞬间 全宗震动 你们快看虚空上 看啥看 这肯定又是宗门前辈降临了呀 师弟 别大惊小怪了 有这时间 不如再去时空到台中修炼一会 哦 好的师兄 我怎么把这一茬给忘了 对于虚空之上的动静 弟子们没有太过于惊讶 毕竟已经麻木了 但宗门另一边的情况 却大不相同 辉弘神圣的功法垫这边 十多个内门弟子 从其中挑选完功法走出 便看到了震撼无比的一幕 只见锦灵功法垫的一侧 磅礴无比的仙气 向那边席卷去 紧接着 一座气势磅礴的宫殿 便凭空浮现 大殿周身恐怖的仙道法则流转 一股神圣威严的气势 扑面而来 死 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凭空多出来一座宫殿 不到啊 好恐怖的气势啊 丝毫不比功法垫差 甚至还略胜一筹 传宫殿 这是咱们宗门的传宫殿 你们快看 功法垫外 一个弟子伸出手指震惊道 文言 一旁其余弟子 随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 只见那座神秘大殿前的牌匾上 比走龙蛇的 刻着三个大字传宫殿 并且 两边和功法垫一样 都有一幅对联 传承永恒清云圣殿 诸天唯我第一神宗 看到这幅对联时 挤得那门弟子们 一眼就陷了进去 这也太霸气了 永恒传承 诸天第一神宗 另一边 清云先封上 风轻扬副手而立 他的面前恭敬地站着两道身影 一个是他的坐骑墨玉麒麟 一个是身着墨青色宗服 先锋盗鼓的老者 墨谈 境界 大罗金仙巅峰 暂时压制在九转半部金仙 大罗金仙 集之上的详细境界说明 前面提过一些 等地图升级 会更详细说明的 身份 清云宗传宫大殿长老 为人和善 但是该威严之时 绝不手软 灵力风行 通晓无数功法 知识储备渊博 老夫莫谈见过宗主 清一老者拱手恭敬地说道 嗯 以后传宫殿的是本宗 就交给莫老你了 这里是我清云 十分重要的传承之地 切不可马虎 并且这强者的介绍说明 一看就是为传宫殿 量身定做的啊 啥都量身定做 自己这也省下了不少心 宗主放心 老夫一定不负宗主厚望 老者再次恭敬拱手 同时心中一片暖意 宗主十分信任自己 将这么重要的地方 交给自己来负责 传宫殿吗 老夫喜欢 不一会后 传宫殿这边 就在一旁的内门弟子们 还在震惊之时 一道威压之音 响彻全宗 今日 无清云宗传宫大殿力 由墨长老负责 此乃无宗重要的传授功法 以及传承之地 其中还有悟道天碑 可凭借宗门令牌 前往领悟专属功法 并且 每隔一月时间 传承殿会开殿传授道法 所有弟子和长老 可自行前往 此话一出 清云宗内各门弟子 无不欣喜万分 传功殿 我们清云终于有传功殿了 太好了 悟道天碑 领悟专属功法 死 这个好 你们都没有抓住重点啊 一个月一次开殿受到 简直大善啊 重点你抓住了师兄 不对 师兄 你抓住了重点 俺也觉得这个好 到时候有啥不懂得 还能请教长老呢 各门弟子 纷纷围绕着这个心理的传宫殿 讨论着 一些长老都心动了 有机会领悟专属功法啊 并且 还有一月一次的开殿受到 刚刚虚空上的那道身影 就是墨长老吧 墨长老气势深沉 修为极高 他讲得到 肯定对自己也大有必义 不一会后 清云先锋之上 此时 墨长老已经离去 前往传宫殿坐镇了 此时先锋顶端 就剩下了 风青羊和墨玉麒麟 小墨啊 你跟随本宗 也有一段时日了 时间过得是真快啊 眨眼间 我清云都要军林仙界了 你的修为 也从宗门顶尖 逐渐跟不上节奏了 风青羊说吧 俯身摸摸了面前 墨玉麒麒麟的头 墨玉麒麟 自从在荒芜界之时 就成为了自己的坐骑 弱大的碧玉色瞳孔 被一层雾气覆盖 他以为是主人嫌弃 他修为低了 要抛弃他了 擦 这反应 怎么跟上次老祖这么相似 他不会以为 本宗要赶他走吧 本宗做事 从来都是坦坦荡荡的 从不压榨门内 任何一个人 一直以来也都是以德夫人 虽然曾有人云 以德夫人的意思 是先道德绑架一顿 不行再打负他 但是本宗可从来 没这么搞过啊 风青羊看到墨玉麒麟的反应 心中辩解道 另一边 练丹垫之中 此时 丹青收回了手中的异火 一如圆满品质的丹药 成功练成 随后他熟练的 转动脑袋适宜了一下 收丹 继续拿药材来 今天老夫必须练出 一千炉圆满品质的丹药 这边 清云先封上 风青羊看着脚下的墨玉麒麟 笑了笑后开口 别慌 本宗今日叫你来 就是要赐你修为的 此话一出 墨玉麒麟的双眸 一下子就瞪得老大了 系统 使用那两张 专属修为提升卡 风青羊用神念 和系统沟通道 现在墨玉麒麟的修为 是天仙巅峰 等用完了两张修为卡后 修为就达到了此节巅峰了 清云宗又又多了一尊 九转半步惊陷 丹 专属修为提升卡 使用成功 系统冰冷的机器声响起 随后 一股磅礴的本源之力 凭空浮现出 耀眼的金色光芒 在仙峰顶端绽放开来 照耀方圆亿万里 顿时 刚平复下去的仙气再次沸腾 向仙峰这边席卷而来 随后那股磅礴的本源之力 在墨玉麒麟震惊的眼神中 涌入了她的体内 好 墨玉麒麒麟 顿时浑身金光大战 怒吼一声后 向虚空之上飞去 她的体型 在虚空之上不断地变大 几期之间 她的体型便巨大到 可以遮天蔽日 一席深墨玉的灵甲 在阳光下闪耀 再配合上 她身上绽放的金光 显得神秘又神圣 硕大的碧玉色同谋 此时也变成了淡金色 真仙一重 真仙巅峰 恐怖的仙道法则爆发开来 一尊更加庞大无比的身影 在墨玉麒麟身后浮现 不朽神魂出 这还没完 紧接着她的修为再次飙升 一转半步惊仙 九转半步惊仙 一瞬间就打破了真仙境的壁垒 来到了此剑能承受的巅峰 这时 苍穹之上 黑压压的雷劫也随之到来 酝酿一番后 无数道金色神雷狠狠地劈下 轰隆隆 好 墨玉麒麟抬起头来 冰冷的金色同谋 恶狠狠地盯着上方的劫雷 随后 她再次嘶吼了一声 便拖动着庞大无比的身躯 直冲苍穹 硬汉劫雷 这是我们宗门哪个前辈在镀剑 好恐怖的气势啊 先受的嘶吼声 还是从主风传来的 难道是宗主的坐骑 墨玉麒麟前辈 只见苍穹之上 一道刺目的金光 向黑色的劫云冲去 对于这一幕 下方青云宗之中 弟子们惊叹地议论着 虽然他们都已经基本麻木了 但是架不住一只稿啊 今天都第三回了吧 先是宗门前辈回归 后有凭空而现的传宫殿 现在又搞出了这么大的动静 人都骂了 半步九转惊仙 那是宗主的坐骑 笑月银朗小白 望向苍穹之上震惊道 自己上次见他之时 他还只是小小的天仙巅峰 怎么这么快就达到了半步九转了 等等 应当是宗主赐予的 凭借宗主的逆天手段 什么事做不到 哦 原来是宗主啊 那没事了 这般想到 小白便收回了目光 向宗门之外走去 看看二弟在干嘛 要是偷懒 非得收拾他一番不可 除非再带本寿去 与此同时 青云宗之中传宫大殿前 此时这里已经聚 集了很多弟子 他们很多都是收到消息后 从闭关中刚刚走出了 一胖一瘦的两个身影 排在了最前方 也作为显眼 只因他们全都身着杂役弟子服侍 李兄 你说这个悟道天碑 得是什么等级的仙宝啊 居然可以领悟专属功法 不知道 但是用脚想想 肯定低不了 专属功法呀 要是能悟道 修炼起来绝对是半功倍 唉 也不知道能不能领悟到 压力善大啊 两个身着杂役弟子服侍 正在交谈的 正是李莹和赵金柱 为啥说他们显眼呢 全宗上下十多万弟子 就他们两个杂役 都快成宗宝了 能不显眼吗 就在这时 传宫殿之中 走出了一批弟子 唉 真可惜 我没有领悟到专属功法 俺也一样啊 师兄 俺感觉俺错失了 成就针线巨步的机会啊 这时 一个身着内门弟子 服侍的弟子出来后 对着李莹他们说道 师弟们 轮到你们了 你们进去吧 李莹和赵金柱点了点头 随后便向传宫殿内走去 他们身后的几个弟子 也连忙跟上 记住了 你们只有一次机会 将你们的宗门令牌 放到天碑上 随后运转修为 将你们体内的灵气 注入天碑之中 然后用心感悟 李莹他们刚进去 一道苍老威严的声音 便响了起来 只闻其声 不见其人 闻言 他们向大殿之中去 只见灰红无比的大殿左侧 一道青色的巨大碑柱 映入眼帘 上面道运流转 刻满了黑色的明纹 周身一股磅礴的 混沌之气萦绕 这就是误到天碑吧 李莹他们几个 望着神异的误到天碑 嘖嘖称奇 随即 他们便跟着直音走了过去 越靠近那碑柱 越能感受到奇之不凡 那种玄而又玄的感觉 说不上来 随后 他们便根据刚进来时 那道身影的主妇 开始操作 他们先是各自拿出了 自己的宗门令牌 将令牌放到了天碑上 天碑上有许多凹下去的地方 正好和他们的令牌重合 随后 他们又连忙运转功法 心头期待着的同时 将自身灵气 注入到了天碑之中 顿时 悟到天碑便有了反应 再次释放出了 磅礴的混沌之气 他们所处的这一片地方 都被笼罩 宛若身处混沌一般 身临其境 见状 李莹等人闭上了双眼 随即心无旁骛的盘腿而坐 开始感应起来 这一批不知道 有没有人能领悟专属功法 嗯 这个白头发的小友 有点意思啊 繁体之躯 却拥有双面星星 可同时修炼仙魔两道 看着样子 他已经入过魔了 也悟过道了 只是杂役弟子吗 看来杂役弟子之中 也是卧虎藏龙啊 传宫殿后方 长老莫谈收回了神念 颇为震惊的暗自感慨道 啊 哦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悟到天碑这边 不断有弟子被弹飞 原本进来的十多个弟子 现在还能坚持住的 已经所剩无几了 只要半个时辰过去 你什么都感受不到 悟到天碑就会自动 将你弹飞出去 不多时 又半个时辰过去了 坚持在悟到天碑周身的 只剩下了一道身影 李兄 坚持到现在了 太好了 我就知道他能成功 加油啊 李兄 咱们杂役弟子 也该雄起了 天碑不远处 赵金柱望着前方的一幕 攥紧了手指 他刚刚往那一坐 啥都没有感觉到 并且自己心中的道 都差点被那股 悬而又悬的气息冲散 简直是坐望道了 简称 坐在这就望道 天碑旁 那道唯一的身影 正是李英 他白发披肩 身着一袭杂役弟子服饰 额头上都沁满了细汗 面容上眉头紧皱 在他的潜意识里 他进入了一个 荒芜黑暗的弱大空间 空间之中 一尊高大无比的仙人 和一尊嗜血可怖的大魔 时而交战 时而畅快的痛饮 很是矛盾 他们的战斗十分激烈 每一招都能毁天灭地 但是却对李英造不成任何伤害 他只是感受到 一股强大的威压 降临在自己身上 李英就这样静静地看着他们 战斗到同影 同影到战斗 周而复始 不知过去了多久 好似有万年之久了 小友 你终于来了 我等你很久了 这一次 仙人和大魔饮完酒后 没有再次战斗 而是那尊仙人 对着李英开口道 李英 我不早就来了吗 但是你们都不看我一眼啊 不知二位前辈是 李英疑惑地开口道 他虽然感觉到过了很久很久 但是还没忘掉 自己正在做的事 自己正在传宫殿之中 放开心神感受功法呢 突然眼前一黑 就来到了这里 你不用管吴是谁 你能来到此 就说明你和吴有缘 并且 你在幻天时空中没有迷失 就说明 你有资格修行吴的功法 那尊仙人覆手而立 缓缓开口道 这时 李英瞳孔一缩 他不单为这几句话震惊 更震惊的是 眼前的一幕 只见那尊高大的仙人说完 便和那尊大魔融为一体了 一半仙一半魔 这 你不用感到太过震惊 吴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们以后还会再见的 说吧 那尊半魔半仙 便消失在原地 而李英的意识 也开始了模糊了起来 在他彻底闭眼之前 他恍惚间 貌似看到了一道光团 飞入了自己体内 传宫大殿 李英睁开了双眼 他晃动了一下脑袋 揉了下眼睛 厉害啊 李师弟整整坚持了三个时辰 我要是这么持久就好了 是啊 坚持了这么久 还没被弹飞 难道李师弟领悟到了专属功法 李师弟天赋一禀 他领悟到功法了 拜见长老 随后 李英和一旁的十多个弟子 一同恭敬道 半日前 传宫长老出露面时 他们可是都见过的 嗯 既然得到了专属功法 就努力修炼吧 乾隆在渊 你不应当是杂役弟子 李英 长老你听我说 俺也不想待啊 只是每一次满足 进入外门的条件 规则的更改 总是来得很及时 当然 李英只是心中这样想想罢了 这样也好 自己前进的动力十分充足 老者继续开口 一个月后 传承开店 到时候有什么问题 可以问老夫 好了 你们都走吧 叫下一批进来 另一边 青云仙殿 主上 风青羊 境界 金仙三重 天赋 诸天神体 宝物 太多 功法 无数 武技 懒得写了 仙宠 孝月银郎小白 坐骑 墨玉麒麟 宗门 青云宗 三级 六十八万一百万 威望值 七千万 仙殿之中 风青羊正坐在主位之上 查看着系统的界面 体型缩小无数倍的 墨玉麒麟 乖巧地站在一旁 嗯 这次横推北天狱 不论是奖励 还是增加的威望值 和宗门值都很可以 遥光那边应该也快了 真是期待啊 风青羊 推出了系统界面 心中暗道 凌风传来消息说 十大天狱各大势力 准备在三日后 一同围剿自己青云 并且 他们都是听从了 神域殿的命令 到时候 神域殿还会派出 大能来相助 还有两日时间 本宗倒要陪你们好好玩玩 风青羊默然一笑 随后心念一动 都来仙殿见本宗 不一会后 清云仙殿之中 收到宗主传音的宗门强者 和各门的一些长老 都已到齐 七大仙风风主 仙楼之主林问仙 韩月真仙 扫地僧人古城 善保道人 以及各门 强大的五星长老们 和各殿长老 所谓五星长老 是前几日风青羊 新推出来的长老等级规则 每一年 长老会进行一次考核 排行从高地分为一道五星 顾名思义 五星长老 便是各门最强大的长老 享受至高的地位和福利 并且会颁发一个五星勋章 这也是一种荣誉 五星长老想要继续晉升 则要通过三年一次的大考核 通过便可顺位晉升 可以说 这个长老晉升规则颁布后 使清云宗的各门长老们 有了更加明确的目标和动力 成为至高的五星长老 本宗召集你们前来 只有一件事 北天狱已经被横推 雪兰天狱也快了 而本宗得到了准确消息 两日后 各大天狱各大势力 便会群起攻我清云 那幕后的神域殿 到时也会降下强者 诸位说怎么办 诸位之上 风轻扬威严之音 响彻大殿 众长老恭敬地聆听着 碾死他们 碾死他们 称尊先见 闻言 众长老和强者便群情激愤 异口同声地喊道 什么 我还没去打你们 你们倒先来打我了 真是好大的胆子 这必须得通通碾死 还有北天狱已经被横推 雪兰天狱也臣服在即 好快的速度 是那日宗主所派出的 凌峰前辈和遥光前辈吧 两位前辈真猛啊 是 那好 现在下重天之地 还剩余八大天狱 本宗要他们 在我清云的威严下颤抖 与此同时 另一边 雄伟的清传弟子宫殿群 这里锦陵宗门核心区域处 是宗门巍峨的地方之一 掀气浓郁之极 风景优美 大师兄 我看到许多长老 刚刚都向仙殿去了 是不是师尊 又有什么重大安排啊 一座灰红的清传殿外 清传弟子林白 眺望了远处一眼 便向一旁开口说道 肯定是 师弟 师尊不是说了吗 重返仙界之日 便是横推仙界之时 看这样子 凌峰前辈和遥光前辈 应该差不多都完事了 接下来才是真正的横推之路 哎 可恨啊 我们总是帮不到啥忙 要是时间再多点就好了 总感觉不够用 慢慢来吧 师弟 你看这才多长时间 我们都大得修为了 要不了多久 就是我们的主场了 到时候就能为师尊分担了 说得对 师兄走 谋中满事坚定 星头暴宗志 奈何修为低 可恨时间少 只得他日大清云 与此同时 雪兰天狱 雪兰天狱的整体实力 和神皇天狱的实力 不相上下 这里有八大广阔无垠的仙周 还有势力排行榜 第三的超级大宗 仙雪剑宗 雪兰天狱 常年大雪纷飞 所以日光不足 冰雪久机不化 气候十分寒冷 不宜居住 只不定睡着睡着 就被雪掩埋了 当然这是对于凡人来说的 对于修炼者 或者强大的仙人 那真是一点影响都没有 并且 白茫茫的雪景 对他们来说 还别有一番风味 营装素果 分外妖娆 而仙雪剑宗 就坐落在雪兰天狱 第一大洲雪仙周 雪仙周 一处仙气十分浓郁 一片静谜白茫茫的 崇山峻岭之中 还有两天 就是围剿那个什么 青云宗的时候了吧 对 也不知道这个青云 是什么来头 既然有资格 被我们这么多势力围攻 不就是排行榜第六的势力吗 既然宗门如此重视 那这青云仙宗 自然不是表面这么简单 不可小觑 仙雪剑宗一处宫殿之中 两个身着白色服饰 都留着短须的中年男子 正在窃窃私欲 嗯 走吧杨长老 大长老召我们呢 说着说着 其中一个男子顿了一下开口 显然是收到了神念传音 不一会后 恢弘无比的长老大殿 五等拜见大长老 长老殿之中 众多剑宗长老 恭敬的拱手开口 此次召你们前来 还是商议两日后 围剿青云之事 宗主和众位老祖闭关 唯一出关的萧老祖 也不知所踪 如今宗门大事 只能靠吴河诸位长老了 主位之上 一个浓眉 长絮的中年男子 不怒自威地说道 他正是仙雪剑宗的大长老 雪邪 大长老无有一事不解 我们和那青云仙宗 无冤无仇的 我们剑宗真要搅这趟浑水吗 雪邪划落 一个长老站了出来 眉头微皱的拱手 那神玉殿虽强 但是也不能命令自己剑宗啊 修剑者 不光修的是剑 更多的是心中的路 随心所欲 不被世间任何一切约束 心有不平之时 自当一剑斩之 这才是剑修必生的追求 傲古不在 修剑作何 此话一出 大殿之中近乎三分之一的长老 纷纷点头认同 我要是看不惯那个青云仙宗 初剑就是 深云也无妨 但是你不能命令我 放肆 徐长老 你知道你在说啥吗 而且神玉殿还会派遣大量神使下剑 就连中天玉弥天仙宗 和灵天仙玉的天灵仙国 都得乖乖服从 你竟敢反驳 你是要献我剑宗于 万劫不复之地吗 哼 说吧 主位之上 大长老血血冷哼一声 深邃的剑谋微眯 这个徐万周 平时就仗着宗主的宠幸 总和自己不对付 如今竟敢还和自己唱反调 你以为还有人会给你撑腰吗 宗主 老祖 哼 你这辈子见不到他们了 文言 我的意思是 然而他还没说完 就被大长老打断 到此为止吧 徐长老意图不轨 本长老决定将其逐出宗门 你们谁赞成 谁反对 此话一出 那个说话的长老瞬间愣在原地 面容上也是露出不可置信之色 我赞成 哼 徐长老 你还记得宗主闭关之前怎么说来吗 宗门一切事宜交给大长老决断 你竟敢忤逆大长老 大长老 我赞同将他逐出宗门 我也赞同 俺也一样 大殿之中众多长老站出来 对着徐万周开始指指点点起来 其中大部分都是大长老的狗腿子 最终一些本来也心存傲气的长老 稍微犹豫了一番后 也加入了其中 大长老是大 并且宗主闭关前确实交代过他不在时 一切事宜交由大长老决断 自己现在要是跟他反着来 恐怕也会落得跟徐长老一个下场 你 你吗 见状 长老徐万周紧咬牙关 死死盯着一众怒目原争 争争傲骨不在 一群屈炎附势之人 不配称作见修 哈哈 好 既然诸位都同意 那就这么决定了 徐万周 你是自己走呢 还是本长老将你驱逐出去呢 诸位之上 大长老满意地点了点头 并开口嘲讽道 要不是这个徐万周修为仅次于自己 自己怕再生变故的话 今天他就别想安然离去 宗主啊 宗主 放心吧 等覆灭了清云先宗 本长老就送他下去 和你团聚 闻言 徐万周一言不发 拂袖向殿外走去 他自知今日斗不过大长老 多说无意 不一会后 先雪剑宗外 一袭便衣的徐万周走了出来 其实他这次这么妥协地离去 是因为感觉到了不正常 自从前些十日神域殿 派遣神使降临宗门后 一切都变得不正常起来 宗主和几位老祖们 闭关得太匆忙了 还有宗主既然将一切事宜 交给了大长老决断 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偏偏就发生了 并且宗主和老祖他们 还是无限期闭关 这一切的一切 仿佛都有一只幕后黑手在掌控 难道是神域殿 想到这徐万周心中一震 不行 自己不能袖手旁观 否则剑宗迟早毁在大长老手里 清云先踪 一个念头再次在他心头浮现 他心念一动后 就打算飞身而去 然而就在这时 一道刺目的金光 在虚空之上照耀开来 金光所照耀之下 雪兰天玉亘古不停的雪 竟然停了 万万年不化的寒冰积雪 都开始融化 徐万周当即愣在原地 一同震惊 还有雪兰天玉八大仙洲的无数修士 雪 停 停了 寒冰也开始融化了 好刺目的金光 那是什么 这倒是怎么回事啊 八大仙洲之地 无数修士震惊的眯着眼 望向天仙洲虚空之上 随后 他们便看到了 此生难忘的一幕 只见虚空之上 空间破碎开来 一道恐怖的身影降临而来 一时间风云变色 刺目的金光 将整个天穷都染成了金色 无情云先踪 遥光大罗 奉宗主之令 前来覆灭鲜雪剑踪 一道惶惶如同天威之音传下 随之而来的 则是磅礴无比的威压 放肆 无剑踪 岂是你想灭就能灭的 遥光话音刚落 鲜雪剑踪驻地 那片重山峻岭之中 数十道身着剑踪服侍的身影 便冲天而来 哄 顿时恐怖的仙道气息 便爆发开来 他们都是守卫在剑踪外围的护卫 数十道身影 皆身着一袭白衣 手持一柄三尺仙剑 向金色的虚空之上 冲杀而去 蝼蚁 虚空之上 周身万丈精光的遥光仙子 不懈地俯视了下方一眼 心念一动 自身恐怖的威压 便如潮水般席卷而下 哄 一声巨响传来 只一瞬间 飞升而来的 数十尊剑踪剑仙 便被碾死 消散在天地间 身异弱的可怜 就这还敢招惹我青云 耽误本仙修炼 最佳一等 遥光面无表情地冷声开口 见状 六大仙周修士 皆目瞪狗呆 死 那可是数十尊剑踪剑仙啊 一念之间就被碾死了 可怕 太可怕了 青云先踪 那不是清古天狱的超级大势力吗 势力排行榜第六的先踪 他们和仙雪剑踪有仇 对此 六大仙周的修士 既震惊又不解 此时 下方仙雪剑踪之中 剑踪大长老雪邪 已经率领着众多长老 匆匆忙忙地赶了长老大殿 阁下是什么意思 我仙雪剑踪 貌似和你们青云先踪 没有什么过节吧 大长老雪邪感受到 虚空上那恐怖的气息 心头一惊 连忙大声开口询问 好恐怖的气息 青云先踪竟然有如此强者 修为在老夫之上 并且 他心中也是很疑惑 在有两日的时间 就是神域电神使大人们降临之日 也是举世伐青云之时 可这青云先踪 怎么还率先打上门来了 难道有内鬼 有内鬼泄露了消息 没有过节 负面你们需要理由吗 虚空之上 遥光冷冷开口 对于仙雪剑踪的事 自己也知道一些 但是不多 貌似是这个宗门的大长老 在宗主他们前往荒芜界时 这个蝼蚁得罪宗主了 还竟然妄图吞噬荒芜剑 但是这些自己需要 和蝼蚁白费口舌 毁灭你 与你何关 太猖狂了 遥光此话一出 大长老雪邪都快被欺诈了 还负灭我们需要理由吗 自己都修行上百万年了 长这么大 就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 一旁的剑宗长老也都气得不行 不过都是敢怒不敢言 只因那道身影上的气息 实在是太过恐怖了 见状 虚空上的遥光 也不打算多说废话了 就在他打算出手之时 一道身影飞升而来 仙子前辈且慢 听从神域殿的命令 对你们宗门进行围剿 是大长老 还有这些长老们决定的 我们剑宗其余人都是无辜的 还请前辈高抬贵手 放过我们 那道身影 抢顶着刺目的金光 飞升而来后 便诚恳地拱手大声道 徐万周 原来是你 你竟敢出卖宗门 出卖老夫 在看清那道声音后 大长老一下 瞪大了双眸 目自欲裂 滔天的怒火升腿起 他在这一刻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青云先踪 会率先打上门来了 指定是这个徐万周 早就给青云先踪 通风报信了 嗯 围剿我青云 你们也配 大长老 又是这个大长老 文言 虚空之上的遥光冷哼一声 再次心念一动下 他体内恐怖的混元之力 瞬间运转而出 磅礴的混元之力 一出虚空 瞬间尽数破碎 混元之力 是大罗金仙的 专属修为能量 是本元之力的一种升华 修为达到金仙巅峰后 则需要领悟 混元法则 将体内的本元之力 尽数转换为 混元之力 方可突破境界 因此 金仙又称本元金仙 大罗金仙又称混元大罗 而如今 遥光虽然境界 压制在此界 巅峰九转半部金仙 但是他所掌握的 可是大罗专属的混元之力 可以说 一百个九转半部 金仙都不够他打的 周 哼 恐怖的混元之力 瞬间席卷而下 拼了 大长老雪 斜剑逃离 已经来不及了 当即大声喝到 他和周深 数十位剑宗长老 当即疯狂运转修为 他们各自的本命仙剑 蒸蒸作响后 自动飞到了手上 生死危机关头 必须全力以赴 当即数十道 强大的仙道规则 运转而出 灵类的剑气 一同席卷而上 然而 在接触到混元之力的一瞬间 磅礴的仙道规则和剑气 顷刻间一触击溃 什么 不 随着一阵惨叫声传来 下方瞬间被夷为平地 见状 另一边鲜血剑宗 剩余的弟子们 和少数长老们 都被吓蒙了 大长老他们 全都升天了 嗯 全没死 这时摇光眉头微皱 诧异地开口 只见下方千疮百孔的平地之上 大长老雪鞋 痛苦地趴在地上 狼狈不堪 死 狱主所赐予的保命底牌 居然都挡不住这个青云的仙人 原来如此 是那块令牌 嗯 那令牌上面 竟然还有混元之力的气息 难怪这蝼蚁能挡得住本仙随手一进呢 摇光美眸转动 俯视着下方喃喃自语地开口 混元之力 看来这个神域殿 还和上界有关 这是个不小的事 得尽快禀报给宗主 摇光心中暗道 这个神域殿能掌控十二天狱 果然不简单 前辈 此人就交给我吧 免得脏了您的手 下方 剑宗长老徐万周 再次恭敬地恳求道 这前辈的修为太恐怖了 随手一击 差点毁了宗门三分之一 要是让前辈再来几下 那自己宗门就没了 闻言 摇光还没说什么 先雪剑宗之中 趴在地上的大长老雪鞋 再次勃然大怒 徐万周 你这个叛徒 实话告诉你吧 宗主和那几位老东西 都被狱主大人捉走了 现在估计都已经化为灰了 哈哈 等着吧 等御主降临那天 你也得死 什么狗屁清云仙宗的 所有人都要死 嗨嗨 他因为说得太大声 牵动了体内的伤势 不断地渴出血来 见状 摇光一个眼神过去 轰隆一声 正在狗妃的大长老 当即被念成血雾 他胸膛前佩戴的那个令牌 也被一并缅为积分 修为不高 遗言倒是不少 好了 接下来该轮到你们了 摇光冷冷说完 就将目光看向整个鲜血剑宗 不 是整个崇山峻岭 这片仙山重重的山脉 无主没了 无老祖们也没了 这时 下方的徐万周 和仙血剑宗之中的弟子们 还愣在原地 只因大长老临死之前说的话 太过震撼了 宗主和老祖们不是闭关 都被那御主捉走了 难怪啊 难怪啊 这么大动静 都惊动不了他们 天要往我仙血剑宗啊 前辈 大长老他们已死 我们都是无辜的 还请前辈高抬跪手 我们愿意臣服于前辈的宗门 徐万周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连忙恭敬的躬身开口 将身子压得很低 面对同门大长老的污蔑 都不曾弯腰的他 此刻终于弯腰了 因为他明白 现在自己身上的担子太重了 传承数个纪元都不倒的辉煌剑宗 此刻生死存亡 就在虚空上那个前辈的一念之间 还请前辈高抬跪手 我等愿意臣服清云先宗 前辈 对清云先宗出手的主意 都是大长老他们决定的 我们宗主和老祖们 都被他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害死了 徐长老刚才还因建议 不要对贵宗出手 而被大长老逐出宗门了 残破的鲜血剑宗之中 无数门内弟子和剩余的长老 都纷纷攻身 诚恳地开口道 见状 虚空之上 郑狱出手的姚光停了下来 这些人也是到现在都不明白原因 看来又要吞噬荒芜界的事 只是那个大长老一意孤行 可惜啊 他到死都不知道 自己到底是为啥死的 想到这 姚光拿出了自己的令牌 给宗主将这里的情况 简单告知了一下 按宗主的意思就是 这个剑宗的宗主和老祖们 全被神域殿弄死了 他们肯定恨死了神域殿 朋友的敌人就是朋友 虽然自己清云很强大 在此节不需要朋友 片刻后 姚光收起了令牌 将目光放到了一开始 就恳求的中年男子上 无主同意了 你们宗们 现在就你修为最高了 所以 本仙现在封你为剑宗新宗主 献你三日内 让此天狱的所有势力 全都臣服我清云 无宗要主宰雪兰 说吧 摇光便身影一晃 直接消失在虚空之上 这下好了 将这里的是直接交给他们 自己就能去修炼了 这趟出来 真是耽误了不少时间 长生啊 无要长生 文言 剑宗长老徐万周 和仙雪剑宗之中的长老和弟子们 这才松了一口气 前辈走了 宗门保住了 只不过 如今自己剑宗该何去何从 宗主和老祖们 还有那么多长老们都陨落了 都是该死的大长老啊 不过 我们还有徐长老 徐长老撞我剑宗啊 不对 是宗主 仙雪剑宗门前 徐万周深吸了一口气 今天真的是变故巨大 剑宗立宗以来 距离覆灭最近的一次 他看着宗门之中的一片狼藉 在想到了 自己肩膀上的重担 和与神域殿的血海深仇 今日起 无仙雪剑宗臣服与清云 将此消息宣告出去 并且召告八大仙洲各大势力 在三日内全部臣服 赋予顽抗者 灭门 说完这些 徐万周便在宗门中 长老们和弟子们的拥护下 一步一步走向宗门仙殿 接下来 宗门还有很多事情要整理呢 再次选举长老 和日后的一些规划 不一会后 这道震撼的消息 便通过仙雪剑宗令 招告了八大仙洲之地 剑宗都臣服了 清云仙宗 真是强大的可怕 是啊 那道身影如此恐怖 恐怕剑宗不臣服 就要被灭宗了 真是世事无常啊 昔日辉煌 无比称霸几个纪元的剑宗 如今都得低头沦为附属势力了 更何况我们这些小势力乎 哎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弱肉强食适者生存 听说剑宗新任宗主 都是清云的那个前辈随便侧风的 对此震撼的消息 八大仙洲之地 无数修士和各大势力都感慨不已 然后经过各自商议之后 便决定臣服清云先宗 剑宗之主都说了 富于顽抗者直接灭门 虽然这次剑宗元气大伤 但是别忘了变兽的胖子 还是比瘦子大 更何况剑宗背后 还有更强大清云 另一边 清谷天狱 清云宗 神玉殿居然还和上界有关 也对 这样一个掌控整个下重天的神秘大势力 说他和上重天无关 本宗还不信呢 两日后 神玉殿的神使会在中天狱降临 来得好 这一波叫自己送上门 清云大殿之中主位之上 想到这风青羊露出了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 随即他便打开了系统界面 决战在即 为了保守起见 先看看小系统 还有没有啥能够提供的 主上 风青羊 境界 惊仙四重 天赋 诸天神体 功法 五计 仙宝太多 忽略不计 宗门 清云宗三级 宗门值72万 威望值8000万 不错威望值一直都在上涨之中 并且估计横推雪蓝天狱的奖励也快到账了 风青羊粗略地扫了一眼 便喃喃开口道 对了 系统 查一下神域殿的信息 这你能办到吧 暗楼探查到的神域殿的信息 也不是很详细 只因这个势力太过神秘了 许多大势力都不知道 甚至有的根本就不知道 自己天狱有御主这一号人物的存在 更别提御主背后的神域殿了 现在唯一知道的便是 神域殿的驻地在无尽虚空之中 丁 话扣1000万威望值即可查看 1000万 还可以 听闻系统的话 风青羊直接大手一挥豪气地说道 本宗啥都缺 唯一不缺的 就是这点威望值了 丁 探查中 神域殿 五个纪元前 从仙界上重天未面降临而来 其中一个殿主 十二神位 数百神使 其位置坐落在无尽虚空之中 无尽虚空 位于上重天与下重天的交界处 一片浩瀚无垠的星空 同样也是连接仙界上下两重天的通道 你别告诉本宗 这就完了 这点情报值 1000万威望值 丁 主上 当然不是 神域殿背靠上重天一强大的仙王世家 他们前往下界侵吞海量资源 便是为仙王世家提供的 但是 因为他们是通过特殊手段 偷偷下界的 受规则限制 神域殿主和十二天位 只能待在下重天一段时间 便得返回 原来如此 风青羊文言点了点头 眼眸中微微露出了郑重之色 背靠仙王世家 难怪这个神域殿 能够掌控十二天域 那十二天位 应当就是所谓的十二御主吧 规则限制 难怪 这下一切就说得通了 风青羊面露恍然之色 难怪那些狱主们 只会每隔一万年降临一次 这么看来 那些神使 应该是没有所谓的规则限制 他们能够自由往返下重天 和无尽虚空之地 算了 算了 不多讲了 仙王世家又如何 阻拦我青云宗前进的步伐 一样踏碎你 时间流逝 一日 今日距离神域殿降临 只剩下一日的时间了 各大天狱参与进来的大势力之中 都十分平静 仿佛被战争前夕的阴云笼罩 下重天之地更是暗流涌动 众势力心思各异 就在这时 变故横生 十二大天狱虚空之上 磅礴的异象显现 数不清的金色祥云汇聚而来 恐怖的仙气沸腾 仙光翼翼照亮苍穹 更有绕耳的仙音不断响起 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突然出现 这么磅礴的异象 不到啊 难道有什么无上之宝出事了 这一大动静 一瞬间经得十二天狱的修饰 无不震动 有的谋露震惊之色 有的则露出了贪婪之色 众生百态 另一边 下重天中心处 无数修饰心中向往之地 第一天狱 钟天狱 此时 钟天狱之中 第一大势力弥天仙宗 在感受到虚空之上的磅礴异象 十数恐怖的身影 同一时间睁开了双眸 势力排行榜 隔了这么短的时间 竟然再次降势了 嗯 不对 这一项好演说 无弥天仙宗 晋升第一大势力之时 便显露出了此等异象 难道 就在这时 苍穹之上一道金色榜单 显露而出 并徐徐展开 仙界势力排行榜第一 清云仙宗 宗门整体实力 未知 上榜理由 派出二尊长老 轻松横扫北天狱 轻松横推了雪兰天狱 轻松击败仙雪剑宗 剑宗臣服 当前十二大天狱 清云仙宗独尊四语 势力排行榜第二 弥天仙宗 势力排行榜第三 势力榜单展示完前三后 便消失在苍穹之上 见状 十二天狱之地 无数修士 全都哑口无声 一时间愣在原地 他们还没从 潼伯的异象 还有势力排行榜 再次降临的震惊中 缓过来呢 现在竟然又又若来 一个这么重磅的消息 卧槽 这什么情况 清云仙宗 直接从势力排行榜第六 干到第一了 弥天仙宗 都被干下去了 这么短的时间 又横推了北天狱和雪兰 狱 仙雪剑宗 都被打得臣服了 恐怖如斯 简直恐怖如斯啊 当看到清云宗的上榜理由 无数修士更加猛逼了 他们只看到了一堆青松 青松 环探娘是青松 弥天仙宗 讨论最为震动 非弥天仙宗莫属 此时弥天仙宗之中 无数弟子和长老 都还没从刚刚那一幕中 缓过神来 怎么个事 自家宗门 稳坐势力排行榜第一的宝座 都太久太久了 现在竟然被人挤下来了 死 又是那个清云仙宗 另一边 清谷天狱 清云宗 此时 清云宗中的气氛 则格然不同 势力排行榜第一 我们宗门登顶第一了 直上清云 淡定啊 这算啥 咱们宗门要征服的 可是诸天万剑 清云先封上 风轻阳将门内弟子的喜悦 尽收眼底 他也露出了一丝微笑 对于这次登顶势力榜第一 自己是早有预料的 如今十二大天狱 自己清云宗称尊其四 这势力榜第一的位置 舍我其谁 兵 恭喜宿主完成一条主线任务 横推雪蓝天狱 任务奖励已发放 恭喜宿主获得境界提升卡一张 仅限宿主本人使用 使用可无视任何限制 必定提升一个大境界 恭喜宿主获得紫金色召唤卡三张 可召唤半部金仙 到仙王境的强者 恭喜宿主获得 恭喜宿主获得 仙皇器 珠魔仙剑 青红珠魔剑 等阶 仙皇阶 青红仙皇本命配剑 蕴含无上威能 对魔器和魔修有很大的压制力 并且其还是一柄可以无限成长的仙剑 所以 其位居仙剑仙剑排行榜前摆 听到脑海中 响起系统冰冷的机器音 风轻扬眼前一亮 横推雪蓝天狱的奖励 总算到账了 随即他的神念 连忙进入系统的界面 仔细查看起这次的奖励 嗯 境界提升卡来得不错 自己的修为又能飞涨了 三张紫金召唤卡 这个也可以 决战之前 宗门又能再添加三尊强者 当然前提是 自己的欧气还在线 仙皇气 这个也不差 自己之前使用的都是仙王气 这次总算来了个更好的了 风轻扬查看完所有奖励的介绍说明 满意的点了点头 系统给我具现使用所有奖励 风轻扬魔拳擦掌的说道 冰 境界提升卡使用成功 三张紫金色召唤卡使用成功 抽取中抽取成功 恭喜宿主抽取到大罗精仙巅峰强者两尊 恭喜宿主抽取到 仙王十重巅峰强者一尊 仙皇气 天红珠魔剑已具现 卧槽 仙王十重巅峰 报惊了 见状 原本淡定无比的风轻扬彻底不淡定了 仙王巅峰 自己宗门的最高战力刷新了 自己嗷嗷小王子 终于再一次嗷气爆棚了 系统话音落下 风轻扬正在激动之时 青云宗虚空之上 磅礴的异响瞬间席卷而来 一尊背对众生 高大的与天同气的身影 浮下而出 那尊背影仿佛是跨越了时间长河而来 一种古老的气息弥漫开来 顿时 夏重天的天道随之浮现 数不清的大道也欢快地而来 天道和众多的大道 恭敬地营绕在那尊背影身后 看他们的样子 仿佛在表示臣服一般 一向 仙王灵九天 顿时 整个夏重天十二大天狱 无不震动 天哪 好恐怖 那尊背影是哪位大能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咱们夏重天 绝对不可能有如此强者 难道是上重天的无上大能降临了 恐怖如斯 简直恐怖如斯啊 仙王背影一出 十二大天狱无数修士 皆震惊无比 无不俯首 他们只能看到一尊隐约的画面 那恐怖的气息 无人敢直视 也无人能直视 于是 各大天狱的大能 都开始胆寒地猜测起来 一个说法 得到了很多仙界大能的认可 那就是 他们全都笃定 这尊恐怖的身影 绝对是上重天的无上巨拨 与此同时 清云宗这边 那尊背影距离清云宗最近 毕竟就在宗门的苍穹之上 好恐怖的气息 好磅礴的异象 这是什么境界的强者 难道 又是宗门的前辈降临了 这下众多长老和弟子们 全都不淡定了 本来已经麻木的他们 皆面露震惊之色 实在是那尊背影 太过于恐怖了 死 这气息 是大罗金仙之上 仙王 清云宗门外 笑月银狼小白眼睛 瞪得像铜铃 震惊地开口 大哥 你说什么 什么仙王 一旁黑帝收回了目光 听闻了小白的话 连忙开口问道 哦 没什么 不知道的是少打听知道不 小白说吧 瞥了一眼黑帝 便独自向宗门之中走去 自己宗门果然不简单 这下确定了 清云绝对是上重天的大宗 大门之外 只留下了一脸猛逼的黑帝 此时他满脑子问号 大哥说不知道的是少打听 可是那是正因不知道 才去打听的 片刻后 苍穹之上的背影 和磅礴的异象 慢慢消散了 就在所有修士以为 已经结束之时 这时异象再起 一尊恐怖的三尺清风 刺破虚空而来 降临在虚空之上 清风之上 一股震撼天地的气息 爆发而出 恐怖的雷电之力 滋拉滋拉地萦绕渐身 苍穹之上 顿时雷云遍布 轰隆隆 虚空被震得瞬间破碎 物草草草草草 那柄仙剑好恐怖 今日到底是怎么了呀 太疯狂了 那柄仙剑上的气息 竟然比刚刚那尊 背影散发的气息 还要强 紫灵天狱 魔族 魔修的天堂 苍穹之上清红剑一出 此刻无数令人闻风丧胆 嗜血成性的大魔 全都颤抖地匍匐在地 啊 这是什么剑 竟然一丝气息 就把无阵压了 可恶 就在这时 清云宗苍穹之上 一道身影大笑着飞身而来 哈哈 放近一看 来人正是风轻阳 他大笑一声后 一把握住那柄三尺清风 不错 不错 这清红仙剑果然不错 只是 他竟然连本宗的突破的雷杰 都给吸收了 没错 此刻他已经用完了修为提升卡 修为来到了大罗金仙四重 他惊奇地发现 自己突破后的雷杰 刚刚酝酿而出 竟然就被清红珠魔剑吞噬吸收了 是宗主 是我们的宗主 这把仙剑 难道是宗主的佩剑 这一幕 也被世人禁收眼底 此刻无数清云宗弟子 激动地说道 而外界 各大天狱的大能 则更加傻眼了 那柄仙剑如此之强 竟然还有人可以掌控 那道身影得多么强大 简直不敢想象 这一边 风轻扬小心地抚摸着剑身 乖乖 这仙皇器就是不一样 清红珠魔剑 成幽青色的剑身 剑柄部位 不知用的何种等级的材料 握起来异常舒服 雷杰之力还营绕其上 整体看去 一股冰冷强大的气息 迎面来 系统 本宗现在可以使用它吗 丁 禀报主上 此剑乃您照话而来的 自然可以使用 只不过 主上您现在的境界 还没有提升上去 所以一样无法发挥 此剑的全部威能 只可发挥起一点点的威力 一点点 一点点是多少 系统你也不说清楚 不过这对于现在来说 已经够用了 风轻扬手持仙剑难难道 此剑名曰清红 此剑 珠魔 风轻扬冷哼一声道 随后挥动手中的清红仙剑 顿时 清红剑再次绽放出璀璨的仙光 随即风轻扬心念一动 一股磅礴的混元之力 从体内运转而出 全部加持在剑身之上 子灵天狱诸多魔族 屠戮众生 嗜血成性 并在五千万年 悍然入侵我轻鼓天狱 吴清云之主 今日替天珠魔 去 说吧 清红珠魔剑便从风轻扬手中 自动飞身而出 刺破空间而去 子灵天狱 天魔宗 以及魔族们 清云就用你们的魔血来寄剑 风轻扬子魔中 狠立之色 一闪而逝 作为清红剑现在的主人 他刚刚手持此剑之时 就感受到了清红剑嗜血的欲望 系统说过 因为此剑是可无限成长的 而成长唯一的渠道 就是嗜血 魔血 刚好拿那些子灵天狱的魔族开刀 这也算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什么 那道身影是清云之主 清云之主是谁 不对 清云之主 清云先宗之主 先主替天珠魔 这下子灵天狱的魔族就自求多福吧 各大天狱观望的众多大能震惊地说道 他们初听清云二字之时 总感觉耳熟 仔细一想 这才恍然大悟 清云先主 那可不就是现在的势力榜第一 威名赫赫的清云先宗之主吗 等等 清云先主竟然如此之强 这么说 之前那道背影也是清云先宗的强者了 这么说来 清云先宗绝对是来自上重天的无上大宗 与此同时 清古天狱六大仙洲这边 则响起了震天的欢呼声 那是先主大人 太好了 先主大人终于决定要珠魔了 呜呜呜 俺等这一天真的太久了 是啊 那些该死的魔族 当时悍然对我清古 发动了大规模的天狱大战 俺父王就是那时候陨落的 先主 先主 俺们永远支持你 珠敬魔族 另一边 紫灵天狱这边依旧哀嚎遍野 亿万魔族被镇压在地不得动弹 此时心中更是拔凉拔凉的 清云之主要珠自己 这下惨了 魔族各大势力也一样 紫灵天狱三大最强势力 玄魔宗 仙魔殿 天魔宗 此时 他们门内皆与外界的魔族一般无二 在此之前 从来都是自己屠戮他人 没想到今日轮到了自己 刀族与鱼肉的身份互换了 此时 天魔宗之中 无数尊争鸣可不的大魔 被碾压得匍匐在地 可恨啊 这一天来得也太快了 吴当时为何要招惹清云先宗啊 一尊恐怖的天魔 心中悔恨道 不错 他正是当年用分身降凌乱流心域的天魔 吴天 就在不久前苍穹先宗将下界的情况告知了他 这段时间以来 他一直都寝食难安 难怪 难怪啊 当年小小的荒芜界便有地仙境的剑修 此时 十至黄昏 天地昏暗 恐怖的威压弥漫整个子灵天狱 现在的子灵天狱就宛如末日景象一般 就在这时 一柄幽青色的仙剑划破虚空而来 一日 清谷天狱 清云仙殿 落九天拜见宗主 风玄拜见宗主 墨唐拜见宗主 仙殿之中三道身影恭敬的拱手道 为首的一人 身着轻衣 脚踏降云靴 乌黑的墨发随意地披在身后 面容冷酷 浓密的眉毛稍稍向上扬起 眉毛下面是一对古朴无波的双眸 他整个人气势十分深沉 并且举手投足间一股强大的压迫感便迎面来 他单站在那 就算不散发任何气势 却依然宛若此方天地的忠心 对比下来 他身后的二人就沦为了陪衬 一个身着白衣 面色威严的中年男子 一个身材窈窍 眼如点漆 清秀绝俗的女子 落九天 境界 先王近巅峰 压制在九转半步惊仙 可随时解除 天赋 从天到体 功法 自创先王法 天众星辉绝 五计 九天落先法 落九天 巅峰无上先王 号称九天先王 实力强大无比 可随意 跨越时间长河 利临过去和未来 风玄 境界 大罗金仙巅峰 压制在九转半步惊仙 天赋 玄天先体 功法 五计 略 风玄 大罗金仙巅峰强者 性格冷淡 且又执着 认准的事便是生死盗消也要完成 莫唐 境界 大罗金仙巅峰 以自动压制 天赋 羽伤仙体 功法 五计 莫唐 同为大罗金仙巅峰 性格田径 不惜吵闹 大殿中三人的数据面板 依次在风青阳的眼前显现 嗯 不错 如今大战在即 你们三个归来得很及时 主位之上 风青阳点了点头威严地说道 明日便是那神域电众神 使降临之日 不知道自己给他们准备的惊喜 他们喜不喜欢 一尊先王 众多大罗 还神使 使都给他打出来 乖乖 先王的面板数据 就是拽啊 利临过去与未来 后面还有一大堆掉乍天的神通 系统 既然能利临过去与未来 那可以改变过去或未来吗 风青阳暗中 对系统问出了自己心中所想 这要是可以的话 岂不逆天 丁 禀报主上 世间有种东西叫因果 万物皆有因果加深 只要是因果够强 便无人敢碰 系统冰冷之音传来 这么一说 风青阳就懂了 懂得都懂好吧 不过因果这玩意 自己最不怕了 有事系统背 与此同时 其余八大天狱之中 各大势力都在紧急的商讨事宜 中天狱 弥天先宗 先宗大殿之中 徽宏的大殿里 气氛愈加凝固 都说说吧 此次到底是继续听从神域殿 还是如何 此时 主位之上传来一道 十分浑厚的声音 随着这道话音的落下 大殿之中凝固的气氛 才被打破 先主 无间以无宗臣服 臣服轻云 一个长老颤颤巍巍的开口 这要是放在之前 他早就被喷得狗血淋头 插出去了 你让一个久坐下 重天势力榜第一的大宗臣服 有没有搞错 但是今时不同往日 时代变了 众多长老竟然无一人开口反驳 都仿佛默认了一般 只因昨日那道恐怖的背影 那道同样恐怖无比的身影 子凌天狱上空 那把蔑视的仙剑 哎 如今之际也只能如此了 希望青云先宗 能打败神域殿吧 要不然 我们最后的下场 还是得走向毁灭 主位之上 弥天先主叹了一口气 低声说道 主要相对来说 还是青云先宗恐怖了一点 自己宗门要是还负于顽抗 只不定那柄恐怖的仙剑 今天就得落到自己中天狱了 明日神域殿神使降临 还是让他们自己 和青云先宗印钢吧 毕竟俗话说得好 十时物者为俊杰 零五天狱 这里是下重天排行第二的大狱 有超级大势力 天灵先国坐镇 天狱势力排行榜上排行第三 曾经一直稳居势力第二的宝座 稳了数个纪元之久了 众所周知 威名赫赫的一年老二 但是如今 由于青云先宗的强势崛起 他们老二不保 已经跌落至势力榜第三 天灵先国 仙兜 此时威俄繁华的仙兜之中 依旧热闹无比 哦 昨晚什么情况 你们见到那惊艳的一剑了吗 那自然啊 昨日那两道身影 以及那把仙剑 实在是太恐怖了 真是让本仙大开眼界 是啊 也不知道这个青云 到底是何来头 竟然如此之强 绝对是来自上重天之地啊 也不知道 咱们先国这下该何去何从 青云先宗 已经横推五大天狱了 看这样子 是要称遵整个夏重天啊 一座布置奢华的酒楼之中 几个修士正在一边推杯换盏 一边谈论事宜 而他们所说 有关于青云先宗的事 现在整个天灵先都的大街小巷 都在众说纷纭 另一边 气势磅礴的天灵先宫之中 先主 巨臣安排在紫灵天狱的探子来报 紫灵天狱的魔族 昨日被那把恐怖的仙剑 全部震杀了 只剩下了一些 义正义邪的魔修 三大魔宗 玄魔宗 仙魔殿 天魔宗 全部被灭 先宫之中 一个气势深沉的仙国大臣 恭敬地拱手道 死 此话一出 周旁众多仙国大臣 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 存在无数个纪元 辉煌时期能与诸仙分庭抗礼的魔族 在短短的一夜时间全完了 青云先宗 恐怖如斯 哼 能有这个下场 也是魔族就由自取罢了 魔修倒罢 这些魔族无不都是嗜血的妖魔 青云先主做得好 先宫主位之上 一道身影冷冷开口 吴已经得到消息 南天玉望见先宗 西天玉圣光先国 东天玉天清先门 皆已经准备臣服青云了 主位且说说 吴先国该当如何 闻言 先 宫之中的众多大臣 皆陷入了沉思 两久 最开始讲话的那位大臣 再次站了出来 先主 臣觉得吴国还是暂且紧急避险吧 虽说明日神玉殿会降下众多神使 但是再多的神使 也不是青云先宗的对手 而无尽虚空之门 两年多后才会打开 这样吴国还有回转的余地 只是陈丹兴 三位老祖 与此同时 大荒天玉 以及先罪之玉 同样暗流涌动 这两个玉 和其他大玉不同 大荒天玉资源匮乏 但是先寿众多 所以这里由各大妖族势力 以及最强大的妖先亭所掌控 先罪之玉 则是各大天玉流放最先之地 同样一些被大势力追杀的先人 也会躲在这里 这里没有太多的秩序 不堪背景 吸引了大量强大的散修前来 由于势力比较散乱的缘故 所以这两个大玉整体实力并不强 在十二天玉之中 是处于垫底的两个玉 你们宗门打算怎么办啊 还能咋办 清云先宗打过来 大不了就解散宗门跑路呗 这有啥 杨宗主果然够潇洒 不愧是无备楷模呀 也对 我们就是为了潇洒才来这的 清云先宗真要打过来 我们直接跑路就是了 跑不了 无非就是臣服呗 仙罪天玉 一座仙气缭绕的宫殿之中 两尊仙人正在交谈 而他们的想法 大概就是众多仙罪 天玉修饰的想法 下重天之地 十二天玉之中 今日同样不平静 随着时间缓缓流逝 一道接着一道重磅的消息 快速流传开来 中天玉各大势力 在弥天先宗的带头下 全部臣服清云先宗 南天玉各大势力 在望剑先宗的带头下 全部臣服清云先宗 西天玉各大势力 在圣光先国的带头下 零五天玉各大势力 在天灵先国的带头下 全部臣服 消息一出 整个下重天之地轰动 因为至此 清云先宗已经独霸东南西北中 紫灵 清谷 神皇 雪兰 十大天玉 如此强大的势力 在这十多个纪元之来 从未出现过 唯一能与之抗衡的 唯有那各大神秘御主背后的神玉殿 但是 二者不能相提并论 各域的一些强大势力都知道 神玉殿只是让他们 每隔万年上缴一些资源而已 这次命令他们 围剿清云先宗 还是头一回 与此同时 清谷天玉 清云宗 这清红剑 昨日汲取了那么多的魔血 竟然一点变化都没有 清云先殿之中 风清阳看着手中的 幽青色的清红剑 嘖嘖称奇 也对 这可是先皇气啊 相比之下 这下重天的魔族 简直弱得跟蝼蚁一样 看来这清红剑 得到上重天才有大用了 那里大魔的血 应该很香吧 随后 风清阳便收起了清红剑 天赋 诛天神体 仙宝 清红猪魔剑 仙王飞脸 上清仙剑 清云宗 三级 九十万 威望值 一亿两千万 门内顶尖强者数量 仙王一尊 落九天 大罗巅峰五尊 风玄 墨唐 传宫长老墨谈 遥光大罗 临风大罗 不错 只差十万宗门值 就可以升级四级宗门了 威望值居然从七千万 升到了一亿两千万 本宗又发财了 风清阳眼前一亮 一个小目标 还多得威望值啊 简直太给力了 对了 系统 为何主线任务 还不算完成 你不会给本宗吞了吧 丁 禀报主上 这次各大天狱各大势力 虽然都大规模的臣服 但是还有不少 还在观望的墙头草势力 等主上诛灭神域殿 所有奖励一起结算 文言 风清阳面无表情地 退出了系统界面 心中盘算了起来 虽然系统说 这个神域殿 备考先王世家 但是总感觉哪里乖乖的 算了 等覆灭了他们再说 一个小目标多得威望值 泽泽 这得换得多么强大的侍女啊 一日 黎明破晓 天边刚刚亮起微弱的光芒 轰隆隆 这时一声巨响 惊扰了下重天十二天狱之地 无数修饰 奶奶的 又发生了什么事 还让不让人睡了 好大一声巨响 不是爆发战战了吧 快出去看看 别是那青云先踪不满意 打过来了 别停 继续 随即 各大天狱无数修饰 要么是匆忙起床 要么是连忙从闭关之中走出 还有的雷打不动 继续干未完成的人生大事 唯有众多知情的各大事里 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神域殿的神使们 来了 这时 苍穹之上 那刀巨响过后 虚空一下子破碎开来 裂痕严斩 露出了上方的黑压压的无尽虚空 一股磅礴无比的气息 顿时爆发开来 镇压而下 清谷天狱 清云先踪 此宗意图颠覆下重天 罪大恶极 无等奉无神域殿先主法旨 前来踏平清云 一道恍若天威之音 从无尽虚空之中传下 再一次响彻了整个下重天 此话一出 十二大天狱 无数不知情的修饰 无不沸腾 神域殿 神域殿是什么洞洞 覆灭清云先踪 好大的口气啊 不知道啊 他们是从哪猫出来的 昨天各大势力们 不是刚刚臣服先踪吗 怎么这几日 每天都不平静啊 您快看 有许多身影 从那裂缝之中出来了 死 他们是什么人 好恐怖的气息 只见 上方 数百道身着黑袍 散发着强大气息的身影 降临在苍穹之上 每一尊身影 都散发着金色光芒 磅礴的本源之力 震撼苍穹 这些身影 赫然都是不朽真仙之上 轻谷天狱 覆灭清云 覆灭清云 数百道身影 全都一口同声地开口 只不过 他们全都面无表情 宛若机器一般 说吧 更加强大的气息 从他们身上散发而出 待看清他们的面容后 下方原本正在观望的 各大势力 和强大的诸仙们 全都愣在原地 一股良意 从脚底直冲天灵盖 头皮发麻 这就是神使 不对啊 那不是我宗老祖吗 物草 老祖 我们宗门老祖也在 这是什么情况 我们老祖 怎么成了神使了 各大天狱 众多超级势力震惊地发现 他们不久前 去往神域殿的老祖们 竟然以这种方式出场了 这是什么鬼 神皇天狱 凤凰仙族驻地 之前被夷为平地的 凤凰仙族驻地 如今已经再次重建了起来 驻地之前 众多凤凰仙族的族人们 全都严阵以待 他们也知道 今日是神域殿众 神使降临之日 所以早就做好了准备 先 仙主 您快看 那不是我们五祖和六祖吗 这时 凤凰仙族大祭司 震惊地说道 他古朴无波的双眸中 满是震惊之色 持法杖的右手 都颤抖了起来 天狱 清云宗 此时清云宗之中 和往日没有任何区别 各门弟子和长老 依旧该干啥干啥 对苍穹之上的一幕 置若罔闻 仿佛他们全都不存在一般 覆灭我清云 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清云先锋之上 风轻阳默然地 看着苍穹上的一幕 这个神域殿 还真是无耻 原来所谓的众神使 就是各大势力的老祖们 只是用了一些拙劣的手段 驱使他们为自己做事 风轻阳看着系统界面的数据面板 喃喃自语道 这么说来 这个神域殿 只有那殿主以及十二神位 应当只是那个先王世家 随手扶持的小势力 但是小势力 那只是放到上重天之地来说 这样一个小势力 却足足统治了下重天 数个纪元之久 风轻阳略微分析了一下 但是他的感觉和上次一样 总感觉不太对劲 按理来说 上重天大势力 绝对如同过江之际一样 那凭什么一个先王世家 就可以暗中控制整个下重天 其他大势力又不是傻子 算了 算了 不想了 灭掉他们 风轻阳面 无表情的发号完施令 便转身离去 另一边 苍穹之上 神域殿数百尊神使 全力催动 修为向青云天狱穿梭而来 速度极快 崩裂大片大片的虚空 宛若一颗颗流星坠地一般 这一幕 把各大天狱的众多超级势力 看得急得不行 一边是自家老祖 一边是自己刚刚投靠的大势力 我等已经臣服青云 老祖何故叛变 不对 老五和老六被他们控住了 该死 这神域殿是真该死啊 钟天狱 弥天仙宗之中 一个气质出城的老者 愤怒地开口 他的双眸冰冷 周身恐怖的本源之力流转 死 十老祖 你是说 该死 他们把二位老祖请过去 竟然是为了这般 老者此话一出 他周身一道身影 震惊地开口 闻言 那个老者眼神依旧冰冷地可怕 不止如此 老夫还看到不少销声匿迹的老朋友 原来他们不是闭关了 他们是被关了 外界 与老者有同样想法的仙界 大能不少 一下子细思极恐 销声匿迹多年的巨拨 竟然成为了神域殿的神使 不过依旧有无数不知情的修饰在观望 他们特别期待强大无比的青云先宗 会作何反应 就在这万众瞩目之时 一道威压之音 响彻整个下重天之地 渺小的蝼蚁 也敢犯我青云 花音落下 一个巨大的金色手掌 从青云宗之中显化而出 直冲苍穹 金色巨掌之上 磅礴的大道之力翻滚 恐怖的气息 碾碎亿万里虚空 苍穹之上 那数百尊神域电神使剑状 同谋依旧麻木 一丝害怕之色 都没流露而出 只是机器般的重复 轻谷天域 覆灭青云 轻谷天 转瞬之间 那金色巨掌便显化而来 强大的气息 瞬间破碎苍穹 只见那金色巨掌轻轻一握 数百尊呆若木鸡的神域电神使 便被碾为血物 轰隆隆 顿时苍穹便被血色遮盖 沸腾的仙气与空间碎片 当即消散开来 死 这就结 结束了 一掌覆灭 这神域电神使也太训了吧 裤子都脱了 不对 保鲜米都准备好了 你给我看这个 十二天域之中 亿亿万修士 见到苍穹之上的一幕 被惊得当场愣在原地 前有青云先主 一剑诛灭一个大狱的魔族 万仙俯首 各大势力臣服 后有青云先宗大能 人狠话不多 一掌覆灭所有来敌 青云先宗 无敌了 对此 各大势力也都懵了 知道你青云强大无比 但是没想到你青云如此强大 那可是神域电数百神使啊 就这么轻轻一掌 就全给灭了 简直恐怖如斯啊 不对 那不是神使啊 我家老祖也在其中啊 我 我家老祖升天了 可恶的神域电啊 太可恶了 顿时 下重天各大势力之中 一片哀嚎之声传出 只因势力排行榜上 除去第一的青云宗之外 29个势力全部囊括其中 那数百道身影 几乎一多半都来自这些势力 一下子损失了几个修为盖世的老祖 可谓是元气大伤 不过他们除了接受这个恶后 还能作何 看老祖他们的样子 明显是被神域电控魂了 可恶啊 事到如今也只能如此了 弱弱强势的修仙剑 弱小就得挨打 想到这 各大势力之中 众多仙人死死地握紧了拳头 谋中露出仇恨之意 覆灭神域电 请仙宗出手覆灭神域电 另一边 此时苍穹之上 竟是被崩坏的空间碎片 浓稠的血雾还没散去 不过下重天的天道 释放出了规则之力 正在紧急修复这一切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事情告一段落之时 一便再次发生 只见苍穹之顶 那道宛若深渊的裂缝之中 无尽虚空之内 一双硕大的眼睛 浮现而出 那双眼睛巨大无比 宛若深渊巨眼一般 眼睛深处充满了冰冷之色 一股强悍无比的气息 随之镇压而下 嘖嘖嘖 天命势力果然不一般 倒是有点能耐 不过 虚空之下皆为蝼蚁 蚁蚁就是蚁蚁 也敢妄想汉天 待我神域电降临之时 便是你等蚁蚁生死之日 那双眼睛 冷冷地俯视下方 一道微压无比之音 也随之传下 闻言 各大势力中的大能面色一变 再次握紧了双拳 他们虽然听不懂 天命势力是啥 但是也能理解这三句话的意思 又是那个可恶的神域电 轻鼓天狱 清云先宗之中 风轻阳不耐烦地掏了掏耳朵 又来是吧 露一对眼睛 你以为这样很酷吗 当你在凝视深渊 深渊也在凝视你 不好意思 本宗只想把深渊打爆 灭了 清云大殿之前 风轻阳默然开口道 瞬间 那个巨大的金色手掌 再次从清云宗之中显化而出 以极快的速度直冲苍穹 苍穹之上 那双深渊巨眼 高傲地俯视完下方一圈后 刚打算离去时 便看到了迎面来的金色剧掌 他的瞳孔猛然一缩 连忙打算向后逃离 奈何那金色剧掌来得太快了 根本来不及躲避 随即只见那金色剧掌 狠狠一握 轰隆隆 那双眼睛连同周身的空间 全被瞬间捏爆 只听一声响彻的惨叫声 从无尽虚空中传出 啊 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 对此 各大势力以及无数修士 纷纷由怒转洗 哈哈 仙宗做得好 让他们嘚瑟 哈哈 笑死老夫了 哎 神域殿的都该死 且 本仙还以为他们多有实力呢 就这啊 是啊 一口一口蝼蚁叫着仙宗 结果又被一掌打爆了 不过话说回来 他说的天命势力 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仙宗是上天派来的 另一边 清云仙殿之中 风轻阳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天命势力 难道本宗是穿越者的身份暴露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本宗身系统护身呢 任何人都不可能探查本宗 风轻阳坐在主位之上 眉头微皱 他就是觉得这个神域殿 还有他背后的势力不简单 这下看来果然如此 不过这样又如何 只要实力够强 一切阴谋诡计都是渣渣 传本宗令 三日后杀上无尽虚空 另一边 天与上重天与下重天交界处 无道虚空 意思也很好理解 众所周知 只有突破到本源金仙 方可飞升上重天之地 而金仙之下 半部金仙体内本源 还未转换完成 体内还有大道规则之力 真仙级之下 更是同样如此 所以他们没有突破之前 没有其他外力的帮助下 也就来不到这里 所以 这里又被称作无道虚空 所谓的虚空之下 接蝼蚁也是这么来的 无道虚空深处 辉弘无比的神域殿 本作果然预想的不错 那些蝼蚁 一点都奈何不了这青云 不过这个天命势力 崛起的速度太快了 竟然都可以碾压你了 宿木的神域殿之中 一道身影俯视下方 缓缓开口道 闻言 下方大殿之中 一个男子颤抖地低下了头 是属下无能 还请无主责罚 只见这个男子 身着一袭黑色长袍 气势深沉 但是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 他的双眼十分空洞 血泪横流 见状 大殿一侧十一位黑袍男子 一同低下了头 请无主责罚 随后 主位之上威压之音再次传下 无妨 少主早就说过 这天命势力十分强大 不可等闲是之 如今 你们十二人各自掌控的天狱中资源 已经搜集差不多了 我等也是时候离开此地了 少主已经传来消息 销毁这里的一切 三日之后返回上重天 闻言 下方十二道身影一同恭敬拱手 谨遵少主之令 谨遵主上之令 片刻后 那十二道身影便有序地离开神域大殿 父兄 你的眼睛怎么样了 哎 这个道伤太严重了 无的眼睛这辈子都好不了了 大殿 之外 那个双眼空洞的黑袍男子 叹了一口气道 想到那个金色巨长 他到现在都还心有余悸 不过还好 伤的是双眼 不是丢的命 说起来 这个天命势力 还是有点东西的 不过任凭他们如何 最终都会走向灭亡 少主的强大 不是他们可以想象的 不说这个了 走吧父兄 无请你吃凤髓 这凤髓 是来自无负责的神皇天狱 最强大的一批 上次我尝了一个 还真是美味啊 只是可惜的 刚才白白送出去两个 时光流逝 此时下重天苍穹之上 破碎的虚空 以禁数被天道的 规则之力恢复 十二天狱之中 又恢复到了以往的平静 值得一提的是 自从上次事件过后 众多没有臣服的势力 竟相向清云表示臣服 这次大部分是 大荒天狱和仙罪天狱的 散修势力 以及妖族势力 另一边 清云先踪亿万里之外 已经排起了长队 这懂得都懂 孝敬一下 绝对比不孝敬强 但是他们也只敢排在 仙宗亿万里之外了 当今这个局面 要是没有仙宗准许 谁敢踏入仙宗亿万里之内 只见长长的队伍中 清古天狱之中的修士 也不在少数 就连三大学宫的老祖 也在其中 看着长长的队伍 他们唏嘘不已 曾经还能和清云 平起平坐的他们 现如今想要拜访仙宗 都得排队 连老头 还有三个月 就是当初定下的联盟大笔了 但是如今这个情况 我们还有魂 仅遵宗主之令 不一会后 无道虚空深处 恢弘无比的神域殿 都处理得怎么样了 还有三个石神家族那边 便会打开介于通道 接我等上去 都做好准备 此时 十三道身影 屹立在神域殿前方的虚空上 最前方的神域殿主 开口询问 主上放心 殿中一切全都处理完毕 嗯 如此便好 可惜了 要不是这个规则限制 无非要下界灭一灭 这个清云的威风 不过也无妨 少主说了 那个清云先宗 迟早会飞升上重天的 来到我们地盘 他们便是带载的羔羊 强龙不压地头蛇 这个道理都懂吧 说吧 神域殿主心念一动 拂袖一挥 磅礴的混元之力 运转而出 哄 一声巨响传出 瞬息之间 前方高大无比的宫殿 应声崩塌 化为积粉 这座存在数个纪元 古老无比的神域宫殿 不复存在 然而 那十二道身影 以及神域殿主的面容上 没有丝毫惋惜之色 在他们看来 下重天不过是 平级之地罢了 并且 那个清云宗 迟早会来这无道虚空 不能将这里便宜了他们 时间飞快流逝 就在这时 闭目养神的神域殿之主 以及十二道身影 突然全都争双眸 发生了什么事 只见他们周身景象 开始不断变换 原本所处的 冰冷死寂的无道虚空 此时变换为了璀璨的银河 数不清的繁星 不断从银河之中跌落 并且他们惊恐地发现 自己竟然不能动弹嘶吼 身体却止不住地颤抖了起来 他们只感觉 那每一颗跌落的繁星 随便一颗 就能让自己生死倒消 这是仙王领域 神域殿主面色大变 惊恐地开口说道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仙王领域 怎么会出现在这 仙王何等大呢 怎么会出现在 这平级的下冲天 得知是仙王领域 他直接放弃了抵抗 并一时失神 要知道 仙王领域是 仙王大能专属的无上神通 大罗金仙巅峰突破仙王后 便会觉醒自己的专属领域 觉醒的领域越强 之后的路便会走得越远 并且领域还会随着 修为的提升 不断升华 仙王分十重 一重一重天 领域分十阶 一阶一世间 曾有强大的十重巅峰仙王 十阶领域一出 瞬间吞噬一方大世界 还有一些强大的仙王 自身领域化身为一方世界 主宰一亿万生灵 所以 领域是绝对是 仙王镜最强大的杀手锏 没有之一 领域无上限 修为无上限 听闻此言 那十二尊御主也大惊失色 仙王领域 主上说这是仙王领域 这怎么可能 要知道 即便是自己身后 强大无比的家族 最强的老祖 也不过仙王镜罢了 这里怎么可能有仙王 原来 你们这些蝼蚁躲在这 怎么 这是打算要跑路了 就在他们颤抖之时 几道戏谑之音 从前方传来 他们抬头看去 只见九重璀璨的银河上 树道恐怖的身影浮现 其中一尊身影高大无比 无数繁星都沦为陪衬 磅礴的道运 营绕他的周身 仿佛他便是此方天地的主宰 见状 神域殿主瞳孔猛然一说 这气息 仙王 这道身影便是仙王巨头 然而不等他开口 一声鲜兽嘶吼声的传来 只见一尊庞大无比的墨玉色麒麟 拉着一座仙光翼翼的飞碾奔驰而来 降临在那树道恐怖的身影中间 这事 仙王巨头只是护卫 莫为 禁界 大罗金仙四重 身份 上重天子羽道玉 仙王世家墨家长老 奉家族之令 前来下重天之地 搜集资源 掌控此剑 并奉少主之令 打压天命势力 清云先宗 子羽道玉 仙王世家墨家 奉少主之令 打压天命势力 仙王飞碾中 风轻阳看着眼前的戏统见面 眼前一亮 这次自己果然没白来 最起码搞清楚了一些信息 这不过 这个少主是怎么回事 我清云先宗 根本和他没有一丝瓜葛吧 那就只有两种可能 一是哪个什么 少主背后 站着更强大的大能 那个大能能够推演因果 二是 那个少主是上界的重生者 这两点 无论哪一点 对自己宗门来说 都不是好事 不过 我清云宗一路走来 还真没怕过谁 管你是何方大能 一介之主 总之就是一句话 当我折死 在原地的神域殿主 终于忍不住地试探着开口 前辈是谁 我们神域殿和前辈无冤无仇吧 前辈是不是误会了 前辈是哪个盗狱的 我们是墨家之人 并且 我们少主是紫云先宗的神子 神域殿主姿态放得很低 为了保命 他还搬出了自己身后的势力 他心中极度不安 这些人 不会是自家的仇人吧 是的话 那就惨了 不过有少主在 放眼整个紫云盗狱 谁敢不给自家面子 怎么 口口声声说 覆灭我青云宗 现在不认识了 先王非念中 风轻阳关闭了系统界面 开口默然道 他们没啥用了 灭了吧 风轻阳一语 便决定了这些人的生死 废话能少说就少说 真有意思 自己还没不耻下问 言行拷打 你倒是自己 把自己底细供出来了 良心大大低好 紫云先宗的神子是吧 等我青云宗到了上重天 帮我好好领教你的本领 什么 青云先宗 这怎么可能 青云先宗 怎么会有先王巨头 风轻阳的话语一出 神域殿主和十二御主都猛了 不是你现在告诉我 青云有先王大能 少主没有跟我们讲过呀 少主误我等啊 就在他们震惊之时 上方璀璨的九重银河流转开来 万星瞬间一同向下坠落 一时间崩天裂地 冰冷的无尽虚空 都被这强大的气息撕碎 轰隆隆 一声巨响过后 原本神域殿主 以及那十二御主战力之地 全都化为了虚无 这先王领域是真不错呀 快了 本宗现在是大罗金仙四重了 再提升提升就能突破先王了 什么 你说大罗金仙四重到先王境 有很长的路要走 可能还要修炼无数个纪元 还有可能这辈子突破不到 嗯 那是你们 我不一样 我直接开挂 只需一个修为提升卡就够了 下重天之地 无宣布神域殿已经不复存在 从今天开始 十二天域若有不臣服我青云宗者 便不必存在了 在十二天域众多期待的目光之中 一道威严之音从苍穹下传下 太好了 神域殿覆灭了 我 老祖你可以安息了 感谢仙宗替我们铲除神域殿 本仙把话放着 谁要是敢不臣服仙宗 本仙的上圣仙国第一个不放过他 俺也一样 不一会后 清谷天狱 清云宗 丁 恭喜宿主完成横推下重天的主仙任务 巨额奖励已发放 丁 恭喜宿主获得紫金召唤卡十张 可召唤半步金仙道先王境 恭喜宿主获得全宗门一件提升卡一张 祝 锦献先王境之下 使用成功 清云先宗主宗无论狼狗全可提升一个大境界 黑帝 狗 你最好说的不是我 小白 你最好不是 恭喜宿主获得宗门建筑 紫竹仙灵 宗门特殊建筑 紫竹林中紫竹仙 紫竹林里密仙园 其中暗藏大量天才地宝 成仙之机 须自寻探索 恭喜宿主获得先皇法宝 日月仙伦 恭喜宿主获得先皇法宝一百件 仙皇器 日月仙伦 仙皇器 日月仙伦 明皇本命仙宝 用日月精华 山河气韵 外加御外星等 锻造数个纪元而成 此宝拥有夺天之能 可汲取万界本源为己所用 阳光明媚 仙气缭绕的清云先锋之上 系统的机器音 在风青羊的脑海中响起 文言 正在坐着享受的风青羊 眼前一亮 连忙放下了手中的悟道仙察 如今清云先宗称遵整个仙界 身为宗主 自己还不能享受享受了 奖励终于到了 风青羊喃喃一声 随即神识进入了系统界面 查看了起来 卧槽 十张紫禁召唤卡 这要是运气好 又能多添几尊先王啊 宗门一键提升卡 这个好 牛逼 见到这个奖励 风青羊的声音 都提高了几个分贝 刚才在无尽虚空之中 自己还在想 突破先王 只需一个境界提升卡就够了 你看这不来了吗 啊 也不对 是全宗修为提升卡 一剑下去得少花多少时间苦修啊 紫竹仙灵 这个可以给弟子用来历练 又来一个仙皇妾 等等 一百剑仙王法宝 直到看到最后 这个奖励 风青羊彻底绷不住了 咋的 仙王法宝成大白菜了 搞上批发了都 对于这次的奖励 整体来说还可以 毕竟 这也是完成了一个重要的主线任务才得来的 对了 系统 这次的十连抽不会还是一个 精度不报吧 风青羊想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事 当初在荒芜界之时 自己就弄过一个十连抽 金色召唤卡 最高大地 整整十张 他奶奶的一个京都没出 凭借主上的欧气来看 应该大概不会吧 你最好是 紧接着 风青羊又打开了自己的人物面板查看 主上 风青羊 境界 大罗金仙四重 天父 诸天神体 宗门 清云宗 三级 飞升大卫面后 划扣一百万宗门值可升级 当前宗门值 一百八十万一千万 四级 威望值 两亿 好家伙 威望值增加到了两个小目标了 宗门也终于可以升级四级了 随后风青羊也不再莫及 退出了系统界面 能不能直接起飞 就看这一波了 他深吸了一口气后 对着系统说道 系统使用全部召唤卡 除了那个一件提升卡外 全部使用了吧 那仙皇器和一百件仙王器 直接具现在本宗的空间仙宝之中就可 这个一件提升卡现在不是用的时候 可以略微等等 等长老们和弟子们 在时空塔中修炼个几年时间 到时再用 这样就可以发挥 此卡最大限度的作用 反正这段时间也不着急飞升上重天 丁 十张紫金召唤卡使用成功 正在抽取中 丁 恭喜宿主获得大罗金仙境巅峰七尊 恭喜宿主获得十重巅峰 仙王三尊 紫竹仙灵以巨线 仙皇器以巨线 一百件仙王器以巨线 出金了 还是三个金 三尊仙王 一直期待的风青羊 总算放下了玄者的心 和想要到了系统的心 他听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 等等 会不会是系统感受到了 这才给本宗连报三个金 要是这样的话 那再开启召唤卡的话 就在风青羊遐想之时 整个夏重天 十二天遇上空 风云色变 苍穹颤抖 天道俯首 万道争鸣 恐怖的异象接踵而来 旁渤的仙气一瞬间席卷天地 海上升明月 苦海重金莲 物草 这时若又又发生了什么事 不知道啊 怎么这么多恐怖的异象 一同出现了 难道 你们快看苍穹之上 只见异象横空 风起云涌的苍穹之上 三尊高大无比的身影浮现出 坐落在万里祥云之中 恐怖的气息 令天地都为之颤抖 其后还有七道散发着金光的身影 磅礴的混元之力 萦绕他们周身 俺弟的亲娘嘞 这是弄啥嘞 好恐怖 这些 这些不会是神域殿请来救兵吧 不对 这位道友你说错了 神域殿都负灭了 何来救兵一说 应该说是来报仇的才对 对对 你说的对 不过还有一种可能 这些都是仙宗的前辈 仙宗简直恐怖如斯啊 原来我们所知道的 不过是仙宗冰山一角 等等 你说有没有可能 现在所知的也只是冰山一角 各大天狱的修士 再一次为之震动 纷纷猜测了起来 每个修士都心思各异 不过他们大部分心中都感慨了起来 这次也能联想到仙宗 貌似自从仙宗展露锋芒开始 他们就开始震惊不断 仙宗真是一个传奇啊 就在刚刚 清云仙宗的事迹 已经被各大势力 载入了天狱下 重天仙戒指 书中记载 第8848天云纪元出 清云仙宗横空出世 横扫各大天狱 各大势力 强势覆灭神域殿 称尊仙界下重天 清云仙宗之中 清云先锋下方 小白震惊地望向苍穹之上 又是仙王 三尊仙王 卧槽 我们的清云仙宗 这在上界 到底是何等大宗啊 光是派到下重天的 都一二两三 宗门禁闭之中 刚刚进入 闭目养神状态的 先王落九天 也睁开了双眸 南南开口 三尊十重巅峰先王 七尊巅峰大罗 最为震撼的 则是宗门之中的 弟子和长老们 你别告诉我 这全都是我们宗门的前辈 师兄 这大概 应该可能或许是吧 哪来的紫气 卧槽 你们快看内门区域那边 一个弟子惊呼道 只见宗门内门 地子区域 突如其来的磅礴紫气 弥漫了整个内门 弟子区域上空 一片茂密的紫色竹林 在内门区域一片空地上 凭空浮现 那磅礴的紫气 便是从其中散发而出的 见状 数个内门长老 以及众多内门弟子 连忙赶来查看 紫竹林 长老 这里有字 只见一块紫竹林之外 一块奇异的紫色石碑之上 龙飞凤舞的刻着 紫竹仙林 紫竹林中紫竹仙 紫竹林里密仙园 与此同时 另一边 冰冷寂静的无道虚空之中 突然 一道亮光刺破黑暗 照亮了黑暗的无道虚空 一道金色的仙门 缓缓浮现出 浓郁至极的仙气 从其中溢散而出 这时 两道看不清面容的身影 从金色仙门之中走出 咦 莫长老他们呢 不是说 就在这里等我们吗 死 你感受到了没 这里残留的气息 好恐怖 貌似是仙王领域的气息 有仙王降临此地了 那莫长老他们呢 难道他们遭遇不测了 其中一道身影惊呼道 嗯 大长老给我传音了 让咱们立刻返回 死 为啥 莫长老他们 来不及解释了 快走 不一会后 清云宗 清云先殿 此时辉弘的大殿之中 十道身影恭敬的站立在此 前面的三尊身影 穿着各有特色 靠后的七道身影 则全部统一身着白色的宗门服饰 五等 拜见宗主 主位之上 风清阳不怒自威地端坐在上 开始一一查看起下方的人物面板 其中一道 身着紫色棕符 小巧玲珑 面容十分可 但是就是这样 才引起了风清阳的第一个注意 反差感 对 就是反差感 他身上的气势十分恐怖 整个人宛若超脱天地 气质十分除尘 长得这么可爱 一拳下去 应该能哭很久吧 可是 你告诉他是仙王 妙子竹 境界 十重巅峰仙王 已压制在半步九转惊仙 天赋 紫竹道体 功法 自创仙王法 紫竹问天诀 武技 仙王法 天竹仙诀 紫竹仙王 十重巅峰仙王 性格活泼开朗 但是脾气略显古怪 要是彻底触怒了他 他会告诉什么叫残忍 我擦 还是别乱来了 看到他的人物面板 风清阳心中嘀咕倒 一拳下去哭很久 感兴趣的可以试试 他一拳绝对能将你打成激粉 紫竹 紫竹 对了 那片紫竹仙灵 可以先让他去掌管紫竹仙灵去 名字这么合适 肯定是有缘 紫竹 听闻上方宗主的话语 下方的谬紫竹连忙开口 宗主 有何吩咐 你刚刚回归宗门 就先去掌管宗门圣地紫竹仙灵吧 风清阳威严之音再次传下 随着宗门之中的强者不断增多 宗门之中的职位 有点不太够用了 每天光想每个强者的职位 都想得自己头疼 现在还不到凭借实力安排的时候 要不然得刷下一大批五星长老 必须得考虑妥善了 才能执行 并且宗门可以升四级了 到时候这些问题 应该就迎刃而及了 各位十八厘米的大佬 给出出主意呗 多谢宗主 下方的妙子竹 灵动的眼睛一转 恭敬地拱手道 风清阳点了点头 随即又看向了另外两个 和他并肩的身影 一个身着墨青色的宗门服饰 气势无比深沉 长得孔无有力的中年男子 举手投足间 仿佛都有唯我独尊的霸气 另一个则恰恰相反 一眼看过去 儒雅的气息扑面而来 他身着纯白一袭纯白的宗服 身材消瘦 目光炯炯 眉宇间透露出一股知性和沉静 灵破天 境界 十重巅峰先王 已压制在半部惊仙九重 天赋 霸天道体 功法 自创先王法破天仙诀 武技 霸天轮回拳等 破天仙王 性格霸气 战仙 战魔 战诛天 一生追寻最极限的力量 李兴渊 境界 十重巅峰先王 以文入圣 以文入道 以文入仙 功法 无字天书 等阶 武技 略 兴渊先王 谈吐温文尔雅 不屑凡俗 心有浩然正气 破天仙王 兴渊先王 无字天书都整出来了 多不简单啊 风青阳看着眼前二人的数据面板 心中暗道 破天 兴渊 宗主 你二人先坐镇宗门禁地吧 等过些十日 本宗在另行安排 至于你们七人 位列宗门长老司六星长老 负责各门长老的平心 以及参与长老规的制定 风青阳略微思索了一下 便开口道 那七尊巅峰大罗 分别名为苏白 苏轩 宁驱 行洛 林木 冷孟飞 碧兰月 正好长老司现在还空缺 正好安排着七人去 长老司是不久长老的平心制度一出 随后建立的 为的就是刚刚自己所说 用来给各门长老平心 并商讨长老规的制定 统一管理宗门长老 所以这个长老司的权利很大 当然长老司的司主 现在由自己亲自担任 而六星长老 也不过是一个荣誉罢了 我等多谢宗主 待下方十人全部离开大殿之后 风青阳心念一动 打开了自己的空间仙宝 只见空间仙宝之中 各种强大的仙宝 像小山一般堆积着 着实吓人 风青阳一眼 就将目光放到了一个 椭圆形轮盘状的仙宝之上 只见那个轮盘之上 一半刻画着太阳 一半刻画着月亮 并且仙宝还在不停转动着 一股股玄妙的气息 从其上散发而出 十分神异 系统说 这个仙皇器日月仙伦 能夺取万界本源为己所用 这可是好东西啊 风青阳界没稍稍上扬 正好还有另一条主线任务呢 荒武界的晋升 有了这个日月仙伦 岂不事半功倍 随后风青阳不再多想 心念一动 收回了自己的空间仙宝 开始思索起来 接下来要走的路 等完成几个月后的复仙任务后 再发展一段时间 就前往上重天 现在自己宗门有四尊仙王坐镇 并且使用宗门一剑提升卡后 还会有更多的仙王出现 强者这边差不多够用了 那么接下来该重点培养自己了 说着 风青阳深邃的眼神 看向大殿之外 我清云宗虽然剑宗时间上短 但是论底蕴 绝对不比那些 动辄十数个纪元的大宗差 上百剑仙王器 无数篇各阶仙法和武技 这等底蕴 哪怕放到上重天 也够用了吧 丁 首先恭喜 主上完成当前主线任务 上重天先王世家墨家 竟敢打压青云宗 现发布一条新的主线任务 不限时间覆灭墨家 文言 正在眺望大殿之外的风青阳 收回了目光 嗯 又来任务了 可以 任务来得越多越好 毕竟每一次奖励都十分丰厚 换个意思来说 就是他们全都是我青云宗成长的踏脚石 对了 系统 查一下那个墨家少主 还有紫云仙宗 当时那个神域殿主说的是 他们少主是紫云仙宗的神子 并且他们也是奉少主之命 来打压自己青云的 那自己倒要看看这个所谓的神子 是什么来头 挺猖狂啊 丁 丙主上 此番查询需要消耗三千万威望值 直接划扣吧 下次就不用问我了 风青阳再次大手一挥 还放出了毫无人性的话 笑话 本宗现在可是拥有两个小目标 威望值的男人 丁 划扣成功 正在查询中 紫云仙宗 紫云道玉三大无上先宗之一 强大无比 门内 先王众多 并有数尊先皇老祖坐镇 底蕴十分深厚 创建已有数十个纪元之久 墨家少主 墨宇 境界 惊仙六重 现为紫云先宗神子 天父盖世 手段逆天 祝 此乃重生者 从未来某个纪元重生而来 先皇即势力 从未来重生而来 重生者 风青阳看着系统见面 惊讶地开口道 这三千万威望值花的太子了 现在一切都说得轻王 这小子竟然是个重生者 还是先皇即势力的神子 难怪 看来是明白我青云日后 再上重天乱杀 这一世 要把我青云消除在萌芽之中 这就稍微有点难办了 风青阳 眉头微皱 先皇即势力 就宛若一座大山一样 挡在自己宗门前方 不过 山生来就是被人攀登和超越的 翻过这座山 再上重天之地 他们就会听到我青云的故事 接下来一段时间之中 青云宗之中 又进入了飞速发展的内卷时代 不管是人是妖 还是仙 不管是长老 是封主还是看门的 全都在卷 反正就是你想要在青云先宗混下去 不卷那是万万不行的 卷之道已经深入青云宗 每一个人的心中 他们已经将卷之道修炼的炉火纯青了 并且 随着宗门的飞速发展 一条条新的规矩不断发出 已经制定的旧规矩 也都在不断完善 本长老现在宣布 从现在开始到十年之后 时空到台继续免费开放 没有任何限制 并且宗门之中 凡是能用贡献值兑换的资源 依旧持续打折 并再次下调 杂役弟子打四折 外门弟子打三折 内门弟子二折 核心弟子一折 序列弟子同样有为一折 不过限量免费 长老话音刚落 宗门之中的各门弟子们 再次沸腾 卧槽 天啊 这等福利竟然还能持续十年之久 这也太好了吧 此生不回入青云 乍天派的兄弟们都给我卷起来 就这样 时间不断流逝 一天接着一天过去了 在这段时间中 外界 下重天十二天狱之地十分平静 并没有什么大事发生 毕竟 此界现在有青云仙宗主宰着 没人敢乱来 这一边 青云仙宗之中 依旧是每天虚空之上 雷劫不断 轰隆隆地劈个不停 对此 风轻扬只能说声抱歉了 雷兄 你受苦了 时间一晃 就是两个半月之后 时空到台外 并肩走出了四道身影 在里面差不多休了三个月了 你们修炼的咋样了 四道身影之中 三个身着青传弟子服饰 一个身着白色的序列弟子服饰 没错 这四人正是青传弟子十号 林白 花青羽 以及序列弟子云蓝 此时 林白笑着开口问道 现在的他 现在的气势更加内敛 看不出深浅 三个月时间 到台中1233年 你们的修为 应该都提升得很大吧 提升了一点 但是不多 一旁的十号接化道 只见他长发披肩 阴朗的面容上满是坚毅 气质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换 死 师兄 才发现你的气势 你突破到仙境了 林白震惊地开口道 文言 十号点了点头 半仙二重了 死 不愧是大师兄 青云先锋之上 闲来无视的风轻阳悠闲地 品着大道茶 此时 他的神念也注意到了这边 十号半仙二重 林白大地竞巅峰 青羽大地竞巅峰 云蓝大地竞中期 不错呀 他们的境界提升得挺快 尤其是十号 平常大地想要突破到半仙纳 动辄都得数万年起步 而自己这个大地子 满打满算 这才三个多月 时空到台中一千多年 但是跟本宗比起来 还差了一点 继续努力吧 随即风轻阳便收回了神念 师兄 距离大笔开始 还有十五天的时间 正好还有时间 不如我们去那个紫竹仙林看看吧 这时 林白同谋一动 开口提议道 紫竹仙林开放的事 已经通知了下来 各门弟子都可凭借宗门令牌进入 当然 进入一次需要一万贡献值 并且进去的时长 最久不可超过三日 行啊 走吧 林白这个建议一出 一下子就得到了十号三人的认可 他们修炼期间 出来领取资源时 也大概了解了 下宗门最近发生的事 待他们四人 朝核心弟子区域走后 不一会后 时空到台之中 又走出了两道身影 两人全都身着显眼的杂役弟子服饰 一人面色十分清秀 身材略显瘦 一头银白色的墨发披在身后 他身旁那人 身材白胖白胖的 正是杂役弟子李莹 和赵金柱二人 呼 一千多年了 我李莹终于突破到险生境了 这下总能成为外门弟子了吧 李莹面露激动之色 自己这么努力修炼 为了就是等一个机会 一个进入外门的机会 自己天赋平平 可以说丝毫天赋都没的 能修炼到今天 全靠宗门的丰厚福利 还有自己的努力 疯狂内卷 既然天赋上超越不了 那些厉害的师兄们 那自己就主打稳之道 将根基磨练的深厚一点 这样才有可能会后来居上 修炼之路也能走得更远 恭喜啊 李兄 还有十五日 就是月底平级的时候了 到时候 咱俩就能双双进入外门了 一旁的赵金柱 走上前拍了拍李莹的肩膀 笑着开口道 赵兄 你的修为 应该早早就能晋升了 现在都大盛进巅峰了 赵兄修炼起不早 所以修为一直比自己高不少 前几个月的时候 他就可以进入外门修炼了 但是为了陪自己 他自愿一直留在了宗门杂役 好兄弟在心中 这辈子有个赵兄这样的兄弟 够用啊 李兄咱们兄弟两不说这个 现在就等着一起进入外门吧 赵金柱无所谓的笑着开口 就在这时 青云宗之中 各门所有弟子所佩戴的 全都闪了一下 嗯 令牌闪了 快看看宗门有啥新规定 每当宗门有新规定和指令 有时候会传达到宗门令牌之上 于是 李莹和赵金柱 双双拿起了自己的令牌 只见到运流转的宗门令牌之上 显现出了几句话 这几个月 各门众弟子的修为 全都突飞猛进 本宗很是新位 然而现在的弟子晋升规矩 已经不太适用 随弟子新规现在发布 圣王进可为外门 至尊进可为内门 核心弟子的修为必须为大帝 核心弟子还照常需要通过考核 核心弟子 以及序列弟子的评选 将在十年后开始 然而 在看到上面的新规之时 他们二人面色上的笑容 当即戛然而止 两久 愣在原地的二人 这才反应了过来 那什么 赵兄啊 我们只是出来呼吸一下 新鲜空气是吧 现在呼吸完了 走吧 我们继续去修炼去吧 我的仙魔天觉第一层 就快融会贯通了 不能懒惰了 李莹说完 便毅然地再次走入了时空倒台 哦 对对 等等我呀李兄 赵金柱反应慢了半拍 他是感觉 这一切也太巧了 怎么每一次李兄修为达标 弟子新规就发布 得 这下好了 自己和李兄 全都不达标外门弟子的修为标准了 另一边 宗门核心弟子区域 咦 各门弟子的新规发布了 核心弟子和序列的弟子的评选 将在十年后开启 核心区域 一片灰红的宫殿群前 林白看着手中令牌上的信息说道 十年后开启吗 是该评选了 听说核心弟子的大师兄秦寒 和二师兄宁言 全都突破大地了 其余人也都不差 这么说来 难道师尊 是想十年后再飞升 十号在一旁接话 作为清传弟子的他们 也得知不少宗门的决定 现在自己青云宗的实力 已经能够再次飞升了 但是就是不知道具体时间 师尊还没决定 泽泽 十年啊 时空到台中五万年 真难想象到时候 我们青云能发展到何等地步 师兄 前面就是紫竹仙灵了 这时 一旁的花青羽开口提醒道 只见前方开阔的空地上 紫雾弥漫 仙气朦胧 而那片茂密的紫竹仙灵 就在雾气中若隐若现的 十分梦幻 片刻后 十号四人就来到了紫竹仙灵之前 此时 这里有不少进进出出的各门弟子们 他们见到十号四人的到来 全都激动不已 是两位清传师兄 还有师姐他们 云师兄也在 见过几位师兄 师姐 见状 林白笑着开口 众位师弟们 无须多礼 打完招呼过后 林白看向了不远处醒目的紫色石碑 紫竹灵里紫竹仙 紫竹灵中密仙园 林白看着上面的字喃喃开口 好诗 好诗啊 这紫竹灵 也不知道是师尊从哪弄来的 看这两句话的意思 难道其中有紫竹仙 有成仙之源 这时 十号三人也走了上来 师弟 走吧 我们进去吧 十号走上前 稍稍有点迫不及待的开口道 不知怎滴 他有一种预感 这次紫竹灵之行 肯定会有大收获 而自己这种预感 从来没失误过 随后四人不再耽搁 在一旁绑灵 而建的宫殿之中 十号他们分别 出示了自己的令牌 随后便踏入了紫竹灵之中 他们一分贡献值没有掏 清传弟子一切免费 序列弟子限量免费 几位师兄和师姐 也要进去紫竹灵历练了吗 不知道他们能有啥收获啊 对了师弟 你这三日内 有啥收获没有 师兄 说来惭愧啊 俺啥都没获得 还差点迷路了 别灰心师弟 多进入几次 总会有收获的 不就花点贡献值吗 佛门还只度有猿人呢 紫竹灵应当也是 只度有职人吧 十号他们 从一道漩涡 进入了紫竹灵后 眼前光景不断变换 片刻后 周深的环境 已经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只见前方空间 豁然开朗 目之所及 全是茂密的紫色仙竹 仙气浓郁无比 不远处还时不时地 传来小动物的鸣叫 为这里增添了不少生机 原来这紫竹仙灵 还能有天地 这简直就是一方小世界啊 那是 咱们青云宗 什么时候有过凡物 好了 不多说了 师弟师妹们 我们去那边看看 十号闭目感受了一番后 便用手指向了一个方向 开口道 他有预感 自己等人的机缘就在那边 好 听师兄的 林白三人点了点头 表示同意 随后四人 便踏上了前进的道路 此乃四人行 都说四人行 我必有试验 意思就是 四个人一起行走 我必定能当他们三人的老师 时间不断流逝 这一路以来 十号他们四人 跟其他大部分弟子一样 毫无所获 但是他们还是毅然决然地前行 师兄 你快看前面 此时 正在前方行走的林白 突然停下了脚步 转过头震惊地说道 后方正在探查 其他地方的十号三人 文言连忙跑了过来 他们顺着林白的目光 看了过去 只见前方林中 一片开阔之地 有一座竹子做的小屋 并且浓郁的紫气 和磅礴的仙气 都汇聚在小屋的周身 衬托的那座小屋 身份不凡 奇怪 这紫竹仙灵之中 怎么会有一座小屋 是何人在此居住 难道是近来历练的 师弟师妹们 不应该啊 这里是有时间限制的 每次进入最长 不能超过三天 并且应该没有弟子会这么做 十号面露疑惑之色 他敢如此肯定的原因 还有一点 那就是他的预感 这座小屋 很有可能就是 自己等人的机缘所在 死 师兄 你还记得 那块紫色石碑 上面刻的字吗 紫竹林中紫竹仙 紫竹林里密仙园 你说会不会这里 便是那个紫竹 先前辈的居住之地 林白的一番话 一下子令十号三人 茅测顿开 花青雨 师兄说得对 这很有可能啊 云兰 既然如此 不如我们进去看看吧 屋不在奢华 有仙则不凡 这么想来 这座竹子小屋 倒是别有一番意境 林白仔细观察了 一番前方的竹屋后 开口说道 随后四人 便打算前往小屋之中一探 就在这时 竹屋的门竟然打开了 没想到 这么短的时间 就有弟子能寻到这里 不错不错 走了出来开口道 只见他长得十分可爱 月牙的般的眉毛下 长是一对水灵灵的眼睛 嗯 这是 十号他们见状一顿 停下了脚步 看你们身上的服饰 应当是清传弟子 和序列弟子吧 子群女子看他们 全都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便再次开口道 前辈说得没错 不知前辈是 十号率先反应过来 恭敬地拱手道 这前辈看样子 年龄貌似 就和自己等人差不多 但是自己竟然丝毫看不透 难道 本先奉宗主之令 掌管这片竹林 你们可以叫我子竹长老 另一边 清云先锋之上 封青阳将这边的情况 尽收眼底 他们这次的收获 绝对小不了 自己虽为他们的师尊 但是自己懒得 没有时间去教他们东西 这样子就挺好 封青阳收回了目光 难难的开口 不错 十号四人能走到 子竹长老的小屋 全是自己示意的 不然 你以为 十重先王的境界 是吃干饭的 还有 这个世上 哪来那么多缘分之说 子竹先灵里 那座竹屋之前 此时 十号四人已经搞清楚了 子竹长老 就是指掌子竹林的长老 并且他们猜测 石碑之上 说的子竹先 就是面前的子竹长老 没想到自己等人误打误撞 竟然来到了这里 真是缘分啊 好了 本先话不多说 作为有缘者 接下来一段时间 便由本先指导你们修炼 并传授给你们一些东西 就先从你开始吧 妙子竹指了指 距离他最近的十号 你是主修权益的吧 你先打一套拳法 让本先看看 至尊轮回法 磅礴的霸天仙道之力 疯狂运转而出 至尊轮回拳 十号的一袍顿时鼓荡 一声怒喝之后 开始出拳 每一拳都宛若有 势如破竹之力 霸道的拳意顿时爆发开来 师兄的修为不但极高 他的拳意也是进步很大 不远处 林白震惊地说道 俊俏的面容上 都露出了大写的佩服之意 停停停 你的拳法太烂了 只有骑行 没有骑义 妙子竹眉头微皱 出声打断道 文言 十号满脸错愕地停了下来 现在本先打一遍 你睁大眼睛看好 妙子竹说完 便握指成拳 开始挥舞了起来 他没有动用丝毫修为和功法 仅凭借自身的理解 随意出拳 但是却令十号四人 看得如痴如醉 尤其是十号 他此时皱紧了眉头 他只感觉 子竹长老出拳后 整个人顿时气质大变 如同九天先王一般 一拳下去 便能破碎万剑 在他眼中 子竹长老随意出打出的拳法 每一拳都快到极致 但似乎又慢到极致 只有骑行 没有骑义 十号喃喃开口 这一刻 他仿佛明误了什么 却又怎么也抓不住 好了 本先打完了 明误了一点了不 十号文言摇了摇头 刚要开口就被打断了 知道你没有 先去那边打出十万次拳再说 此话一出 十号不再多言 默默地走向不远处 随后 妙子竹又将目光 放到了灵白三人身上 一个青莲剑体 一个云剑仙体 还有一个凤凰仙体 不错吗 对了 女娃娃 你是不是也修剑道 妙子竹扫了他们三人一眼 最后看向了花青语 对 前辈 青语也俯修剑道 花青语顿了一下 随后连忙开口 虽然看着和自己差不多大小的长老 教自己女娃娃有点古怪 但是别忘了 修仙界最不能以貌取人 前辈修为如此之高 肯定修炼已久 教自己女娃娃也正常 那正好 今天就先不教你玩火了 免得把我小木屋烧了 就先传授 你们剑法吧 剑道又分为凡剑五镜 仙道五镜 一共十道境界 不 准确来说 剑道和修道一样 永无至境 都说不入仙 终为楼椅 但是只要你的剑道境界够强 哪怕凡斩仙也不在话下 妙子竹自顾自地说完 随即心念一动 整个人的气质再次大变 如果刚刚他仿佛权中至尊 那现在就宛若剑中帝王 只见他伸出了遗址化剑 开始随意地挥动了起来 明明没有任何修为的波动 但是突然狂风大作 此界空间都颤抖了起来 一会又化风突变 狂风化作微风飘动 但是不远处紫色仙竹上掉落的叶子 都莫名地一分为二 持剑者当随心所欲 斩心中所不平 诸心中所不快 为心中之道灭想灭之物 当你可以随意走到以上任何一条 那叫表明 你已经站在巅峰了 至于是何巅峰 那就看你自己能走到哪一步了 要知道 道无止境 见到亦如此 说吧 谬紫竹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他的气质很自然地再次一变 直接从宛若一尊直见的九天女帝 变为了一个邻家女孩 只见前方林白三人 还沉浸在刚刚他所说的话之中 后方被一分为二的紫竹叶散落了一地 明白了吗 文言 林白三人若有所思地摇摇头 你们也去另一边拔剑十万次再说 等等 在这之前先把你们后面的紫竹叶打扫干净 不一会后 小巫另一边就出现了整齐的一幕 十号在不断地左右出拳 林白 花青羽 云蓝三人则全在不断拔剑 规巧 拔剑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们魔争了呢 紫竹屋旁 妙紫竹就这样静静地看着这一幕 想不到宗主派给本仙的第一个任务 竟然如此简单 本仙的修为真挚十重巅峰先王 教几个小娃娃修炼 这还不是一如反掌的是吗 让本仙想想啊 刚刚随口边想了一点 下一步教他们啥呢 哎 有了 不如让他们再拔剑十万次 再出拳十万次 另一边 仙兰州 仙青学宫 此时仙青学宫禁地之中 额应该说还地点 还是那三个熟悉的身影 连老头 仙宗怎么说 我们是在十五日之后 如期举行三宫弟子大比 还是怎么着 其中一个老者 忐忑地开口问道 要知道 如今的青云仙宗 可不是之前的青云了 不对 这样说也不对 之前强归强 但是他们不知道啊 当时是为了对抗御主 才发出了大笔的邀请 现在御主都化成灰了吧 青云也从一久不见经传的宗门 一跃成为了整个仙界的十二天狱的主宰 宗门都如此之强了 弟子岂能弱的了 这不得把自家弟子打得满地找牙 此时另一个身影接化 其实老夫感觉 这未必是一件坏事啊 你想想 仙宗何等强大 我们的弟子 能有幸与仙宗的弟子切磋 就算败了 那也是虽败犹容 只是 就怕一些落败的弟子 产生心魔 或者道心不稳 但是这样的弟子 我们学功收来作合 说吧 他们二人又看向了坐在中间的老者 行了 行了 你们都别瞎猜了 仙宗的意思是 弟子大笔依旧举行 但要重新制定时间 推迟到十年之后 十年时间不算长 可以说很短 闭个关的功夫都不到 连老头 仙宗真是这么决定的 可是 为何要推迟十年啊 你问老夫 老夫问谁去 别默契了 赶快通知下去吧先 与此同时 青云宗 青云大殿 系统 这样推迟十年任务依旧做数吧 丁 没问题的主上 所有任务全都不限时间 如此甚好 听到脑海中系统的回答 主位之上的风青云点了点头 对了 既然不限时间 不如把之前的大笔任务再捡起来 反正现在能轻松穿梭荒武界 这样一来 能白嫖一次奖励了 就是得辛苦一下荒武界的天骄了 不知道他们看到要鄙视的青云弟子 不是至尊就是大帝 适合感想 丁 主上是您主动放弃了的呀 得了 得了 不消遣你了 领取完这次的奖励 就直接飞升了 风青云说罢便退出了系统界面 连个bug都不能卡 这叫什么是你说 放弃了就不能捡起来了 没听说过 浪子回头金不换这个些后语 呃 他只是系统 弄不好还真没听说过 至于为啥推迟到十年 别问 问就是要装逼 十年时间 时空塔中五万年 到时候 再加上自己获得的宗门修为一件提升卡 自己宗门的弟子 修为不得各个吊炸天啊 不一会后 青云宗各门各封之中 一道命令传下 十五日后开始的三宫弟子大笔 将推迟到十年之后开启 各门弟子需继续努力修行 十年之后 一掌我青云弟子之威 命令很快便有个门直视传达到位 顿时就引起了弟子们的轰动 十年时间 这么久 太好了 在时空到台修炼十年 再去参加弟子大笔 到时候直接碾压仙界天骄 妙啊 走走走 接着修炼去 为了参加十五日后的大笔 俺都提前出关了 时间流逝 一转眼就是三日后 此时 紫竹仙灵之中 小竹屋这边 紫竹长老 三日时间已经到了 我们得出去了吧 小竹屋不远处 十号一边不断地重复出拳收拳 一边开口问道 他的不远处 还有三道身影 正是林白他们三人 此刻 他们也在不断地重复手中的动作 并且逐渐加快 手持各自的三尺清风 拔出来 插回去 拔出来 插回去 不必 最多待三日时间 那是规矩 但是本仙职长紫竹仙灵 想让你们待多久 就待多久 宗主示意的 不要停 一直继续吧 十万次完了 就再来十万次 听到十号的话 竹屋旁 妙子竹正在翻阅一本功法 头也不抬地回话道 宗门的功法殿 竟然囊括的功法如此之多 真是恐怖如斯 这本仙皇界的功法 真是玄妙啊 妙子竹眸路震惊之色 心有感慨的开口 时间迅速流逝 接下来一段时间 仙界之中依旧平静 并无任何波澜 由于有青云仙宗 这个仙界主宰在 青谷天狱迅速崛起 一跃成为了 十二天狱之中 最强大的天狱 无数散修和强者分勇而至 行刑势力 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 如此这般发展势头 青谷天狱形势一片大好 时间一晃 便是十年之后 十年时光 真是一转眼就过去 这对凡人来说 可能是十分漫长的一段时间 毕竟人的一生 也没几个十年 但是对于修士来说 那简直是不值一提 就更别提强大的仙人了 这点时间都不够 他们避自观来的久 这十年之中 青谷天狱之中 依旧十分平静 并无任何重大事件发生 青云仙宗的统治 也愈加稳固 凡是青云宗 一旨命令发出 下重天十二天狱 各大势力无不遵从 现在能进入青云仙宗 也是所有修士 和无数仙人梦寐以求的 与此同时 青谷天狱 仙兰州 与明仙国 今日与明仙国众多仙城 全都热闹无比 无数修士 以及仙人 如黄如一般蜂拥而至 并且 十二天狱之中的 势力排行榜上的各大势力 全都赶来 只因三日后 便是青云仙宗决定的 仙界弟子大比开启的十日 还有三日时间就要开启了呀 真是期待呀 是啊 十年之前 俺也曾亲眼目睹 仙宗强者的风采 十年后 又能亲眼一关 仙宗天骄的风采 就这事俺能吹一辈子 走走走 赶快出发 去的晚就来不及了 目标仙国第二大仙城 仙清城 这一边 仙清城 仙清学宫 此时学宫之中 不管是长老还是弟子 全都非常忙碌 连老头 准备的怎么样了 我们天光学宫要比试的弟子 已经到了 我们预先学宫的弟子也到了 放心吧 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毕竟我们提前一年就开始准备了 自然准备充足 学宫大殿之中 三个老熟人正在交谈 正是喜欢在禁地之中谈话的 三大学宫的三个老祖 如此便好 如此便好 三日后可是天大的事啊 要是出了一丁点差错 那可丢大脸了 不过 这次我们三大学宫的弟子 不用独自承受了 其中一道身影开口笑道 就在两年半前 仙宗通知下重添各大势力 两年半后 在仙清学宫开启的三宫弟子大笔 邀请势力排行榜上的所有势力 前来参与 必须准时到场 嘿嘿 这次有这么多大势力的弟子 顶在我们弟子前头呢 哎 连老头你说 这十年之间 仙宗的弟子能提升多说 会不会更恐怖了 这个不好说啊 但是十年时间 毕竟是太短了 老夫猜测 应该和十年前 没有多大区别吧 虽然还是调达 我们学宫的弟子 仙兰州边界处 清云仙宗驻地 清云宗门外 绵延万里的幻境天梯 高大无比的通天仙柱 辉红巍峨的宗门门亭 仙气与道运交织 仙光与祥云相伴 十年时间 清云仙宗门亭外 并无变化 一条黑色的 黑帝 正庸满地守在宗门之前 左右是十尊守卫 宗门内 却是日新月异 其中变化最大的 不是宗门面貌 而是宗门之中的 十数万清云弟子 哈哈 外界过去了十年 时空到台中五万年了 五万年啊 我一个外门弟子 终于容到化线 时空到台外 一个身着外门服饰的弟子 走了出来 激动地开口道 只见磅礴的仙道规则之力 运转他的周身 衬托的他的气质 已经见怪不怪了 容到化线了 那又怎样嘞 也不知道这位师弟激动啥 刚刚容到化线 不还是外门 是的 你没听错 如今 清云先宗弟子 心归如下 半仙境一到五重为外门弟子 半仙境六到十重为内门弟子 帝先境则为核心弟子 核心弟子 待考核之后 再次选拔 如今十年时间过去了 时空到台中五万年了 清云宗各门弟子 凭借着打鼓者的资源 疯狂提升修为 那修为提升的速度 简直快得吓人 如上所述 现在清云宗外门弟子 有数万之重 依旧占比最多 内门弟子 则只有一万多人 核心弟子十人 序列弟子一人 是啊 自己在提升的同时 别人也没停下脚步 卷不可怕 最可怕的是 那些师兄天赋强大右卷 他不起飞 谁起飞 真是佩服啊 对了师弟 现在咱们宗门之中 应该没有先进之下了吧 应该是吧 时空到台都五万年了 这要是先都突破不了 那可真说不过去了 现在咱们清云室人均仙人了 另一边 宗门广场处 正在行走的李莹 和赵金柱二人 同时打了一个哈欠 奇怪 是谁在同时说我两坏话 赵金柱率先疑惑地开口道 只见他二人 依旧身着杂役弟子服饰 鼓鼓地微 从他们周身散发而出 不知道 走吧 赵兄 我们再去修炼一会 还有三日时间 就是全仙界弟子 大笔开启之时了 到时候 咱俩别给宗门丢人了 是急 是急 走着 另一边 紫竹仙灵 那座小竹屋前方 有四道身影正在交手 不 准确地来说是三打一 但是那道身影 却丝毫不落下风 左右开拳 狂暴的先进法则 汹涌地轰击而出 看他风轻云淡的神色 和出拳的状态 仿佛并没有动用权力 哈哈 再来再来 闻言 那三道身影对视了一眼 再次手持自身的三尺清风 袭杀而去 清廉是仙 火皇弃鸣 云浪剑韬 只见磅礴的景象 从三道身影的剑上爆发而出 漫天巨大的清廉 剑气凌冽 一尊巨大的火皇虚影 火皇不断枯鸣 波涛汹涌地云海翻滚 这才对吗 师弟 师妹们 你们总算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了 至尊阴仙拳 一拳戳 一尊巨大的无上身影 当即显化而出 向三道身影轰击而去 哄 顶刻之间 漫天清廉被焚 火皇虚影被打散 波涛的云海被蒸发 三道身影也被轰飞出去 师弟 师妹 你们没事吧 不错 交战的四人正是十号 林白 花青羽 云蓝四人 此时十号连忙向前跑去 开口问道 我们没事 师兄 师兄你留守得及时 是啊 师兄你的实力 还是一如既往的厉害啊 林白 花青羽 云蓝 三人倒飞出去后 便很快起身 师弟 师妹 你们也不差 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缓缓走来 时空到台中数万年的时间 再加上本先的指导 你们现在的实力和修为 已经飞越了太多了 你们四人已经修炼得差不多了 从今天开始 就不用来了 那道身影 身着紫色长裙 一头乌黑的秀发 身材小巧玲珑 正是指掌紫竹灵的妙紫竹 文言 十号四人对视一眼 随后便同事拱手 多谢紫竹长老的教导 弟子莫尺难忘 这十年以来 他们基本上就是两点一线 在时空到台 与紫竹仙灵这边来回奔波 再加上妙长老的用心教导 他们的实力提升的自然是极快的 十号现在达到了 帝仙境十重巅峰 差一点点就能突破天仙之境 林白次之达到了帝仙境七重 花青羽帝仙境七重 云蓝则为帝仙境五重 要知道 这还只是他们 一边提升全方面实力 一边提升修为的结果 有时还会待在紫竹林中 所以修炼时长 根本不够时空到台五万年时间 但是却能达到如此高的修为 可谓是举世罕见的天赋 要是让其他仙人 知道他们数十万年的苦修 甚至数百万年的苦修 才能达到的境界 这四人却能轻易达到 非得一口鲜血喷死不可 不必 你们走吧 听宗主说 仙界弟子大比 马上就要开始了 妙子竹此时 走到他们身前开口道 是 紫竹长老 那我们先倒退了 十号四人恭敬说罢 便向竹林出口处走去 师兄 这段时间真就和作梦一巴 过得太快了 我们的实力也提升得超快 林白一边走一边感慨道 他们四人 从当年出入半仙和大地之境 如今一跃突破了许多大小境界 多年以后 林白已经站在巅峰 再次感慨道 我林白这一辈子 有一个师尊 三个老师 师尊是第一个领我进门的老师 宗门剑锋阳风主 是我第二个 宗门紫竹林子竹长老 是第三个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不一会后 紫竹林中 紫竹小屋 十号四人走后 现场只剩下了妙子竹 和满地的紫竹叶 但是这时 又从不远处 走过来两道小小的身影 黑帝和小白是吧 你俩先去一旁 比试十万次再说 黑帝 小白 另一边 恢弘无比的清云仙殿之中 风青羊悠闲地 坐在主位之上 十年时光过得真快啊 一转眼就过去了 等完成了这次的弟子大笔 领取了任务 我清云就要开始新的征程了 风青羊感慨地 喃喃开口道 主上 系统想不通 您为什么要将三宫弟子大笔 弄成了全仙界弟子大笔 这样不是徒增难度吗 难度 搞笑 风青羊听闻脑海中 冰冷的系统声 嘴角微微上扬 心道 系统也只是个系统罢了 真是不懂其中的弯弯绕绕啊 如今自己宗门弟子人均先进 修的都是高阶先法 你告诉我 哪来的难度 自己这么做的目的 一是 向全天域展示一下自家弟子的风采 二 当然是好羊毛啊 这走都要走了 不得多从这里弄一点威望值 那张宗门修为一件提升卡 该使用啊 只是可惜了 先王晋级之上没有效果 随即风青羊不再多想 对着系统说道 系统 使用那张一件提升卡吧 叮 宗门修为一件提升卡 使用成功 系统话音落下 瞬间整个清云宗之中 便风起云涌 哄 虚空之上 浓郁至极的仙气 凝聚而来 汹涌的仙缘之力 磅礴的金色本源之力 无尽的混源之力 全都凭空浮现 疯狂地分别涌入清云仙宗 除去四尊仙王外的每一个人身上 一瞬间 清云宗中 不管是正在时空到台修炼的弟子 还是在各门区域闲聊的弟子 不论是各大仙风上 正在鄙视的弟子 还是在探寻人族由来之密的弟子 以及各门长老 各大风主 各大殿主 全都面色大变 这是怎么回事啊 好磅礴的仙缘之列 怎么自动往我体中涌入啊 啊 我的修为在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一时间 清云先宗所有长老和弟子 猛逼了都 但是来不及多想 他们马上运转各自的功法 开始吸收凭空得来的能量 此时 坐镇在禁地之中的三尊仙王 九天仙王落九天 破天仙王灵破天 新渊仙王李新渊 也全被惊动了 嗯 宗门之中 这是发生了何事 怎么修为全都在长 难道是修为灌输 死 紫竹先灵 此时紫竹先王妙子竹 也震撼地挣大了圆溜溜的双眸 发生了什么 不远处 本来正在鄙视的小白和黑帝 也早就停了下来 正在炼化体内的修为 他们的气息越来越强大 各自的本体也显化而出 好 啊 黑帝和小白的体型不断变大 直至化作一尊庞大无比的上古凶兽 一尊通体银白的狼形天兽 一瞬间 一个从真仙三重 突破到了三转半步金仙 一个从九转半步 金仙突破到了金仙九重 难道是修为灌输 妙子竹心中一动 喃喃开口 此 轰隆隆 此时无尽的雷声传来 只见方圆亿万里的天地 瞬间从明亮变为昏暗 遮天蔽日的节云 此时超过十万道雷杰一同向清云先宗之中披下 场面震撼无比 与此同时 仙兰州 仙清学宫这边无数修士 以及势力榜上前来的各大势力之人 全被惊动 我弟妈妈咧 快看那边 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啊 震惊我爷 不对 震惊我 还是不对 我爷也来了 震惊我和我爷一辈子 这是雷杰吧 怎么同时出现这么多雷杰 那个方向好像是清云先宗 死 先宗又在搞啥大事啊 看雷杰的数量一同突破的修士 绝对超过十万人 仙宗不会是全宗突破 并一同渡劫吧 与此同时 清云先宗这一边 弥漫天地的雷杰还在不断咆哮着 很快就有突破成功的喜悦声 从宗门之中传出 本长老竟然突破了足足一个大境界 雷杰 你倒好了 俺感觉身体被掏空了 一天干了一个月的活 就在这时 一股更加强大的气息 从宗门核心处传来 气息之恐怖 令整个天地都颤抖了起来 随后 便见十一道身影冲天起 直接冲破雷云降临在苍穹之上 在那里有比虚空上的十万雷云 强大一万倍的滔天灭世结云 轰隆隆 恐怖的灭世结雷 瞬间劈下 震碎了方圆亿万里苍穹 黑暗的无道虚空 当即显露了出来 接下来 这震撼的一幕 就在世人的震惊中 持续了两日的时间 简直不可思议 我竟然突破了一个大境界 师弟 俺也一样 俺也一样 死 莫非我们整个宗门 全都突破了一个大境界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宗主 对 一定是我们的宗主 只有宗主 才有这等通天手段 此时 清云宗中到处都是 劫后突破境界 欢呼雀跃的弟子们 他们震惊 他们不解 他们喜悦 他们惊讶 如果说修炼十年 便可达到曾经遥不可及的境界 那他们都明白 其中原位 时空到台 一比五千时间的流速 宗门所有资源 持续十年古折价的福利 不敢懒惰 但是这一次就超出他们的认知了 到底是何等逆天手段 才能凭空灌输修为 并且根基依旧稳如老狗 死 你们快看苍穹之上 此时 外门区域中一个弟子惊呼道 只见此时虚空之上的漫天雷云 已经全散去 苍穹之上的恐怖雷结 也消散殆尽 十一道恐怖的身影 显露开来 此时 他们的气息 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宛若生命层次升华了一般 并且他们的身影十分高大 顶天立地 举手投足之间 一股旋而又旋的气势扑面而来 这时 磅礴的意向接踵而至 数万条大道显化而出 弥漫天地 此界的天道也随之而来 小心翼翼地 在那十一道身影周身流转 宛若修士的卑躬屈膝 是风玄前辈 墨前辈 遥光前辈 凌峰前辈 还有传宫长老和常老司的七位六星长老 此时 有核心弟子和各门的五星长老 认出了苍穹上的十一道身影 宗门禁帝之中 三尊先王 洛九天 凌破天 李星渊 全都露出了不可置信之色 十一尊十重巅峰先王 这怎么可能 他们两日前 还都是大罗巅峰吧 要知道 大罗金仙想要突破先王境 是何其之难 更别提之后的突破了 一重则为一重天 这要不是自己亲眼所见 有人告诉自己 能两日时间 从大罗金仙突破到了先王巅峰的话 自己非得一巴掌拍死他不可 这要是修为灌输的话 那得何等修为 先尊 先帝 与此同时 辉红的青云仙殿之中 这就是先王境的感觉吗 真是美妙啊 此时 风青阳正端坐在主位之上 感受着体内所蕴含的磅礴造化之力 空步的气息从他身上散发而出 他整人也愈加出臣 仙气缭绕 略带淡金色的子眸也异常明亮 主上 风青阳 境界 先王八重 天父 诸天神体 先王领域 诸天神法 宗门 青云宗 三级 可升级 一千万 威望值 先王十五尊 体内的混元之力也全都转换成了 先王专属的造化之力 大罗经先进突破先王境时 会先觉醒自身的领域 随后体内的混元之力会转化为 先王专属的造化之力 拥有混元之力 执掌生死 一念生一念死 而造化之力可以说是混元之力的升级版 修至先王 执掌造化 一念造化世间万物 不要问他咋知道的 都是请教 逼问 的系统 现如今 青云先宗有十五尊巅峰先王坐镇 大罗经先众多 真先无数 并且 弟子们的修为也逐步跟了上来 是时候了 等明日大笔结束 也该飞升上重天了 随后风轻扬不再多想 站起身来威延开口 为了宗门能够快速崛起 本宗两日前卫宗门之中 所有先王修为之下的灌属修为 所有人做好准备 大笔之后 全宗飞升上重天 开启我青云宗新的征程 威延之音 直接响彻整个青云宗 闻言 全宗上下沸腾 宗主之令 宗门之中 所有弟子和长老 无不为宗主的通天手段所震撼 清传弟子区域 这就天仙巅峰了 十号感受了一下 自己体内浩瀚的先例 感慨的开口 他现在感觉 整个人都超脱升华了一般 并且可以随意调用天地剑的能量 道容天地 星星超脱 超脱天仙之境 凭自己的天赋 达到此境界不难 只是没想到的是 这一天竟然来得这么快 世尊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啊 世兄 你也突破了一个大境界 就在十号还在感慨之时 林白和花青羽迎面走来 也 文言 十号略微感受了一下二人的气息 师弟 师妹 你们都突破了一个大境界 是啊 世兄 我刚刚和师妹观察了一下 我们所见到的所有弟子们 不论修为高低 全都突破了一个大境界 世尊的手段 真是各个通天 层出不穷啊 林白说到这 如同星星的同谋之中 露出了感慨之色 哼 世兄 你还记得 当时我们面对韩岳长老所说的话 一致认为的观点嘛 天仙境也就是修仙之路刚刚起步 真是受到紫竹林 时空台中数万年 修为真挚地仙境 一日诱入天仙来 另一边 杂役弟子区 一座别具一格的房间之外 林兄 我们这就突破仙境了 半仙境巅峰 只差一步便能突破地仙之境了 房间之外 一席杂役弟子服侍的赵金柱 猛逼地开口道 好像是这样 那我们可以进入外门了 好像也是这样 那太好了 赵金柱文言 开心地都要原地跳了起来 等等 突然他想到了什么 连忙拿出了自己的宗门令牌查看 指尖上面赫然显示着 最新的弟子晋升规则 地仙境一重到五重 可谓外门弟子 地仙境六重到十重 可谓内门弟子 核心弟子以及序列弟子 将在大笔结束之后 按实力再次评选 靠 俺就知道 习惯就好了 赵兄 李莹看了一眼他 淡定地开口 当初自己出入宗门时 自己什么境界 宗门师兄们 什么境界 自己的起点远不如他们 但是自己也凭借着自己的努力 将差距逐步拉小 相信用不了多久 自己就能强势崛起 说的也是 俺们这不是又一次 经历了大起大落吗 对了 明月就是大笔之日了 李兄你要参加吗 赵金柱平复了一下心情 开口问道 当然了 为宗门争光 人人有责 咱们宗门杂役弟子的大旗 就靠咱俩来扛起了 赵兄 时间流逝 一日 此时青云宗偌大的广场处 此时已经人头传动 宗门之中的各门弟子 步道场 足有十多万之众 杂役弟子 外门弟子 内门弟子 核心弟子 美门弟子分别站到一个区域 各门大师兄和排行榜上前50的弟子 站在最前方 现场十分井然有序 广场最前方的是宗门序列弟子 以及青传弟子十号三人 石青传 各门弟子已经全部到齐了 那老夫开始了 一个身着外门大长老服饰 胸膛上佩戴着五星勋章的老者 对着一旁的十号恭敬地询问着 十号点了点头 开始吧 叶长老 文言 老者看向了广场之中的十数万弟子 此次弟子大比 势力榜上所有大势力全部都会参与 望诸位全力以赴 不堕我清云之危 此次大比有本长老叶白 以及外门所有长老带领诸位前往 出发 另一边 宇文先国 先清城 此时威额的先清城之外 一片浩瀚无垠的空地上 两年半前 这里还空无一物 现在直接大变样 大规模的亭台楼阁已经拔地而起 其规模之大丝毫不逊色于景陵的先清城 空地中心处 更是修建了一座无比高大辉宏的阵台 阵台上布满了高阶仙阵 恐怖的阵法之力笼罩开来 完全可以承受高阶真仙之下的斗法 并且四周还建立了数百座稍小一点的阵台 怎么样 诸位 我们三大学宫修建的大比之地还凑合吧 一座辉宏的宫殿之中 数十道身影落座 朗公主太谦虚了 什么凑合不凑合的 这已经完全可以了 是啊 是啊 我看这里已经完全不逊色一般的大城了 顿时 宫殿之中 尽是宫围之声 要是让其他仙人看到这一幕 非得惊掉下巴不可 这里坐着的 可都是势力榜上的长老啊 曾经的第一大势力弥天先宗 第二大势力天灵先国 他们所派来的长老也全都到场 众势力这般宫围自然有他们的考虑 由清云先宗牵头举办的弟子大比 其余是以全交由三大学宫来做 谁敢造次 朗公主 现在已经万事俱备 老夫斗胆问一下 仙宗何时到来 此时 一个面色红润的老者拱手问道 文言 主位上那道身影刚要开口 宫殿外就传来一道轰隆巨响 只见 外界大比之地上空 一道传送大阵凭空浮现 磅礴的仙气汇聚而来 见状 下方等待许久的各大势力弟子们 以及大比之地外围观看的众多修士 当即面色一喜 难道是仙宗来了 这时 数道巨大无比的庞大仙传 从传送阵之中行驶而出 清云 是仙宗 是仙宗的仙传 太好了 仙宗的天骄来了 大比终于要开始了 不枉三个月都没吃饭 就来占地了 终于能看到 这场旷是大比了 一时间 大比现场 以及外围的气氛 都达到了顶峰 不一会后 大比之地中 新处的巨大阵台上 一道身着先清学宫 长老服饰的身影 站在上方 现在仙宗 以及各大势力的天骄弟子们 已经全部到场 现在本先宣布一下 大比规则 由仙宗弟子守阵 在本先宣布 第一届十二天狱 天骄大比正式开始 这规则是清云先宗 早就定下来的 十年前 清云一宗强者 挑战整个仙界 十年后 清云弟子 挑战全仙界 各大势力天骄 这气魄 哪个势力可比拟 随着那道身影的 一声令下 现场顿时掌声雷动 此时 清云宗的各门弟子 已经站在了 分配到的镇台之上 基本上都是数百人为一镇 不过不用担心施展不开 镇台十分巨大 并且 其中都是由 规则之力构造的 规则空间 哪怕来十万人 都不是问题 各大势力的弟子 此时也登上了镇台 大战一触即发 边缘的一处 镇台之上的 规则空间之中 敢问二位是先宗的 哦 你们说我俩呀 唉 说来惭愧 我俩都是宗门的 垫底的杂役弟子 一席杂役弟子服饰 兼披一头银发的李莹 看着前方数十个前 来挑战自己的 他宗天骄 笑着开口道 他的身旁 则是身材虚胖的赵金柱 仙宗杂役弟子 太好了 仙宗的天骄弟子 自己打不过 赢杂役弟子的几率 还是比较大的 今日真是运气爆棚啊 那就得罪了 我们要挑战你们 打定主意 那数十位各大势力的弟子 疯狂催动各自的功法 哄 磅礴博的气势 顿时在规则空间之中 爆发开来 随后 他们施展各自的强大武技 一同压上 向李莹二人攻来 此时 这座规则空间之中 外界观看的各大势力弟子 和长老的目光 全都被吸引了过来 那边有仙宗杂役弟子 这感情好啊 杂役弟子 都是在宗门之中 实力和修为是垫底的存在 要是挑战先宗的杂役弟子 或许能胜 就算落败了 也不会败得很难看 打个不相上下总能把 于是乎 各大势力的长老 就传音给了一些弟子 让他们前往此处震台夺阵 大笔的规矩详细的是 第一批随机分配 李莹和赵金柱所在的 规则空间之中 此时 那数十位各大势力的弟子 已经攻杀而来 但是李莹和赵金柱二人 丝毫不慌 甚至还有点想笑 这些人一听到自己二人 是杂役弟子 他们感觉自己行了是吧 一群出入地境 刚刚领悟完整大刀的菜鸟 拿啥跟自己打呀 随即李莹心念一动 磅礴的仙境威压 便震压而出 哄 攻杀而来的数十道身影 当即道飞出去 跌落在阵台之下 哎呦 疼死我了 你们看清楚了 发生了什么事 仙境威压 那个白头少年是仙境 死 你管这叫杂役弟子 这么玩是吧 好好好 阵台之下 顿时响起了 哭爹喊娘的惨叫声 放眼望去 整个大笔之地 全部的阵台之下 都躺着一大批 各大势力的弟子 短短的时间内 第一批夺阵者全部淘汰 这一幕 看得各大势力的长老们 眼皮直跳 仙宗的弟子竟然如此之强 牧长老 以我看最中心 竟然全是天仙境 一个天仙五重 两个天仙七重 甚至还有一个天仙境巅峰 一座灰弘无比的观看台之中 有一个各大势力的长老 惊呼出声 不对 这还不止啊 老夫还见到了不下十位天仙弟子 另一个长老接话道 要知道 那可是超脱天仙啊 后一个境界 就是不朽真仙了 自家宗主 也不过才真仙巅峰境而已 仙宗现在已经到了 仙境不如狗 地仙满地走的地步了吗 天仙弟子 都一个接一个 简直恐怖 不行 这样下去根本一个阵都夺不下来 不如让我们宗门的弟子 全力争夺那个阵台如何 这个长老指了指理应所在的阵台 那里有仙宗的杂役弟子 应该好突破一点 此话一出 得到了在座的所有身影认可 此时 大笔之地之中 第一批分配的各大势力弟子 已经全被淘汰了下来 仙宗无敌 仙宗弟子无敌 仙宗弟子 简直太帅了 这特么才是真正的天娇啊 哦 绷不住了 老夫修炼数十万年 竟然还没有仙宗弟子的秀为高 老夫终于知道 为啥仙宗这么难进了 别说去当直士了 当仙宗弟子 老夫都不够格啊 大笔之外 驻族观看的修士们的激情 也被引爆 不一会后 各大势力要挑战的第二批弟子 纷纷登台 不过他们 仿佛收到了某种消息一般 几乎一股脑的 全部选择了同一个阵台 那个阵台所在大笔之地边缘处 正是李莹和赵金柱二人所在的阵台 此时镇台之上的规则空间之中 李莹面色诧异地看着这一幕 这是全冲着我们来的 好 求之不得呢 文言 赵金柱也向不远处说道 外门的师兄们 你们歇一歇先 这里交给我和李兄了 这时 第二批挑战者已经登台 足足有数百人之多 他们进来之后 先打量了四周 再见到一头银发的李莹 和白胖赵金柱后 眼前当即一亮 当时为了保险起见 领头的那人 还是谨慎地问了一句 敢问二位真是先宗杂役弟子 文言 在他们期待的目光中 李莹面色不变地开口 如假包换 废话不多说 来吧 文言 登台的数百个大势力弟子们 这才放下心来 杂役弟子好啊 杂役弟子好啊 刚刚有个弥天先宗的天骄 在其他阵台 遭遇了先宗的那门弟子 是差点都被打了出来 那这杂役弟子 应该不至于强得那么离谱吧 毕竟大家同为先进 随即他们不再多想 那数百个各大势力的弟子 一同运转自己的功法 庞博的气势顿时爆发开来 数百道强大的仙道规则 也从他们身上运转而出 一时间规则空间之中 仙道之力纵横肆虐 我们上 此规则空间的另一边 数百身着青云宗外门服侍的弟子 本后在此 静静地看着这一幕 师兄 你们说他们和李师弟 跟赵师弟二人积积开 我感觉的一九开吧 李师弟他们九 对面裂开 你们不要忘了 李师弟是怎么入宗的 那可是韩月前 被亲自带入宗的 并且 李师弟的悟性非常可怕 悟到天碑 第一个领悟专属功法 他现在修为虽然低一点 但是我感觉 总有一日 他会超越我们 就在几个青云宗弟子谈话间 这一边 数百位气势汹汹的各门弟子 已经从四面八方 先后杀到了李盈和赵金柱身前 赵兄 我也该真正露两手了 要不然 人家还以为咱们杂役弟子好欺负呢 好嘞 李盈和赵金柱被对被谈笑道 看他们面色十分淡然 似乎根本没把攻杀而来的 各大势力弟子们放在眼里 随即 他二人心念一动 自身磅礴的仙道法则 顿时运转而出 防御在二人周身 当从四面八方攻来的 各大势力弟子们 碰撞在二人的仙道法则之上 顿时一声巨响传出 轰 什么 竟然连他们的防御都破不了 碰撞在一起的弟子们 当即露出不可置信之色 你们的攻击这么弱 我们可要攻击你们了 先魔天爵 财道先诀 李盈和赵金柱大喝一声 二人各自的攻法疯狂运转 体内强大的仙道之力运转而出 李盈所领悟的是 仙魔大道 赵金柱所修的是仙才大道 瞬息之间 各大势力的弟子 便见到一尊半仙半魔的恐怖身影 以及无数个金色的大元宝 从前方那两个仙宗弟子上方 显化而出 什么 他们瞳孔猛缩 下意识地想象后退去 但是不等他们来得及反应 李盈和赵金柱便攻杀而来 哄 李盈和赵金柱运转着两道磅礴的仙道之力 如入无人之境般 一路横冲直撞 数百个大势力的天骄弟子 竟然全都不是一和之敌 没有一人能接下二人一招 就这样全被轰下了阵台 规则空间之外 除了被轰下台嚎叫的数百个大势力弟子们 大比之地中一片寂静无声 两久后 观看的众修士才发出了惊天的呐喊声 先宗弟子无敌 先宗弟子简直恐怖如斯啊 被打下台的各大势力弟子 此时也从地下站了起来 他们看着镇台之上 一个一袭白发 宛若神魔 一个身材壮硕 威武不凡的两个青年 从心头产生了一股强烈的无力感 这两个青年简直强得太离谱了 说好的你们只是先宗的杂役弟子呢 不对 你真管这叫杂役弟子啊 自己这个古灵 这个修为 这个背景 放在十二天狱之中 绝对称得上一声天才了 但是和先宗杂役弟子一比 简直就是营火与浩月争辉一般 气势恢弘地观看阁楼之中 各大势力的众多长老 也都看傻眼了 不是 先宗杂役弟子都这么强 这还咋玩啊 他们可是看得很清楚 那座镇台之上 全城就只有先宗的 两个杂役弟子出手 要知道 这次夺阵的 可是数百个铜镜天骄啊 以二敌数百 青松击败 可惜啊 我宗仙主青传 正在突破的关头上 没来参加大比 要不然 肯定能将此二人击败 阁楼之中 一个先锋盗鼓的老者叹气道 你家青传弟子 林老头 你还好意思说 你家先主青传对先宗杂役 此话一出 说话的那老者 老脸一红 沉默了下来 随着时间不断流逝 期间一批又一批的 各大势力弟子们 前往夺阵 但是最后的结果都一样 全被狼狈地轰下阵来 此时 最中心那座最大阵台 十号 林白 花青羽 云蓝四人悠闲地 坐在阵台之中 不是师兄 我说这也太无聊了吧 郁闷地吐槽道 当时第一批随机分配的 夺阵之人上台后 自己就展露了一下境界 结果 他们全被吓得 主动退下了阵台 其中有几个 还给出了十分别角的理由 仙宗师兄 你很强 但我也不差 俺现在肚子疼 来日咱 哎哎哎 这人还没说完 就被林一脚踹下了阵 他平生最恨装逼的人 和不让自己装逼的人 还能有啥办法 这样也好 咱们这次就把出风头的机会 留给下边的师弟师妹们吧 三日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这一日 清云宗 清云先锋之上 威望值加号十万 威望值加号二十万 威望值加号三十万 风轻阳脑海中的系统界面 威望值的数量 每一秒都在变化 这样太爽了 连续三日的时间了 威望值一直都在不断地增加 已经超过四亿了 风轻阳看着威望值那边 一连串的数字 惊喜地开口 自己当初随口做的决定 简直太对了 将原本的三公弟子大比更改 就是为了临走之前 多豪一点威望值 现在看来真是豪了一点啊 对了 算算时间 大比应该结束了吧 丁 恭喜宿主完成复献任务 宗门弟子 在三公弟子大比之中拔得头筹 任务奖励已发放 恭喜宿主获得混沌之宝 万事轮回境 混沌之宝万事轮回境 顾名思义 修士的神魂可进入其中 经历万事轮回 出来之后 将获得境中万事的修为和经验 主 一次只可进入一个神魂 并且死宝必须妥善保存 若是出了大差错 进入之人的神魂 将永远困在轮回之中 就在风轻扬低估之时 系统冰冷的机器声 恰合适宜地随之响起 文言 他连忙进入系统界面查看起来 混沌之宝 万事轮回境 修士的神魂进入其中 会经历万事轮回 出关后 便能得到万事的修为和经验 卧槽 这个奖励简直掉上天了 有没有 一万事的修为和经验 这出来不得直接无敌啊 等等 系统 这个轮回境中的时间 和现实的时间 是怎么换算的 别真的是经历万事的时间啊 到时候 我清云宗估计都无敌了 那还要他有何用 现实 这不就是 主上 两边的时间流速不一样 当然有快的也有慢的 这就要看进入之人 具体的每一世轮回了 原来如此 听着系统的解释 风轻扬点了点头 随后风轻扬就考虑了起来 让谁进入比较好呢 自己 不行不行 自己肯定不行 自己还要带领清云宗 横扫出天万劫呢 再说了 那可是要磨练一万事啊 对了 不如就让 风轻扬想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 随即心念一动 消失在了清云先锋上 不一会后 清云宗之中 恢红的老祖大殿 风轻扬降临之后 推门进入了大殿之中 一眼便看到 闭目养神的老祖 离 云 境界 惊仙二重 天赋大道 清云先道 身份 清云宗老祖 他的眼前 也显现出了老祖的人物面板 不错 就是你们想的那样 这次进入轮回境 艰苦 天大的机会 风轻扬打算交给老祖来干 说实话 老祖现在惊仙二重的修为 实在是太低了 现在宗门里面 已经有十五尊巅峰先王了 不过 不要紧 等老祖去轮回境之中磨练万事 出来之后 直接融合全部修为和经验 到时候 直接举世无敌 宗主 你怎么来了 大殿之中 正在闭目养神的李清云 见到风轻扬的到来 连忙站起身来开口道 老祖 我这次来 是跟你商量一个事的 很重要的是 这件事 对老祖你来说 是一桩天大的造化 风轻扬一边走一边开口道 随后他一屁股坐在老祖一旁 很重要的是 天大的造化 李清云心中一动 难道宗主又有什么大动作了 有什么能用到老夫的地方 宗主尽管开口 李清云其实也很无奈 自己的修为虽然提升得飞快 但是总是跟不上宗门的发展 宗门发展的速度 实在是太快了 自己也只能为宗门 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了 老祖别急 且听我慢慢道来 风轻扬说吧 随即用神殿联系系统 系统 巨线万事轮回镜吧 叮 混沌至宝万事轮回镜巨线成功 系统话音落下 顿时轰的一声巨响响起 随即磅礴的仙气 疯狂向老祖大殿之中汇聚而来 一柄混沌之气缭绕的镜子 显现而出 浮现在虚空之上 面对这一突发变故 老祖当即面色一变 发生了什么事啊 风轻扬见状 连忙开口 老祖莫慌 此乃混沌至宝万事轮回镜 这也是 我今日前来与老祖你商讨的重点之物 此话一出 老祖李清云这才放下心来 原来如此 宗主有何事 尽管开口 随即风轻扬扶袖一挥 便将虚空之上 混沌之气缭绕的轮回镜 拿在了手中 老祖 此物顾名思义 修饰的神魂 要是进入其中 便会经历万事轮回 等出来后 便可融合万事的修为和经验 可谓是十分逆天 当然 里面的时间流速 也和现实不同 并且 一次只能进入一个人 风轻扬说道 这便不再多言 而是静静地 看向一旁的老祖 宗主 难道你是想要 将这次珍贵的机会 让给老夫 李清云眼睛圆睁 激动地开口 宗主亲自来找自己说 这么一大堆 不用明说 自己也心领神会了 融合万事的修为和经验啊 那得无敌到什么程度 老祖说得不错 我正是这个意思 老祖 你考虑一下吧 风轻扬说罢 李清云激动地站起身来 不用考虑了 宗主 就让老夫去吧 真的不用考虑了 老祖 在里面可要承受 万事轮回之苦的 为了不让老祖吃亏 风轻扬再次讲明了 其中的厉害关系 真的不用考虑了 宗主 万事之苦 又如何 轮回万事 才能方知我是我 到时候 老夫也就有保护宗门的实力了 李清云这么迫不及待 是他对实力的强烈渴望 自己一届宗门老祖 连保护宗门的实力都没有 说出来多么可笑 见老祖这么坚定 风轻扬也不再多说 系统 这轮回镜要怎么使用 主上 此镜已经和主上绑定完成 主上随意输入点修为便可激活 进入者 只需神魂出窍便可进入其中 听到脑海里系统的话 风轻扬开始照做 他行念一动 一股造化之力 施加在手中的轮回镜之上 随即便见 手中的造化镜 绽放出了璀璨的鲜光 周身散发的混沌之气 也更加浓郁 老祖 你准备好了吗 只需神魂出窍 进入其中便可 风轻扬见状 连忙开口 对着一旁的老祖说道 李清云闻言 当即心念一动 闭上了眼睛 随后便见 一道凝实的神魂 从他的头顶飘荡而出 直奔轮回镜而去 然后 一切便风平浪静了 这就完事了 风轻扬查看了一眼 手中的镜子 镜中还是一片漆黑的混沌之色 并无任何变化 轮回镜无比重要 必须由本宗亲自保管 至于老祖的肉体 不如就放到镜地之中吧 风轻扬看着一旁 老祖逼着双眸的肉体 喃喃自语 来人 风轻扬又对着虚空说道 顿时 两道身着黑衣的身影 便凭空浮现 你们两个去将老祖的肉身 放到镜地之中埋了 两道身影 闻言一顿发愣 将老祖埋了 难道老祖先试了 不对 是放到镜地之中 闭关所用的道仙关之中 不一会后 风轻扬再次来到了清云风之上 他随意地瞥了一眼 手中的轮回镜 赫然发现 一片漆黑的镜中 竟然有画面了 只见轮回镜之中 清晰地显现出了一道画面 一个未知的 古香古色的房间中 一群妇人正在床边忙活 随着床上一声 婴儿的啼哭声传来 他们顿时激动不已 老爷 妇人生了 是个大胖小子 太好了 感谢上天保佑我李家 轮回镜之外 风轻扬诧异地看着这一幕 老祖 这是已经开始第一事了 投胎成功了 随后 风轻扬继续看向轮回镜之中 只见轮回镜内 时间过得特别快 刚出生的老祖 一转眼就长大成人了 随后 就是一整套人生 流程安排上了 娶妻 洞房 带娃主拐入土 轮回镜之外 不过过去了几十夕的时间 轮回镜里 却走过了老祖的一生 这是个烦人未免 过得可真快呀 这太好了 这样距离我清云宗 无敌老祖是不远了 到时候直接接关而起 镇压万剑 此时轮回镜之中 老祖已经开启了第二事 但是风轻扬看到这边不再多看 收起了万事轮回镜 现在还有好多事 要干呢 等弟子们回归 也该出发上重天了 只有那里 才是自己清云宗 大展拳脚之地 想到这 风轻扬心念一动 消失在原地 另一边 天与仙国境内 一条风景如画 掀起缭绕的山脉 山脉之中 夜见仙宗驻地 我的天啊 仙宗的弟子 真是太强了 个个恐怖如斯 这次参战的弟子 可都是势力排行榜之上的 竟然一个阵台都躲不下来 那肯定了 仙宗的杂役弟子 都强得离谱 更别说七天交弟子了 有一说一 那个杂役弟子挺帅的 一头白发 施展起来功法宛若仙魔 懂了 我这就去把头发弄白 此时夜见宗之中 刚刚从大笔之地回来的弟子们 都在七嘴八舌的议论纷纷 与此同时 夜见仙宗大殿 仙宗真是神秘又强大啊 仙宗的弟子 竟然都有十多个天仙之境 还有一个 马上就要突破真仙之境了 与之相比 我夜见宗真是弱得可怜啊 除去本宗 整个宗门连仙宗的杂役弟子都打不过 大殿主位之上 宗主夜晨感慨地喃喃道 夜晨想到这 开始回忆了起来 自己和封仙主天渊大峡谷一别 清云仙宗就开始强势横推 称尊神皇 镇压雪岚仙玉 北天玉 剑灭紫灵天玉珠魔 直至覆灭神玉殿 直掌整个仙界下重天之地 说起来 也不知道封仙主怎么样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 再见封仙主了 就在这时 大殿之中的空间 突然波动了起来 一道身影突然显化而出 嗯 这是 仙主 封前辈 夜晨见状大吃一惊 连忙从主位之上走了下来 怎么说 前辈前辈就到呢 夜晨 九转半步惊仙巅峰 天父 万劫仙体 上重天道允仙尊 上重天大势力 夜见仙宗仙主 死 十多年不见 他就从地仙八重 飙升到了九转半步惊仙 这头疼修炼法 也太离谱了吧 封清阳看着眼前的人物面板 心中震惊道 封前辈 您怎么来了 夜晨同样十分震惊 封清阳的到来 文言 封清阳看着面前的夜晨开口道 夜晨 还记得本宗和你说了啥吗 你的道 在上重天 现在我清云仙宗即将飞升 届时飞升之门便会开启 你考虑一下 要不要趁此机会一同飞升 夜晨这人十分不简单 道允先尊 上重天大势力夜见先宗之主 他到底有啥秘密呢 原本封清阳的打算 是将夜晨作为跳板 加快自己宗门的崛起的 毕竟自己有那个无敌气势光环的 但是后来想想又不妥 他是被某位恐怖存在打下戒的 这样会不会徒增麻烦 所以去或者不去 就得看他自己了 夜晨文言心中一惊 先宗要飞升了 怎么一点消息都没传出 前辈 我去 不瞒前辈说 我这十年间来想起了很多事 我在这里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啊 头又开始痛了 夜晨说着说着 突然紧皱眉头 双手死死捂住脑袋 得 老毛病又犯了 正在认真倾听的风清阳 见他这样也很无语 不过他说的使命是啥 让一个先尊来完成使命 到底是何人如此勇猛 明日飞升之门便会开启 风清阳留下一句话 便消失在大殿之中 不一会后 清云先宗之中 这次大比 真是一点都不痛快啊 是啊 我们足足等了两天半 竟然没有一个人来夺阵的 真是太逊了 不过 李师弟和赵师弟肯定打爽了 两人单挑了大部分之人 还能立于不败之地 哈哈 让他们小瞧我们杂役弟子 各大势力弟子 你们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你们我们更打不过 此时 前往参与大比的所有弟子 已经全部回归了宗门 此次大比让他们大失所望 自己的实力都没有发挥出来 也就简简单单 夺了个势力榜弟子实力第一吧 就在这时 一道威压之音 响彻全宗 吴清云宗来到先界执掌十二天狱 但是我们发展的脚步 却不会停下 所有人做好准备 明日举宗飞升上重天 此话一出 顿时全宗沸腾 要再次飞升了 太好了 上重天 那里的天骄应该很强吧 突然动力再次满满了 有木有 谨遵宗主之令 时间飞速流逝 一日 系统 此次飞升你打算怎么做 不会还和上次一样 直接回收宗门吧 清云先锋之上 风轻扬想到了什么 便对着脑海中的系统问道 上一次在荒武界飞升系统 是直接把二级宗门驻地回收了 然后提供了一张三级宗门建设卡 现在自己宗门值 也够提升四级宗门了 系统不会还这样搞吧 收回这里的三级驻地 然后再给一张四级宗门召唤卡 这样自己是不是太亏了 等日后再上重天站稳脚跟了 想要在这这下 重天留下道统 还得重新建设 主上 本系统主打为主上服务 您说怎么来就怎么来 嗯 这才对嘛 将此地的三级宗门保留 不必回收 直接给四级宗门建设卡就行了 对了 宗门之中的仙宝 还有特殊建筑 一个也不能少 这样规划才好 现在荒武界虽为高阶大世界 但是底蕴太浅 这里留下一个道筒 随后和荒武界的分宗联合起来 继续主宰之下 重天十二天域 收到 一切按主上的意思办 主上放心就好了 听到脑海中 系统用冰冷机器音的保证 风轻扬满一点的点头 退出了系统界面 随后他站在清云风之巅 环顾了一眼宗门之中 说起来 在下重天停留的时间 也没比荒武界多太久 不到三年的时间 横扫十二天域 以及神域殿 然后又用了十年时间 来提升弟子们和长老们的修为 这点时间 都不过仙人必一次观呢 不说了 该走了 我清云宗前进的脚步不能停 随即风轻扬不再多想 当即心念一动 一念之间 他强大无比的先王领域 瞬间释放而出 笼罩整个清云先宗 顿时宗门之中的很多弟子 和长老们面色一变 卧槽 这是怎么回事 天怎么黑了 我们这是在哪里 一时间 他们全都疑惑了起来 不知所措 只见这里下方是亿万里星河 天上是无数纵横交错的大道 远处则是一片黑暗的混沌 并且 还有无尽的恐怖雷结之力 玄于顶 磅礴的造化之力弥漫其中 此乃本宗的领域 你们便待在领域之中 本宗带你们前往征战先界上重天 就在这时 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 青云众人这才心安 原来是宗主 不过领域是啥 师兄 领域一词 我们好像听子竹长老说过 领域只有无上先王才能拥有 领域中心处 林白开口说道 好像是 这么说来 师尊的修为已经解锁到了先王境了 真不知道师尊的极限到底在哪里 领域之外 青云宗之中 此时宗门之中十分安静 基本上所有青云宗之人 都进入了封青阳的领域之中 青云先锋之巅 封青阳站立在此 他的身后还有十数道身影 正是先王落九天 妙子竹 林破天 李星渊 瑶光 林峰 峰玄 以及传宫长老莫谈 长老司七位六星长老 这些都是宗门顶尖 十五尊十众巅峰先王 最后面还有三道身着外门服侍的长老 我们走后 这里就交由你们三个助手了 荒芜界的分宗过些十日 也会派人上来的 封青阳转过身来 开口道 后面的三个长老文言连忙拱手 谨遵宗主之令 好了 时候差不多了 打开飞升之门吧 文言 最前方的先王落九天洞了 只见他略微释放了一丝气息 顿时苍穹之上便风起云涌 一座神圣无比的金色巨门 在苍穹之上显现而出 并缓缓开启 顿时无比浓郁的仙气 从其中溢散而出 璀璨的仙光照耀了整个下重天之地 一时之间十二天欲震动 那是 飞升之门 天哪 飞升之门竟然再次开启了 本仙记得十多年前就开启过一次 那时我们猜测的 都是仙宗的大能飞升 不知道 这次是哪个前辈啊 快看 有十数道身影 从仙兰州飞升而起了 有无数个修士 一同惊呼道 我康康 卧槽 真的 苍穹之上 金色巨门之前 风前辈 我来了 一袭便衣的夜晨 激动地开口 嗯 你宗门的是处理好了没 都弄好了 俺直接将宗主之位 传给了副宗主了 你还真是甩手掌柜啊 我们走吧 风起扬说罢 便率先飞入了金色巨门之中 随后 夜晨和清云十五尊先王 连忙跟了上去 金色巨门也随之关闭 苍穹之上 便恢复了之前的风平浪静 下方 目睹这一幕的十二天狱中的 无数修士 又开始猜测了起来 仙兰州飞升而起的 难道是仙宗 绝对错不了 除了仙宗 放眼整个十二天狱 有哪个势力 可以一次性飞升这么多大能 天狱先界上重天 天云盗雨 天云盗雨 乃上重天五大盗雨之一 其面积浩瀚无垠 无边无际 可以说 笔下重天十二天狱 加起来都大 有无数传承 数十纪元的古老仙宗 有门内亿万仙人的大教 有辉煌数个纪元的仙族 更有执掌异理山河的 巨无霸仙国 在这里可以说是 天仙多如狗 真仙满地走 没大罗的实力 那就夹着尾巴低调一点 当然有背景的另说 与此同时 天云盗雨边界处 一片汪洋无际的仙海之上 咦 终于有楼椅上来了 哈哈 兄弟们 准备干活了 一道宁孝之音响 而初 只见仙海之上 停留着十多艘形状怪异的仙船 并且每一个仙船之上 都站着十数道身影 他们听闻了此言 也都手舞足倒了起来 收到 老大 哈哈 不枉我们这几日的等候 终于待到了 就在这时 海面之上 一座神圣无比的金色巨门 凭空浮现出 一道身影 净直从里面走了出来 这就是所谓的上重天 不错 仙气确实比下重天浓郁不少 世界规则也完全碾压下边 从金色巨门之中走出的身影 正是风青羊 他出来后 微微感受了一下 这里就发现 此地和下重天的区别 小子 你哥那看啥呢 还不赶快滚过来 拜见本仙 没听到我们老大叫你吗 赶快滚过来 海面上 那十多艘仙船上 身着奇形怪状的身影 纷纷怒骂道 此时 仙海岸边 也站着不少围观的修士 这人是刚从下重天上来的 真是怪倒霉啊 是啊 一上来就碰到了 臭名昭著的海盗仙团 这下惨了 他们对着仙海之中 这一幕指指点点 议论纷纷的 这一边 金色巨门前 风青羊面色不变地扫了下方眼 有意思 这种狗血剧情 也能让本宗碰上 刚来就遭遇了打劫 哟喝 敢不搭理我们 挺拽啊 这人 兄弟们 哟啊 最大的一艘仙船上 一个身形壮硕 胡子拉叉的中年男子 满脸愤怒 但是他还没说完就顿住了 只见那金色巨门中 一道接着一道身影飞出 足足有十六道身影 随后他的眼睛不断瞪大 身体也开始颤抖了起来 因为他惊恐地发现 自己只能看透其中一人的修为 九转半步惊仙 其余身影一个都看不透 这就说明 这些人的修为远在自己之上 老 老大 这些人来者不善啊 废话 我能不知道 风景扯呼 中年男子一巴掌 拍到身旁小弟身上 随后便颤抖地 看向虚空之上 各门前辈们 是小弟有眼不识泰山 抱歉 抱歉 那我们就先走 不等他说完 虚空之上 先往落九天一个念头下去 瞬间海面上的 十多艘奇形怪异的仙船 以及上面的身影 便灰飞烟灭 哪来的蝼蚁 落九天默然地开口道 随后他又看向最前方的身影 恭敬拱手 宗主 您吩咐吧 我们接下来怎么做 文言 风青阳没有说话 他的意识进入了系统界面 叮 检测到主上 已经来到上重天位面 宗门四级建设卡已发放 请主上尽快使用 建设卡来了 不如就在这里使用吗 系统 使用宗门建设卡 叮 宗门建设卡使用成功 系统话音刚落 轰的一声 磅礴的仙气 顿时席卷而来 浩瀚无垠的仙海 都开始沸腾了起来 随后便见到神奇的一幕 仙海中心处 一座座灰弘无比的建筑 在海面之上凭空而下 原本青云宗中的建筑 依次一一具现 并且更加神圣庄严 原本就超大的宗门面积 再次扩大了百倍不止 高耸入云的时空塔 时间大道之力流转的时空道台 仙气浓郁化物的紫竹仙灵 仙光大展的生仙之台 从远处看去 这里宛若 悬浮在仙海之上的巨大仙岛一般 仙海岸边 此时围观的修士 还没从刚刚的震惊之中 缓过神来 夏冲天来得这么猛吗 都不见出手 一个念头下去 海盗仙团就被覆灭了 你们快看 天清仙海中心 那里发生了什么事 不一会后 仙海中心处青云宗之中 此时青云宗所有的弟子们和长老们 以及各大风主和殿主都被放了出来 这里就是上冲天啊 我们到了 死 为啥我们宗门又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 面积扩大了这么多 并且所有建筑 全都更加不凡了 大惊小怪什么 忘了 我们刚从荒武界 去到仙界夏冲天时 不也是这样 咱们都飞升了 宗门也升级一下 很合理吧 各门弟子们大多数都显得很激动 但是也有不少十分淡定的 随后 他们在各自长老的指挥下 回到了各自的区域之中 各大殿主 封主也回到了自己所掌管之地 青云宗中一切都恢复原样 所有人各司其职 青云仙殿 禀主上 此地名为上重天五大盗域之一的天云盗域 青云宗的位置 位于天云盗域最北边的天青仙海之上 丁 主线任务为负面墨家 天云盗域 本宗记得没错的话 那个墨家和紫云先宗 都是在紫语盗域吧 竟然没有飞升到那里 不过这样也好 不用一上来就对上他们 封青云坐在主位之上 喃喃说道 等我青云宗再发展一小段时间 就弄死他们 就在此时 一袭变异的叶尘走了进来 只见他眉头紧簇 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封前辈 我是爱向您告别的 来到这里之后 我脑子一直很乱 一些新的记忆 大量的凭空浮现 并且我总感觉 某一地在召唤我 文言 主位之上的风青羊 俯视了他一眼 这不看不知道 一看下一条 夜晨 境界 大罗金仙九重 连续飞跃两个大境界 这是要觉醒了 与此同时 紫云盗域 紫云先宗 一座灰弘无比的仙殿之中 主上 根据我们安排在天云盗域的眼线来报 你所说的那个青云先宗 已经降临了 并且属下安排蹲守的海盗仙团 已经被覆灭了 大殿之中 一个模糊的身影 恭敬地开口会抱着 呵呵 终于来了吗 这样才有意思啊 那边都安排得怎么样了 告诉他们 开始行动吧 主位之上 一个容貌俊朗的黑衣青年 邪魅地笑了笑 开口道 只见他的身旁 还有四个天仙般的侍女 正卖力地服侍着他 这还不止 他的怀中 还抱着一个身材火辣的女子 神子大人 这个青云先宗 到底是什么来头啊 还需要您亲自布局 女子蹭了蹭黑衣 青年的胸膛 妩媚地开口道 不该问的别问 你是不是忘记自己的身份了 黑衣青年眼神一冷 他怀中的女子 瞬间就被碾为了血物 卑贱的奴仆 这突然发生的一幕 在黑衣青年身旁的 认真服侍的四个侍女 并没有被惊吓到 依旧面色如常 他们甚至觉得 那被碾为血物的女子活该 神子的事情都敢过问 真是贤命长了 神子 您的吩咐属下 已经全部安排好了 那属下就先告退了 大殿之中那道模糊的身影 恭敬地说完后 便消失在了原地 你们也下去吧 那道身影消失后 主位之上的黑衣青年开口道 对了 晚上记得来我房间一趟 四个天仙般的侍女走之前 他还不忘嘱咐了一句 待他们离去后 黑衣青年便从主位之上 站起了身来 眼神逐渐变冷 青云先踪 没想到吧 我沐雨重生回来了 哼 这一世 我要你们所有人 全都不得好死 就先从那些家伙开始吧 时间缓缓流逝 一转眼便是十日之后 天清先海 青云先踪 此时青云先踪之中 踪门广场处 已经站满了各门弟子 看他们的模样 貌似都在期待着什么 这时 最前方 一个身着内门长老服饰的老者 缓缓走来 只见他拂袖一挥 一个巨大的金色榜单 便在广场虚空之上展开 青云踪序列弟子 云蓝天仙境五重 星境序列弟子 秦寒天仙境四重 星境序列弟子 宁言天仙境三重 星境序列弟子 青云天仙境二重 宗门序列弟子评选完成 由于核心弟子的评选比较复杂 所以再次推迟 老者说吧 广场之上便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 我们乍天派的青云师兄 成为宗门序列了 太好了 青云师兄 青云师兄 另一边 核心弟子区域 青师兄 宁师兄 青师兄 恭喜你们 恭喜三位师兄 成为宗门序列 一座灰红无比的宫殿之外 七道身着核心弟子服饰的身影 正在同面前的三人道别 只见那三人 全都身着一席量身定做 无与伦比的序列弟子服饰 正是刚刚晋升宗门序列的秦寒 宁言 以及青云三人 我们走了 龙兄 你以后就是核心大师兄了 要带好师弟们 加油 我们在序列区域等你们 青云开口道 放心吧 三位师兄 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辉弘无比的青云仙殿之中 宗主 属下已经探查清楚了 我们这里叫做天清仙海 敌运十分强大 并且其国内 还有无数大小宗门伶俐 大殿之中 一道身着黑衣的身影 恭敬地开口道 本宗知道了 发动你们暗楼所有暗探 本宗要知道 此道遇的全部势力分布 主位之上 风轻扬威严的开口道 俗话说得好 知己知彼 才能百战百胜 如今自己青云宗出来乍道 算是两眼一抹黑吧 要知道 这上重天水 可是深得很啊 与此同时 天出先国 九要先成 只见此仙城十分高大威额 磅礴的仙气缭绕不散 城门外十分热闹 全都是进进出出的修饰 就在这时 四道身影来到了这里 师兄 这上重天的仙城 简直碾压下重天的呀 随意一坐就如此不凡 这你就没见识了吧 这里连我们宗门万分之一都比不了 并且在本书的印象里 这里和上重天其余大城比起来 也就一般般吧 小白前辈说得对 是俺说错话了 林白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头 这四道身影正是十号 林白 以及笑月银郎小白和黑帝 走吧 我们去城里看看 好不容易放两天假 本地一定要好好玩玩 这时 一旁的黑帝满脸兴奋地走上前来 说吧 他刚要动身 一道咳嗽声传来 嗨嗨 咳嗽声正是小白发出的 文言黑帝连忙顿住了脚步 推到一旁 那个啥 大哥先请 就这样 他俩一前一后地走在前面 见状 十号和林白相识一笑 连忙跟了上去 今天小白前辈和黑帝 突然来找自己俩人 说是要带自己出来见见世面 师妹正在时空到台修炼呢 所以就没喊他 他们一行人 在交了入城费之后 便阔步走入了仙城之中 一路上 到处都是热闹非凡 大哥 我们要不要去 嗨嗨 没见到石青船和林青船在呢吗 今日不变 改日再说 听到二帝黑帝的话 小白再次咳嗽了一声开口道 随后 他们一行人 就继续向前行走 就在这时 一道道嘈杂之声传来 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 只见众多修士 正围在一起议论纷纷 咦 那里发生了啥 我们过去看看 小白说吧 便率先向前方走去 弥仙山脉之中的天兽 竟然被剿灭了 死 是啊 不但如此 听说还抓了不少漏网之鱼呢 三日之后 在仙兜之中当众年死 真是可惜了 天兽一族也算是一方大族了 怪就怪他们惹错了人 估计是三大仙国联合剿灭的 小白刚走上前 就听到了 令他宛若晴天霹雳的几道话 什么 本兽的族人都被抓起来了 还要三日后当众年死 一时间 小白的怒火 蹭一下生腿起 旁边的威压 一瞬间爆发开来 本兽问你们 这消息是真是假 小白一时间大发凶威 他的体型也不断变大 这突发的一幕 给正在议论的一群人 下了一机灵 双腿一软 直接跪在了地上 这这这 发生了什么事 俺不就是跟着一起吹吹牛逼吗 说 本兽问你们 刚刚你们所说的 到底是真是假 小白见他们没有一人 回答自己的问题 他眸光一冷 面前的几人轰的一声 顿时被碾为了血污 这一下子 后面跪在地上的数位修士 立刻就从猛逼之中回过神来 是真的 是真的 那消息千真万确 是俺一个在神兜的朋友的邻居的邻居 亲口告诉俺的 闻言 小白心中的怒火 更加猛烈燃烧 就在这时 十号 林白和黑帝也匆忙地赶了过来 大哥 小白前辈 他们刚刚在远处 也听到了几句 什么真的假的 邻居的邻居 出了什么事 呜 本瘦的头好疼 就在这时 突然小白惨叫了一声 随后 他庞大的身形 开始不断地缩小 一下子痛苦地趴在了地上 大哥 黑帝见状 连忙走到小白身边 焦急地查看了起来 大哥来的时候还好好的 这到底是怎么了 黑帝前辈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我们先走吧 此时 十号看着越来越多围过来的人群 眉头微皱 以防万一出再出什么意外 得先回到宗门再说 好 我们走 文言黑地点了点头 随即他心念一动 磅礴的金色本源之力 运转而出后 拖着小白和十号 林白二人向外飞升而去 见状 现场腿软跪地的数位修士 这才颤抖地站起身来 此时 这里也围满了吃瓜群众 道友 发生了什么事 是啊 你们是不是和刚刚离去的那两个青年 带着先受起冲突了 不对 城中明文规定 不允许任何人闹事 刚刚那么大的动静 执法队的那些人 竟然一个都没来 真是奇了怪了 本仙上次只是调戏了隔壁一下 就被逮起来了 与此同时 九要先成 城主府 主上 属下已经按照您的安排办完了 清云先宗的人已经平安出城了 城主府内一座装修奢华屋的阁楼之中 阁楼之中 一位面色阴冷 身形消瘦的男子 恭敬地拱手道 嗯 办得不错 这是一头幼年的天兽 拿去享用吧 主位之上 一道气势深沉的身影 说把挥了挥手 顿时四名黑衣人 从阁楼一侧走了出来 并且他们手中 还抬着一个巨大的仙龙 文言 面色阴冷的男子大喜 他还忍不住地舔了舔舌头 早就听闻 天兽的肉鲜美无比 并且食肢还能提升修为 他缠了很久了 今日终于能如愿所长了 多谢城主大人赏赐 不一会后 清云宗 一座古香古色的房间之中 师尊 小白前辈醒了 林白在见到床榻上的小白 睁开了眼睛 连忙激动地大声喊道 醒了 文言 不远处正在低头想视的 风青羊抬起头来 向床边走来 他也不是很清楚 小白他们发生什么事了 出道上重天 自己给小白和黑帝 放了两天假 这很合理吧 可是 他们刚出去不久 就匆忙地返回来了 小白还一直昏迷不醒 此时 小白睁开眼后 一眼便注意到 走向自己的宗主 主上 求主上救救我的族人 他连忙翻身下床 恭敬地祈求开口 你的族人 天兽一族 风青羊猝了猝眉 诧异地说道 小白是自己在天渊大峡谷之中 收的仙宠 当时系统说 天兽是存在于 上重天弥仙山脉之中的一种 强大无比的种族 成年便可达到 混元大罗金仙的境界 甚至更强 难道有无上势力 对他们动手了 不对 此时风青羊想到了一个重点 小白 你被封印的记忆恢复了 自己没记错的话 小白是因为参与了一件惊天大事 才被打下了下重天 镇压在天渊大峡谷之中的 还被封印了大部分的记忆 闻言 小白摇了摇头 主上 我的记忆还没有恢复完全 只是又想起了一部分的事 随后 小白又急切地将自己 在九要仙城所闻大带 数了一下 三日后 自己的族人便会在天出仙都之中 被当众碾死 所以 小白这才恳请主上救我的族人 主上的实力深不可测 手段更是逆天 只要主上答应 自己族人就有救了 丁 触发一条支线任务 覆灭天出仙国 竟敢动主上宁仙宠的族人 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 完成将获得丰厚奖励 此事本宗答应了 感动本宗仙宠的族人 在这上重天之地 还是第一次有人敢这么做 风轻扬点了点头 顺带装了一手小逼 其实也不算装 毕竟这样说 好像也没问题 跑错平了 切回原平 小白为宗门立国功 就算不是为了 完成自己脑海中 想起的新任务发布声 自己也会派人救他族人的 这样更好了 既能救了小白的族人 又能完成任务 获得奖励 覆灭了这个天出仙国 还能增加威望值和宗门值 简直一举四得 小白多谢主上 多谢主上 小白听到宗主的话 连忙激动地攻身 自己的族人有救了 师尊 此时我感觉疑点重重啊 这时 十号走上前来 猝没开口的 我们当时进入那个九要仙城 没走多远 就遇到了巨荣在一起 大声讨论的修士 并且 当时小白前辈圣怒之间 还显露出了本体 灭杀了几个修士 但是我们却轻而易举地 就离开了九要城 听闻此言 小白也冷静了下来 对了 主上 石青传这么一说 我也想起来了 当时我是在九要仙城 感受到了一丝族人的气息 这才带着石青传他们 进入此城的 这一戏想下来 好像是有人刻意这么做的 目的 闻言 风轻杨子谋转动 略微思索了一下 便心念一动 一道神念传音发出 不一会后 三道身影走进了房间之中 正是九天先王落九天 行渊先王李行渊 破天先王灵破天 五等拜见宗主 三尊先王一同拱手 恭敬开口 风轻杨点了点头 随后他俯身摸了摸小白的头 这个天出先国 要当众年四本宗 先宠小白的族人 你们说该如何做 风轻杨面色默然地开口问道 禀主上 该将其湮灭 三尊先王面色不变 再次一同开口 嗯 去吧 暗楼传来的消息 这个天出先国 不过是一个 先王初期建立的势力罢了 先王势力 敌运强大 如果我清云派出三尊 十重巅峰先王 阁下又该如何应对呢 就让我清云宗 再上重天的威名 从这天出先国开始吧 谨遵宗主之令 与此同时 天出先国 天出先都 天出先都乃屹立了 数个纪元的古老大城 其规模浩瀚威俄 居住在此城的修士 何止过意之重 并且方圆一亿万里 每时每刻都会有修士或先人 进出此城 由此可以想象的 到此先城规模之大 先都中心处 金碧辉弘的先公之中 十数位天出先国的大臣 恭敬站立于此 神子吩咐的事 都准备得如何了 主位之上 一个身着雍柔华贵 面色威严的中年男子 开口道 此人正是天出先国 当代先主 楼空 闻言 大殿之中的一个大臣 恭敬开口 并先主 一切事以老臣 已经按您的吩咐办妥 此话一出 主位之上的天出先主 楼空点了点头 墨神子说了 此事 自己先国要是办得他满意 他就答应让孟月先国 和蓝双先国 臣服于自己 到时候 三先国合并 自己天出先国的实力 便会空前强大 虽然墨神子说了 这个清云宗最强者 不过一重先王 但是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即便是一重先王 他所掌控的能量 也是无比强大的 天出先主 威严的开口叮嘱道 但是问题不是太大 自家开国老祖 乃四重先王 那个什么清云先宗 拿什么应对 好了 都下去吧 做好准备 不一会后 天出先都高大威额的城墙之上 走来一大队士兵 并且他们还抬着 十数头庞大的天兽 这些天兽的外貌 和小白的相差无几 全都是清一色的笑月银狼 看他们此时的状态 都不太乐观 有几头已经凉凉了 剩下的也是奄奄一息 不过即便只剩下了一口气 他们的眼神 依旧凶狠的可怕 那是渴望复仇的怒火 城墙之上 静静处处的修饰 见到这一幕 都停下来脚步观看 这是什么情况 有没有掉大的解释解释 道友 别说你这种掉小的了 连我这种虚盘腰上的都不知道啊 对了 仙国不是说三日之后 当众年死天兽一族吗 这应该就是吧 绝对是 本仙之前进入迷仙山脉 曾偶然碰到过天兽一族 哎 可惜了 他们惹了不该惹的人 一方大族 如今却落得这般下场 围观的修士 对着被挂在城墙上的天兽们 讨论了起来 见到这一幕的大多数人 叹了一口气后 便转身离去 心中不免有丝丝悲凉 强如天兽一族又如何 还不是寝客之间就被覆灭 与此同时 天出仙城一处偏僻的客栈之中 客栈二楼的一个房间内 一个长相十分平凡普通的男子 推开了客栈的窗户 街道上嘈杂的声音传到他的耳边 闻言 他的嘴角微微上扬 好戏就要开场了 和神子斗 你们有这个实力吗 他喃喃说完 便拿出了一个传音令牌 将这里的消息传递了出去 与此同时 子语盗语 子云先宗 一座辉弘无比的大殿之中 听着令牌之中的传音 神子墨语冷笑了一下 清云先宗 上一世和你们有关联之人 无一个都不会放过 这只是开胃菜而已 后面还有无给你们准备的大礼呢 好好享受吧 墨语冷冷说完 便又思索了起来 他这个人心思缜密 并且崖子极下重天资源 也阻挡不了他崛起的脚步 不过他乃重生者 知道未来太多事情的走向 就比如三个月之后 开启的天荒仙墨遗迹 天荒仙墨之中仙宝众多 并且其中还隐藏着一个惊天之物 自己如果没记错的话 上一世清云宗便是在仙墨之中 得到了大量的仙宝 以及那件惊天之物 这才势不可挡崛起的 想到这一项沉着冷静的墨语 都不免地激动了起来 这一事物要是得到此物 那放眼整个仙界 谁还能阻我 到时候 要是清云宗还存在的话 直接凭借此物请动老祖出手覆灭 以绝后患 仙都城门这边 石树道天兽的身躯 被一字排开挂在了城墙之上 已有一会时间了 下方围观的修士也早已散开 只有那些刚刚到来修士见到 才会抬头看两眼 就在这时 虚空之上突然风云变色 空间被撕裂开来 四道身影从空间裂缝之中 飞升而出 紧接而至的 便是无比恐怖的气息爆发开来 磅礴的造化之力弥漫虚空 发生了什么事 死 好恐怖的气息 这一幕 惊动了无数仙都内外的修士 那四道身影 正是青云中的三尊仙王 以及孝月银郎小白 当小白飞升而出后 便急切地寻找了起来 因为他的神识 已经感知到了 族人的气息就在附近 随后 小白一眼便看到了 被挂在城墙上的族人 他的瞳孔猛然一缩 祖老 闻言 仙都城墙上几头 奄奄一息的天兽 抬起了头 他们眼中的仇恨之色 瞬间化为了震惊之色 小九 小九竟然还活着 这这这 在仔细看清楚 那道身影之后 几头天兽的 全都露出了不可置信之色 小九怎么会出现在这 他不是被那该死的 清云中灭杀了吗 嗯 这是天兽一族 请来的救兵吗 本仙觉得应该是 你看他们都认识 仙都城之外 见到这一幕 众多吃瓜群众 又开始讨论了起来 就在这时 无数道身影 从仙都之中飞升而来 哈哈 你们果然来了 一道阴沉的大笑声 随之传来 随即天出仙国的 护国大阵运转开来 磅礴的阵法之力 瞬间笼罩上空 此护国大阵 乃天出仙国倾国之力 打造的先王阶阵法 并且 天出仙国的国运 还加持其中 所以此阵十分不凡 掌控阵言者 还能得到 源源不断的国运之力加持 那是咱们先主 死 怎么护国大阵都打开了 要爆发仙战了 还看鸡毛啊 快撤 这突发的一幕 再次震惊了 仙兜内外无数出光修士 他们无不慌乱了起来 因为在他们印象之中 天出仙国建立以来 护国大阵开启的次数 双手都能数得过来 每一次都是爆发 大规模仙战才会开启的 神子说得不错 鱼儿一定会上钩的 仙兜虚空之上 天出仙主镂空凝笑开口 他的眸中充满了激动之色 神子的吩咐就要完成了 吴天出仙国就要崛起了 在他的身后 还站立着数万叙事待发的 仙国仙人 每一个都强大无比 磅礴的纤维弥漫开来 只待他一声令下 便会冲杀而去 对面三人一兽 我方数万仙人 外加仙王老祖 可以说优势绝对在我 剑状 不远处 苍穹之上 鱼儿上钩了 将我轻云比作鱼儿 到底谁是鱼儿 谁是钩 还有未可知吧 不对 再无看来 你们连成为鱼儿的资格都没有 星渊仙王李星渊冷笑了一声 随后伸出一根手指 向前方轻轻一点 天出仙国气势浩大的护国大阵 便在一众不可知性的目光中 瞬间破碎开来 宛若宝旨 一统击破 天出仙主 这一幕震惊地他愣在了原地 面容上的表情 还定格在刚刚的宁笑之中 一根手指轻轻一点 我家护国大阵就这样碎了 这怎么可能 要知道 护国大阵融合了天出仙国 数个纪元的气运 早已强大无比 足以抵挡一重仙王的权力进攻 这个身材消瘦 气质儒雅的男子到底是谁 奥祖 察觉到情况有变 天出仙主连忙呼唤自家老祖 为了完成此事 自己天出仙国开国老祖 已经接官起 从闭关之中走出 奥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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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 无论他怎么呼唤 就是不见到自己老祖出来 天出仙主直接梦了 此时 仙都禁地之中 一个散发古老气息的老者 也同样梦了 他的身体也忍不住地一直颤抖 看不透修为 三尊高 高阶先王 老者便是天出仙主口中的老祖 天出仙王 仙王四重之境 完了 缺完了 那该死的神子竟然耍我们 说好的 这清云仙宗 只有一尊一重仙王吗 人家这随便一来 便是三尊高阶先王 不行 本座得跑 这些念头一瞬间 在老者的脑海中闪过 随即他便打算 动身向外穿梭而去 别跟他们废话了 要不然有个小老鼠就要跑了 仙都苍穹之上 仙王林破天面无表情地开口道 闻言 一旁的李星渊点了点头 天出仙国胆敢屠戮 无主仙宠的族人 本座清云宗 星渊仙王 奉无主之命 覆灭天出仙国 灭 李星渊面色漠然地开口道 磅礴的造化之力 运转而出 在虚空之上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金色的灭字 灭字上恐怖的灭氏气息爆发开来 空间被瞬间崩坏 随即灭字便向下方镇压而去 哄 前方 虚空之上天出仙主 以及他背后的数万仙国仙人 都来不及逃跑 就瞬间被碾为了血污 龙玉的血腥味 当即弥漫开来 笼罩整个仙兜 原本仙气缭绕的巨城 瞬间被染为了血红之色 宛若血色之都 就在这时 一个面色惊慌失措的老者 从仙兜之中飞升而起 磅礴的造化之力 流转他的周身 只见他的上方 一条璀璨无比的时空长河 从九天之上流转而下 小老鼠 想通过时空长河逃走 你就是天出老祖吧 本座清云宗破天先王 倒要见识见识 你这小老鼠的实力 霸天领域 灵破天心念一动 他的时众先王领域 便瞬间笼罩开来 此方天地都被封锁 那名仓皇逃离的老者 被拉入了先王领域之中 吴天出先王愿意臣服贵宗 还请前辈手下留情啊 这都是误会 吴被那个可恶的神子骗了 天出先王见到封锁自己的先王领域 瞬间心凉了半截 这何止是高阶先王啊 这是巅峰先王才能拥有的领域啊 没想到清云宗 竟然拥有巅峰先王坐镇 你这懦弱的蝼蚁 也配臣服无踪 吴清云看门的狗都比你强 灵破天性格霸气 平生最瞧不起懦弱之人 更何况对方是个无上先王 在他看来 生而为人 必当斗天占地 直至杀出一条无敌路来 刘威明于世 即便死又何惧之有 当然天出先王这种性格也没错 并且 他这种性格 在浩瀚的仙界之中绝对不少 生死二字 又有多少人可以看淡 并且修为越高 便越惜命 灵 灵破天不再理会老者 默然开口 他的话音落下 霸天领域之中的天出先王 顿时痛苦地挣扎起来 他惊恐地发现自己的造化之力 正在不断被剥离 啊 天出先王 顿时发出了一阵阵惨叫之音 他的容貌 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不断衰老 气息也愈发违靡 你只配成为本座领域的养料 领域之外 仙都城外 此时一切都以风平浪静 唯有空气之中 还存在的血腥味 诉说着这场惨烈的仙战 破天先王 行渊先王 清云先宗到底是什么来头 竟然一次性 便能派出两尊高阶先王 是啊 这两尊前辈的名号 以及清云的名号 本先可是从来没有听说过 目睹这一战先都修士 无不震惊万分 唏嘘不已 成名已久的天出先王 被轻松碾死 传承数个纪元的天出先国 就要再今日覆灭了 真是世事无常 大长包小长啊 祖老 我这就救你们下来 此时 小白已经来到了仙都城墙之上 但是他刚要出手解救几头 被囚禁的天兽族人 就听到了令他诧异无比的几道话 小九 你怎么跟清云宗的人在一起 他们可是我们的生死仇敌啊 可是这也不对啊 他们覆灭了我们天兽一族 又囚禁了我等 为何还要派强者来救我们 被小白称做祖老的那头天兽 茫然地开口道 祖老 您怎么也知道我们清云宗 不对 您说什么 清云宗是我们的生死仇敌 是清云宗覆灭了我们天兽一族 还将你们囚禁如此 这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小白说话的语气坚定无比 自家宗门怎么样 自己还能不知道 这里面的弟子和长老们 说话又好听 又有趣 有对自己好的主上 还有自己认得二弟小黑 自己超爱这里的 别以为你是我祖老 就能在我面前胡说八道 再敢污蔑清云宗照打不误 您绝对是记错了 祖老 此次与我一起前来救你们的三尊先王前辈 就是我们宗主派来的 小白一边说着 一边运转修为 将几头被囚禁 挂在城墙上的族人救了下来 还有几个族人已经没了气息 对此 小白的心中很不适滋味 自己天兽一族整体实力强大 但是从来没做过伤天害理之事 一直生活在民心山脉之中 竟然遭此大劫 那应该就是 有势力冒充清云宗 然后将脏水泼给了清云 小九 你们宗主是不是叫做风清阳 当时就是一个自称风清阳的 带领清云宗 覆灭我们一族的 当时也是他封印了你的修为 将你打下戒的 祖老一脸凝重地开口问道 就在这时 一道旁驳的威压 从九天之上镇压而下 仙兜内外的修士 顿时被镇压地跪在了地上 仙兜城墙之上的几头天兽 直接被镇压地匍匐在地 现场站着的 只有小白一人 一道威严之音也随之响起 谁给你的胆子 竟敢直呼无主名号 九天之上 仙王灵破天冷声说道 无主的名号 也是你可以直呼的 前大战之时 要不是怕误伤了这几个天兽 自己一念之间 便将此地移为平地了 只见此时 他的气息再次增长了不少 他已经炼化了领域之中的天出仙王 仙兜城墙之上的小白 见状连忙飞尸而去 来到了九天之上 三位前辈手下留情 这都是误会 小白恭敬说完 便将他刚刚从祖老口中了解的事 娓娓道来 这才是大事啊 一个大阴谋 什么 有势力冒充我们青云宗 还有人冒充宗主 落九天 灵破天 李星渊 三人 闻言震怒无比 九天之上的虚空 一瞬间被崩碎 宛若天崩地裂 仙王一怒 可不是闹着玩的 更何况是三尊巅峰仙王 这天出仙国 国运已散 本座已经通过那天出仙王的血脉下了禁咒 凡是和他的血脉有关者 此时已经全部生死 此件事了 带着你们族人回宗面见宗主 灵破天开口道 没想到还有人敢算计自己青云 简直是找死 不一会后 仙都万里之外的一处隐秘之地 宫小姐 这天出仙国竟然被覆灭了 这个名叫青云宗的势力 也太强大了吧 竟然一下子就派出了两尊仙王 一个身着绿衣的侍女 震惊地张大了嘴巴 这是他们活该 天出仙国太可恶了 被侍女称做小姐的女子开口道 她富如宁知的面色上 竟是轻松之色 对了 月儿 你有曾听说过这个青云宗吗 小姐您都没听说过 月儿肯定也没听说过 不过月儿前几天出去采购时 倒是听到过一道消息 不久前天青仙海上 飞升之门突然打开 石树道身影飞尸而来 他们一上来就 随手覆灭了臭名昭著的海盗仙团 并且天青仙海中心处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踏入者必死 已经成为禁地了 与此同时 子宇盗狱 子云仙宗 什么 天出仙国被灭了 不可能 这不可能呢 现在青云宗才刚刚飞升而来 怎么会有先王强者 难道是我的重生 打乱了正常的顺序 正在做活塞运动的墨宇 顿了一下停了下来 随即便不可置信地喃喃道 嗯 神子 什么重生啊 一道略带妩媚的声音响起 哦 没什么 墨宇回过神来 面无表情地说道 神子 宗主让您过去一下 这时 房间之外也传来一道恭敬之音 墨宇文言 起身穿好了衣服 便向外走去 滴答 滴答 他的身后一阵滴答声传来 指剑鞋已经染红了整张床 墨宇在前往宗门大殿的路上 拿出了一道令牌 告诉他们 计划有变 提前动手 简单的一句话 从他的口中发出 我的重生扰乱了正常顺序吗 这样才有趣啊 清云宗 风轻扬 希望你也能挺过这次 不一会后 墨宇便来到了宗门大殿之中 墨宇见过宗主 墨宇一进来 看到主位之上的那个身影 便开口恭敬道 嗯 本宗这次叫你前来 是要宣布一件事 此次天荒仙墨的开启无比重要 由你亲自带队 并且宗门所有序列弟子 也会一同前往 文言 墨宇的眼中 一道金光一闪而逝 天荒仙墨 这才是重中之重 得到其中的惊天之物 无将势不可挡 甚至宗主之位也 墨宇不经意地 看了看主位之上的身影一眼 清云宗 宗主殿 兵 恭喜宿主完成 赴灭天出先国的复宪任务 奖励已发放 恭喜宿主 获得一百件天云软甲 天云软甲 等阶 仙阶 防御力十分强大 佩戴可抵御大罗金仙之下 任何攻击 恭喜宿主 获得一百亿极品仙金 恭喜宿主 获得极品域外仙铁一百亿吨 打造强大仙气必备之物 恭喜宿主 获得一百亿吨各类珍吸仙药 锻造仙丹必备之物 系统冰冷的机器音 在风轻扬的脑海中响起 随即 他连忙进入系统界面查看 一百亿极品仙金 一百亿吨域外仙铁 一百亿各类仙药 一百丹 见天云软甲 这次的奖励有点意思啊 不过 系统 为何别的都是一百亿件 天云软甲就一百件呢 都不够我清云弟子穿的 这说出去 还不得让隔壁系统笑话 再来点 我清云弟子一人一件 系统 无需多言 本宗知道你已经同意了 系统 将所有奖励具现吧 直接聚现在宗门出宝阁就行 不要忘了啊 我清云弟子 一人一件的天云软甲 自己也不想这样的 但是身为宗主 为宗门发展操心很合理吧 这天云软甲 就很适合现阶段的弟子们穿戴 抵挡大罗之下任何境界的攻击 安全也有了一丝保障了 随即 风青阳又点开了自己的数据面板查看 主上 风青阳 境界 先王八重 天赋 诸天神体 宗门 清云宗四级 一百五十万一千万 威望值四亿五千万 不错 不错 宗门值和威望值又长了不少 只是升五级宗门 需要一千万宗门值 这得何时是个头啊 时间缓缓流逝 一日 天清仙海 清云宗门亭处 大哥他们怎么还没回来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不对 有三尊先王前辈相随 绝对万无一失啊 大哥这次就回族人稳了 气势磅礴的门亭外 黑帝喃喃自语地说道 这事发生得太过于突兀了 宗主给放了两天假 还没好好玩呢 其中飞升而出 大哥 不对 一二三四五六 怎么有六个大哥 黑帝面色一喜 粗略地看了一眼 就数起数来 二帝 我回来了 小白见到下方的黑帝 大声开口道 祖老 这就是我的宗门 清云宗 小白又向身旁的祖老 以及四个族人介绍了起来 他们文言一同向前方看去 只一眼 便被前方那气势磅礴的门亭震住了 不一会就 清云先殿之中 小白拜见主上 主上 这就是我仅剩的四个族人 这是我天寿一族仅剩的祖老 大殿之中 小白恭敬地开口道 文言 主位之上的风轻阳俯视看去 五个和小白体型差不多的 孝月银狼 正在低头不断地颤抖 天舞 境界 先王一重 富商中 种族 孝月白狼 天寿一族 弥仙山脉之中 天寿一族第五位祖老 万年之前 因反抗弥仙山脉 山神天寿一族被重创 后又被山神背后的 一神秘宗门覆灭 天舞以及景圣的族人 被囚禁在天出仙国 山神 神秘宗门 这难道就是 冒充我青云宗的宗门 大概的消息 林阔天已经通过宗门令牌 传言给自己了 天寿一族 是被一冒充自己宗门的势力覆灭的 关键是 特么还冒充自己 本宗叫风轻阳 他们也叫的风轻阳 简直岂有此理 天舞 本座就是青云之主 你天寿一族 到底是如何覆灭的 还有冒充无宗门的那个势力 你又知道多少 一到威严之音传下 低着头的天寿祖老 立刻抬起了头 这一趟青云宗之行 简直令他眼界大开 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 无比强大 先主大人 大约在一万年前 我天寿一族 与明仙山脉之中的山神起了冲突 经历一场大战之后 巫族伤亡惨重 后来就被一个冒充贵宗的势力覆灭了 至于那个冒牌势力 我们也不知道 天寿祖老苍老的眸中 流露出痛苦的回忆之色 那是自己天寿一族的黑暗时刻 主上 我现在的记忆 也恢复大半了 祖老说得不错 当时他们 确实号称是青云先宗的人 领头的一人 还爆出了主上宁的名号 他的实力强大无比 乃高阶先王 就是他将我的记忆封锁 打到下重天去的 小白站在一旁补充道 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风清杨文言 浑身的气势越发强大 令人不寒而栗 如果自己猜得没错的话 这一切 又是那个重生之人道德 数万年前就开始不好的局 等着我青云宗 一步一步的往里钻 然而 他好像低估了 我青云宗的实力了 丁 竟敢有势力冒充主上的宗门 还冒充主上本人 简直岂有此理 发布一条复线任务 覆灭这个势力 完成将获得丰厚奖励 来了 系统的声音 很合时宜的响起 现在主要就是搞清楚 那个冒牌货 在哪藏着呢 敌在岸 我在明 这就有点不好办了 不过 按那个重生者的布局来看 他下一步指定 还得搞事 对了 那个山神 系统不是说 山神背后的势力 就是那个冒牌货吗 天武 本宗问你 弥仙山脉 中的山神是何人 风青阳看着下方的天兽族 老开口问道 丙仙主 那山神是石仙异族的族长 实力强大 乃高阶先王 石仙异族自五个纪元之前 便进入了弥仙山脉 直至成为整山山脉的霸主 其历代族长都称山神 天兽族老将他知道的 大概说了一遍 提到这些 他的牟底闪烁起 无尽的仇恨之色 当年便是石仙异族 无故打压自己天兽异族 说什么 自己天兽异族吃的太多 严重影响 冥仙山脉中 其他生命的安全 你瞅瞅 你瞅瞅 这特么也能当做借口 天兽异族吃的多也是错了 又不吃你们石头 他们甚至借口 都懒得着了 石仙异族 原来是石头修成仙了 还成山神 装神弄鬼的 真是可笑 这下风青阳 大概弄清楚了 这个石仙异族 估计也是那个重生者的狗腿子 为了布局安排那个冒牌势力 联合石仙异族 灭掉了天兽异族 三日后 降临弥仙山脉 才死他们 狗腿子是吧 把你的狗腿全部打折 让你冒充我青云 冒充本宗 听闻主位之上传来的威严之音 顿时小白和五个天兽族人 感激涕泪 连忙恭敬拱手 我天兽异族 多谢主上 先主 先主都发话了 再次恭敬恭守 我们的家没了 族人也就是我们几个了 我们想加入青云 还望先主准许 先主放心 我们虽然负伤 但是休养一阵 便能为宗门出力 以后我们的命 就是先主和宗门的了 几个天兽 一同露出了西纪的目光 文言 风轻阳略微掂量了一下变道 可以 本宗准许了 你们五个 以后就是我青云宗的护宗神兽了 和黑帝一同守护宗门 要是表现良好 本宗还会不令奖赏的 这五个天兽修为都挺不错的 收了也好 其中四个是大罗金仙境 那个天兽祖老是更高 一重先王之境 自己宗门看 护宗的战力 一下子提高了不守 先王护门 就问问还有谁 护宗神兽 大殿之中 天兽祖老和四个天兽族人文言 一下子激动了起来 多谢宗主 多谢宗主 要知道 那可是护宗神兽啊 一个宗门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没想到 自己一进入如此强大的先宗 就能被封为护宗神兽 宗主真的 我哭了 好了 你们全都退下吧 小白你带领你族人 下去安顿一下 先专心养伤吧 小白文言 连忙回道 是 主上 主上真是太好了 就问这样的主上去哪找 不一会后 清云宗中后方区域 几座气势磅礴的宫殿 祖老 你们以后就住在这里吧 小白带着五个天兽族人 来到了这里 停了下来 开口道 行 对了 小九 咱们宗门的宗规是什么 还有护宗神兽的规矩是什么 一切无规矩不成方圆 自己绝不能触犯 您说这个啊 祖老 这样吧 等会我派人给你们送一份宗规过来 至于护宗神兽的规矩 我也不太清楚 等你们养好伤了 可以去问问黑帝去 黑帝 就是宗主口中的那个黑帝 对 咱们进宗之前还见过呢 那是我二弟 别看他现在修为低一点 但是他可是凶兽 修为提升快着呢 文言 天兽祖老开口道 凶兽 好 我们知道了 你先去忙吧 小九 在这里还能碰到凶兽 是他没想到的 要知道 凶兽一族也是十分强悍的 但是 别管是自己天兽一族 还是齐根仙宗比起来 那就不值一提了 与此同时 外界 神秘势力青云仙宗 强势覆灭天出仙国的消息 已经在这一片掀起了轩然大波 你们听说了吗 天出仙国竟然被覆灭了 真是世事无常啊 本仙早知道了 听说是因为天兽一族的事 这个青云仙宗 直接派出了两尊仙王巨布 死 真是恐怖啊 随随便便就能派出两尊仙王 这个青云仙宗到底是什么来头 不知道 反正知道咱们惹不起就够了 这片区域乃天云道域最北边 由三大仙国一同主宰了数个纪元了 所以 天出仙国的覆灭所造成的影响自然无比巨大 其余两个仙国是孟月仙国和蓝双仙国 分别是由孟月仙王以及蓝双仙王建立的 此时天出仙国覆灭的消息 已经传入了这两大仙国之中 孟月仙国 仙都大殿 这个青云仙宗有无过节 哼 真是目光短浅的东西 不知道朱大人有没有听过 一国不容二军这句话 没有过节 青云宗就不来打我们了 此时大殿之中 仙国的大臣已经吵得面红耳赤 不可开交 都住嘴 这时 主位之上一道威压无比之音传下 大殿之中蹲守鸭雀无声 此时 无会禀报老祖的 由老祖定夺 都退下吧 闻言 数位大臣没有赶在开口 全都恭敬地告退后离开了大殿 真是头疼啊 这么多麻烦事 孟雪那丫头 也不知道跑哪去了 只见主位之上 是一个中年女子 她身着一袭紫色流纤裙 面貌绝色 身材傲人 她揉了揉头 叹了口气开口道 时间缓缓流逝 一日 鸣仙山脉 鸣仙山脉 位于天云道域东边 存在已久 十分古老 在天云道域之中 基本上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但是很少会有人踏入其中 因为众所周知 那里是仙瘦的栖息地 鸣仙山脉名字的由来 也众说纷纭 其中众多修士都认可的 便是很久以前 大量进入探宝的仙人 基本都没走出来 皆成为了强大仙瘦的口粮 自从这消息广为流传后 山脉外围的修士 也就没人敢深入其中了 与此同时 鸣仙山脉深处 高大的山脉连绵起伏 各种鲜花鲜草遍地绽放 浓郁的仙气缭绕 如入仙境一词 就是这里环境的真实写照 你看无说什么来着 传来一道冷亨之音 这宫殿的建造 与外界有很大的不同 从远处看去 就宛若是一块块 巨大的石头堆起来的一样 但是丝毫不影响 此宫殿的气势 由一块块巨石建造的宫殿 反而为其增添了几分奇异之色 宫殿排便处 鼻走龙蛇的 刻着四个大字 山神大殿 行了 废话少说 少主已经下了最新命令了 要我们直接联合剿灭 这个青云宗 到时候 就以冒充我宗的名义 发动我们所以掌控的全部势力 给予其雷霆一击 到时候 本宗就是真正的青云之主了 只见宫殿之中 有两道身影正在交谈 其中一个模样长得十分怪异 就宛若石头人一般 他便是石仙异族之主 当代山神 另一人自称本宗的 身着一袭黑衣 长发飘逸 俊俏的面容上一对紫色的同谋 十分起义 和风青羊 不能说一模一样吧 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可以说 就算是风青羊他妈站到这 也分不出谁针谁架来 少主发话了 那我们什么时候动手 到时候 吴直接号令 整个弥仙山脉的族群强者参战 到时小小的青云宗 还不顷刻之间覆灭 石神开口道 等这次覆灭青云宗后 就是自己实现一族崛起的开始了 背靠紫云神子这个大靠山 自己族群也不用卧在这弥仙山脉了 越快越好 以防生变 现在就传令下去吧 做好准备 本宗先返回我青云宗准备了 等吴通知你们 就出动 黑衣男子略微思索了一下 便开口道 他其实是神子麾下的一个势力 子羽道玉南宫家族的当代族长 南宫日天 这次自己家族 有幸被神子选中来 冒充这个青云宗 不好神子说了 只要能覆灭那个真的青云宗 就大力扶持自己南宫家 崛起之路就在眼前 说吧 南宫日天心念一动 便消失在了原地 不一会后 弥仙山脉外围处 一座高大无比的先锋之上 南宫日天的身影显现 他看着眼前恢弘无比的门庭 满意地点了点头 青云宗 要是在神子的扶持下 说不定 我们还真能取代那个天命势力呢 只见门庭牌匾处刻着 青云宗三字 不远处还蹲着一个瘦小的黑色仙兽 他见到南宫日天 连忙恭敬的拱手 黑帝见过组长 文言 南宫日天眉头微皱 说了多少遍了 叫我宗主大人 演戏自己不先融入角色 那叫演戏吗 真的是 是 是 黑帝见过宗主大人 南宫日天文言 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后他留下一句话 便向前方走去 看好我青云的大门啊 这一幕 要是让真正的黑帝看到 一定十分气愤 看门 你特么都不养了 本地是宗门护宗神兽好吧 当然很可惜 他看不到 南宫日天 此时坐在了大殿之中的主位之上 拜见宗主 大殿之中 十数道身影 一同恭敬地拱手道 只见他们全都身着青云宗的宗门服饰 当然只是外表相似而已 根本没有真正青云宗宗服的逆天效果 道运流转 仙尘不染 水火不清等等 冒牌货就是冒牌货 嗯 诸位都是我南宫家的长老 现在是吴青云宗的长老 现在一个崛起的机会 就摆在我们面前 覆灭真正的青云 由我们取而代之 都下去做好准备吧 此次我南宫家族 必须全力以赴 南宫日天 坐在主位之上 威严地开口道 是 谨遵家主之令 时间流逝 一日 距离弥仙山脉 最近的一座仙城 新穷仙城 今日偌大的新穷仙城之中的修士 全都人心惶惶的 只因弥仙山脉之中 时不时就会传来 众多仙兽的嘶吼声 今日这是怎么了 弥仙山脉之中 那群仙兽就没消停过 难道有什么大事 要发生了 死 你说 会不会是山神 要再次发动寿朝了 完了 完了 这下惨了 一白一修士 露出了惊恐的表情 猜测道 只因寿朝实在是太可怕了 每一次都将生灵涂炭 这个纪元以来 新穷仙城 因为距离弥仙山脉 最近已经经历了 三次寿朝的洗礼了 三次 三次啊 每一次城中修士 都会被屠露一空 此时 仙城城主府中 你死啊 弥仙山脉的山神 为何会选择 在这个时候发动寿朝 就不能再等两年 无久调理着新穷城了 球员的消息发出去没有 新穷仙主深呼一口气 向一旁的手下问道 禀城主大人 消息已经传达给了仙都那边 仙主已经安排大军和强者前来了 同时还召集了国内大批散仙前来 上边的意思是 无论如何也要守住新穷城 要不然 疯狂的寿朝将会再一次长驱直入 闻言 新穷城主叹了一口气 谋中露出了无奈之色 如今之际 只能拼命守城了 时间飞速流逝 两日时间过去了 今日便是风轻阳宣布 前往覆灭十仙一族的日子 天清仙海 清云仙宗 就在此时 一头气息强大的笑月白狼 拉着一座巨大无比的飞碾 从清云宗之中飞升而起 飞碾之后 还跟着数十道恐怖的身影 这一幕当即震撼了仙海外围无数修士 死 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 这都是那个清云仙宗的强者吧 对 仙宗这么大规模的出洞 又要做什么 不是四日前才覆灭了天出仙国吗 你们关注点在这里 其实 本仙更好奇 那座小山一般的飞碾上 坐着的是谁 竟然动用天兽拉车 此人在仙宗身份地位 肯定很高 有多高 三四层阁楼那么高吗 众多修士望着虚空上的一幕 开始七嘴八舌地交谈了起来 小姐 刚当那些就是仙宗的强者吧 出洞这么多强者 难道仙宗要对我们弄约仙国出手了 这时 两道身影走到了岸边 身着绿衣侍女服侍的女子 面露惊慌之色开口道 细细看去 这二人正是那天在隐秘之处 目睹天出仙国灭亡的二人 应该不会吧 我孟月仙国和仙宗又没过节 不过为了保险起见 还是赶快禀报给母后吧 侍女身旁的那道身影说罢 便拿出了一个传音令牌 将这里的事如实告知 与此同时 孟月仙国 仙督大殿 雪儿 你可算愿意跟母后说话了 等等 你说什么 那个清云仙宗出动了大批强者 难道是 冲主孟月仙国来的 大殿主位之上 身材傲人的孟月仙主 惊恐地反问道 两座山峰都随之摇晃了起来 不过随后他想到了什么 很快镇定了下来 有陈公子护着自己仙国 那个清云仙宗绝对不敢乱来 想到这 他又传音过去 雪儿 陈公子不日就会降临 你什么时候回来 然而这道传音过去 久久没有收到回复 仙海岸边 谁爱嫁谁嫁 我的婚姻我自己做主 孟雪气愤地嘟囔到 没想到 自己作为孟月仙国的嫡公主 竟然还有这种烦恼 小姐 话虽如此 但是如果那个陈公子 已是香鸭的话 唯恐 文言 孟雪皱了皱眉头 月儿说得不错 那个姓陈的背后 势力很大 要是自己不从 恐怕自己仙国请客之间 便会沦为天出仙国的后臣 等等 天出仙国 月儿 我们去打听打听 如何加入清云仙宗 这个清云神秘且强大 如果能加入其中的话 先王飞碾之中 小白 这里距离明仙山脉有多远 需要多长时间 飞碾之中 风轻扬开口问道 这次覆灭那个十仙异族 他要再次亲自出征 他倒是要看看 冒充自己清云宗的是一群什么玩意 对 还有冒充他本人的 领主上 按我们的速度来看 从这里到明仙山脉 大概只需要一日的时间 飞碾中 小白估摸了一下 开口道 此次出战 宗门派出来了五尊巅峰先王 众多大罗径的五星长老 十仙异族的末日到了 五尊先王巨拨呀 不对 准确来说是六尊先王 外面给主上拉车的自家足劳也是 一尊先王 时间缓缓流逝 一日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距离明仙山脉最近的星穷先城 此时平日人来人往的星穷先城外 一个人影都看不到 仙城高大厚重的城门也已经关上了 城墙上站满了身影 为了阻挡疯狂的兽巢 星穷先城以全城戒备了起来 然而即便如此 城墙上的每道身影 脸上都充满了担忧 都打起精神来 今日弥仙山脉之中 仙兽群的嘶吼声更胜昨日 本仙估计就这两日寿巢就要爆发了 我们的背后是我们的家园 是我们的亲人 所以哪怕身死盗销 也要挡住这次的寿巢 此战 城在人在 城王人王 一个威武高大的男子 站在城墙中心处威严道 城在人在 城王人王 城在人在 城王人王 高大威武的男子 短短的三句话 便提升了守城重修极大的士气 还是那句话 人生在世 哪怕先也有在乎的东西 无欲无求 只是极少数吧 因为什么在乎的都没有了 哪怕长生又有何意义 就在这时 突然一道响彻的嘶吼声 从虚空之上传来 嗷 闻言 仙城城墙上的守城修士 皆面色一变 兽巢来了 他们连忙回到各自防守的位置之上 做好准备 严阵以待 好像不是兽巢啊 你们看地面都没震动 一位经验丰富的修士说道 他已经经历了不下三次抵挡兽巢了 每一次兽巢冲击 地面都会剧烈的震动 然后现在除了那声嘶吼声之外 地面还十分平静 这很显然不是 天上 你们快看天上 这时 又有一个修士大喊道 天上 难道仙兽群先从天上 开始进攻了 众人先是心头一惊 当即便向虚空之上看去 随后 他们便见到一头巨大无比的白色狼形仙兽 拉着一座小山般大小的庞大飞念 飞驰而来 飞念之后 还跟随着数十道身影 他们出现之后 并未停留 继续向前穿梭而去 而前方便是迷仙山脉 不是仙兽群 搞错了 搞错了 就是就是 一惊一乍地干啥 本仙还以为兽巢突然席卷而来了呢 等等 既然不是兽巢 那那些人是谁 他们好像是出着迷仙山脉去的 城墙之上守城的修士 一时之间都摸不着了头脑 怎么回事 刚刚那些人是谁 就在这时 兴穷仙城的城主也登上了城墙 他眉头微皱 疑惑地开口道 城主 属下刚刚看到 那飞念之上刻有青云二字 青云 青云仙宗 不可能啊 这些人本城主一个没见过 并且 仙宗都把天兽剿灭了 为何会用天兽拉拧 星穷仙主 此时更加疑惑了 青云仙宗他知道 宗门就坐落在明仙山脉外围处 宗门实力十分强大 却又很低调 当得知兽巢要爆发后 自己还去过仙宗一趟求援呢 然而 看门的那个黑色仙兽 直接让自己滚了 难道那飞念之上的 是仙宗的大人物 出去办事回来了 总不能有两个青云仙宗吧 主上 前方就是明仙山脉了 十仙异族就在山脉深处 飞念之中 小白开口道 这时 风轻阳强大的神念感受到了什么 停 文言 外面拉扯的天兽祖老当即一顿 随后停了下来 宗主 风轻阳不假思索地开口道 向东 据小白所说 这明仙山脉平常修士 绝对不敢踏入其中半步 而自己刚才感知到 外围东边 有大量修士和仙兽的气息 细想之下 这很有可能是那个冒牌货的筑地 是 宗主 玄疾天兽祖老便拉着飞念调转方向 向东边穿梭而去 后方的众多五星长老 剑壮连忙紧紧跟上 另一边 山脉外围处 冒牌青云宗筑地 一座高大无比的先锋 只见此时先锋之下 汇聚着无数头仙兽 各种种族的都有 他们有的化为人形 有的为本体 不断煽动巨大翅膀的金翅仙鹤 不断嘶吼的紫雷仙雄 凶猛狂暴的霸天仙虎 等等 这些强大的仙兽 一般只会在山脉深处出现 先锋之上 冒牌青云宗之中 诸位 神子所敌对的天命势力已经出现 我南宫仙族作为神子的附属势力 也该为神子排忧解难了 此战若胜 无南宫仙族绝对再上一层楼 所以本家主承诺 战后 家族所有人资源上条十倍 先别管怎样 南宫日天直接画了一个大饼出去 不对 是承诺 若是胜了青云宗 所有人的资源上条十倍 简直是小事一桩 而自己所说的家族更上一层楼 也绝对没问题 自己南宫仙族 虽为先王世家 但是别忘了 先王世家跟先王世家 可是有区别的 并且区别还很大 上条十倍资源 那不爽死了 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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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大饼出去 前方南宫仙族的众多族人 瞬间情绪高涨 这时 南宫日天看了看自己身上 和族人身上的服饰 又想到什么 嘴角微微上扬 本宗刚刚听闻 天清仙海处有一宗门 竟然冒充无清云宗 并且 此宗十恶不赦 无辜将天出先国覆灭 所以本宗决定 南宫日天还未说完 虚空之上便传来一道威严之音 所以 本宗决定将这个冒牌或灭门 闻言 南宫日天以及宗门之中 所有长老和弟子面色大变 只见虚空之上 一头庞大无比的白色天兽 拉着一座仙气缭绕的飞碾 破碎虚空而来 巨大的飞碾后方 还跟着数十道强大的身影 无比恐怖的气息 顿时爆发开来 虚空上的空间 被瞬间破碎塌陷 就连此方天地都昏暗了下来 天兽祖老 那个清云宗打上门来了 南宫日天健壮 一眼就认出了 拉车的那个仙兽的身份 等等 堂堂天兽祖老 竟然沦落到拉斐年的地步 他怎么说 也是一尊仙王啊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闯进来 那就别怪本座了 开启我清云护宗大阵 来不及多想 南宫日天立马吩咐道 虚空之上 众多清云宗的长老 看着下方的一幕 怒火一下子就生腾而起 下方的建筑 可不就是仿着自己清云宗建的吗 还有他们长老和弟子身上的服饰 竟然也都一笔一进行了仿制 最最最气愤的是 他们竟然看到了宗主 不对 是冒牌宗主之人 这么的 敢冒牌无主 一会开打时 一定要狠狠地灭杀此人 照着他一人补一刀 这样才能泄气 这时 冒牌清云宗的护宗大阵 在虚空之上开启了 将清云宗所有人笼罩在其中 磅礴的仙道法则 顿时袭杀而来 然而还未坚持一秒 非免之中 风轻阳冷哼一声 护宗大阵瞬间破碎开来 紧接着 他起身和小白一起来到了非免之外 南宫日天 觐见 大罗惊仙巅巅峰 身份 南宫仙族当代族长 另一个身份 冒牌清云之主 南宫仙族奉紫云神子之令 前来冒牌清云宗 果然是那个紫云神子策划的 南宫仙族是吧 好好 好得很啊 灭族 随着风轻阳一声令下 这场曠世仙战正式打响 清云宗数十位大罗长老 纷纷运转修为 磅礴的混员之力运转而出 见状 南宫日天连忙开口道 请三位老祖出手 顿时山峰后方 三道恐怖的身影飞升而起 谁敢动我南宫仙族 这三道身影便是南宫仙族的老祖 在紫云道狱也算是明镇一方的存在 南宫天阙 天阙仙王 南宫子极 子极仙王 南宫迎剑 迎剑仙王 这三尊仙王便是南宫仙族的底牌 两尊三重镜的仙王 一尊五重镜的仙王 青云宗这边 九天仙王落九天 破天仙王灵破天 新渊仙王李新渊 紫竹仙王妙紫竹 四大巅峰仙王一同出手 为了防止误伤到各自的人员 七尊仙王默契地穿梭到苍穹之外 要知道 即便是他们战斗的余威 都是十分恐怖的 卧槽 简直岂有此理 宗主 主上 我也上了哈 非免之上 小白看到了下方一个熟悉的身影 顿时勃然大怒 一只瘦小的黑色仙兽 这特么 连我二弟都冒充 在得到了手肯后 小白顿时化为了本体 飞升而下 不一会后 冒牌青云宗的驻地 便血流成河 血物弥漫 惨叫声 求饶声 打斗声 不绝于耳 此处的空间 早已全被磅礴的混元之力震碎 就连脚下高达云霄的先锋 都被硬生生打平 可见此战的恐怖之处 我投降 先宗的各位大人 饶命啊 都是那个神子让我办的 南宫日天 浑身是血的 跪在了一处破碎的大殿之前 他换回了自己原本的样子 是一个眉毛浓密的中年男子 此时他的眼中万念俱灰 完了 全完了 自己南宫仙族完了 这青云宗派来之人 也太恐怖了吧 竟然全是大罗 现在唯一的希望 就是老祖那边能赢 但是估计很玄 刚刚自己没看错的话 青云宗那边 可是有四尊先王的 对了 十仙一族 还有机会 只要拖到他们赶来 绝对能逆风翻盘 就是你这蝼蚁 冒充吴宗主 杀 南宫日天此事已经恐惧到了极点 文言再也绷不住了 老祖救我 只是他这一声求救 丝毫没有效果 眨眼之间 数十道旁驳的不朽之力 便向他轰击而来 哄 一声巨响 南宫日天瞬间被轰成了血雾 消散在天地之间 他之前所在的地面之上 都被轰成了一个深不见地大坑 这等货色 也敢冒充宗主 真是无知无畏 一名青云长老 冷着脸说道 随着南宫日天被轰杀 也宣告着这场真假青云宗之战 真青云宗吻胜 而冒牌后的下场 便是全族被灭 不对 还有南宫仙族的三位老祖 与此同时 苍穹之外 七道先王领域全力展开 磅礴的造化之力震撼星空 七道恐怖的身影 屹立在星空之中 四尊巅峰先王 南宫仙族最强大的五重镜先王 此及先王惊呼道 要知道 先王之镜所蕴含的能量 庞大到难以想象 就要踏入道元先皇了 这还怎么打 阁下 我们这么做 是被紫云神子蒙骗了 一时鬼迷心窍 才犯下大错 如今我南宫仙族 除了老朽三人 已经全被贵宗所杀 不知四位阁下 可否化干戈为玉帛 放过老朽三人 实在不行的话 老朽三人愿意臣服贵宗 认清现实之后 紫棘先王站在自己的领域 先落紫棘内恳求道 一旁南宫天阙 南宫迎见闻言 也露出了西纪之色 他们是真没想到 清云宗竟然有四尊巅峰陷亡 如今之际 只能按大哥说的做了 放过你们 投靠我清云 你们一配 不好意思 我们得到的命令是灭族 李星渊不紧不慢地默然说完 随即他便心念一动 一本散发着恐怖气息的书 便出现在他的手中 书自动翻开了第一页 但是上面却是一片空白 无字天书 第一页 请君入黄泉 随着李星渊的开口 空白的纸张上面 竟然浮现出了几行文字 上书 天地中有轮回日 请君此时入黄泉 一幅画面也随之悦然指上 勾勒出一幅天地崩塌 一条阴森恐怖的小路 缓缓展开 三位该上路了 李星渊说吧 无字天书之上 便爆发出了璀璨的仙光 随即便自动向南宫三仙王的领域处飞去 见状 九天仙王 紫竹仙王 破天仙王 三人也使出了各自的杀招 星辰落九天 紫竹焉万物 灭天破仙诀 顷刻之间 星空之中 无数道繁星砸落而下 散发着灭世气息的紫色仙竹 开满了虚空 湮灭一切 没办法了 拼了 不 不要 啊 南宫仙族的三尊仙王的领域 一秒都抵挡不住 直接被打爆 他们三人也在惨叫之中 被瞬间蒸发 与此同时 天云盗狱之中 虚空之上被一片血红色覆盖 瓢泼的红色仙语也随之降下 宛若血语一般 死 我们盗狱 有四重之上的仙王陨落了 不应该啊 这是哪尊仙王前辈 最近也没听说 哪里爆发矿世仙战了 不行 得速去派人查探清楚 天云盗狱之中 修士皆震惊地讨论着 只有四重仙王之上陨落 才会降下血色仙语 要知道 四重仙王之上的仙王 无不是主宰一方的存在 随意陨落一尊 都是惊天大事 代表着一矿世仙战爆发了 星穷仙城这边 无数仙城修士 更是颤抖不已 对了 不久前清云先宗的那批人 不是路过了吗 这么大的动静 他们不会把弥仙山脉给平了吧 星穷城主越想越恐惧 现在不是该考虑 受潮不受潮的事了 而是到底发生了什么 人总是对未知的事物感到恐惧 另一边 山脉 冒牌清云宗筑地 筑地被平 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血腥味 苍穷都打穿 破碎开来 丁 恭喜宿主完成负面冒牌 自己宗门的附宪任务 奖励已发放 丁 并且其中修炼可大幅度提升修炼速度 并且有一定概率血脉繁足 并且其中自成天地 可以自动幻化 适合先受生长的环境 恭喜宿主获得御寿堂主召唤卡一张 专属召唤卡 可随即召唤诸天万界 鼎鼎有名的御寿师 作为堂主人选 恭喜宿主获得宗门禁天试炼堂 宗门长老和弟子试炼必备之物 堂中会幻化试炼之人的模样 也可成为第二个自己 因为修为和记忆完全等同 祝 只有不断打败自己 才能不断提升自己 环寿堂 环寿堂主召唤卡 禁天试炼堂 此次的任务奖励还可以 先王非免之中 风轻扬喃喃说道 这个环寿堂有点意思 宗门正好缺一个培养先受的地方 并且 这个环寿堂不但可以提升先受修炼的速度 还可以有机会反祖血脉 这才是最重要的 反祖血脉啊 打个比方吧 就是一个先受实力不强 但是他拥有千万分之一的强大的血脉 一旦反祖将脱胎换骨 不可限量 对了 自己好像还有一个专门玉寿的掀器来着 玉寿线索 想到这 风轻扬心念一动 他空间仙宝之中的玉寿线索 便出现在他手上 不错 就是这个 这个就交给未来的玉寿堂主吧 非免之中 小白剑状立刻吓得炸毛了 卧槽 宗主怎么又把那个恐怖的线索拿出来了 就在这时 外边传来一道恭敬之音 宗主 那三尊仙王已灭 冒牌宗门的所有人 全部被灭 文言 风轻扬收起了手中的玉寿线索 很好 命令下去 前往弥仙山脉深处 该轮到那个石仙异族了 将其灭族 对了 这里所有金仙之上的仙兽 尽量抓活口 弥仙山脉啊 要知道 这里可是仙兽的天堂 在这里多抓一点 仙兽带回去培养 简直不要太爽 当然也不是啥歪瓜裂枣都要的 只要金仙之上的仙兽 还有那个石仙异族 这里这么大的动静 他们不可能感知不到 然而现在还没有出现 估计是被吓到了 这紫云神子手下的势力 真是一个比一个逊色 仅遵宗主之令 所有人听练 出发弥仙山脉深处 文言 飞脸之中的小白 和拉脸的天兽祖老都露出了激动之色 自己天兽异族的大仇 马上就可以报了 石仙异族 准备迎接我青云宗的怒火吧 此时 原本汇聚在冒牌青云宗外的众多仙兽们 在刚刚的仙战爆发之后 便逃窃而去 并且 如果你从虚空上向下俯视看去 便会发现 弥仙山脉之中的仙兽群 都在大规模的向身处奔逃而去 不一会后 外围处 原冒牌青云宗遗址 这时 虚空之上数十道身影降临而来 他们看着下方的一片狼藉 和苍穹之上破碎的虚空 当场愣在了原地 死 青云宗呢 青云宗怎么没了 带头的一人惊恐地开口道 正是天穷仙城的城主 他刚才将消息汇报上去后 上面便让他亲自前来查看情况 毕竟这乃惊天大事 关乎整个仙国的生死存亡 因为受朝的是 仙国大量的强者 还在赶来的路上 现在你告诉我 你也不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闹呢 城城主 是不是您记错了 放屁 本座能记错 这里就是那个青云仙宗的驻地 只不过现在看来是被人灭了 绝对是不久前进入山脉的那些人 对了 那些人貌似也是青云宗的 难道是真正的青云宗 发现了冒牌他们的宗门 便派遣强者前来了 天穷仙主秀了秀空气之中 刺鼻的血腥位后 开口说道 自己肯定不会记错位置的 因为自己前两日 还来这里寻求援助呢 想要和仙宗一起抵御寿朝 等等 即便这是个冒牌货 都如此强大 那覆灭其的势力呢 也就是真正的青云仙宗 那得多么强大 与此同时 民仙山脉深处 山神大殿 族长 我们真的不去援助南宫仙族吗 援助什么 我们现在估计 自身都难保了 只希望南宫仙族的那些人 能多消耗一下青云宗吧 山神大殿主位之上 山神忧心忡忡地开口道 刚才手下来报 青云仙宗派来了数十尊大罗啊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 他们好像还有四尊先王拒搏 这该如何与之抗衡啊 族长 不好了 不好了 这时 一道身影慌忙的连滚带爬的进入大殿 族长 前方探子来报 南宫仙族已经被灭族了 并且 您派遣在外围的仙兽群 正在不断向我们这里逃窜 闻言 主位之上的石神 被惊得直接站起了身来 怎么这么快 南宫仙族的那群人真是废物 这么快就被灭族了 赶快 吩咐下去 全族戒备 我十仙一族生死存亡的时刻来了 石神惊慌失措地吩咐到 随后他便匆匆地向大殿外走去 都滚回去 滚回去抵挡青云宗 山神呢 我们要见山神 那个青云宗实在是太恐怖了 我们抵挡不住 是啊 我们族群的三位老祖都被他们抓走了 抵挡 还抵挡个毛啊 赶快让开 我们要去求助山神大人 要不然就别怪我们冲击你们了 石仙山脉外围 众多仙兽汇聚于此 他们全都焦急不已 想要继续向前 但是被石仙一族的数十护卫给拦住了 闻言 石仙一族的护卫也不知道该如何办了 要是不放他们进去 他们真要开始冲击的话 自己这些人根本拉不住啊 山神大人有令 任何人不得踏入前方半步 围者灭族 石仙一族领头的守卫 搬出了自家族长 企图下退这些仙兽 任何人不得踏入 我们是仙兽 又不是人 就是 就是 你们说山神可以庇护我的 我们这才尊他为山神 如果庇护庇护不了我们 我们凭什么扶他 一尊大罗径的化形仙兽 愤怒地开口道 所谓山神便是石仙一族的族长 自己也是听闻 岂能庇护自己种族 这才尊弃为山神的 受其指使 但是如今看来 这石仙一族 貌似自身都难保了 诸位 不要再和他们废话了 我们冲过去 与此同时 石仙一族驻地 族长 前方的守卫抵挡不住了 疯狂的仙兽群 向我们冲劲而来了 什么 该死 这道消息 宛若火上浇油一般 在这个街骨眼 这可如何是好啊 啊 就在这时 一道响彻的咆哮声 在虚空之上响起 随后 天兽族老庞大的身躯 拉着飞脸穿梭而来 石虹 你们石仙一族的末日到了 天兽族老俯视下方 开口道 他一眼便发现了 下方的石仙一族的族长 也就是带头覆灭 自己天兽一族的山神 见状 下方石仙一族的 驻地之中的族人 顿时就慌乱了起来 青云仙宗打上门了 石仙一族的族长 也惊恐地望向虚空之上 天兽一族的族老 不对 他为何沦落到拉车的地步了 那飞脸之中的是青云宗和人 等等 为何他们就来了这么几个人 只见虚空之上 庞大无比的脸身后 还跟着四道身影 其实是其余人 都被风轻羊派去 抓捕仙兽去了 至于灭掉石仙一族 有四尊巅峰仙王在 绝对够用了 石虹 静剑 仙王一重 种族 石仙一族 身份 石仙一族当代族长 弥仙山脉山神 小小一重仙王 也敢自称山神 真是可笑 才死他 将其灭族 仙王碾之上 风轻羊看着眼前的人物面板 面无表情地开口道 一重仙王 都敢自称山神了 那本宗不得称的仙神 听到主上的喃喃低语 小白连忙接话 以主上您的实力 称的天神也不为过呀 少拍马屁 还不快上 不想亲自为你们天兽一族报仇了 风轻羊说吧 一脚将小白 从飞碾之中踹了出去 飞碾之外 听到宗主的吩咐 青云四仙王动了 他们纷纷运转仙王法 磅礴的造化之力爆发开来 随后 他们的体型开始不断地变大 直至高达万丈身躯 头顶天 脚踏地 恐怖的气息从他们的身上传来 放眼望去四尊高大无比的巨人 俯瞰世间 奉无主之令 才死十仙异族的蝼蚁 随即仙王卧九天 林破天 李星渊 妙子竹 四大巅峰仙王一同抬脚 恐怖的造化之力 瞬间汇聚在 他们不知道多少马的脚上 随即便一脚踩了下去 哄 空间尽数崩坏 此方天地都在颤抖 啊 饶命啊 吴不想死啊 饶命啊 十仙异族驻地之中 无数十仙被强大的威压镇压在地 丝毫不得动弹 他们只能无助地大声惨叫 求饶 啊 和他们拼了 老祖 十仙老祖 来来来 你来 眼看四个巨角不要踩下 说时迟 那时快 十仙异族的山神石虹 怒吼一声 随即 他的体型也开始不断地变大 足地后方 两道恐怖的身影 也一同飞升而来 体型一样开始疯涨 如果说 他们三个变大之前 就宛若小石头组成的石头人一般 那现在就是无数块巨石组成的石头巨人 两位老祖 我们一定要顶住啊 前来的两道身影 正是十仙异族的两位长老 一尊仙王二重 一尊仙王三重的存在 再加上十红这个一重仙王 十仙异族拥有三尊仙王境 这才是他们能称霸 整个冥仙山脉的关键所在 不过今日过后 十仙异族除名 三个蝼蚁还妄想挣扎 逆天 尚有生机 逆无踪 绝无活路 落九天开着下方妄图躺臂挡车的三道身影 冷冷开口 哄 四个巨角和十仙异族三尊仙王碰撞的一瞬间 便发出了惊天巨响 尘土飞扬 整个山脉深处的大地都在颤抖 啊 顶住 三尊高大的石头人高举双手 拼命拖住了四个大脚 然而实力实在悬殊 咔咔咔的声音不断传出 密密麻麻的裂纹遍布他们的身躯 很快 他们便坚持不住 隆隆一声巨响后 四个巨角狠狠落地 区域内 十仙异族的所有族人们被进阶采为了积粪 天巫 你也去吧 能亲自为自己族人报仇 也算心中无憾了 不远处 飞碾之上风轻扬莫然看着下方的一切 开口道 小白也不知道被自己踢哪去了 他好像修为还不高吧 好像才惊仙九重来着 别被打死了 小白 多谢宗主 文言先往撵前方的天兽族老婆 不及待地飞身而下 他先往一重进的修为 瞬间斩露开来 加入了覆灭仙石一族的队伍其中 哟 你们还想人多欺负我人少 仙石一族边界处 小白看着眼前数十尊仙石一族的族人 心里多少有点发慌 但是嘴上功夫绝不能输 文言 数十道身影整齐地向前一步走 小白立马警惕了起来 以为他们要动手了 然而一下子话锋突转 大人 饶命啊 我们错了大人 还望大人放 我们一条活路啊 饶命 饶命 只见数十道身影 整齐华裔地跪在了地上 又是哭喊 又是求饶的 这一下子 给小白整不会了 用武力逼迫着 让我接受他们投降 这时 小白看到了后方飞尸而来的足楼 他的腰杆子一下硬了起来 哼哼 饶命 当初你们十仙一族 疯狂屠入我天兽一族时 怎么不说饶我们一命 天道好轮回 现在也该让你们尝尝 被屠杀的滋味了 时间缓缓流逝 不一会后 所有战斗都停止了 安静无比 十仙一族驻地 已经完全大变样 所有建筑全被移为了平地 地上还有四个深深的大脚印 石头的粉末堆得老高了 一阵清风徐来 便弥漫了虚空 我天兽一族的族人们 我和小九 今日为你们报仇血恨了 有纵门的帮助 今日那可恨的十仙一族 灭族 不复存在了 先十一族的驻地中心处 天兽祖老和小白站立于此 激动的心情 久久难以平复 晶莹的泪水 在他们眼底酝酿 但是都被他俩强忍着收了回去 强者从不落泪 即便有泪 也从不轻弹 禀宗主 十仙一族的一个没落 已经被全部碾死 嗯 回宗吧 两久之后 数十道身影降临在 十仙一族驻地的虚空之上 他们在见到下方的状况时 无不到吸了一口凉气 果然不出本城主所料 十仙一族也被覆灭了 不行 此事要尽快禀报给仙主 这次的寿巢根本就不存在 一切的一切 全跟那个真正的青云宗有关 一日 天青仙海河岸旁 孟雪和他的侍女正在交谈 小姐 我们都打听了一天了 还是打听不到 怎么加入青云啊 对了 你看我这脑袋 那个青云仙宗 貌似是刚刚才飞升而来的 侍女月儿敲了敲自己的脑袋 但是一想又不对 她连忙再次开口 不对不对 刚飞升而来 他们怎么可能灭的调天出仙国 那天应该是他们 在下重天的分宗之人 文言 孟雪没有回他 他正在思索一些事 自己孟月仙国和蓝双仙国 都没有遭到青云宗的攻击 那青云出动大量强者 是干啥去了 昨日的血雨 是不是和他们有关 那个乘坐飞碾的 在青云宗中是何等身份 三个问题充斥在他的脑海 就在他思索之时 一旁的小玉突然惊呼道 小姐 小姐 来了 来了 青云宗的人回来了 文言 孟雪当即心动一动 脑海中的万千思绪都被打断 他连忙抬起头 看向虚空之上 只见上空 一座庞大的仙兽 拉着飞碾穿梭而来 身后数十道身影相随 仙宗的强者回来了 可是好像也没有什么吧 自己还是进不去仙宗 想到这 孟雪又垂头丧气地低下了头 其实还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 趁现在上去询问 但是自己绝不会这样做 自己几斤几两 还是分得清的 只能先走一步看一步了 万一仙宗要开山收徒呢 飞碾之中 风轻扬的神念 随意地俯视了一边下方 这天青仙海岸边的风景 还挺优美的 现在想来 当初选择这里作为宗门的驻地 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呢 嗯 孟月仙国嫡公主 冰鸾仙体 苗子不错 不过和本宗没关系 现在清云宗今非昔比了 弟子之中要天骄有天骄 要天才有天才 根本不用着急开山收徒啥的 等自己清云的威名响彻此件 有的是天骄亲自上门 求着入宗 不一会后 清云宗门停处 大哥 你们终于回来了 怎么样 这次顺利吧 黑帝伸了个懒腰 打着哈欠开口道 那自然啊 宗主亲自出马 还有四位先王前辈 以及那么多长老 过程自然是无比顺利 冒牌咱们的宗门被灭宗了 那个十仙异族也被灭族了 简直太爽了 还有 二弟我跟你说啊 当时覆灭十仙异族时 我直接从主上的飞碾飞升而下 然后虎去一阵数十个惊仙那头变败 就要向我投降 小白脸不红心不跳地 滔滔不绝讲述着 黑帝则在一旁听得津津有味 嗯 大哥不愧是大哥 就是牛 然而他不知道 是他大哥是被一脚踹下去的 十仙异族那头变败 是因为早被吓破了胆 小白 你可不可以拆我台啊 另一边 清云仙殿 主上 这次我们从明仙山脉之中抓 请回了三十头大罗金仙境的仙兽 您看要如何处置 大殿之中 内门大长老牧水仙 恭敬地开口道 他差点说错了话 因为宗主确实说的是把这些仙兽请回来 而不是抓 至于如何请 那是自己长老等人的事 这些仙兽现在如何了 思想工作做了没有 领主上 这些仙兽已经被镇住了 丝毫不敢反抗 只是我担心 他们只是表面沉浮 心中却不服 牧水仙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心中不服 那就找个人好好训训他们 主位之上风轻阳说罢 便用神念联系系统 系统将上次的奖励全部具现 丁 御兽堂已具现在宗门之中 丁 宗门禁天试炼堂已具现在宗门之中 御兽堂主召唤卡使用成功 筹取中 第一 恭喜宿主获得半步仙皇进御兽强者 半步仙皇啊 嗯 半步仙皇 没想到一个专属召唤卡 竟然都能召唤出半步仙皇 这不属实赚妈了 风轻阳心中大喜 现在宗门的最高战力再一次刷新 那距离称霸上重天还远吗 只是在新的召唤卡没出来之前 能刷新最高战力 他是真没有想过 算是个小惊喜吧 真不错 系统话音落下 青云宗上空瞬间风起云涌 亿万里祥云飘荡而来而来 下方原本平静的天清仙海 顿时波涛汹涌 不断地翻滚起巨大的浪潮 肉眼可见的磅礴仙气 不断向虚空上汇聚而去 一道漩涡形成 一尊恐怖的身影从其中走出 顿时天地颤抖 磅礴的道源之力席卷苍穹 死 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会有如此磅礴的异想 刚刚虚空之上 是不是有道身影 那是何等强者 嗯 在哪 我怎么没看到 那是你修为太弱了 这样说来就更恐怖了 一本仙的修为 只能略微丑见眼 一时间 偌大无比的天清河岸上的众仙 无不震惊 小剑 刚刚发生了什么事了 不知道啊 但是我心里倒是有些猜测 这里是谁的地盘 刚刚的异象指定和仙宗有关啊 青云宗之中 众多长老和弟子 也全都被惊动 这是 又又若开始了 这难道是宗门在上重天云游外出的前辈 回归宗门了 十多尊先王也一同抬头 这气息 难道是先王之上 道元先皇 不 不对 他的道元之力 貌似还没有全部转换 是半部先皇 众所周知 先王进十重巅峰后面一个境界 便是先皇境 先皇境可以说是真正的无上存在了 而先王十重境 想要突破先皇 则要将体内的造化之力 全部转换为道元之力方能突破 没有全部转换完成的巅峰先王 则被称为半部先皇 虽说是半部先皇 但是远不是巅峰先王 可比的 一尊半部先皇 打十个巅峰先王都不是问题 不一会后 青云先殿 拜见宗主 一道恭敬之音传来 人物 柳空天 境界 半部先皇 天父 天狱神体 功法 天狱神爵 武技 空天神长 空天先皇 来自于遥远的一座大界 酷爱玉兽都快到了蜂魔的程度 经常自诩 自己天生 便是为了玉兽而生的 风轻阳看着眼前的数据面板点了点头 随即他便 看向大殿之中的那道身影 只见柳空天相貌堂堂 浓眉大眼 身着一袭青黄交加的宗门服饰 他的头发竟然也是黄色的 他的面色也是偏黄的 并且 他中年男子一般的脸上 却又有老者的沧桑感 风轻阳 这哥们是掉进黄色的陷阱里了 小脸都辣黄的 可嗨嗨 柳空天 你刚刚云游回归 正好本宗也要交给你点任务 柳空天 宗主请说 本宗现在封你为宗门御寿堂堂主 御寿堂发展的事 以后就交由你办了 风轻阳威严地开口道 闻言 柳空天连忙攻进拱手 谨遵宗主之令 御寿堂堂主 太好了 嗯 风轻阳点了点头 随即他又看向大殿一侧的牧水仙 牧长老 你带柳堂主前往御寿堂一下吧 哦 对了 御寿堂就在宗门核心区域 青云先封不远处 牧水仙文言一证 御寿堂 宗门什么时候有了御寿堂了 不过宗主都说了 那肯定是有 青云峰不远处是吧 遵命 牧水仙领命便要向外走去 这时 风轻阳再次开口 叫住了他俩 这个御寿堂十分奇妙 仙授在其中的修炼的话 会加快修炼速度 并且还有一定几率 会进行血脉繁足 对了 距离御寿堂不远处 还有一座建筑名为 静天试炼堂 牧长老你传达下去 各门长老和弟子 都可进入试炼 待他二人走出大殿后 风轻阳又进入了 系统见面查看 经过这一次 宗门职和威望职 又长了一小幅 不错 不错 只是这么多威望职 该如何花你 算了 还是攒着吧 等到时候 直接兑换一个牛逼点的侍女 他要的侍女 可不是花架子 必须得有面 到时候 有人招惹自己青云宗了 直接派强大的侍女 出去灭族 前辈是何人 如此强大 必是一方霸主吧 无奈青云之主侍女 而等受死 什么 一个侍女都如此强大 哈哈 这多威风有面啊 如若不然 随便找点侍女 还找不来 你不会以为 堂堂青云之主 没吸引力吧 想到这 风轻阳笑了笑 随即退出了系统见面 对了 看看轮回镜中的老祖怎么样了 心念一动 万事轮回镜 便出现在他的手中 只见这一世之中 镜中的画面十分震撼 老祖已一条石 丝毫不落下风 风轻阳被惊得嘴巴张得老大了 老祖这一世 难道是要走多子多福这一套 早知如此 宗门核心区域 牧水仙恭敬地在前方领路 柳堂主 前方便是御寿堂了 虽然牧水仙不知道 这个柳堂主的修为有多够 但是多少有点猜测 能在上重天云游的前辈 实力岂会差 刚才柳堂主降临时 那巨大的动静 就是最好的说明 嗯 牧长老客气了 柳空天文言点了点头 通过一路上的交谈 他也知道了 眼前这个冷艳的女子身份 五星长老 内门大长老 宗门骨灰及元老 不一会后 二人便走到了一处 气势磅礴的宫殿之前 缭绕的仙气弥漫 一股无上的道运散发开来 只见宫殿牌匾上 鼻走龙蛇的刻着御寿堂三字 并且左右还有一幅对联 上书 御天御地御生灵 诸天万寿入堂来 诸天万寿入堂来 这话够霸气 本作喜欢 并且其中没有乾坤 御寿堂前 柳空天满意地点了点头 柳堂主 那我就令人 将宗门收服的天寿 全部送过来了 一旁墓水先开口道 嗯 尽快 柳空天说完 便向御寿堂之中走去 五名内门四星长老 便领着三十头仙兽走了过来 大人这是要带我们去哪呀 一头画形妖兽 颤抖地开口道 这清云仙宗实在是太恐怖了 轻易就覆灭了南宫仙族 和石仙一族 现在还把他们抓来 这是要干什么 不会要被嘎妖子吧 文言 其中一名长老 愁了询问的仙兽一眼 到了 你们就知道了 不一会后 他们便来到了御寿堂前 大长老 我们收服的三十头仙兽已带到 嗯 墓水先点了点头 带他们进去吧 文言 四名长老开始命令众仙兽们 听到没有 都进去 但是三十头仙兽们 没一个敢动的 腿都止不住地颤抖了起来 欲天欲地欲生灵 诸天万寿入堂来 这对联商的话 也太下手了吧 真当自己是仙兽 就不识字 说不定进去了 就得被嘎妖子了 不进不进 打死也不进 妖子要紧 见状 墓水先锈眉微皱 他刚要开口说话 一道威严之音 便从御寿堂之中传来 不进 在本座这里 不听话的下场 比死都惨 声音传入众仙兽的耳中 就像一柄仙锤 狠狠敲击着他们的脑袋 他们全都发出了痛苦的惨叫声 随即 他们只感觉一阵天旋地转 眼前一黑 便失去了意识 再次睁眼就发现 来到了一个环境 十分优美之地 灿烂的阳光 茂密的丛林 鸟语花香 我们这是到哪了 怎么眼前一黑 就来到这了 对啊 我们不是在青云先宗吗 难道他们 放我们离去了 等等 不管如何 一念之间 便可把我们所有人带到这里 这得何等通天修为 仙兽们纷纷疑惑地交流了起来 就在这时 那道威丫之音再次响起 宿敬 欢迎来到吴青云宗的 玉兽堂规则小世界 本座乃玉兽堂主 以后你们全都有本座管辖 在这里可以加快你们的修炼速度 并且还有一定几率血脉繁足 安心修炼吧 如若不服从命令 后果自负 文言 众仙兽皆愣在原地 玉兽堂主 难道一念 将我们带过来的是这位大人 这么说来 这里还是在青云先宗吗 这是要让我们安心修炼 还好还好 不嘎腰子就好 等等 加快修炼速度 有几率血脉繁足 这里简直就特么是天堂啊 玉兽堂外 牧水仙和四位长老 看着消失在眼前的众多仙兽 诧异了好一阵 牧水仙最先反应了过来 刚刚说话的是柳堂主 那这肯定是他做的 真恐怖啊 一念之间 便能带走如此多的仙兽 好了 无事了 我们回去吧 你们去通知我那门 所有三星上的长老 去长老殿开会 遵命 大长老 与此同时 子羽道狱 子云先宗 六尊先王都搞不定青云宗 真是一帮废物 神子大殿之中 墨宇面无表情的喃喃道 从覆灭天寿一族 到真假青云宗 全是他一手策划的 没想到竟然失败了 墨宇招了招手 示意一旁的角色侍女 走上前来 我现在的火气很大 片刻后 墨宇长呼了一口气 嘴角逐渐上扬 没关系 青云宗 我们慢慢玩 看你们能撑到几时 如果记得没错的话 陈家内小 应该到了吧 时间流逝 一日 孟月仙国递剑 十分强大 拥有八十八座仙城 和曾经的天出仙国 以及蓝霜仙国 实力不相上下 为啥说是曾经呢 只因天出仙国 已经不复存在了 所以说 现在是两大仙国 天出仙国 我特么多聚中了 还拉出来便是 这时 一道刺耳的碎空声 惊动了各大仙城的修饰 只见虚空之上 一座华柜庞大的飞脸 穿梭而来 飞脸周身 还有十数个侍卫相随 并且 每一个侍卫的气息 都十分强大 大公子 孟月仙国到了 其中一个侍卫 恭敬地开口道 嗯 全速前往孟月仙都 飞脸之中的身影 点了点头 随即他们继续穿梭前行 这是什么人 出场排面这么掉 陈 如果本仙没猜错的话 这应该是 陈氏仙族的人 而飞脸之中坐着的 是陈氏仙族的大公子 陈牧 这位道友猜得没错 本仙也是这么想的 众所周知 陈牧公子 可是我们大公主的追求者 陈氏羡慕大公主 有这么优秀的追求者 如果是我的话 我做梦都得孝行啊 一个女子 一脸猪歌样的开口道 要知道 那可是陈家大公子啊 天赋异禀 相貌堂堂 而陈家更是强大无比 乃最顶尖的先王世家 族中有巅峰先王坐镇 天赋好 背景还强大 这样的人 谁管 你 得了吧 做梦都不带这么做的 你的长相得把陈公子给吓死 不一会后 孟月仙都 仙宫大殿 在众多大臣宫营之中 一个身高八尺 相貌堂堂的年轻男子 走进了大殿之中 他的身后 还跟着四名侍卫 欢迎陈公子 遵灵我孟月仙国 见状 坐在主位之上的 孟月仙国的 仙主梦娜起身迎接道 来人 给陈公子看左 孟仙主 不用客气 本公子这次是特地来看雪儿的 嗯 雪儿没在吗 青年正是沉默 也就是仙国修士口中的 陈氏仙族大公子 他坐下后 见没有看到那熟悉的身影 便微微皱眉 陈公子 很不巧 雪儿那丫头 这几日出去游历去了 您别着急 我这就传言他 让他回来 身材傲人的孟月仙主 见到青年皱眉 连忙开口道 雪儿这丫头也真是 自己前些十日就告诉他 让他回来了 这丫头非不听 陈公子有什么不好的 相貌堂堂 背景强大 要是自己仙国能 和陈氏仙族联姻 绝对能更上一层楼 这样 那他现在人在何处 本公子亲自去寻他 陈木文言 心中一动 好机会啊 如此一来 岂不省了很多麻烦事 都省得昆老出手了 算算时间 孟雪这个顶炉 也到了采摘的时候了 想到这 他又不留痕迹地 瞥了一眼主位上的孟月仙主 嘖嘖嘖 如果呢 孟月仙主只顾着讲话 丝毫没有注意到青年的眼神 陈公子 这还用您亲自去寻 我让他回来便是了 不用 孟仙主你 直接告诉我雪儿在哪 本公子亲自走一趟 毕竟孟儿可是本公子的心上人 本公子亲自去寻也无妨 如果在这里出手的话 难免会有一些小麻烦 所以陈木连忙开口道 那好吧 陈公子 下面人传来消息 雪儿貌似在距离 天青仙海不远的 清临仙城之中 孟月仙主将自己 刚刚收到的消息 如实道之 陈公子对自己女儿是真好啊 有个这样的女婿 自己很是欣慰 天青仙海嘛 倒是不远 是在天出仙国界内吧 陈木回忆了一下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应当是那里 这片区域是有三大仙国的 对 就是在那里 只是陈公子你不知道 天出仙国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了 被天青仙海上一个名为 清云仙宗的宗门灭掉了 清云仙宗 没听说过 陈木摇了摇头 这个宗门还是第一次听说 不过能灭掉天出仙国 这个宗门的实力倒是不可小觑 不过这跟自己的事没关系 等自己采摘了孟雪这个顶路之后 修为大尽 到时候 在两个多月后的天荒仙木之中 绝对能收获不少 这样 孟仙主放心 有我陈木在 那个清云仙宗 不敢对你们仙国怎么样的 陈木也听出来了他的意思 无非就是害怕孟月仙国 沦为天出仙国一般的下场 那自己就先给他画个饼 又何妨 等采摘完了顶炉 自己就一飞冲天了 不过到时候 如果孟月仙国真有难的话 自己也不是不能帮一手 就看他懂不懂事了 陈木说吧 再次看向了主位之上 仙主 你也不想自己的仙国被覆灭吧 多谢陈公子 有您的话在这 我便放心了 这下 自己仙国便可高枕无忧了 要知道 陈氏仙族 可是顶尖的仙王世家 清云仙宗 要是针对自己仙国有想法的话 也得掂量掂量 半日后 清陵仙城 清陵仙城坐落在天青仙海河岸旁 原本清陵属于天出仙国所管辖的仙城 但是天出仙国已经被灭掉了 清陵城主怕被秋后算账 已经收拾行李跑路了 所以现在这里乃无主之地 虽说是无主之地 但是在城中几大家族的相互制约下 秩序依旧良好 小姐 就是这里了 那三位仙宗的弟子 现在就在这里吃饭 真的 他好了 走走走 我们赶快进去吧 孟雪看着眼前气势磅礴的酒楼 露出了激动之色 终于能见到仙宗的弟子了 这下便能知道进入仙宗的条件了 酒楼之中 宾客满堂 但是所有的目光 都时不时放在一个靠窗的位置上 不 准确来说 是那边的三道身影上 大师兄 我们真是好久都没有出来 好好吃一顿了 是啊 没办法 时间是很宝贵的 现在宗门发展日新月异 我们作为师尊的弟子 修为上绝对不能落下 今日也是难得闲暇 十号品尝了一口杯中的鲜酒开口道 林白 今日团圆日 脚跃挂夜空 大师兄 小师妹 我们今晚一起赏月啊 行啊 二师兄这个提议不错 听说今晚正是赏月的最佳时间呢 一旁花青雨轻声开口道 对了 说起这个来 也不知道父王母后 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这仙界的月亮和荒芜界的月亮 是一个吗 如果是一个的话 两处相思同望月 此刻也算共团圆了吧 就在这时 两道身影走上了前来 你们好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请问一下 三位是清云仙宗的弟子吗 见状 十号三人一同抬头看去 说话的一个身着紫衣 身材十分火辣的女子 她的身旁还跟着一人 看其穿着像是紫衣女子的侍女 嗯 我们都是清云仙宗弟子 你找我们有什么事吗 紫衣女子说话十分礼貌 十号三人对其第一印象还算不错 于是林白便开口回到 并且 自己等人的身份也无需隐瞒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这里方圆亿万里 都是自家宗门的底盘 太好了 三位真的是仙宗天骄 我叫孟雪 来自孟月仙国 这个是我的侍女小玉 此次冒昧地打扰 是想向三位天骄询问一下 仙宗何时开山收徒 想要拜入仙宗 需要什么辞职 紫衣女子 便是一心想要加入清云的 孟月仙国大公主孟雪 他首先做了下简单的自我介绍 随后便直奔主题 文言 酒楼之中吃饭的众多修士 也无形饮食了 连忙集中注意力 侧耳倾听 他们看十号三人身上的服饰 就猜测到了三人的身份 只是无一人赶上前 对于那个紫衣女子 敢直接上前搭话 他们十分诧异 但是诧异归诧异 这个紫衣女子 问出了他们心中最想知道的问题 如何加入清云仙宗 要知道 这可是能随意覆灭 天出仙国的大宗啊 要是能败入其宗 直接原地起飞 哦 原来你是想问这个呀 但是 有关于开山收徒的事 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宗门那边暂时没这个想法 不过你放心 只要我们清云开山收徒 定会大规模相传的 这个紫衣女子的修为不算低 和自己一样 都是天仙境的修为 就是不知心性如何了 如果她心性不差的话 有很大概率能进入自己宗门 只是师尊现在还没有透露过 要再次开山收徒的意思 那她只能等等了 林白暗道 文言孟雪虽然心中有些失落 却丝毫没有表现出来 多谢三位添娇告知 那孟雪就不打扰三位了 玉儿 我们走吧 孟雪拱手告退后 便带着她的侍女向外走去 小姐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酒楼之外 侍女玉儿忧心忡忡地问道 唉 如今之际 只能先回去了 母后刚刚又给我传言了 那个姓陈的 已经去过仙兜了 并且 现在正在寻我们的路上 估计马上就要到这里了 孟雪叹了一口气说道 有的人是太大 不得不为之 也不知道 我们带的这些符不符合师尊的口味 唉 说起来也惭愧啊 跟了师尊这么些年 都不知道他爱吃什么 这时 十号三人也从酒楼走了出来 领白手中还拎着几个精美的食盒 师弟 师尊那等修为通天之人 自然不会贪恋这些 这就当是我们的一份心意了 十号几人的对话 也传到了不远处 孟雪两人的耳中 那三位仙宗天骄 用完善了 修为通天的师尊 看来这三位天骄 在仙宗的地位不低啊 那自己刚刚能说上话 真是幸运啊 不 应该说是三位天骄 平易近人 就当他要转身离去时 虚空一道碎空声传来 紧接着 一座华贵的飞脸穿梭而来 顿时吸引了无数修饰的目光 孟雪见状眉头微皱 这是那个姓陈的飞脸 他竟然来得这么快 不远处正要离去的十号三人 也顿住了脚步 停了下来 谁排场这么大 随后只见飞脸之中一道身影 飞升而下 他的身后还跟着数个护卫 雪儿 本公子总算找到你了 来人微微一笑道 正是陈氏仙族的陈木 孟雪见过陈公子 虽不愿 但是他还是勉强挤出来一丝笑容 见状 陈木的眼底一丝冰冷之色 一闪而逝 雪儿 我都说了 不要叫我陈公子 叫我陈木就行 我们走吧 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 陈木的语气十分柔和 令人有如沐春风之感 不远处 十号几人见状摇了摇头 便打算再次转身离去 那个紫衣女子 好像就是刚才询问的那个人 是叫孟雪吧 他说她来自孟月仙国 看着情况 这女子在孟月仙国的身份 应该不低 这时 刚刚说完的话陈木 体内突然传来一股 强烈的渴望感 嗯 怎么回事 是那个女子 来不及多想 陈木连忙追了上去 三位请留步 嗯 你是在叫我们吗 十号三人文言 再次停下了脚步 一旁的花青雨 轻声开口道 文言 陈木微笑着点了点头 她发现越靠近说话的这个女子 她体内的能量波动便越强 没错了 顶级顶罗 完美契合自己的体质 自己的体质是龙岩仙体 而孟雪的是冰岩仙体 所以很契合自己的体质 用彩因补扬仙法 可以掠夺对方的能量 来反补自身 没想到 现在又碰到一个完美的契合的女子 真是走了大运了 这一趟来得直 随即她强压下体内的渴望感 开口 方才我在那一边 就感觉到三位道友气质不凡 而我沉默生平最喜欢结交天交 所以这才冒昧地叫住了三位 十号三人文言点了点头 这时孟雪带着她的侍女 也走上了前来 沉公子 这三位是青云仙宗的天交 难道沉公子认识 孟雪疑惑地开口 沉默的家族远在到狱中心处 怎么会认识仙宗的人 青云仙宗 这一下就不好办了 若而 沉默心里咯噔了一下 他现在还搞不清这个青云宗的实力 所以不敢贸然动手 能覆灭掉天出仙国的大宗 在没搞清楚之前 绝不能应来 有了 原来三位是仙宗的天交 久仰久仰 三位天交 这是打算要返回宗门了吗 说来也巧 正好我肚子饿了 三位天交 要是不着急 回宗的话 由我做东 咱们慢慢饮酒畅谈啊 沉默眼眸一转 微笑着说道 你做东 第一次见面就请我们吃饭 你人还怪好嘞 再说 你肚子饿了 难道你还闭鼓吗 十号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不了 多谢陈道有好意 我们刚刚吃完 现在准备回宗啊 若尔 沉默并没有感觉到意外 只是点了点头 那真是太不巧了 这样吧 下回 下回再有我做东 闻言 十号三人以为他无事了 便再次打算离开 你做东 有机会的吧 咱们又不是很熟 谁料 沉默话锋一转 哦 对了 不知道三位天交 要进入两月半后 开启的天荒仙木吗 天荒仙木 那是何地 见到他们三人的反应 沉默露出了微微的惊讶之色 身为一方大族的天交 竟然不知道天荒仙木 难道这个青云仙宗 是影视宗门 刚刚出事 没错了 这个青云仙宗的名号 之前都没听说过 一定是影视宗门 这样一来 动手的时候 就要更小心一点了 保不准 他们有啥底牌呢 因为影视宗门 是出了名的狗 三位天交 天荒仙木准确来说 是一个历练之地 一个纪元只会开启一次 并且只限古灵万年之内的天交进入 这时 一旁的孟雪率先开口道 给十号三人科普了起来 看这意思 仙宗的天交 是不知道天荒仙木的存在 影视宗门 信臣的这意思 是要邀请仙宗天交一同前往 这样也好 到时候自己孟月仙国 也是要参与的 带队的肯定是自己 如果能和仙宗天交组队 遇到危险的概率 就会大大降低 对 雪儿说的不错 天荒仙木之中 纪元与仙宝众多 非常适合历练 一个纪元才会开启一次 我们这一辈算是赶上了 我想邀请三位组队进入 不知三位道友意向如何 沉默说完 便看向十号三人 心中充满了渴望 刚刚昆老给自己传音 他感受到天青仙海中心处 有无数道强大的气息 所以 天荒仙木之中 是最适合动手的地方 这个还不确定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们先走了 十号留下一句话后 便带着林白和花青鱼 转身离去 望着三人离去的背影 沉默眼底很立之色 一闪而逝 虽然很快 但是还是被注意 他的梦学捕捉到了 这个姓陈的 果然不是好人啊 不一会后 青云仙宗之中 大师兄 这个天荒仙木 你感觉如何 我们要进去历练吗 听那个青年说 一个纪元才会开启一次 这进入的机会 还真是珍贵无比 若而 十号点了点头 虽是如此 但是我看那个姓陈的小子 不像好人 林白 对 我也有这种感觉 他刚过来时 眼神时不时就往师妹身上撇 马德 他要是对师妹有啥不好的想法 我非得用我的青年剑剁了他 文言 花青云心中 涌出了一股温暖之意 两位师兄对自己真是太好了 处处为自己着想 在他的心中 大师兄天下无敌 二师兄天下第二 不对 师尊排第一 大师兄排第二 二师兄是小三 林白 好好好 我谢谢你啊 师妹 大师兄 二师兄 此事还是交由师尊定夺吧 如果那个仙木之中 确实有狠 机缘的话 也是和宗门之中的 师弟师妹们历练 若而 十号和林白接点了点头 是没说得有道理 走 我们这就去找师尊 不一会后 十号三人出现在 青云仙殿之外 奇怪了 师尊不在先锋上 也不在仙殿之中 那师尊是去哪了 黑帝和小白前辈也不在 不知道啊 刚刚我用令牌联系师尊 都没得到回应 看来师尊现在是有事 我们等会再来吧 十号略微思索了一下 开口道 与此同时 另一边 青云宗静天试炼堂之外 小黑 小白 你们也去试试吧 风青阳对着身旁的黑帝 和小白开口道 他现在对着试炼堂 已经了解得差不多了 弟子们进去试炼 会自动生成一个静天空间 在静天空间之中 会生成一个 和进入之人一模一样的人物 只有打败他 才算试炼成功 可以无限进入试炼 只有不断打败自己 才能不断超越他人 是 主上 小白和黑帝闻言 屁颠屁颠 向试炼堂之中走去 随即风青阳便注意到了 试炼堂一侧挂着的 静天排行榜 喃喃开口 只见他的四周 被无数个镜子包围 每一个镜子上 都映照出了他自己的模样 这时 其中一个镜子上的他 开口笑了笑 随后竟然从镜子之中走出 挑战者 欢迎来到静天世界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 你就是我 只有打败我 或者说打败你自己 你就能挑战成功 风青阳看着前方 一模一样的自己 注意力集中了起来 这可和那个帽牌 自己的家伙不一样 那家伙自己一掌 便能拍死 但是前方这个不好说 因为自己感受到 他无论修为还是气息 都和自己一模一样 平分秋色 那就站吧 自己都好久没出过手了 诸天神体 青红珠魔剑 风青阳怒喝一声 他的诸天神体便疯狂运转 磅礴的造化之力不断涌出 幽青色的青红剑 也出现在他的手中 青红剑乃仙皇皆仙气 是风青阳手中 威力最强大的武器 虽说他还不能发挥 此剑的全部威能 但是远胜仙王气百倍不止 随即风青阳 将体内的造化之力 加持在了青红剑上 顿时剑身亮起了 璀璨的仙光 强大的雷洁之力 涌现而出 剑状 前方那个风青阳笑了笑 就这些吗 我也要哦 诸天神体 青红珠魔剑 只见镜向风青阳 周身磅礴的造化之力涌出 并且 他的手中也出现了一柄 和青红剑一模一样的仙剑 同样的仙王八重的修为之力 爆发开来 我就是你 你就是我 我跟你的修为一样 功法一样 甚至武器都一样 你打败不了我的 风青阳 是吗 不是是怎么知道 说吧 风青阳便持剑 向镜像袭杀而去 纵横的剑气 撕裂着每一处镜像空间 每一个镜子之上 都裂出来密密麻麻的碎纹 然而只是一瞬间 他们便恢复了原样 哼 那就让你感受一下 镜向风青阳 一同持剑杀去 哼 两柄青红剑 碰撞在一起的瞬间 一声响彻叮当巨响传来 强大的冲击波 使两个风青阳 接到飞了出去石步 平分秋色 风青阳眼中的凝重之色 愈加浓郁 这个镜像果然棘手 不过这样才有意思 随即风青阳便用神念 操控起青红剑 向镜像袭杀而去 而他本人则双掌结印 一股更加强大的气息爆发开来 领域开 朱天神法 剑撞镜像 再次重复了他的操作 你有朱天领域 我也有 领域 开 于是乎 两大朱天领域 瞬间笼罩整个镜像空间 狠狠碰撞在一起 上空 两柄青红剑 同样乒乒乓乓的对轰在一起 领域之中 风青阳和镜像 全都手持满天的雷霆神法之力 站在一起 两道磅礴的仙王之力 弥漫开来 两九 两道身影才停了下来 一样平分秋色 哈哈 我就说吧 你战不赢我的 没用的 放弃吧 做个失败者 有什么不好的 镜像不断发言 扰乱风青阳的心态 但是风青阳丝毫不为所动 只当他是在狗叫 镜像 现在要做的 便是找出他的弱点 随即风青阳便换来青红剑 继续跟镜像搏杀在一起 两道身影你来我往 不断厮杀 继续保持平分秋色 镜像试炼堂外 此事已经围满了弟子 你说黑帝前辈和小白前辈 在这里干啥 难道他们要闯镜像堂 我感觉很有可能啊 就是不知道 两位前辈出手 有没有可能成功 到现在为止 还没听说哪个师兄试炼成功了呢 我感觉两位前辈出手 绝对不在话下 毕竟那可是黑帝前辈和小白前辈 众弟子 你一口我一口讨论着 然而 听着他们讨论的内容 小白和黑帝露出了尴尬之色 嗯 这个 那个 大哥你撑了多久 一口茶的 不对 咱俩特么不是同时被传送出来的吗 你还问我 嗨嗨 对对对 黑帝咳嗽了两声 小声说道 对了 主上呢 主上该不会也进去试炼了吧 要是这样的话 主上还真是猛啊 这么持久 或许有可能通关 镜像空间内 此时已经过去了半壳时 原本平分秋色的二人 此时封青阳 竟然稳稳占据了上风 并且越战越猛 青红剑在他的手中 如必灰尸 而镜像怎露出了不可思议之色 嘴里一直嘟囔着 不可能 这不可能 若而 封青阳手中的动作不停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你没有弱点 恰恰是你最大的弱点 镜像文言更加气急败坏 这怎么可能 我没有弱点 你如何击败我 因为你缺少信念 就是一个无心的产物罢了 而我的信念 则是让青云宗称霸诸天 这个信念 可以使我一往无前 无人服我青云至 无便踏雪之山巅 拜 话落 风青阳调动了体内 全部造化之力 至青红剑上 一剑斩出 哄 强大的剑气 瞬间撕裂了镜像的领域 它直接从空中掉落了下来 并且身影也越来越虚幻 信念 信念吗 原来如此 我拜了 恭喜你 试炼成功 镜像有气无力地说完 便彻底破碎开来 与之一同碎裂的 则是整个这座镜像空间 能与我对战这么长时间 倒还真是棘手 不过问题不大 风青阳看着四周破碎的一切 喃喃开口道 随即他便打算收起青红剑 向外走去 但是他看着手中的青红剑 脑海中闪过了一道灵光 那个镜像所持的青红剑 和我这个异母一样 要是我抢走了他的 那不就拥有两把了 不行 不行 重来一次试试 主上 镜像空间的 一切都不可以带出去 哈哈 系统 本宗就是开个玩笑 你看给你记得 与此同时 镜像试炼堂外 已经炸翻了锅 只见空无一物的 镜像排行榜上 一句话显现而出 镜像排行榜第一名 宗主 风青阳 哦 曹操操 真的假的 竟然是宗主 首次通关了镜像试炼堂 宗主牛逼 这么说来 里面正在挑战的是宗主 而小白前辈和黑帝前辈 都是再次等候宗主的 原来如此啊 本以为黑帝和小白 两位前辈是主角 搞半天宗主才是 围观的众弟子 再次震惊地讨论了起来 前方的小白和黑帝 互相对视了一下 宗主果然猛 不一会后 清云先殿 三位徒儿 你们找位师有何事 风青阳端坐在主位之上 看着下方的十号三人问道 刚刚他出了镜像塔后 令牌中十号的传音 便传了过来 师尊 我们今日去庆陵仙城了 还给您带了点美食 也不知道符不符合您的口味 文言 风青阳欣慰地点了点头 嗯 你们有心了 原来是这事 说起来 自己自从上次在那个霸天仙兜 品尝了一顿美食后 就再没吃过 虽说自己早就避古了 但是不影响吃啊 一个大宗主这项话吗 必须接着奏乐 接着舞啊 如今宗门在上重天站稳脚跟 以后必须恢复每天三顿的良好习惯 林白这世再次开口道 师尊 我们还有一件事 要与您商量 随即林白便把他们三个今日所闻 娓娓道来 哦 天荒仙木 丁 检测到一条重要的任务 现发布一条复现任务 青云弟子在天荒仙木之中 获得仙灵守护时 完成任务 主上将获得丰厚奖励 并且还会随机掉落一个神秘大礼包 神秘大礼包 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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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是说三遍 仙灵守护时 仙木每一次开启 都会诞生的宝物 也是其中最珍贵之物 天荒仙木 十五个纪元之前 一股不明外来生物 悍然入侵子羽和天羽二玉 二玉仲仙愤然抵抗 站至天荒 因此 那个纪元被称为仙允纪元 而仲仙的躯体 便被葬在天荒仙木之中 任务来了 神秘礼包 仙灵守护时是啥 仙允纪元 一瞬间 风青羊的脑海中 系统给的信息有点多 他顿了一下 才全部看完 系统都说了 此次的任务非常重要 那应该不会错 于是 风青羊看向下方 嗯 为师知道了 这次天荒仙木的开启 我清云宗也得参与一手 你们先下去修炼吧 等时候三人走后 风青羊敲了敲主位扶手 大殿之中一道身影显现 拜见宗主 你们暗楼探查得怎么样了 有没有罪新消息 禀宗主 下面的人确实有罪新传来 他们打听到 我们这天云道狱与子羽道狱 与其他三大道狱并不相连 中间隔了一条恐怖的仙海 名为死亡之海 只有仙王之上的修为 才可安全通行 所以 其他三狱与我们这里的两大道狱 关联并不密切 大殿之中的身影 恭敬地汇报着 嗯 继续下去探查吧 主位之上 风青羊点了点头道 随即 他又若有所思起来 死亡之海 只有仙王之上 才可安全通行 难道其中是有什么大恐怖 这上重天果然不一般 还有许多事物 等着我清云中去探索呢 时间流逝 一日 孟月仙国 仙兜 一座灰红的仙宫之中 雪儿 你总算回来了 嗯 怎么不见陈公子呢 雪儿 陈公子没和你一起回来吗 孟月仙主再见到女儿回来后 很是兴奋 但是他没有看到陈木 便疑惑了起来 陈公子这么快就走了 走了 好像是回去 准备进入天荒仙木的事宜了 孟雪漠然地开口 昨日陈木跟他闲聊了几句后 就焦急地乘坐飞碾离开了 这样多好 没人来烦自己了 自己就清静了 此时的孟雪 还不知昨日 是十号三人的出现 救了他一命 要不是陈木改变目标 估计现在 他就是一堆白骨了 原来是这样啊 孟月仙主点了点头 心中也松了一口气 对了 说起来天荒仙木 仙木马上就要开启了 咱们孟月仙国 就有雪儿你带对去吧 到时候 记得跟陈公子组一队 这样也安全一些 入而 孟雪相争信地点了点头 知道了 实则他的内心是十分排斥的 谁要跟他组队 再想到昨日 他望着仙宗三位 天骄离去的背影 眼底闪过得很励志色 他打定了主意 到时候 再见到那三位仙宗添骄之后 一定要多加提醒一下 这个姓陈的不是好人 接近他们 一定是有目的的 另一边 子羽道狱 子云仙宗 神子大殿之中 禀告神子 那个陈木 已经按您所料那般 接近青云的弟子了 神子 您真是料事如神啊 大殿之中 一个面向英质的灰袍老者 一脸谄媚的 竖起大拇指说道 先界万事 无不在本神子的掌控之中 对了 此次前往天荒仙木 宗门决定好了 人选了不 老者闻言 继续阐媚开口 丙 神子 已经决定好了 此次由您带队 五位序列 以及十位核心弟子相随 嗯 你先下去吧 告诉下面的人 做好准备 等本神子从仙木之中出来后 差不多也该除掉青云宗了 等自己进入仙木 获得那个无上宝物 到时候将其交由老祖 老祖肯定会答应出手的 只是这样 也难解无心头之恨 风轻阳 那就先拿你三个徒弟开刀吧 沉木那个废物不够 那再加上本神子呢 哈哈 随着时间飞速流逝 天云道玉 与紫云道玉的各大势力 都激动了起来 只因天荒仙木的开启 就在眼前了 要知道 其中可是有大量仙宝 和机缘传承的 这对这一辈符合 进入条件的天交 可以说是天大的福音 要知道 天荒仙木一个纪元 才会开启一次 但是每一次进入其中 获得纪元的天交 无不都是现在赫赫有名的存在 都成为那个纪元 两大道玉同辈之中的佼佼者 只剩下了三日的时间 这一日 天清仙海 清云仙宗 清云仙殿之中 十数道身影恭敬战力 十号 林白 花青与三位清传 站在最前方 四位身着序列服饰的弟子次之 分别是 云蓝 秦寒 宁岩 清燕 四人 最后面的 则是七位宗门的核心弟子 本宗决定此次的天荒仙木 就由你们十四人前往历练 由新渊仙王护送 记住了 你们的最终目标 是取得其中的仙灵守护时 主位之上 风清阳威严地开口道 入耳 十四位弟子 以及大殿一侧的新渊仙王 一同拱手 谨遵宗主之令 对了 为了你们的安全考虑 除去宗门赐予你们的底牌外 本宗再赐给你们一件东西 风清阳拂袖一挥 他空间仙宝之中 便自动飞出十四道光团 光团分别落入 每一个弟子的手中后 便化为一副 仙光意义的软甲 众弟子惊讶之时 风清阳的声音再次传来 此乃天云软甲 穿上他便可抵御 大罗惊仙之下的任何攻击 众弟子闻言 皆眼前一亮 宗主说 他们手中的软甲 可以抵御大罗惊仙之下的任何攻击 物草 这岂不是说 同辈无敌了 正好要进入那个仙墓之中试炼呢 这一下就问那个 是对手 我虽然修为没你高 但是我防御无敌 咱们五五开吧 我等多谢宗主赐宝 众弟子纷纷恭敬拱手道 暗楼已经探查清楚了 进入仙墓的条件 那必须是万年古灵之内的天骄 还有必须是顶尖大罗家族 及之上的势力中的天骄 才有资格进入 而天荒仙墓的位置 就在紫语道玉与天云道玉 两个大玉的交界处 新渊领命 一身书生气息的李新渊拱手道 出发 带他们走后 风清阳又思索了起来 经过两个月 在时空道台之中的修炼 十号他们的修为又长了不少 大弟子十号的修为 从天仙巅峰突破到了真仙二重 二弟子灵白的修为 和三弟子花青羽二人的修为 从天仙七重飙升到了天仙巅峰 距离突破真仙也只差一步之遥了 序列弟子云蓝的修为 飙升到了天仙八重 秦寒飙升到了天仙天仙 虫 宁岩突破到了天仙五重 青燕突破到了天仙四重 其余的七位核心弟子也都有提升 不得不说 开挂真爽啊 要是放在其余仙人身上 修为哪能有这妖牛掰的突破速度 两大盗域交界处 此时这里已经人生顶沸 无数修士等候在此 因为横跨两大盗域的缘故 所以天荒仙木共有两个入口 一边在天云盗域这边 一边在子羽盗域那边 两大盗域的修士 分别等候在自家盗域的入口处 天云盗域这边 一个纪元过去了 我们这一辈还真是幸运啊 有幸能进入仙木一探 是啊 要是上天眷顾 在里面能获得一番纪元的话 那简直就一飞冲天了 快看 何欢仙宗的人来了 一个修士惊呼道 文言在场的众多修士 纷纷抬头查看 何欢仙宗啊 想当当的名号 当然不是啥为名 在众多修士心里 这可是臭名昭著的宗门 其宗门实力强大无比 这不必多说 最关键的是 他们所行之事 很多都令人难以启齿 只见虚空之上 一艘庞大的仙船飞升而来 随即停在了空中 一个面向苍老的老玉 率先从仙船之上飞升而下 紧接着 十数个男男女女 从仙船上鱼贯而出 这些男男女女 都是何欢仙宗的天骄弟子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 男弟子全都长得帅气逼人 女弟子长得妖艳无比 也是十分逼人 哎哟 这次要进入仙部的小帅哥可不少啊 姐姐我爱死了 萧晴 你收敛一点 别把人家吓跑了 何欢仙宗天骄队伍前方 有两个领队人 一男一女 男的叫萧彻 女的叫萧晴 他们两个 一个是何欢仙宗的神子 一个是何欢仙宗的神女 知道了 知道了 那就到里面再说吧 等你们哦 萧晴对着下方的一众男天骄 抛了个媚眼 他们见状 纷纷打了个冷战 受不了了快 这妖女想乱我们道心 休想 众所周知 何欢仙宗的神女萧晴 虽然美艳无比 但是心如蛇蝎 要是落入她的手中 肯定会被榨干扬气而死 简直太可怕了 卧槽 快看那边 清家来了 在哪里 在哪里 我是天骄 我先看 在战的谁不是天骄 你小子去排狗后面去 就在这时 人群中的众多修士 再次激动了起来 只因青世仙族的人来了 这青世仙族太有名了 鼎鼎大名的顶尖先王世家 并且其仙族嫡女清浅 可是闻名整个道义的仙子 无数天骄为其痴狂 曾有天骄言 此生若是能得到 清浅仙子的青睐 那将死而无憾意 只见冬天祭处 一座同样庞大无比的飞碾穿梭而来 飞碾之上 还挂着青世仙族的旗帜 飞碾停稳后 随后便见一道清冷的身影 从其中飞升而出 身后十数个身影相随 为首的那道身影 正是无数天骄的梦中情 人 清浅仙子 清浅一出 顿时下方惊呼声无数 清浅仙子 求你看看我啊 看我了 仙子看我了 你放屁 仙子明明是看的我好不好 嗯 看的是我 你不服 咱们去决斗去 见状 何欢仙宗仲天骄那边 萧晴不屑地撇了撇嘴 有什么了不起的 她有本神女好看吗 真的是 喂喂喂 萧彻 你怎么也在看她 萧彻 嗨嗨 怎么 他们看的 本神子看不得 然而 当她看到萧晴越发冷烈的眼神 还是识趣地闭上了嘴 清浅 我跟你商量个事呗 随后萧彻凑到萧晴的耳边说了起来 文言 她瞅了一眼远处万众瞩目的清浅 嘴角逐渐上扬 小见人 这下要你好看 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多的大势力的天骄 纷纷到场 每当重磅势力到场时 都会引起一阵惊呼声 顶尖先王世家的陈氏先足到了 卧槽 仙剑门的人也来了 还有骆先公的天骄也到了 放眼整个天云道遇 先王世家众多 而真正的巨无霸势力 乃七大先皇级势力 这七大先皇级势力也有排名 其中五个势力 全都拥有半部先皇境巨博坐镇 要说真正的主宰只有两个 一个是先皇级势力先剑门 另一个则是骆先公 这两大势力之中 全都拥有真正的先皇坐镇 另一边的一处空地上 陈氏先足的天骄们再次等候着 奇怪 怎么不见那个清云先宗的人呢 这可不行啊 如果不在仙墓之中出手 倒是麻烦了一些 南南开口之人 正是陈氏先足的嫡子陈墓 就在这时 一艘清白香蕉的庞大仙船 从北天际穿梭而来 停在了虚空之上 随即石树道身影 从其中飞升而下 大师兄 我们到了 来人正是清云宗的众天骄 是啊 这里人不少啊 看样子 我们是最后来的那一匹 为首的时候 扫视了一眼下方 开口道 嘿嘿 师尊不是总说 主角都是最后出场的吗 走吧 我们下去吧 清云飞脸的到来 令下方不少天骄 都窃窃私欲起来 你看他们先传之上 清云先宗 这是哪个势力 排场这么大 按理来说 本公子不应该不知道 对啊 你们看 他们的面孔都很陌生啊 一个都没见过 一般大势力的天骄 都是相互认识的 更别说是大势力的名号了 除非 他们是狗得很深的影视宗门 对 影视宗门 没错了 这是众多天骄 一同讨论出来的结果 三位道友 你们可算来了 我等你们好久了 十号他们落地后 一道激动的声音 便随之传来 文言 十号眉头微皱 是那个沉默 道友 你们可是来晚了呀 一袭黑色服饰 面如关玉的沉默 走上前来 笑着说道 他身后 还跟着十数个 陈氏仙族的天骄 他们对于自家大公子的举动 感到很是诧异 大公子何时结交了 这些无名之辈 不过 他们也不敢多说什么 不安 不安 好饭不怕晚 再说了 仙木这不是还没开启吗 这啥急 林白的站出来 他把师妹花青挡在了身后 笑着开口道 是急 是急 道友说的对 反正仙木还没开启 不着急 沉默见状 只能跟着陪笑 他心中的渴望愈发增大 就快了 就快了 再忍忍 场中其余天骄见状 更加疑惑了起来 那不是陈氏仙族的大公子吗 他与那个影视宗门的天骄们认识 死 这样说来 这个影视宗门的人 就更不可招惹了呀 毕竟能与陈公子交朋友的 他们背后的势力 也绝对不差 死 好帅 另一边 一道不合时宜的声音响起 众人再次闻声看去 然后接默默地收回了目光 心中也默默地 为青云仙宗的那些天骄 祈祷了起来 被萧秦这个妖女盯上 他们惨了呀 只能自求多福了 车店 你看那个青云仙宗为首的天骄 帅不帅 还有他旁边的那个 附近的青年 泽泽泽 真是太帅了 本神女喜欢 何欢仙宗这边 神女萧秦眸中 闪过一丝金光 激动地开口道 泽泽泽 要是把这两人榨干 修为绝对能精进不少啊 萧彻 秦姐喜欢就好 不过那两人身后的女子也不错呀 正点 萧彻舔舔舔舌头 那好 那等进入仙墓后 咱们就各取所需吧 萧晴点了点头 另一边 孟月仙国仲天骄所在地 孟雪看着走上前和十号等人交谈的沉默 心中焦急了起来 现在姓陈的在他们旁边 不好开口 等进入了仙墓之中 一定要提醒一下仙宗的天骄 孟雪心道 时间推移 两个半刻时候 明亮的天空突然暗了下来 平静的虚空之上瞬间风起云涌 与此同时 一道苍老的声音在两个盗狱之中响起 到时候了 仙允纪元 外来生物悍然入侵我天云和紫鱼两大盗狱 诸仙奋起反抗 终胜之 燃仙也会陨落 它们的仙区 它们的传承 一切的一切 全部葬在了天荒仙墓 世世代代造福两域天骄 现在无宣布 这一纪元 天荒仙墓开启 随着那道苍老的声音落下 两域的交界处分别出现两道巨大的漩涡 两边天骄见状 纷纷激动了起来 天荒仙墓开启了 随即它们纷纷起身 向漩涡之中飞升而去 紫语到狱这边 紫云仙宗仲天骄聚集地 神子 仙墓开启了 我们进去吧 一个紫云仙宗的天骄开口道 闻言 神子墨语点了点头 他在进去之前 向前方深邃地看了一眼 青云仙宗的废物们 本神子来了 不一会后 随着仲天骄 全部进入了仙墓之中 两个仙墓的入口也随之关闭 两大盗狱交界处的两边空地上 也随之恢复了宁静 距离交界处不远的地方 有一座仙峰 仙峰之上 有一座破败的茅草屋 爷爷 风儿为何不能进入仙墓之中啊 茅草屋之中 一个十七八岁模样的少年 不解地开口道 风儿 爷爷不是跟你说了吗 因为我们是守牧人啊 守牧人不可进入仙墓之中 这是我们的规矩 少年面前 有一仙峰盗鼓的老者 老者面露慈祥之色 摸摸了他的头说道 细听之下 老者的声音 竟然和仙墓开启前 响彻两遇的苍老之音 一模一样 好吧 风儿知道了 少年失落地点了点头 与此同时 天清仙海 清云宗之中 正在清云先锋之上 品查的风青阳 脑海中响起了 系统冰冷的机器声 丁 检测到合适的弟子人选 请主上将其收为弟子完成 将获得奖励 临风 境界 真仙二重 古灵 十八 天父 道音仙体星星 极好 身份 天荒仙墓守墓人 暗夜仙皇之孙 未来的守墓人 哦 时隔这么多年 又发布收图任务了 天荒守墓人 这不是十号他们 前往的那个仙墓吗 这要求 有意思 不过 这个临风的爷爷 身份不简单 暗夜仙皇 仙皇巨拨 看来得施展忽悠 真成大法了 想到这 风青阳打定了主意 随即他心念一动 消失在了原地 与此同时 天荒仙墓之中 古老沧桑的气息弥漫 焦黑的大地 与破碎的天际 诉说着那一战的惨烈 一轮血色斜阳挂悬挂在天际 一股倒不出来的气氛 充斥着这里 大师兄 你说那个沉默 到底是想干啥 这小子 有点殷切的过分了吧 不太清楚 反正肯定没安好心 我们再见到他房的踏点 虽说我们身穿 师尊所赐的天云软甲 但是那小子肯定有底牌 走吧 我们前往仙墓中心处 师尊所说的仙灵守护石 就在那里 一处十分不平坦的小路上 十号等人迎面走来 也就在这时 一道爽朗的笑声传来 道友 我们还真是有缘啊 一进来就碰上了 文言 十号脚步一顿 停了下来 这小子还真是阴魂不散 怎么说他 他就到呢 没错 来人正是刚刚林白 和十号讨论的陈牧 我还说去别的地方找找你们呢 没想到这么快就碰上了 这些都是青云先宗的天骄 你们都过来认识一下 陈牧一边走一边 招呼着他身后的天骄们 见过先宗天骄 对于自家大公子的话 无人敢忤逆 于是众臣是先祖的天骄 一同开口道 陈道友 你有什么事吗 十号警惕地看着眼前之人 心中早已做好了动手的准备 他身后林白 花青羽 以及四位序列 七位核心也都在暗暗序里 准备随时出手 人在外边 不比宗门里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道友 这些墓之中 虽说机缘众多 但是危险也多啊 可以说危机与机遇并存 尤其是小心那些大势力的天骄们 毕竟这里 不光我们天云道狱的天骄了 还有隔壁紫语道狱的天骄 不如我们组队探索吧 道友意下如何 文言 十号略微思索了一番 不了 多谢道友好意提醒 我们还是独自探索吧 我们走 十号说完 便招呼着师弟师妹们 接着前行 原地 沉默的笑容将在了脸上 谋中愈发深沉 他提出和他们组队 为了就是多打探一下虚实 等他们放松警惕之后再动手 大公子啊 别说了 还不快跟上 不一会后 十号等人来到了一处石碑堆前 只见这里 已经聚集了不少天骄们 永远先王碑 永远先王 高阶先王 柳氏先族之主 先允纪元 一族入侵 永远先王率领家族奋起抵抗 不幸陨落 特葬于此 有缘之人可继承其传承 林白将究竟一处碑文上的内容念了出来 不由得肃然起敬 不论修仙界多么弱肉强食 但是在大义面前 总有不少强者会站出来 古圣秘境之中 埋藏抵抗魔族的众圣算 当初在弱水秘境之中的韩岳长老 也是其中一个 仙墓之中埋峡谷 意味世间宝太平 师爹 我们走吧 先拿到师尊交代的仙宝再说 别被他人抢先了 在此停留了一小会后 十号便开口道 好 大师兄 说吧 十号一行人继续前行 机缘多的是 先不着急 师尊交代的是要紧 因为总有不长眼的会找上门 你过来打劫我们 发现打不过 那我们反过来打劫一波 很合理吧 师兄 师妹 那个姓陈的帽死 一直在后面跟着我们 他跟就让他跟吧 这么喜欢当跟屁虫 听到二师兄的话 花青雨皱了皱眉 师妹说的对 咱们防着点那小子就行 随着时间的流逝 进入仙墓之中的仲天骄 已经多多少少有点收获了 当然 杀人夺宝的事也在不断地上演 毕竟这里是仙墓 仙墓之中 可是没有强者护道的 一切全靠自身的实力 强者生 弱者亡 弱者不配走出这里 他们的血和尸骨 只配成为此地焦土的养料 三日后 仙墓一处洞穴之中 十号等人正在此稍作歇息 讨论交谈着 你看看 我说啥来着 就算我们不主动去寻 也会有没脑子的送上门来 林白一手拿着自己的青莲剑 一边笑道 在他的身前的石头上 放着十数个散发鲜光的空间鲜宝 这三日以来 哈哈 林师兄说得对 这也省得我们自己去寻了 序列弟子秦寒 同样笑着开口 他身为大帝转世 经验自然丰富无比 这种事经历的不要太多 都收起来吧 师弟 此时 后方的十号站起了身来 停留得差不多了 该再次出发了 说吧 十号之身走到了洞穴口处 刚打算开口叫上后方的师弟 师妹们 谁料 一边突起 一个面色潮红 身姿曼妙的女子迎面飞升而来 口中还不断喊着救命 嗯 眼看就要撞向自己 十号连忙躲闪 这才躲过一劫 随后那女子便重重地摔在了洞穴之中的地上 什么情况 听到动静的林白等人 连忙起身走上前去查看 十号也走上了前去 救命 救命 我是 摔在地上的女子 此时面色沓红 嘴角不断嘟囔着 师兄 这女子是谁啊 见到这一幕 林白等人都摸不到了头脑 连忙追问刚刚在洞口的师兄 我也不知道啊 她刚刚从远处飞升而来 还差点撞上了我 幸好我躲得快 十号也是一脸雾水 难不成天上掉下来的仙女 谁料 十号刚刚说完 躺在地上的那个女子竟然起身了 她不断地撩拨着自身的衣裳 美眸中也满是痴狂之色 再配上她那绝美的容颜 整个人显得妩媚无比 她起身后 二话不说就往十号怀里扑去 喂喂喂 你想要干啥 十号见状立刻慌乱了起来 只能不断地向后退去 哈哈 师兄不行你就从了他吧 是啊 没想到十师兄来一趟仙木 还能碰上这等好事 这是羡慕死师弟了 林白率先带头调侃道 第一次见稳重的大师兄这个样子 还蛮可爱的 你们还笑 赶快把他弄开啊 十号再一次推开身前疯狂的女子后 慌乱开口 众人闻言 这才连忙走上前去 拉开了女子 这好像是中了媚毒了 还是特别烈的那种 我想起来了 这个女子 我在仙木外见过来着 她好像就是好多人口中的亲切仙子 亲世仙族嫡女 序列弟子宁言 心中一动 开口道 亲世仙族嫡女 那现在怎么办 围过来的众人喃喃说道 随即他们统一地 将目光放在前方的十号身上 不是 你们看我干啥 我又不会解读 十号看到师弟 师妹们都看着他 当即面色一正 他们不会是想 师兄 你看他好像是认定你了 林白看着师兄 眨了眨眼 十号 别开玩笑了 赶快用先缘之力 将他的媚毒排出体外吧 开玩笑 自己是这种趁人之威的人吗 若而 林白等人点了点头 他们刚准备运转功法 谁料洞穴之外 一道宁孝之声传来 哈哈 清浅仙子 你要跑到哪去啊 赶快从了本神子吧 咱俩一起修炼 我们和欢仙宗的凹凸大法 不好吗 只见洞穴之外 十数道身影降临而来 为首的是一个邪魅的男子 和一个十分妖艳的女子 正是和欢仙宗的神子萧彻 和神女萧情 死 不对劲 先别笑了彻底 这洞穴里面除了那件人 貌似还有不少人 萧情眉头一皱 开口说道 文言 萧彻面容上的宁孝 直接定格了 是什么 里面还有不少人 那个清浅中了自己宗门的魅毒 那岂不是 他都不敢想象 里面现在是一番什么景象了 就好像煮熟的鸭子 一个不注意飞到别人嘴里了一样 还是好多个人 越想越气 一股滔天的怒火 从他心中升腾而起 里面的人 都给本身子滚出来 萧彻对着洞口大声怒道 他发誓 不管里面是谁 都要将他们碎尸万段 就在这时 十号一行人也来到了洞口处 不是我说 一出来 林白就率先骂骂咧咧的开口道 一听这个 萧彻的心中更凉了 耽误 还能耽误啥 咦 这不是那几个小帅哥吗 一旁的萧情 瞬间两眼放光 随后他用手拽了一下 正在气头上的萧彻 彻底快看 那不是你喜欢的另一个美女吗 萧彻闻言 仔细看了一眼 还真是 好啊 既然得不到清浅 能得到这个也不错 大师兄 他们老看着咱们干啥 该不会脑子有问题吧 喂 我说那几个傻子 虽是这般说 但是他们全都做好了动手的准备 这些人一看就来者不善 很有可能 跟里面被大师兄一掌打晕的 轻视仙族敌女有关 呵呵呵 真是缘分啊 清浅仙子舒服吧 各位 既然你们舒服完了 也该我们舒服舒服了 萧彻邪媚一笑 面容上流露出了 不加掩饰的渴望之色 这些男的就留给彻解他们 那两个女的 都是自己的了 躲在不远处的沉默见状 暗道一声不好 连忙带人飞升而来 那个是自己的顶炉 可不能落到 和欢仙宗的人手里 若而 洞口前 十号一行人 全都震了一下 清浅仙子舒服不舒服 他都被打晕了 鬼知道吗 好啊 既然你想舒服 那我们就让你舒服舒服 林白换来了自己的清连剑 持剑说道 十号等人 也全都做好了准备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时 不远处又一道声音传来 住手 来人正式带人赶来的 沉默一行人 哦 这不是陈氏仙族的 陈大公子吗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和欢仙为首的神女萧晴 见状调侃了一声 随后他上下打亮了一眼陈木 忍不住地舔了舔红唇 这个陈大公子 貌似模样也不错呀 哼 今天有本公子在 你们别想动 仙宗天骄门一根汗毛 陈木冷着脸说道 他身后的族中天骄 也纷纷拿出了自身的仙宝 仙宗 是叫青云仙宗是吧 抱歉 没听说过 不过 别人怕你陈家 我们和欢仙宗可不怕 既然你想替他们出头 那你也留下吧 萧彻不屑地开口 陈氏仙族 不过是顶尖的仙王世家 自己和欢仙宗 可是七大仙皇级势力之一 族中有半步仙皇的老祖坐镇 陈氏仙族算个屁啊 今天自己不高兴 他们都得死 听闻自家绳子的话 和欢仙宗的天骄们 纷纷运转功法 便打算出手 仙宗道有 别怕 我陈木是绝对不会让他人 伤害我的朋友的 眼见和欢仙宗的人就要出手 陈木再次开口说道 突然他转念一想 这是一个天赐良机啊 等会打起来 自己就暗中吩咐族人 不要动用权力 等他们两败俱伤之时 自己直接坐收渔翁之力 你这个朋友 我们交定了 陈道友 既然如此 你顶着 我们先走了 此时洞穴外 十号抱着昏迷的清浅大声说道 随即 他们一行人便向另一边飞升而去 这一边 陈木见状直接愣在了原地 不是 他们 他们 哼 你想拦我们 那就先杀了你们 再去杀他们 嘖嘖嘖 不得不说 陈公子也挺帅的 杀了可惜了 啊 我们一起快活 和欢神女萧情说道 随即他便率先袭杀而来 身后众多和欢宗 天骄相随 磅礴的仙气 瞬间弥漫开来 另一边 十号一行人飞出去了很远 才停了下来 大师兄 你说这个陈木咋想的 也好 省了我们动手了 他人还真是怪好脸 文言 十号摇了摇头 不知道 对了 听那些人说来 他们是和欢先宗的 也就是说 这个清浅中的 是和欢先宗的魅毒 难怪如此烈 十号低头 看着自己怀中的女子说道 这么一看 坏事了 女子慢慢睁开了眼睛 与十号四目相对 她的眸中 还竟是妩媚之色 夫君 苏苏妈妈的声音入耳 十号又慌了 快快快 把她弄开 赶快用修为帮她解毒 与此同时 两大道欲交界处 虚空之上 青云仙传之中 一道身影降临 宗主 您怎么来了 正在闭目打坐的李星渊 感应到来人 睁开双眸一看 来人竟然是宗主 难怪能翘无声息地 来到仙传之上 十号他们都进入仙墓了吧 风青阳副手说道 与宗主 我宗天骄 已经进入三日有余了 李星渊恭敬拱手道 话说宗主来 这是为了啥 亲自检查自己的工作 若而 风青阳点了点头 他来 这不是为了凑热闹的 而是前来收徒的 系统所标出来的位置 竟然就在此地不远处的山峰上 天荒守墓人 暗夜先皇之孙 未来的守墓人林峰 你跟本宗走一趟 本宗这几日推算因果 已经算出了下一个 与我宗有缘之人 李星渊文言 心中一惊 推算因果 宗主的手段 已经如此之高了吗 简直恐怖 仅遵宗主之令 两大道玉交界处不远的 先锋之上 一先锋道骨的老者 正坐在破败的茅草屋前品茶 他一边饮茶 一边教导身前的少年修炼 风二 你的道烟仙体 已经激活了一半 等全面激活之时 就是你一飞冲天的时候 你现在虚稳固根基 磨练不朽神魂 基础打好了 你才能在仙道之路上走得更远 少年林峰 在前方盘腿而坐 他手中动作不停 不断运转功法 磅礴的仙道法则之力 从他体内运转而出 不断滋养他身后的不朽神魂 正在饮茶的老者 满脸慈祥地点了点头 突然他貌似感受到了什么 眼神微眯 放下了手中的茶杯 风二 等一会再修炼 有颗上门了 老者话音刚落 风轻阳和李星渊二人 便穿梭而出 向茅草屋这边走来 嗯 怪哉 竟然不是熟人 老者捋了捋花白的胡子 喃喃道 林暗夜 境界 先皇二重天 天父 暗夜仙体 祝 此人因果之力极大 数个纪元之前 他被十数尊无上大能选中 大能们为他提供了无数资源 从此 暗夜仙皇 这个老者就是林峰他爷爷 暗夜仙皇 因果之力极大 来到茅草屋不远处 风轻阳一眼 便看到了坐着品查的老者 老者的数据面板 也显现在他眼前 这么说来 他身旁的那个少年 就是此行的目的了 不知二位今日到老朽这里来 有何要事 真是怪在 两个盗狱的巅峰先王 老夫全都认得 这二人甚是陌生 难道是从那边来的 为首的那个 竟然连老夫都看不透他 老者心中吃惊 但还是面不改色地 从容开口道 本宗今日前来 是要送你们一场造化 没想到鼎鼎大名的暗夜仙皇 竟然就住在这里 星星真是洒脱 也对 山不再高 有仙则灵 风轻阳一上来就忽悠 真诚大法全力施展 本宗 此人是一宗之主 他竟然还认得老夫 老者心道 哦 宋老夫一场造化 道友不妨说来听听 方 快去给两位贵客看座 一旁的林峰文言 连忙跑进茅草屋之中 搬出来了两把座椅 邀风轻阳二人坐下 准确来说 本宗是为他而来 风轻阳坐下后 便直奔这次的主题 指了指老者身后的少年 文言 老者和少年 全都疑惑不已 为妨而来 少年也用一双明亮的大眼睛 看向他 见他们不开口 风轻阳接着道 本宗这几日推算因果 发现此子与本宗有缘 所以今日亲自登门 此话一出 老者和少年全都明白了 原来如此 道友一身修为通天 远在老夫之上 只是 说到这 老者脸上尽是为难之色 似有难言之意 风轻阳 只是你们身上的因果之力 不允许是吧 当听到这句话 老者再也坐不住了 直接站起了身来 道友竟然知晓 哎 老者叹了一口气 随后又道 既然道友知晓 那老夫就直说了 老夫身为天荒仙木守木人 身上因果极大 必须一生守护仙木 而分而作为未来的守木人 自然也伸染因果 而我们的因果 则是不得进入仙木半部 还需终生守护在仙木之外 如若不然 轻则修为尽师 重则身陨道消 闻言 老者身旁的林峰 直接瞪大了眼睛 这一刻 他终于明白了 难怪爷爷不让自己进入仙木 原来是有这番因果 因果 他在本宗面前 也得往后烧一烧 只要你拜本宗为师 本宗便帮你二人 除去这番因果 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风轻阳选择直接摊牌 什么 道友所言为真 老者面露震惊之色 不知多少年了 他一直波澜不惊的心境 在这一刻彻底动容了 风儿 你师尊都来了 还不赶快拜见你师尊 林峰 风轻阳 李星渊 师尊在上 请授徒儿一拜 听到爷爷的话 林峰不敢耽误 连忙恭敬的攻身拜道 虽然是有一点点的小突兀 但是问题不大 爷爷肯定不会害自己的 林峰身着一袭黑色的静衣 面容不算帅气 但是十分干净 尤其是 他那一对明亮深邃的眸子 为他整个人的气质 加了不少分 风轻阳略微端向了一眼少年 便让他起身 以后你就是本宗的四弟子了 风轻阳从座椅上站起身来 开口道 几乎是同一时间 系统的声音也随之响起 丁 恭喜宿主完成复现收图任务 奖励已发放 丁 恭喜宿主获得先尊飞碾一座 先尊巨博专用飞碾 可抵御先尊境之下任何攻击 逼格超高 远胜先亡碾 丁 恭喜宿主获得指定人物修为 提升卡100张 主 宿主可随意指定人选 指定的每个人物只可使用一张 并且有50张卡 对大罗级之上无效 另外50张可以对先王之下 所有境界生效 恭喜宿主获得无上仙法 导燕先诀 导燕先体专属攻法 为此先体量身定制 先尊专用飞碾 看来先王碾要退役了 100张指定人物修为提升卡 这个屌诈了 最后 这个攻法应该是系统为凌峰提供的 就像十号他们那样 风轻阳用神念扫视了一眼 这次的任务奖励 心中分析道 这次的奖励逆天 凌峰多谢师尊 凌峰听到了 自己得到了认可 连忙再次拱手 只不过四弟子 在自己之前 师尊还受了三个弟子 也就是说 自己是小师弟了 道要 法尔以拜师 可否 一旁的老者 满脸期待地开口道 自己能成为守牧人也就罢了 但是自己不希望自己的孙儿 也踏上自己的这条老路 一辈子都困在这个牢笼里 法尔的父母 自己的儿在席道 放心好了 本宗答应的是 绝不会反悔的 你们两个站过来一点 本宗现在 就为你们除去这身因果 封青阳开口道 想要去除因果之力 这有何难 让系统被救世了 什么因果系统搞不定 系统 道有 你为法一人去除这因果吧 我就算了 我能走到如今这一步 已经知足了 其实是他心中有愧 当时立下大道誓言 要终生守护仙墓 众多无上大能 这才为他提供无数资源 他才能够修到今日的修为 其实 就算除去了这身因果 他也会继续守护的 要不然就会产生心魔 除非有一人 这存在数个纪元的仙墓没了 里面的仙灵也复苏了 他才能离去 当然他知道 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事 好 风青阳点了点头 虽不知这暗夜仙皇为何如此 但是自己尊重他的选择 对此 林峰诧异地眨了眨眼 爷爷 爷爷不是时常跟自己说 他也十分向往自由吗 怎么 无事 法 老者没有说 话 只是笑着摸了摸他的头 随即他便退向一边 认真地盯着风青阳 他也好奇 面前这个修为 远在自己之上的大能 到底是用什么手段 为他人去除因果的 系统 可以开始了 将本宗四弟子林峰的这一身 因果去除掉 风青阳通过神念沟通系统 尊 命 主上 丁 当前人物因果之力 已抽取完成 夹在本系统身上 万千因果竟加无身 系统话音落下 只见一道绚丽的光团 从林峰体内剥离而出 飞入了风青阳手中 风青阳剑状拂袖一挥 光团直接消失不见 就在此时 轰的一声 从巨响从林峰身上传出 他面色一喜 连忙盘腿而做 运转自身功法 真仙三重 真仙四重 真仙五重巅峰 当那道因果之力 从他体内剥离的一瞬间 他的修为 直接飙升了三个小境界 从原本的真仙二重 来到了真仙五重巅峰 这一幕 都把一旁认真观看的老者看梦了 他宁神感受了一下 当即面色一变 风二身上的因果之力 果真去除了 不但如此 他的修为 还飙升了三个境界 能这么轻松去除因果之力 风二的师尊 到底是何方大呢 有这么厉害的师尊在 风二要一飞冲天 老者震惊地 看向前方的风青阳 系统果然给力 效果还不错 并且自己这个便宜徒弟 看样子 天赋还算不错 主上 开心就好 丁 检测到高于宿主修为的强者 无敌气势光环可使用 请问宿主是否使用 咦 使用 丁 使用成功 当前宿主可以随意释放 仙皇进二重的气息和威压 泽泽 差点把这个气势光环给忘了 当时获得气势光环系统介绍的是 可模拟任何所见境界的气势和威压 佩戴无人可看透宿主 你看看 来到上重天 这不就派上用场了吗 风青阳的神念退出系统界面后 他便看到了 暗夜仙皇一直盯着自己看 你 风青阳的话还未说完 这方天地之间便剧烈地晃动了起来 与此同时 天荒仙木之中 卧槽 这是发生了什么事 不知道啊 怎么会突然剧烈震动呢 难道有什么强大的仙宝要出事了 很有可能啊 我们赶快去寻找一下 别让他人结束仙灯了 一时间 仙木之中的众多天骄们 纷纷行动了起来 仙木另一边 一处茂密的森林之中 小女子清浅 多谢青云宗诸位道友相救 一袭浅色长裙的清浅拱手说道 她绝美的面容上满是羞涩之一 尤其是 看向前方的一个身影高大的青年之时 不客气 不客气 这都是我们大师兄让我们做的 要谢应该谢我们大师兄 十号 林白笑着开口道 别伸手 只想背对着他副手而立的时候 若而 清浅脸上的娇羞更甚 多谢石公子相救 自己当时中了 和欢仙宗神子的和欢魅毒 自己用掉了底牌 才从他们的手中逃脱 至于后来的事 自己虽然身中魅毒 但是都记得很清楚 一想到自己当时出尽了糗样 不过面前的这些青云的天骄 真的很好 尤其是这个石公子 自己当时都那样了 他还能稳住心神 嗨嗨 姑娘不客气 我们也是顺手而为罢了 十号咳嗽了一声 转过身开口道 对了 前姑娘 你是青世仙族的嫡女吧 你的族人呢 你怎么会独自被和欢仙宗的那些人 追 为了尽快扯开话题 十号话锋一转反问道 唉 清浅叹了一口气 都怪我疏忽大意了 当时我们正在探索 一处一计 谁料和欢仙宗的那些人 早就埋伏在那 我不慎重了他们的魅毒 最后用出了底牌 才逃脱而出的 后来发生的事 你们也知道了 清浅说完 便用水汪汪的大眼睛 看向十号 十号 怎么扯来扯去 又扯到了魅毒上了 于是 十号只得再次转移话题 对了 刚刚整个仙墓都突然晃动了几下 你们说 是不是有强大仙宝出事了 听到自家师兄说正事 林白他们也全都围了过来 师兄 你说会不会是师尊交代的 仙灵守护士出事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可是要加快脚步了 要不然 万一被他人杰足仙灯了吗 林白脸色凝重地猜测了一番 仙灵守护士 原来你们进入仙墓的 最终目标是这个 不过 恐怕这个守护士不好拿 一旁清浅凝了你眉头 十号文言看向了他 哦 前姑娘 此话何意 这仙灵守护士 每一次开启仙墓 只会诞生一个 可以说 一个纪元只有这一个 极其的珍贵 此时是有仙墓之中 众多已是前辈仙灵的意志 一同孕育而成 此时用处极广 最大的功效 便是佩戴此时 可获得众仙灵的庇护 清浅回忆了一下 他来之前 父亲和他所说的话 将其娓娓道来 因为奇极其珍贵 所以我才说 他不好拿 因为他同样也是众多天骄 所想得到之物 到时候 咱们天云道狱和紫语道狱 两大道狱 几大先皇世家的天骄 都会前往争夺 若而 十号一行人 接点了点头 原来如此啊 但是 此时乃宗主 郑重交代之物 绝不能落到他人手里 哪怕先皇势力的天骄 又如何 照打 既然如此 前姑娘 我们就此别过吧 我们要前往仙墓中心处 去仙灵守护使 你跟着我们 太危险了点 十号看向清浅开口道 诸位道友刚刚救了我 我岂能因为危险而退缩 我陪你们一块去仙墓中心 去仙石 清浅一脸坚定之色 不容反驳地开口 当然这也有他一点 小心思在里面 他对面前这一行 清云宗的天骄很感兴趣 尤其是他们的大师兄 你们放心 我不会拖累你们的 我虽然现在修为 还没恢复完全 但是还有不少家族 给的底牌 十号见劝不住 编不好再多说什么 他想跟就跟吧 不一会 一行人出了丛林 继续赶路 越往仙墓中心走去 一路之上便越荒凉 悲灵成群 还有不少散落在地 没有被掩埋的仙谷 不 可以说 整座仙墓空间 便是掩埋他们的宝地 只不过是为了造福后代 仙墓一个纪元开启一次 准确来说 是自己等人的到来 打扰了他们的长眠 秦师兄 这一路所见 我只能用悲壮二字来形容了 宁言忍不住开口道 没办法 哪怕强大如仙王那般巨拨 也会有陨落之日 天难逆啊 身着序列弟子服侍的秦寒回道 一路之上 十数个青云弟子都在交谈 这一路 他们也碰到了不少 其他势力的天骄 有正在战斗的 有杀人夺宝的 有少而不移的 还有和十号他们一样 一直赶路的 当然 这些都和他们无关 但是每到一处 便有不少天骄的目光 向他们看来 有谨慎的 有不解的 还有十分猛逼的 清浅仙子 奇怪 清浅仙子不跟他族人在一起 怎么和这些人在一起 对了 我想起来了 这些人是清云仙宗的天骄 在仙墓之外时 陈氏仙族的大公子 还上去跟他们打过招呼呢 你忘了 哦 这样啊 这么说来也就不奇怪了 他们既然能认识陈大公子 那能认识清浅仙子 也就不奇怪了 真是羡慕啊 卧槽 你快看那边 那是不是陈大公子 他怎么成这样啊 一个天骄惊呼开口 用手指了指后方 你们给本公子站住 前方的十号一行人 闻眼脚步一顿 全部停了下来 这声音有点熟悉 随后他们转身一看 差点被吓了一跳 三个穿着破破烂烂的男子 正急速向他们飞舍而来 陈 陈道友 林白揉了揉眼睛 看了好几遍 才确认来人的身份 这可不就是陈木吗 只是他现在的模样 变化实在是有一点点大 只见他全身上下的衣服 都破破烂烂的 袒露的肩膀上 还有树道抓痕 整个人温文尔雅的气质 也一去不复返 现在就妥妥 像一个讨饭的乞丐一样 并且 他随身的众多仙族添骄 也就剩下了两个 那整个人的状态 比他还差 陈道友 你这是去干啥了 怎么弄成这样了 还有 你叫住我们干啥 我们可没有东西施舍给你啊 林白笑了笑 开口道 你 你 非事而来的陈木文言 气得差点一口老血喷了出来 你们还好意思说 还不是为了抵挡 何欢先宗的那些人弄的 你们为何不跟本公子一起抵挡 反而丢下我们 独自逃跑 陈木现在火气很大 并且无处发现 当时真是冲动了 早知道 就等他们跟何欢先宗的人 互相消耗下 自己再出来收场的 不对啊 那不是你说的吗 陈公子 咱们都是好朋友啊 你帮我们抵挡 我们很感动 谢谢你啊 那我们就先走了 林白说完 就招呼着众师弟师妹们 转身离开 等等 你们今天一个都不许走 不 你们可以走 得把他留下 我有话要与他说 陈木指了指林白身旁 一袭清传弟子服侍的花青语 入耳 十号和林白对视了一眼 这小子终于摊牌了 狐狸尾巴露出来了 果真是想打师妹的主意 青云中的四序列 七核心 全都愤怒地转过身看着他 留下我师妹 你在想屁吃 林白抽出了自己的青莲剑 冷声开口 既然撕破脸了 那就现在干掉他 那好 既然你们不想教人 那就全都留下吧 陈木华洛便开始疯狂地运转修为 一股恐怖无比的气息 从他身上爆发开来 他整个人的气质瞬间大变 一尊高大的不朽神魂 在他身后浮现 高阶针线 这一幕也让不远处的 众多路人添交 差点惊掉下巴 不是 他们怎么一言不合 就动起手来了 不知道啊 关键是 陈大公子不是和青云宗的那些人 是好朋友吗 估计是表面朋友 现在在这些墓里有利益纠纷了 撕破脸皮了呗 对对对 俺也是这样想的 咱们赶紧离远一点 别误伤到我们了 几个天骄七嘴八舌的议论道 这一边 陈木已经率领他 仅剩的两个族人 向十号他们袭杀而来 然而对面的十号等人 丝毫不慌 四大序列弟子 云蓝 秦寒 宁言 青燕 向前飞身迎战 但是奇怪的是 他们竟然全都没有运转功法 身上也无毫无修为波动的气息 陈木三人见状都梦了 想不通 他们这是搞什么鬼 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三人手持各自的仙宝 重重地轰击在他们身上 哄 的一声巨响传出 漫天黄土陈烟 待陈烟散去后 陈木三人 以及围观的众多天骄 全都瞳孔一缩 面容上露出了不可置信之色 只见青云宗的四位序列 依旧站在原地 并且毫发无伤 这怎么可能 有什么不可能的 只是你太弱了 连我们的防御都破不了而已 云兰轻飘地吹了吹面前的灰尘 随后开口笑道 笑话 我们可是都身着宗主所赐的天云软甲 你一个针线能伤到我们 那才奇怪呢 不 这不可能 你明明只是一群小小天仙境而已 云兰的话 彻底刺激到了陈木 他此时整个人的状态有些疯癫 也不知道他是被刺激到了 还是被和欢仙宗的神女 怎么着了 紧接着陈木 以及他的两个族人不断地发起攻击 轰轰轰 磅礴的仙力当即爆发开来 陈烟飘散的到处都是 然并乱 不论他们怎么攻击 都没伤到云兰四人一根汗毛 哈哈 陈公子是吧 师弟们 不能光让陈公子玩 也该我们玩玩了 云兰说吧 四人对视一眼 便施展出各自的身法 秦寒 清虚幻影大法 宁言 林仙虚度大法 他们给陈木三人来了一场身法秀 想打我 那先追上我再说吧 追上我了也无妨 抱歉 你根本伤不到我 这一幕彻底给众人看傻眼了 什么情况这是 我们裤子都脱 不是 我们都做好准备看战斗了 结果 你让我们看这个 走了走了 真是无趣 说不定是他们自导自演呢 为了就是拖延我们的时间 不让我们去寻机缘 卧槽 还真有这个可能啊 想到这个可能 一时间 围观的天骄走了不少 后方 十号身旁的清浅 也是一脸震惊地看着前方的一幕 不过他震惊地 不是沉默打不动那四个清云弟子 因为这很正常 他们身上肯定有宗门次的防御仙宝 他震惊的是 其中一人的身法 竟然跟自己家族的祖传身法一模一样 清虚幻影大法 这不可能 要知道自己的家族的祖传先法 是清虚老祖自创的先王法 族规非常之言 所以家族先法根本不会泄露 更别说这种 只有自己嫡系 才有资格学习的先法了 那他的先法 是从何而来的 清浅震惊地张开了樱桃小嘴 对此 才停了下来 只见清云宗的四个序列 依旧毫发无损 甚至还有点想笑 反观沉默三人 他们现在和刚来时比起来 更加的狼狈 如果说刚来时像要饭的乞丐 那么现在就像是要饭的老大 哈哈 陈大公子 接着来啊 你们 沉默喘了口气 阴沉着脸说道 不行 这么耗下去也不是办法 这些人身上有高阶的防御仙宝 自己的仙剑砍在他们身上 竟然都能被震开 看来只能动用最后的底牌了 该死 之前跟何欢仙宗那些人对战 消耗了太多底牌了 只剩下最后一个了 不管了 拼了 只要能弄死他们 全都值了 打定主意 沉默心念一动 一幅散发着无上气息的火色卷轴 便出现在他的手中 卷轴一出一股磅礴的仙力 瞬间席卷天地 恐怖的威压瞬间爆发开来 虚空之上顿时出现了无数仙灵的身影 他们对着下方的沉默 恭敬地俯身 不 不是沉默 是他手中的卷轴 那上面有仙王巨步的气血 沉默身前的云蓝四人 瞬间被震飞出去 沉默动用保命的底牌了 后方的青浅 瞬间反应了过来 一道青色的卷轴 出现在了他的手上 这都是家族仙王 大能给他们留的保命底牌 但是这种保命的底牌 在仙慕之中是有限制的 会被大大的缩减其威力 为的就是 不过多破坏仙慕 本身外人进入 就是惊动这里的众仙灵了 要不然 这种仙王卷轴 在外界施展 足以毁天灭地 沉默全力施展卷轴 无尽的焰火 从其中沸腾而出 弥漫虚空 欲天神咒 欲 剑壮 清浅连忙将自己手中的 青色卷轴祭出 一道恐怖的身影 从卷轴之中降临而来 只见那道身影高大无比 恐怖的造化之力 在其周身萦绕 他轻轻一挥手 漫天的无尽焰火 便被全部灭散 随即 他有一掌拍向前方的沉默 仙王化身 不 这一刻 沉默悔恨交加 他悔恨的是 自己不该提前插手 和欢仙宗的事 导致自己底牌用尽 一掌下去 沉默以及他仅剩的 两个族人 被拍成了血污 老祖 后方清浅 对着虚空上的身影 恭敬开口道 那道仙王化身 俯视了他一眼 随即点了点头 随即 他的身影便开始消散 这是仙王巨拨 留给自己重要子孙的 保命底牌 他们会 将一缕化身 留在卷轴之上 手持卷轴者 可以召唤出 这一缕化身 发挥出 仙王全胜一击 当仙王化身 即将消散前的一瞬 他看到了 不远处的情寒 当即瞳孔一缩 然而 这一幕 没有被清浅 和十号一行人注意到 四位师殿 你们没事吧 林师兄 我们没事 云蓝四人 此时也全都 从地上站起了身来 刚刚那个沉默 突然掏出 保命底牌偷袭 真是不讲武德 多谢浅姑娘 刚刚及时出手 十号对着一旁的清浅 拱手谢道 刚刚自己也正要拿出 师尊所给的保命底牌 没想到 清浅率先出手了 无妨 无妨 十公子客气了 清浅开口道 十公子一行人也就过自己 自己这是应该的 并且自己刚才就说了 自己虽然修为没恢复完全 但是不会拖累 十公子他们的 自己手中还有不少 老祖赐予的底牌 清浅又想到了什么 连忙开口 对了 十公子 这位公子是 他指了指前方身着 序列弟子服饰的秦寒 秦寒见状一正 我 浅姑娘 这是我们清云宗的序列弟子 秦寒 秦师弟 与此同时 另一边 天云道屿中心处 秦室仙族驻地 仙族一处近地之中 一道正在打坐的恐怖身影 猛然睁开了眼睛 怎么会是他 不 不对 他不应该这么弱 到现在才去去的天仙境 可是本座绝不会记错气息 真是奇怪 只能等浅浅的丫头 从仙墓之中出来后再说了 天荒仙墓是有一定隔绝性的 传音令牌在这里会失效 外界的消息传不进去 里面的人也不能通过传音令牌 联系外界 天荒仙墓之中 原来是秦公子 秦公子 我有一事 要想你询问一下 哦 姑娘请说 秦寒疑惑道 自己和他也不熟 难道是刚刚的事 他要问有关于天云软甲的事 秦公子 你的身法太眼熟了 秦浅说罢便心念一动 运转起自家的清虚幻影大法 一步咫尺而去 他的身体顿时轻微如沉 双腿都快出了虚影 所施展的身法 竟然和秦寒刚刚的身法 如出一辙 秦公子 你看一下是不是这个 秦浅停了下来开口道 秦虚幻影大法 秦寒心中诧异 开口道 对 就是秦虚幻影大法 秦公子 你所学的身法 竟然和我倾家的如出一辙 并且名字都一样 若而 秦寒更加诧异 自己的身法 是从宗门宫法阁对话来的 时间合理踏宿命 荒谷先王亲太虚 这是太虚先王自创的先王法 那秦浅怎么也会呢 不对 等等 秦太虚 秦浅 秦寒仿佛抓住了什么 连忙开口 秦浅姑娘 太虚先王是你什么人 太虚先王 那是我老祖 若尔 秦浅开口道 同时他心中疑惑 秦公子问这个干啥 果真如此 时间合理踏宿命 荒谷先王亲太虚 秦浅姑娘 太虚先王不是荒谷的吗 荒谷应该是其他大世界吧 没错啊 我老祖是在荒谷纪元突破先王的 所以自称荒谷先王 对了 我想起来 老祖曾经对我说过一段往事 他少年时曾有一段奇遇 他曾梦到自己被拉到了一个神秘空间 和一个青年交战 那个青年实力超强 身法更是绝妙无比 老祖也是在那次交战之时领悟了不少 后来突破先王后 才自创了这个先王法 轻虚幻影 难道秦公子就是当年那位青年的后人 清浅面色一变 震惊地看向身前的秦寒 此时老祖只对自己说过 老祖还时常说 要是能再见到当初那个青年就好了 自己一定会好好谢谢他 如果没有那一战的启发 他也不会创出这么精妙绝伦的身法 清虚幻影 修为大成之时 可一步直持宇宙 穿梭过去与未来 现在那个青年的后人 竟然被自己遇到了 清浅这么一说 十号一行人全都疑惑地看向秦寒 秦寒的事 他们都知道 他这一世是大帝转世 他的功法也是在宗门功法阁兑换的 怎么会和上重天的先王交上手 不 是先王少年时期 这时宁言想到了什么 他凑到秦寒耳边开口道 秦师兄 你还记得天骄道场不 一点就通 秦寒之下全都搞明白了 自己当年在天骄道场 曾和太虚先王少年时期交过手 但是当年自己已经修炼了他的先王法 然后因为时空的关系 现在成了先王少年时 通过和自己交战 从而有了灵感 才创造了此法 那这先法 到底是算自己所创 还是太虚先王所创 这也太奇妙了吧 虽是想通了 但是秦寒也没有多说 只是冲着清前点了点头 毕竟天骄道场也算是宗门一大宝地 不能轻易透露 太好了 秦公子竟然真是当年那位前辈的后人 老祖知道了 一定会很高兴的 对了 秦公子 不知那位前辈是公子的 是我老祖 秦寒斩钉截铁的开口 先搪塞过去再说吧 我自己是我自己的老祖 可还行 与此同时 外界 先锋之上 茅草屋之前 封青阳在跟老者灵暗夜品查论道 至于先王李星渊 他已经返回了青云仙传 封宗主 你所传授给芬儿的功法 甚是奇妙啊 就好像为芬儿量身打造的一样 简直太适合他的道烟仙剔了 老者竖起大拇指不断夸赞道 芬儿拜的这次诗 就两次真值 不但为他除去了因果之力 还传授给他的一篇专属功法 不过封宗主所掌控的青云仙宗 倒是没有听说过 应该是影视宗门了 只是自己没想到的是 自己天云道玉 还有这么厉害的影视宗门 区区一篇功法 不值一提 封清阳饮了一口茶后 笑道 对了 封宗主 您修为通天 那你知道尚三玉的事吗 说起这个 老者的表情严肃了起来 尚三玉 是死亡仙海对面的那三个大玉 封清阳思索了一下开口道 虽然尚重天五玉没有强弱划分 但是严格意义来说 自己所在的天云道玉和隔壁的子羽道玉 是殿底的两个大玉 对 那三个大玉才是真正的强大之玉 有强大无比的先尊和先帝坐镇 但是老夫怀疑 那边出事了 他们又来了 老者一脸凝重地开口道 出事 他们来了 谁们来了 入耳 封清阳听的一脸猛逼 老者闻言继续开口 原来封宗主这等强者 也不知道那边的事 也对 封宗主你们是隐世已久 刚刚出事 老夫这么说 是有一定一举的 我在那边的老友 竟然全都联系不上了 而出现这种情况的上一次 就是一族入侵我天羽大世界之事 不过当时是全面入侵 我们天云道玉和子羽道玉 也受牵连了 然后就是诸仙奋战 才有了现在的天皇羡慕 所以老夫才担心 会不会是一族重返了 封清阳闻言 心中琢磨了起来 死亡仙海 即使仙皇进渡河 也有陨落的风险 如果真是一族入侵的话 那边的消息传不过来 自己这边两余的强者也过不去 不好搞 当然 这也是老夫的猜测 不是很准确 让封宗主见笑了 我们不说这事了 喝茶喝茶 封宗主 请 老者端起了茶杯说道 对了 灵老 仙墓关闭后 还能再次开启吗 封清阳突然想到了这茬 为了稳妥起见 不如自己进去仙墓 拿到仙灵守护时候 还能带上这个新收的四弟子 去转一圈 历练历练 他不是说 之前很想一起进入仙墓历练吗 现在正好 他身上的因果之力也去除了 可以进入仙墓了 嗯 封宗主问这个干啥 老者疑惑了一下 随即开口道 可以 封宗主 老夫身为仙墓的守墓人 在新纪元仙墓试炼开启之后 可以自由打开仙墓 意思就是 每一次的仙墓 开启历练期限 是半个月的时间 仲天胶进入后仙墓入口 会随之关闭 但是在这个期间 守墓人可以自由开关 嗯 这就行 入耳 封清阳点了点头 等凌峰他初步适应了 他的专属功法 就可以行动了 天荒仙墓之中 此时 十号一行人 在灭杀了沉墓三人后 就继续向前赶路 越靠近仙墓中心处 一路之上打斗声便越多 但是所遇到的天骄 明显少了很多 因为近来的大多数天骄 都知道 越靠近仙墓中心 仙宝和纪元的竞争 便越激烈 所以大多数人 都不敢靠近 尤其是仙墓中心 诞生仙灵守护时的地方 那算是地狱版本的难度了 每一次在这里争夺的天骄 无不是仙皇级势力中的 大师兄 再过几日 我们应该就到了吧 咱们的速度已经够快了 但是我就怕那守护石 被他人截足先登了 林白一脸担忧地开口道 此情此景 真想迎试一手啊 仙墓之中寻仙时 被人先夺雷两行 师尊提棍 不会的 据我所知 仙灵守护石的出事 也是有时间的 大概是仙墓开启后的第六天 现在算算时间 我们刚好能赶到 一旁的清浅开口道 打断了林白心中 还未酝酿完成的神作 如此甚好 经过清浅这么一说 十号一行人全都放心了 这样一来 也就不怕仙灵守护石 被他人截足先登了 时间飞速流逝 一日 陈氏仙族大公子陈牧 被灭杀的消息 已经传遍了大半个仙墓 这道消息 让天云到狱的天骄 都震惊不已 毕竟陈氏仙族 可是仅次于 先皇级势力之下的 顶尖先王世家 这次他们家族大公子被杀 自然十分轰动 你听说了没 陈氏仙族大公子陈牧 竟然被人蔑视了 早就听说了 我还知道是谁干的 据当时 在场的天骄的天骄所说 陈牧是被清云仙宗的天骄 以及清浅仙子联合灭杀的 什么 清浅仙子 陈牧那丝 是不是基于仙子的美色了 他尸体在哪 本公子要去编尸 清浅仙子也敢动 不要命吗 一个天骄愤怒无比的开口道 不是 不是 道友你先别激动 再说了 陈牧早被淹为了血物了 其中缘由 你且听我细细道来 行 你说 不对 清云仙宗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陈牧和这个清云仙宗 关系还不错吧 他们怎么 一个天骄皆化道 很简单 利益纠纷呗 不 并不是 他们应该是表面关系罢了 据说陈牧当时气势冲冲的 朝着清云仙宗的一行人杀来 并且指名道姓的 让他们其中的一个女弟子留下 清云一行人不肯 所以陈牧才落得了这个下场 倾听的众天骄文言 这才明误 这么说来 还是因为美色了 真是色字头上一把刀啊 但是如果是清浅仙子的话 自己 自己倒有挨上几刀又何妨 一处荒凉的遗迹之中 一阵不可描述的声音 此起彼伏后 随之落幕 两久 两久 十几个已经堂版版的天骄 被从其中扔了出来 何欢仙宗的一行人 也随之从其中走出 该死的 总算恢复修为了 那些陈氏仙族的天骄 还挺抗大 尤其是那个陈牧 清浅仙子没搞到 还白白损失了几个底牌 何欢神子消彻 开口抱怨着 哈 不得不说这个陈牧 还真是悲惨啊 听说他从我们这逃离后 又找上了清云仙宗的那些人 结果被人家给灭了 真是离了个大谱 一旁的何欢神女 萧青年嘴笑道 是挺离谱的 也不知道这小子图什么 仙木北半边 神子 那个什么陈牧 已经被清云仙宗的一行人灭掉了 哼 本神子就知道这个废物不行 早就料到了 子宇仙宗 神子莫语 与其莫然的开口 此时的他异常冷静 听到陈牧被灭的消息后 一丝表情变化都没有 我们距离仙木中心 还有多远 现在最主要的 就是得到仙灵守护时 以及藏在那里的那件神物 有了它 便可请动老祖 直接对清云宗出手 对了 到时候十号那些人也会前往 正好一并除掉 禀神子 大概还有两日的路程 嗯 加快速度 其余的机缘和仙宝等本神子 取得那件宝物后 还有的是时间去取 时间流逝 很快两日时间便过去了 如今 距离仙木开启的第六天 仙木之中中天骄的争夺 已经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其中 还不乏有获得强大传承 和机缘的天骄 哈哈 道爷我误了 我要一飞冲天了 哈哈 这竟然是一尊 先王巨步的配剑 我们叶家要崛起了 先王配剑 拿来吧你 你们叶家 不过一个小小的大罗级势力 配得上先王剑 记住了 弱者永远不配 拥有强者的东西 因为你们不配 先锋 茅草屋 很好方 短短几天时间 你已经初步掌控了 你专属功法的第一层 这还要多谢师尊和爷爷 这几天以来的用心教导 凌风恭敬的拱手道 入耳 风青羊和灵暗夜 一同点了点头 对于这个新收的四弟子 风青羊还是很满意的 天赋极高 心性极好 不错 好了 既然如此 还麻烦灵老你 打开一下仙墓入口吧 风青羊对着一旁的灵暗夜 开口道 时间差不多了 今日就是那仙灵守护石 诞生之日吧 等拿到守护石 就可以完成任务了 自己也是很想知道 系统所说的神秘大礼包中 到底有什么 风青羊 境界 先王境八重 天赋 诸天神体 功法和武技 太多计算不过来 仙宝 一百章指定人物修为提升卡 青红珠魔剑 先尊非念 弟子 十号 真仙境二重 灵白 天仙巅峰 花青羽 天仙巅峰 灵峰 真仙五重 宗门 四级宗门清云宗 强者无数 弟子十万余之中 当前主线任务 称尊天云道遇 当前复宪任务 拿到天皇仙墓之中的 仙灵守护时 等完成这个复宪任务 获得奖励后 自己宗门的实力 将会再次飞跃 就是不知道 会不会再次刷新 宗门的最高战力 现在宗门的最高战力 也不过半步仙皇 还没有真正的 仙皇经坐镇 等等 自己四徒弟的爷爷 不就是仙皇经吗 就是不知道 本宗的忽悠大法 对他管不管用了 见到对座的封宗主 一直盯着自己 老祖林暗夜心里 只打哆嗦 封宗主这是想干啥 封宗主 老夫打开仙墓没问题 只是随手的是罢了 就是不知您要 老者猜测 封宗主 应该是想要自己的孙儿林峰 也一同进去试炼一番 没什么 本宗带着徒弟林峰 进去办点事 老者一听 果真和他猜测的一般 原来如此 那老夫 他还没有说完 便愣在原地 等等 封宗主 你说你也要进去 怎么 本宗进不得吗 封宗主 我不是这个意思 要不然强行进入 会崩坏仙墓的 林暗夜连忙解释道 闻言 封清阳站起了身来 我有说过 我不满足进入的条件吗 林暗夜 林峰 什么 封宗主这个意思是说 他的古灵 还没超过一万年 不足一万年 就拥有如此 逆天的修为 对比之下 自己修炼了 几个纪元之久了 才先黄金二重 自己简直是 修到狗身上了 不远处的林峰 更是震惊地长大了嘴巴 本想到自己的天赋 已经够逆天了 十八岁的古灵 修到了真仙境五重巅峰 但是跟师尊比起来 真是一个天一个地啊 如果说自己在虚空层 那师尊的天赋 简直就是在咒语层 天荒仙墓中心处 这里此时已经有不少天骄 再次等候着了 只见这里与仙墓之中 其他的地方大为不同 其余地方基本都是荒凉无比 而这里恰恰相反 一大片庄严肃木的宫殿群 还有许多灰宏无比的亭台楼阁 无数座高大神圣的墓碑拔地而起 浓郁缭绕的仙气 弥漫着这里的每一处地方 这里就宛若一座外界修士们 以及仙人居住的仙城一般 不过与外界仙城不同的是 外界的仙城有人气 而这里是一座死城 仙明灵城 这时十号一行人来到了这座仙城前 林白看着仙城上方挂着的牌匾 喃喃道 没有想到 这天荒仙墓之中 竟然还有一座如此雄伟的城池 话说这里 应该就是仙墓中心处吧 后方的秦寒开口道 十号一行人 无不对此仙城嘖嘖称奇 这座仙城叫做仙明灵城 进入这座城之后 一定要恪守里面的规矩 否则将会永远迷失在灵城里走不出去 清浅面色严肃地郑中告诫道 随后他接着开口 在仙城里不可发生打斗 不可破坏任何建筑 否则就是惊动其中沉睡的仙灵 听到他这么一说 十号一行人 面色全部严肃了起来 听人劝 吃饱饭 既然如此 千姑娘 那我们争夺守护石之石呢 那肯定会发生大战吧 仙灵守护石 位于灵城后方 一座巨大的古仪记里 在其中战斗并不会惊醒仙灵 但是只有那一个地方可以 随后 清浅又讲解了许多灵城之中的细节 在十号一行人 全都了解完了之后 他们一行人便进入了灵城之中 一进来 他们发现明亮的虚空 立刻变成了灰蒙蒙之色 他们身后进来时的城门 也消失不见了 他们宛若进入了一个一空间之中 走吧 我们直接去灵城后方的古仪记之中 仙灵守护石 估计马上诞生了 谁料十号刚刚说完 他们周身平静的虚空 再次波动了一下 石树到身影便出现在了不远处 看他们身上的服饰 赫然是和欢仙宗的一行人 哟哟哟 这是谁啊 怎么这要巧呢 这不是清云仙宗的天骄呢吗 还有彻底你最爱的清浅仙子 为首的和欢神女 在见到不远的十号一行人后 当即眼前一亮 开口调侃道 哟你麻个头 十号一行人这边 脾气最暴的核心弟子龙傲天 最先忍不住 一句亲切的问候 直接对了回去 你 怎样 怎样 过来打我啊 见状龙傲天继续挑衅道 反正有凌晨的规矩在 自己怕啥 要是这个脑瘫神女 真敢动手的话 那可就好玩了 哼 清姐 咱们别跟他们浪费时间了 赶快前往古仪记吧 先到仙灵守护室再说 到时候 有的是时间收拾他们 萧扯说完 还打量了一眼前方的清浅 他眸中的鲫鱼之色 丝毫不加掩饰 彻底说得对 咱们走 你们给我等着 到了古仪记在收拾你们 很显然 他也知道凌晨之中的规矩 走之前 还放了一句狠话 这场小风波过后 十号一行人继续向前行走 越靠近城中心 气氛便愈发凝重 天空也更加灰暗起来 话说 浅姑娘 仙灵是什么 你可以理解为 强大的仙人陨落后 诞生的灵物 此物在特定的地方才可诞生 它们不但可以修行 记住到了内城之中 无论你们看到什么 全都是幻想 一定一定 不要和任何人搭话 就假装没看见就行 否则就会被这些仙灵 拉入一空间 永远也出不去 说到这个 亲前的嗓音都提高了不少 郑重地告诫道 这些全都是来之前家族长老 再三叮嘱的事 曾经就有不少天骄 在内城之中被迷惑的势力 有的是被仙灵干扰 误以为是来到了外界 有的是被幻化为 自家的亲人的仙灵迷惑 还有更离谱的 有个天骄 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因为来到这的 基本都是有名的天骄了 当他们知道规则 提前有了防备 那些仙灵根本就迷惑不了他们 当然虽是这么说 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不一会后 十号一行人 便来到了所谓的内城之中 当他们所有人一进来 虽说有了心理准备 但还是被震惊到了 只见内城之中繁华无比 到处都是奢华的装修 和叫卖的修饰 宽广的街道之上 来往的行人 更是摩肩接踵 热闹非凡 哎呀 欢迎各位天骄光临我仙城啊 我这里有一柄祖传的绝世仙剑 不知道各位天骄有没有兴趣 我这里有几粒祖传的丹药 乃仙王街丹药 要是天骄们感兴趣 就送给你们了 几位天骄来我这里看看啊 我这里能让你感受到 飘飘欲仙的快乐 绝对能让你们流连忘返 有不少走上前 和十号一行人搭话 或是以很低的价格推销东西的 或是说有礼相赠的 还有一处勾拦的老宝 热情地走上前来 招呼他们 但是十号一行人 每一个人都不为所动 就直接装作没看见 没听见一般 继续向前行走着 当这些人看到十号一行人 不搭理他们 他们也就不再上前招呼 双眸中的脚狭之色 也直接退去了 抓而暗淡无光 浩尔 我是你们师尊啊 还不过来拜见 清云弟子们速速回归 宗门出事了 浅丫头 你在这干啥 赶快跟微妇回去 一路之上 他们后方还不断响起 蛊惑他们的声音 来诱骗他们回头 但是十号一行人 依旧不理不睬 就一直向前行走 当遇见众多路人挡路之时 他们也没停下脚步 全都静止地 从路人群之中穿了过去 不一会后 他们便走出了 这鲜明临城那城 他们身后的全部景象 也随之破碎开来 呼 总算走出来了 这仙灵幻华的景象 还挺逼真的 多谢浅姑娘提醒 清浅环顾了一下周围的环境 便再次开口 石公子 我们已经来到了临城后方了 古一记就在前方不远处了 若而 十号点了点头 这一路上 历经了不少凶险的事 如今总算到了 等拿到仙灵守护时候 师尊交代的事 也就完成了 到时候 就能去寻机缘 寻宝物了 然后就是等着仙墓出口开启了 话不多说 走着 辉弘无比的古一记之中 两大盗狱之中的顶级天骄 早已等候在此 所谓顶级天骄 最次的都是顶级先王世家中的天骄 不是说其他势力不能前来 而是他们根本没有实力 参与仙灵守护时的争夺 就算侥幸得到了 就凭他们背后的势力 他们根本拿不稳 就像那个天骄说的一样 弱者永远不配拥有 强者所拥有的东西 还有一炷香的时间 仙灵守护时就出事了吧 嗯 差不多 但是这一次的争夺 肯定激烈无比 你看紫羽道玉的墨宇 神子都来了 还有苍原先宗的黄眼神子 和天流先国的太子 紫羽道玉这一次来的阵容 不可小觑啊 天云道玉的天骄 和紫羽道玉的天骄 分成了两波 他们互相忌惮 天云道玉这边 是由两大先皇势力的神子为首 紫羽道玉那边毅然 单从阵容上来看 天云道玉这边稍落下风 不管如何 仙灵守护时 不能让紫羽道玉那边的人夺了去 要不然多丢脸 你们记住了 到时候阻拦紫羽道玉那边的人就行了 这里可是不光有仙灵守护时的 大不了 咱们寻找其他纪元就是了 有天骄直接吩咐起来自家的族人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 古仪记中的气氛愈加凝重 快看 又有人来了 好像还是我们天云道玉这边的 是清世仙族的清浅仙子 和清云仙宗的那些人 天云道玉这一边的天骄 只向了一记入口开口道 清浅仙子自不必多说 多少天骄的梦中情 人 清云仙宗的天骄 也因为强势灭杀尘世仙族的大公子 而名声大噪 大师兄 这里人还是真不少啊 是啊 都做好准备 等会的仙石争夺战 估计会很激烈 十号用神念传 应给所有师弟师妹们后 便环顾起来四周的环境 这个古仪记 可以说是十分的大 目测的有四分之一平常纤城的大小 并且 虽然这里没有阳光的照射 但是一点都不阴暗潮湿 待在其中 反而舒适了许多 仪记中心处 有一座巨大的祭台 祭台四周 还树立着几颗黑色的粗大柱石 现在每一颗柱石 都闪烁着血红的光芒 整个仪记之中 都弥漫着一股古老沧桑的气息 那个祭台 应该就是盛放先灵守护士的吧 十号心中猜测到 这时他察觉到了一股杀气 他连忙转头看去 一冰冷细血的目光 和他四目相对 只见那是另一边 众多天骄为首的一子一男子 十号眉头微醋 这人是谁 前姑娘 那个子一青年是谁 你认的吗 清浅顺着十号的目光看去后 当即开口道 十公子 那个青年是子宇道玉的顶级天骄 紫云仙宗的神子 想要知己知彼呢 紫云仙宗神子 墨宇 文言 十号一行人全都捏紧了拳头 这小子就是墨宇啊 紫云仙宗神子 听黑帝前辈说 自己宗门在上重天和下重天的遭遇 全是这小子策划的 神玉殿背后家族少家主 覆灭小白前辈族人的是他 策划假宗门 冒充自己青云的也是他 甚至迷仙山脉之中的 十仙异族背后主人还是他 清浅见十号一行人状况不对 他刚要开口询问 便见迎面走来了一行人 哟 这不是清云那些人吗 若又见面了 我们 哼 当时在凌晨之中 我不敢拿你们怎么样 但是在这里 可没人护着你们了 第一次也是有陈牧那个傻小子在 这才让你们跑的 不过 姐姐很好奇 你们和陈牧那小子 到底是什么情况 人家刚帮了你们 你们转头就把人家给灭了 不错 来人正是何欢仙宗的一行人 神女消情妩媚的嗓音 很是勾人 见状 十号的眉头皱得更紧 我们和陈牧怎么样 跟你没关系吧 倒是你们何欢仙宗 不过是一群卑贱的老鼠 只会玩背地里阴人的那一套 居然无耻的给浅姑娘下毒 真是该死 十号口如唇枪的 对了好几句回去 虽说道法万千 皆可成仙 但是他对这个何欢仙宗 一点好感都没有 什么 何欢仙宗的 竟然给清浅仙子下毒 这简直是太可恶了 文言 数十个天骄当即围了上来 见状 天云道狱这边 围守的仙剑宗神子 刀狱这边都开始内乱了 这怎么行 到时候还需要炮灰 来拖住紫语道狱那边的人的 至于那个清世仙族敌女清浅 被何欢仙宗的下毒 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真是一帮蠢货 另一边紫语道狱的天骄们 更是全都环抱着胳膊看戏 哈哈 还没开始争夺守护时 天云道狱那边的都开始内斗了 真是有意思啊 打 打起来 他们不断起哄着 仙灵守护石诞生之前 最好对面打个两败俱伤 这样争夺守护石 就少了很多阻力 紫语神子墨语 也是饶有兴趣的看着这一幕 如果本神子没记错的话 上一世清世仙族 和清云先宗的关系也不错 看来原因是出自这里啊 待本神子取得那件宝物后 一切跟清云宗有关的势力 通通诛灭 不过 那件神物是藏在了哪里 墨语眉头微皱 开始回忆起了上一世的细节 上一世清云先宗降临上重天之后 以很快的速度 覆灭了招惹他们的势力 后来又不断的发展壮大 他们的资源 好像源源不断一样 宗门整体的实力 更是飞跃一般 一天一个样 对了 还有强者 每一回外界认为 那个强者 就是清云的最高战力 结果每一回清云宗 都能派出更强的仙人 简直离谱 后来 就是自家紫云先宗 为了遏制清云宗的发展 开始全方位打压清云 一开始 还是自家这边站着上风 直到天荒仙木开启后 清云宗的弟子 从里面夺取了仙灵守护石 和那件神物后 一切都变了 清云宗更加快速崛起 直至将自己紫云先宗覆灭 我上一世 因为逼死关 没有进入天荒仙木之中 上一世 听说是清云先宗的一个天骄 夺取了守护石后 他们才获得了那件神物 哼 这一世 全都是本神子的 想不到吧 清云宗 本神子竟然重生回来了 虽然你们挺过了 本神子前几次的算计 但是这次阁下该如何应对 墨宇冷冷一笑 随即便不再关注那边的事 安心地等待仙灵守护石出事 另一边 见到仲天骄 对自己指指点点的和欢神女 面色一下子就冷了下来 他向后看去 见自己道遇 其余六个仙皇级势力的天骄们 都不为所动 也就安下心来 自己和欢仙宗 同样乃仙皇级势力之一 岂会怕这些围上来的田狗天骄 你们想干什么 本神女就告诉你们了 魅毒就是我们下的 你们能奈我何 听到自家神女发话 和欢仙宗的天骄们 全都召唤出了自身的仙气 眼神凶狠地向前一步走 大战一触即发 然而就在这时 古仪记中心处的祭台 发出了异响 祭台周身的树根黑色柱石 瞬间光芒大战 血红色的光芒 照亮了整个古仪记 古仪记也随之剧烈地晃动了起来 晃动过后 一颗鸽子弹 大小绽放着璀璨仙光的石头 降临而出 悬浮在祭台之上 是仙灵守护石 仙灵守护石出事了 快去抢啊 别让他人抢走了 几乎是一瞬间 在场所有天骄 全都反映了过来 随后 他们便向祭台处飞身而去 哼 等会再和你们算账 神女萧情冷冷说完 便带领着和欢仙宗的全部天骄 参与进了仙石的争夺 大师兄 我们也赶快上吧 别被他人抢走了 好 我们上 随着十号的一声令下 青云宗一行人 全都运转起功法 拿出了自身的仙气 加入了战斗之中 都是混战 就凭你们也想拿守护石 下辈子吧 有本公子在 你们休想得到守护石 卧槽 和欢仙宗的人 玩鹰的 他们竟然释放魅毒 惨了 随着守护石出现的一瞬间 这场激烈的天骄战 正式拉开了序幕 并且很快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 所有人都在战斗 但是有一片的战斗则不同 那些天骄不幸中了和欢仙宗的魅毒 那战斗场面 简直不堪入目 当然要说 先石最有力的竞争者 那就是祭台最前方虚空上的那些天骄 天云道玉这边有十人 为首的是仙剑宗神子和洛仙宗洛神 他们身后还有八人 这八人都是半步先皇及势力的顶级天骄 和欢仙宗的神女萧秦和神子萧彻 赫然也在其中 对面是子羽道玉的十三位天骄 为首的是子云仙宗神子墨宇 苍元神子黄眼 天流先国太子 其余的也都是半步先皇及势力的天骄 你们三 就是墨宇 黄眼 以及天流太子吧 早就听说过你们的威名 但是今日这仙灵守护时 你们子羽道玉的人别想拿走 他只能留在我天云道玉之中 哼 不知道谁给你的勇气 那就试试呗 墨宇冷笑一声 随即率先飞身袭来 见状 其余天骄纷纷动身 很快这数十个顶级天骄便混站在一起 强大的仙法纵横 仙道之力弥漫 轰轰轰 不一会后 整个古一季之中便血流成河 哀嚎声不绝于耳 这一幕幕足以体现 想要得到仙灵守护时之难 当然这也很正常 宝物向来都是能者居之 就在战况胶着之时 两道身影如同鬼魅一样 在祭台上浮现出 正是风清阳和他的四弟子凌风 凌风见到面前的守护时 当即一把取下 师尊 您要的是这个东西吧 丁 恭喜宿主完成复献任务 清云弟子在仙墓之中 拿到仙灵守护时奖励已发放 丁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已掉落随机神秘宝箱 请问主上是否打开所有奖励 打开 丁 恭喜宿主获得一颗万古长青柳 长青柳称号柳神 诞生于混沌之中 因其万古而长青才得此名 当前还在成长之中 修为相当于修士的道元 仙皇境七重 丁 恭喜宿主获得修为境界提升卡一张 仅限宿主一人使用 使用之后 没有任何限制 必可提升一个大境界 丁 恭喜宿主打开神秘大礼包 获得成长级仙尊阶仙气一把 长生宿灵气 成长级尊阶仙宝 主要功能 可吸收仙灵为己所用 进阶之法 不断吸收众多仙灵意志 所孕育而成的守护石即可 当凌峰拿到仙灵守护石的一瞬间 系统的奖励便随之到账 风轻阳粗略地查看了一下 发现这次的奖励还算不错 仙皇七重的柳神 不错 宗门的最高战力 直接刷新 境界提升卡 自己使用了之后 自己的修为 也就从仙王八重 直接干到仙皇八重了 真正意义上的青云第一线 至于最后神秘礼包 开出来的这个成长接仙宝 简直妙啊 自己刚刚带凌峰前来时 就察觉到了 仙墓之中汇聚了大量的仙灵 那可以直接吸收了为己所用 组建出一只 专属青云宗的仙灵大军 好像这仙灵 还能重修和恢复前世纪是吧 没错 唯师要的正是这个 一边说着 风轻阳一边接过了 凌峰递过来的仙灵守护石 这可也是个好东西啊 可以助自己刚刚得到的 那个仙宝成长 见到祭台上的荧幕 一时间古一季之中大战的天骄 全都停了下来 向这边看了过来 什么情况 那两个是什么人 竟然翘无声息的 就拿走了仙灵守护石 卧槽 我们在这打伤打死的 这两个老六 直接把家给偷了 放下仙灵守护石 那是我们的 哟 哪来的两个帅气的公子 偷拿东西是不对的哦 不如和姐姐来一起修炼 我们和欢仙宗的大力坤仙爵 有不少天骄率先反应了过来 直接向祭台这边飞升而来 然而风轻阳看都没看他们一眼 轰轰轰 飞升而来的众天骄 便毫无征兆地爆炸开来 只留下了漫天血雾 这下所有天骄都不敢动了 一念之间 碾死那么多人 此人的修为 简直恐怖如斯 刚刚说话的和欢神女萧晴 都被吓傻了 大张的嘴巴 一动也不敢动 卧槽 大师兄你看 那不是咱们师尊吗 师尊怎么也来了 不过师尊身旁的那个少年 是谁啊 我竟然看不穿他的气息 古一季一侧 林白看着祭台之上的两道身影 震惊地向一旁的石号说道 只见他们一行人的周围 已经堆积了不少天骄的尸体 显然他们一行人 也是经历了一场大战 风轻阳 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在这里 就在全场基本寂静无声 一道响彻之音传来 只见那声音 是来自虚空之上的紫衣青年 紫云先宗神子 墨语 他一脸不可置信之色地 看向祭台之上 这不可能 青云宗主再怎么也不可能 古灵还在一万岁之下吧 他怎么可能 进入天荒仙墓之中呢 还是说 上一世获得神物的 那个青云宗弟子 根本就不是弟子 而是风轻阳本人 墨语瞳孔一缩 想到了这个可怕的可能 墨语 境界 金仙六重 墨家少主 现为紫云先宗神子 天父盖世 手段逆天 祝 此乃重生者 从未来某个纪元重生而来 哦 还有意外收获 这个躲在暗地里的小老鼠 终于出来了 风轻阳看向那个紫衣青年 眸中金光一闪而逝 这就是那个 一直跟自己 宗门作对的重生者 没想到 竟然可以在这逮到他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啊 一十二鸟 墨语见风轻阳向他看来 墨语一丝一毫都不敢耽搁 直接就拿出了他的最强底牌 宗门先皇老祖所亲赐的化身卷轴 里面有先皇巨博的一道化身 其实他是重生者这件事 一直没有跟宗门透露 先不说有没有人相信 即便是相信了 又如何 到时候 估计得把关起来研究不可 毕竟能从时间长河之中重生而来 这吸引力 想想的多大 只见一幅墨色的卷轴 出现在了墨语的手中 卷轴出现的一瞬间 一股磅礴的道元之力 便爆发开来 古遗迹之中的空间 瞬间崩塌 见状 其余的先皇级势力的顶级天骄 一下子面色大变 这是先皇所留的卷轴 墨语他要干啥 怎么一上来就放大招呢 还有墨语和祭台上的那个恐怖青年有仇 怎么从来没见过那个青年 虽然不知道你是如何进入的天皇仙墓 但是你来得正好 据本神子所知 你还没突破仙皇吧 今天正好除掉你 墨语矗立在虚空之上 手持卷轴冷冷地说道 仙皇卷轴开 哄 更加磅礴的道元之力 瞬间从卷轴之中运转而出 一道恐怖的身影 在虚空之上显化 系统给本宗巨线万古长青柳 见到这一幕 风轻扬面色平静的暗中沟通系统 丁 万古长青柳已巨线 系统划落 顿时轰隆隆地巨响传出 整个天皇仙墓的虚空之上 都列出了密密麻麻的裂缝 宛若随时都会崩塌一般 还在其中探宝的天骄 瞬间停了下来 发生了什么事 这还没到出口开启的时间啊 还出个毛 看这样子 仙墓都快崩塌了 我们自求多福吧 死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算算时间 现在应该是那些顶级天骄 争夺仙灵守护十之十啊 难道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 天皇仙墓外 仙风 茅草屋之中的老者灵暗夜 都被惊动了 死 天皇仙墓之中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绝对是封宗主 弄出来的动静啊 老者震惊地难难道 他离开仙墓的条件是 仙墓崩塌 仙灵进出 他之前觉得根本不可能 但是这次会不会 古遗迹之中 一棵神异的柳树 从祭台下方破土而出 无尽的道源之力 营绕其周身 一瞬间 那棵柳树便生长为参天巨柳 粗壮的树身 足有百米之宽 千米之长 茂密的柳条 如同剑一般垂落而下 这远远不是 万古长青柳的真实状况 能在混沌之中生长的 你想想吧 但是与之相比起来 从圈轴之中走出的 那道仙皇化身 就显得十分渺小 气势也完全被碾压 恐怖的的威压 从柳神之上传下 顿时古遗迹之中 众多天骄 尽皆被镇压在地 现场站着的 就剩祭台上的 风清阳和凌风 以及遗迹中的 十号一行人 啊 不可能 这不可能 青云宗主 你现在怎么会拥有 这等神物 紫云神子墨语 瞪大了眼睛 大声嘶吼道 这怎么青云宗 和尚仪是一样 每一次都会出乎 自己的预料 如果说自己是重生者 那他们就好像 天道的亲儿子一样 简直离谱 自己这趟重生 来一趟 简直是多余了 他想挣扎 却被镇压的 怎么也起不了身 别说是他了 就连上方为他 抵挡威压的 先皇化身 都快支撑不住了 灭了吧 一句废话没有 封青阳 直接下达了命令 随后 他便带着凌风 飞升而下 万古长青柳 听到了封青阳的指令 当即动身 他心面一动 无数颗柳条 便向虚空之上 苦苦抵挡的先王 化身抽来 轰隆隆 啪 指一接 那道先王化身 便被抽成了虚无 连带着下方的墨语 以及紫云先宗 其余天骄 全被镇成了血雾 墨语生死之前 在这一刻 全成为了泡影 剑壮 无数被镇压在地的 天骄心中 顿时祈求了起来 祈求着那个神秘青年 不要对他们出手 太恐怖了 那棵柳树 也是恐怖如斯 居然一击 就灭掉了先王化身 等等 墨语说 那青年是青云宗主 青云先宗的宗主 仙墓之中 不是不让古灵万年之外的进吗 那堂堂青云宗主 是怎么进来的 这棵柳树 也根本不是仙墓的东西 师尊 宗主 风青羊带着林峰 来到十号一行人面前时 他们纷纷恭敬拱手 给你们说一下 这是本宗新收的弟子 林峰 这以后就是你们的小师弟了 风青羊又对着十号 林白 花青羽 三个清传弟子说道 小师弟 原来如此 十号看着师尊身旁黑色的 静衣少年 微笑着点了点头 此处留给你们了 为师还要去办点事 风青羊说吧 他身影一晃 便消失在了原地 仙灵守护士在师尊的手里 我们这一次的仙墓之行 也算完成任务了 现在嘛 该和和欢仙宗的人 算算就仗了 不一会后 风青羊便来到了 仙明灵城的内城之中 他的神念感知到了 这里聚集的仙灵最多 也最为强大 就是这了 当风青羊踏入内城后 城中的景象再次变换 繁华的街道 辉红的亭台楼阁 以及络绎不绝来往的 众多修士 同样是有不少修士 跑到风青羊身前搭话 公子 我这有一颗绝世仙丹送给你了 你要不要 公子 我这里 有本仙王街的功法 也送给你了 免费的 不要钱 如尔 风青羊嘴角上扬 好啊 拿来吧 本宗最喜欢免费东西 那些问话的修士 见到面前之人 竟然回答了他们的话 顿时他们两眼放光 终于上钩了一个了 随即 他们的身躯开始变换 一瞬间 便成为了几家挨挨白骨 好啊 终于上当了 想要东西 就留下来陪我们吧 这么说来 你们是耍本宗的 说好的东西不给 那本宗可就要生气了 那本宗就送你们点东西吧 文言 那几家白骨猛逼了 这是什么情况 他为啥不害怕 还要送我们东西 送什么东西 送你们再死一次 说吧 风青羊拂袖一挥 那几家白骨 便被碾为了积粪 随即 他便飞身而起 先王进八重的修为 爆发开来 一瞬间 城中的幻境瞬间破碎 露出了真容 城中的无数修士 或是化为了一架白骨 或是化为了虚幻的仙灵 死 高阶先王 那青年是高阶先王 怎么回事 高阶先王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他就算能过得了禁止 不是还有守墓人的吗 众多仙灵早已有了意识 前世的记忆也恢复了不少 所以 他们想的更多 本宗给一场大造化 只要你们臣服本宗 臣服我青云宗 本宗就给你们一次重生的机会 甚至远超前世 风青羊威压之音 从虚空上传下 他这是说给那些 已有意识的仙灵听的 那些仙灵前世十分强大 都是有名的仙王巨博 甚至还有道元仙皇所化的仙灵 同时 他暗中传音系统 将那个成长 及仙宝长生肃灵器 具现在他的时空仙宝之中 重生的机会 我们凭什么相信你 对啊 我们前世为仙界战斗而死 死之后化为仙灵 再次踏上了修行之路 只要在这仙目之中安心修行 日后必会重新崛起 入耳 风青羊不再多言 想要他们臣服 直接动用手段就行 他心念一动 长生肃灵器 便出现在了他的左手 他右手手持仙灵守护时 放入了长生器之中 顿时长生肃灵器 便绽放出了璀璨的光芒 不臣服 这可由不得你们 瘦 风青羊化落 一股强大的吸力 从长生器上爆发开来 下方无尽仙灵连挣扎都来不及 就被一个接一个的 吸入了长生灵器之中 我清云宗的仙灵大军 可以组建了 并且 等培养的这些仙灵成长起来后 能为宗门出不少力 毕竟他们前世都是一等一的强者 不一会后 古一计之中 师尊 您回来了 嗯 处理得怎么样了 风青羊点了点头开口道 他又随意瞥了地上一眼 只见地上躺板板的天骄 明显多了不少 师尊 我们都处理完了 师尊 这小师弟 是您何时招收的 太猛了他 林白走上前说道 师尊新收的这个小师弟普林十八 修为竟然达到了半步五转惊线 嘿嘿 多谢二师兄夸奖 以后在宗门里 还望三位师兄师姐多多关照 林峰有点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头 自己的修为 这几日确实飙升得很快 当然这都是师尊的功劳 赐给自己专属功法 去除自己的因果之力 修为一下子飙升了三个小境界 然后在进入仙墓之前 师尊不知用了何种逆天手段 一瞬间 让自己修为再次突破了一个大境界 根基还特别稳固 简直恐怖如斯 既然这么说 那自己的三位师兄师姐 肯定也不一般 能拜在师尊门下 肯定都是不凡之辈 就在你们进入仙墓之后 好了不多说了 既然此件事了 也该返回宗门了 说吧 风青阳走到了万古长青柳身旁 伸手抚摸了一下高大挺直的树身 既然仙墓之中的仙灵 都被自己酝养在了长生灵气之中 那这天荒仙墓 也就没必要存在了 师尊 天荒仙墓的出口 不是还要过几日才会开启吗 十号此话刚说出口 就意识到了不对 天荒仙墓开启前师尊 也没进来啊 也就是说 师尊可以自由出入这仙墓 果然 师尊的手段不能以常理认知啊 既然能进来 就能出去 柳神 动手吧 入耳 万古长青柳竟然口吐人言 谨遵宗主之令 随后磅礴的道元之力 从他身上运转而出 他本就高入云霄的身躯 又开始不断地增大 轰隆隆 一声巨响 上空仙墓的虚空都被捅穿了 外界温暖的阳光照射了进来 我们走 天荒仙墓外 卧草 这是什么情况 仙墓怎么被捅穿了 这什么 这是一棵柳树 神柳 死 这神柳好恐怖的气息啊 外界虚空上 在此等候的众多大势力强者 纷纷震惊道 你们快看 有人出来了 这还不到仙墓出口开启的时间啊 难道里面出了什么变故 你这不废话吗 这肯定是出现变故了呀 要不然 这棵神柳是咋来的 哎 也不知道我家少主他们怎么样了 仙峰 茅草屋 老者林安夜感受到了仙墓那边的动静 心中一动 一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封宗主 他们出来了 不一会后 清云宗的仙传之上 多谢宗主帮老夫 去除这番因果之力 既然仙墓之中的众仙灵 已被宗主收服 那我也就没顾虑了 老者林安夜恭敬的拱手说道 好 那以后 林老便是我清云的一员了 风轻扬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次仙墓之行 真是收获满满 招收了天才弟子 获得了大量的奖励 又完成了复宪任务 收服了众多仙灵 现在自己还没忽悠 以理想妖呢 这又把四弟子的爷爷 拉进宗门了 先皇二重 也马马虎虎够用了 以后能和爷爷在一个宗门 太好了 一旁的林峰 也是开心无比 宗门里的师兄们 说话又好听 师尊对自己又好 自己超喜欢这个氛围的 现在爷爷 他也要加入自己宗门了 先传另一个房间内 石公子 还有诸位 清浅就先告辞了 我们家族的人在外面等着我呢 好 前姑娘 那我们有缘再见吧 十号开口道 若尔 清浅点了点头 便要转身离去 谁知这时 他腰间的传音令牌 闪烁起了光芒 清浅拿起来 听完传音内容后 便再次转过了身来 十号不解 浅姑娘还有什么事吗 石公子 清浅确实还有一事 清浅说完 便将目光放到了一旁的秦寒身上 秦公子 我家老祖想邀邀请你 前往我秦家做客 他想要见一见秦公子你 秦寒闻言 面色一正 你家老祖要见我 秦虚先王要见自己 这一见面 不就露线了 对 秦公子 清浅点了点头 对了 不如石公子 你们一起来吧 我还没好好感谢你们的救命之恩呢 清浅真诚地邀请道 文言 林白戳了戳十号的胳膊 笑道 师兄 人家浅姑娘都盛情邀请了 怎么说 十号见状也不好推脱 浅姑娘 既然如此 我们有时间定会登门拜访 好 我等你们 不一会后 两大道狱之中 同时想起了一道苍老之音 诸位 老夫乃天荒仙木守木人 暗夜仙黄 接下来 老夫要宣布两件重要的事情 本座信德无主看重 今日起便会加入青云仙宗 第二件事 天荒仙木应出现了重大变故 这次过后 天荒仙木将永久性关闭 望周知 老者声音话落 两大道狱之中的无数修士 无不震惊 卧槽 什么情况这是 守木人 暗夜仙黄要加入青云仙宗了 青云仙宗是哪个宗门 怎么从没听说过 不知道啊 但是我们这次不就知道了吗 不过 连暗夜仙黄都要进入的宗门 那得多么强大 你们先别关注这个了 没听到吗 天荒仙木要永久性关闭了 听到了啊 但是关我毛事 只有大势力的天骄才能进入的 与我无关 天荒仙木之变 等候再次的众多各大势力的强者们 也全都震惊无比 暗夜仙黄要加入青云仙宗了 就在众人愣神之时 天荒仙木之中再次传来异动 紧接着 一道巨大的漩涡出现在了虚空之上 是仙木出口 仙木出口提前开启了 时间流逝 一转眼便是三日后 天青仙海 青云仙宗 仙气缭绕的青云先锋之上 现在任务的奖励 还胜修为提升卡 和99章指定任务修为提升卡 没有使用啊 风轻阳在先锋之巅 副手而立 盘算着自己剩余的奖励 还有仙尊非年 没有巨献 万古长青柳 早在返回宗门之前 他就通过系统收回后 再次具陷在了宗门之中 至于为什么指定任务修为提升卡 少了一张 那是因为 已经给四弟子凌峰 用掉一张了 至于剩下的给谁用 还得考虑考虑 自己另外的三个弟子 肯定要赐予 宗门序列和核心弟子 这次完成了仙慕历练了 也可以赐予 其余的 就赐予给宗门的一些元老吧 他们一路陪清云宗走了过来 是该好好培养培养了 只是可惜啊 此卡 每人只能使用一张 并且还有49张 只限大罗之下使用 要不然 凭空多出百个先王 得吓死不少人 不过即使这样 也够吓人了 只要给50个大罗使用 那将会多出50尊先王 对了 好像之前召回来的李莹 还在杂亿弟子中的吧 他也可以考虑考虑 先磨两道同修 成长起来 战力肯定很可怕 这话要是让李莹听到 他肯定得感动到痛哭流涕 宗主 您终于想起俺来了 随后风轻阳不再多想 他用神念沟通系统 系统 给本宗使用专属修为提升卡 丁 专属修为提升卡使用成功 系统话音刚落 一股磅礴无比的道元之力 便凭空浮下而出 虚空都颤抖了起来 随后所有的道元之力 全部一股脑的涌入了 风轻阳的体内 哦 他舒坦地叫了一声后 修为开始疯涨 先王九重巅峰 巅峰先王 这时 虚空上恐怖的雷杰 也酝酿而出 赤金色的杰云 一股脑的狠狠 像下方的青云先锋上劈下 赤金雷杰 宗中有人在突破先皇 青云宗一座灰红的房间之中 一口问道 否则 咱们宗中有人在突破先皇 先皇 和爷爷一个境界 是啊 咱们这青云先宗可不简单 老者感慨了一声 他刚入宗门之时 就被宗中的一幕幕震撼到了 如此宗门 哪怕说是有先帝作证 都不为过吧 毕竟有宗主这个手段通天的巨拨在 还有那颗神柳 高耸入云 繁茂的柳条如仙剑 气息恐怖无比 乃高阶先皇 他本以为他先皇二重的修为 在宗门之中 怎么也不分太差 谁曾想 宗门的一棵树都是高阶先皇 这还怎么玩 与此同时先锋之上 漫天的赤金色雷结 没有伤到风青羊一根汗毛 只见他手持青红珠魔剑 对着虚空不断挑衅 真是虚啊 雷结就这 都不够我的青红剑吸收的 只见他手中的青红剑 在吸收了无数道赤金雷结后 璀璨的仙光大战 隐隐有突破之势 雷结过后 风青羊的修为继续飙升 先皇一重 先皇五重 先皇八重 直至飙升到先皇八重巅峰 才停了下来 顿时苍穹之上 无比磅礴的异象降临而来 天降仙雨 地涌金花 万千大道纵横交错 在虚空上欢快地遨游 漫天的仙人虚影也随之出现 恭敬地向青云仙宗这边拱手 一时间 两大盗狱震动 各大势力的画室人 也紧急地召开了会议 这一项 是有半部先皇大能突破先皇了 死 就是不知道是哪个势力的 这下盗狱的格局要被打破了 众所周知 天云盗狱拥有两个先皇级势力 八个半部先皇级势力 如今有新的先皇巨拨出世 这就意味着一尊先皇级势力诞生 这下天云盗狱在顶尖战里的水平 足够和隔壁的紫云盗狱对等了 毕竟紫云盗狱的先皇级势力也才三个 青云仙宗中 众多长老和弟子同样震惊无比 是宗门中的哪位前辈在杜杰 这次的动静和雷结 比上次的还要恐怖不少 突破成功了 这么快 不对 还有一尊高阶先皇的气息 辉红的房间之中 老者灵暗夜震惊地说道 宗门御寿堂 半部先皇境的御寿堂主柳长空也被惊动 有前辈突破先皇了 最近这是怎么了 怎么宗主出去一趟 宗门之中就多了好几道先皇巨拨的气息 哎 也不知道本堂什么时候才能突破 赤金色雷结啊 等我 不一会后 一切全都风平浪静了 磅礴的异象也逐渐退去了 青云先风上 封青阳正在感受体内的气息 他只感觉体内拥有了蔑视一般的威能 一念之间便能破碎万千星辰 一口喷嚏便能喷死一大堆先皇大能 一指下去 天地都要碎裂 磅礴的道源之力无比充沛 气势十分恐怖 这就是先皇八重的感觉啊 真是妙啊 封青阳喃喃说道 接下来也该干正事了 99章修为提升卡今日全都使用了算了 随即 他便用神殿传音通知了下去 不一会后 杂役弟子区域 赵兄 你先慢慢吃吧 只是让我过去一趟呢 说是宗主找我 啊 叶兄 那你快去吧 宗主这是没忘了 我们两个杂役弟子啊 终于想起来 我们了 难道宗主是打算 要加强咱们杂役弟子了 不知道啊 到了就知道了 我走了赵兄 一头银发 身着杂役弟子服侍的李莹说罢 便匆忙地走出了房间 另一边 宗门核心区域处 一白一黑的黑帝和小白 正以统一的造型 站在万古长青树前 一个目瞪狗呆 一个目瞪狼呆 大哥 你说这神柳 是宗主从哪搞来的 这也太大了吧 黑帝震惊地说道 只见他的身形 在长青柳面前 就像一个渺小的蚂蚁一样 长青柳高耸入云 宽千米之巨 枝繁叶茂 茂密的柳条遮天蔽日 旁部的仙气缭绕在其身 恐怖的道源之力具起顶 俺也不知道 黑帝再次开口 那咱们等会咱来看吧 大哥 宗主叫我们呢 好 走 就在他们转身要走时 一道清脆悦耳的声音 从长青柳上传出 两个小家伙不错呀 一个凶兽 一个天兽 天赋还算说得过去 文言 黑帝和小白 直接下的原地跳了起来 大大哥 你有没有听到有人说话 黑帝结结巴巴地开口道 废话 我肯定听到了呀 要不然 为啥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随即 黑帝和小白对视了一眼 一同转过了身来 这里除了自己二人二兽 就没他人了 那么说话的 只能是面前的神柳 神柳是你在说话吗 黑帝试探地开口问道 三夕过后 那道悦耳的声音 还是没有响起 死 奇怪 算了 算了 不管了 我们走吧 小白见状便招呼着黑帝离去 宗主还等着自己两个呢 谁料 他们两个再次转身之后 万古长青柳上两根柳条 快速地向他们袭来 直接缠住了他们两个的双脚 将他们掉了起来 啊 雾草 什么情况 谁敢袭击本天兽 黑帝和小白 立刻惊慌失措地尖叫了起来 略略略 两个小家伙 不知道盯着别人看 是一件不礼貌的事吗 还有啊 要叫我姐姐 知道了没 黑帝和小白文言 可不管三七二十一了 连忙一同开口道 姐姐 姐姐 小说错了 好吧 看在你们认错及时的份上 姐姐就不捉弄你们了 刚刚姐姐听说 宗门叫你们过去 那就快去吧 别迟到了 还得被宗主责罚 黑帝 小白 我们谢谢你啊 这个柳神太可怕了 以后一定要绕路走 不一会后 青云先锋之上 只见封青阳 依旧在先锋之巅 副手而立 在他的身前 乌乌泱泱地站立了不少人 细看之下 大多都是宗门的骨灰级元老 大多都是宗门建立之初 或者在荒芜届时 就加入宗门的老人 或者是那时候 被召化而来的强者 只是现在时经过千 或许当时 他们加入宗门之时 能排到宗门顶尖站立 再不至 也是当时的中高端站立 但是由于青云宗 崛起的速度太快 顶尖站立不断地被刷新 属于他们的辉煌 也不再有了 风青阳从他们 每一个人身上扫尸过去 心中感慨万千 怎么说呢 当时自己的 就是带领了这些人 一路从荒芜打到了仙界下重天 又从下重天 打上这场重天 他们的修为 在这一路之上 也逐渐跟不上宗门的脚步了 那门大长老 牧水仙 当时加入宗门之时 还是一个残魂呢 自己用莲花素生藕 帮他重塑了身躯 对了自己当时 还和他签订了一个 十万年的签约是吧 大罗进三重 不错 他的修为提升如此之快 看来是莲花素生藕 开始后期发力了 供奉龙邪 嗯 自己对他的印象也挺深刻的 当时奉自己之令 独上御丹圣地的那个 现在也大罗三重了 大供奉 逍遥子 当时的逍遥大帝 现在的六种大罗仙 还有七大风主 这七位风主 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青鸾风主明月 青剑风主林无极 其余的青神风主赵无双 青夜风主夜风 青山风主墨尘 青天风主天蓝 青鲜风主清化 风青阳扫完眼后暗道 剩下的还有内门二长老罗尘 执法堂长老罗无道 功法殿长老聂海龙 炼丹殿长老莫问等等 全都是宗门的老人 并且修为全部达到了 大罗经仙之境 因为大多都是召唤而来的 所以他们的修为提升 会异常的快 毕竟他们的修为 会随着风青阳修为的提升而提升 不远处还站着另一批人 大哥 你说宗主让我们来这里干啥 你问我 我问谁去 哦 那我问问别人去 石青传 你知道宗主 把我叫过来干啥吗 黑帝开口问道 若尔 十号摇了摇头 师尊也没有和我们提前说 只见这一批人里 除去小白和黑帝两个 其余全是弟子 三个青传弟子 四个序列弟子 七个核心弟子 还有一个一袭白发的杂役弟子李莹 而黑帝和小白 之所以站到这个皮队里来 是他们赶来后 发现自己两个迟到了 也不敢上前了 只能在这里等候着 心中默默祈祷 主上没有发现 开玩笑 对于他们两个最后感到 风轻扬早就发现了 只是他们站到哪也没错 前面这一批 都是使用先王镜之下 任何境界都可以使用的境界卡 而那边只能使用剩余的49张 只限大罗之下 才能使用的境界卡 我把这个奖励的设定改了一下 100张只限大罗境之下 使用的境界卡 改为了一半一半 另50张是先王境之下 都可以使用 好了 本宗长话短说 诸位也基本上都是宗门的老人了 奈何我清云宗崛起太快 你们的修为虽然很高 但是远远达不到本宗的要求 文言 风轻扬面前的所有人 都微微低了低头 宗主所言即是 如今自己等人的修为 再上重天 不能说很低 但是远远不够 毕竟 这里可是存在传说中的 先界先帝的 还有无上先尊 先皇巨博 随后风轻扬接着道 所以本宗 今日叫你们前来 就是为了提升你们的修为 让你们的修为 和在宗门之中的威望 实至名归 风轻扬威严无比的几句话 让在场所有人都心中一震 提升修为 实至名归 宗主 系统 对他们使用 那五十张先王之下 都可使用的指定人物提升卡 风轻扬看到他们激动的模样 便用神念联系系统说道 丁 五十张指定人物修为提升卡 使用成功 系统话音落下 天地之间 方圆一亿万里的仙气 瞬间席卷而来 一股浓郁至极 磅礴无比的造化之力 在清云先锋之上 凭空浮现而出 随后疯狂涌入 风轻扬前方 那五十尊大罗体内 本宗今日赐你们修为 让你们一念突破造化先王 所有人运转功法 吸收修为 风轻扬威严无比之音 在他们耳中响起 听到宗主的话 每个人都听话照做 他们连忙运转起了自身的仙法 就地盘腿而坐 开始吸收涌入自己体内 源源不断的造化之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的修为 全都开始了瘋长 轰 轰轰轰 境界的突破的音爆声 不断在清云先锋之上响起 紧接着虚空之上 黑压压的阶云浮现而出 弥漫虚空 目光所及的整个虚空 全都暗了下来 轰隆隆的响声震荡天地 轰隆隆 上重天阶云 这怎么还没完啊 一天突破这么多大能 不要命了 下重天阶云 大哥 俺早习惯了 过段时间 你也就习惯了 一时间 清云宗上至道元先皇巨布 下至杂役弟子赵金柱 再次被震动 什么情况 卧槽 是主峰那边 不是刚有前辈渡完劫吗 怎么后来 看这样子 不像是一位前辈渡劫啊 杂役弟子区域 正在房间中 大快朵移的赵金柱 听到外面的巨大动静 连忙放下碗筷跑出房间 是主峰那边 李兄不是刚被叫过去吗 那边发生什么事了 难道宗主看 李兄表现出众 要帮他提升修为 但是 看着雷杰的恐怖之处 也不像是李兄在杜劫啊 宗门核心区域 万古长青柳 抖动了一下自身茂密的柳条 宗主这是在搞什么大动作 死 这是大罗突破 道元先皇之时的黑渊雷杰 这不可能 绝不可能 武士尊大罗 一下子全部突破先王 一定是刘柳还没睡醒 我得接着睡了 此时 虚空之上 恐怖的雷杰 已经酝酿完成 随即轰隆隆地全部劈下 那架势 宛若毁天灭地一般 十分害人 清云先锋之上 此时 武士尊宗门元老 已经全都站起身来 他们的气质 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每个人都神意无比 气势深沉无比 并且他们的面色更加从容 气质也更加淡然出尘 这是自信 对自己实力的自信 见到虚空上密密麻麻的雷杰披落 他们全都飞升而起 选择硬汉雷杰 清云宗就没有耸的 四个大字干就完了 哈哈 雷杰有何惧 看我无极见尊灵无极将其斩下 我感受到了 我的实力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天再也遮不住我的眼 雷杰是吧 我清云宗大供奉逍遥子来眼 虽然从大罗到先王 这一境过程很短 但是我的努力一刻不曾落下 我叫明月 皎洁的明月 奶奶滴 在宗门滴掉这么久了 也该让世人知道一下我的名号了 清云供奉龙贤 你们会记住这个名字的 轰隆隆 每一个人在面对这蔑视雷杰面前 都毫无惧色 有的只是放声大笑 和发自内心深处的喜悦 双方在接触的一瞬间 天地都在震战 虚空瞬间被撕碎开来 无知道 无极剑道 无知剑 万剑至尊 无极剑法 斩 两久过后 虚空上的劫云被硬生生地打散 耀眼的光芒照向大地 然而比日光更耀眼的是 清云先锋上空处的 那五十道恐怖的身影 他们四穿梭时间长河而来 又似仙中之王降临世间 又宛若天地之中心 执掌众仙的主宰 五十道恐怖的先王境气息 瞬间爆发开来 苍穹之上 异象磅礴而宏大 不错 全都突破成功 二重先王 四重先王 八重先王 甚至还有不少巅峰先王 清云封上 风轻扬满意地点了点头 他覆手而立 微风拂过他的脸庞 吹动了他的鬓角 此刻他的心中 尽是满足之意 曾几何时 自己对他们大部分人许诺过 若我清云 直上清云 先又如何 终有一日 本宗带你们一同达到传说中 造化先王之境 那一日不会太远 如今 这个曾经的清云大志 已经实现了 得偿所愿了 五等拜谢宗主 五十尊先王 落到先锋之上时 他们一同向着前方 那个副手而立的青年拱手 恭敬地开口道 核心区域 一座房间外 老者灵暗夜收回了目光 眸光中 尽是震撼之色 可怕 太可怕了 一日之间 造就五十尊先王 甚至还有不少高阶先王 宗主啊 您到底是什么一般的存在啊 爷爷 您说那些前辈 全都是造化先王 对啊 风二 我们守护先墓太久了 真正的大世面 见过的太少了 当初一族入侵之时 如若有青云先宗在 何人敢让我故土半步 那年青云先上风 五十先王汉众生 不一会后 青云先封上 此时 五十尊先王 都已返回了各自的区域 随后 风青阳又将早已看猛的十号等人 叫上了前来 主 主上 你不会也要帮助我们 突破先王吧 小白结巴地开口说道 刚刚主上一念之间 造就五十尊先王的场面 简直是太可怕了 把我们也叫来 难道也是 然而风青阳只是瞥了他一眼 小白就吓得缩了缩头 便不再敢说话了 黑帝 你同样乃青云元老 守护宗门这么多年 本宗全都看在眼里 小白 你身为本宗先宠 修为偏低 小白 呜呜呜 竟说什么大实话 至于你们 乃本宗看重的弟子 叫你们前来 确实也是要赐你们修为 入耳 十号一行人也激动了起来 连忙拱手 多谢师尊 多谢宗主 风青阳点了点头 随后算了一下他们的人数 系统 对他们使用 十七张指定人物修为提升卡 小白加黑帝 自己三个徒弟 宗门四序列 七青船 还有一个杂役弟子李莹 一共十七个 丁 十七张指定人物修为提升卡 使用成功 系统话音落下 旁边的仙气再次汇聚而来 十号一行人的修为 也全都开始了飙升 哄 哄 哄 与此同时 虚空中的节云 再次凝聚而来 上重天节云 这次的节云 远没有刚刚的黑渊节云恐怖 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很快就散去了 我突破了一个大境界 师兄 我也是 俺也一样 众弟子震惊过后 随即再次拱手恭敬道 多谢宗主赐予修为 嗯 你们都下去吧 风青阳点了点头道 这次提升 自己三个弟子 都来到了半步金仙境 序列弟子和核心弟子 来到了真仙之境 小白突破到了大罗金仙境 黑帝突破到了金仙巅峰 哦 对了 还有李莹这个杂义弟子 他的修为也来到了地仙境 可以晋升到外门了 等所有弟子走了之后 风青阳的神念 进入到了系统界面查看 经过这次的仙墓之行 宗门职和威望职 又增加了不少 现在还有一个主线任务 和副线任务 分别是称尊天云道语 和覆灭先王世家墨语 墨家少主墨语 已经被本宗镇杀了 墨家一定会有动作 就是不知道这个子与仙宗 怎么表态了 自家神子和众多天骄弟子 被震杀 他们应该很是愤怒吧 本宗很是期待呢 不一会后 杂义弟子区 李莹正匆忙地向回跑着 正好撞见了对象 跑过来的赵金仲 见状 二人当即停了下来 赵兄 告诉你一个沉重的消息 李兄 告诉你一个沉重的消息 二人几乎是同一时间开的口 面色都一模一样 都是十分凝重 啊 李兄你也有事 要告诉我 你先说吧 赵金仲面色一正 开口道 赵兄 我的修为突破地仙境了 刚到外门指示找到我了 让我收拾收拾东西 前往外门报到嘛 李莹面色凝重地开口 自己走了之后 杂义弟子就剩赵兄了 不行 自己去跟指示说说吧 自己先暂时留在杂义弟子这边吧 等赵兄修为提升上去了 自己和他一块晋升 太好了 李兄你也进入外门了 预想到的场景没有出现 这让李莹很是诧异 赵兄你 等等 也 难道赵兄你 赵金仲点了点头 没错 李兄 你还记得你 带我出来宗门时 见到的那个前辈吗 大肚男 眯眯眼 腰间还挂着一个大葫芦 好像是有点印象 当时黑帝前辈称呼他为善保前辈 李莹略为了思索了一番 就想起了当初自己 带赵兄入门时的场景 对对对 就是善保前辈 不对 现在是我师尊 刚刚师尊前来找到我 说观察我很久了 要说我为他的记名弟子 但是我修为太低 所以师尊就让我先前往外门修炼 赵金仲面色一喜 便将刚才的事娓娓道来 太好了 这样我们能双双进入外门了 只是 杂役弟子从此无人了 咱俩一个杂役大师兄 一个杂役二师兄 最终还是跑路了 哎 不说了 走吧赵兄 咱们回去收拾东西吧 长生素灵器之中 这里面的空间十分浩瀚 宛若一个小世界一般 磅礴的仙器弥漫其中 没想到 吴云天先王竟然在陨落后 化为仙灵重修 还能被人抓去 不 吴不甘 老云啊 你就忍忍吧 现在是人为刀族 我为鱼肉啊 还有 你没发现此处空间 十分适合我们修行吗 这倒是在理 此处空间 简直就是为我们量身打造的一 也不知道这是哪里 咱们天云道遇 竟然还有如此之地 在这里修行 竟然比在仙墓之中 快得百倍不止 弱大的空间之中 放眼望去 密密麻麻的 全是飘荡的仙灵 只不过 有的灵体十分凝实 有的则很是虚宝 还有大部分的 都是毫无意识游荡的仙灵 此时说话的 正是两道凝实无比的仙灵 看他们的状态 已经恢复了记忆 也已经重新走上了修炼之路 拥有了修为 只要条件足够 他们随时都会重塑肉身 是啊 老夫也很是纳闷 不过老夫猜测 咱们应该是在那人的仙气之中 当时他把我们收进去之前 说是要让我们臣服他们清云宗 老云啊 你对这个清云宗有印象不 那个老者模样的仙灵 思索了一番 开口道 清云宗 没有啊 本作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个宗门 估计是哪个影视大宗吧 不过当时 咱们对他的话很不羡 但是现在看来 他说的话很有可能都是真的 这道仙灵的话音刚落 整座空间都开始剧烈地晃动了起来 一道恐怖的神念化身降临而来 磅礴的微压瞬间镇压而下 顿时 空间之中的全部仙灵都被镇压在地 只见那道神念化身 赫然是风轻扬的模样 他拂袖一挥 数十道仙灵便被传送到了他的身前 这些仙灵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 全都凝视无比 怎么样 诸位在本宗追逐的 还习惯吗 风轻扬扫视了他们一眼 开口道 是哪个人 你到底是谁 把我们抓来 想要怎么样 告诉你啊 仙墓的守墓人可是暗夜仙皇 他要是发现你这么做 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其中一个仙灵开口道 哦 暗夜仙皇 他现在正在本宗的宗门之中 本宗勉强让他当了个长老做 什么 暗夜仙皇在你宗 只能勉强做个长老 死 不 不对啊 暗夜仙皇身上不是有因果之力吗 他怎敢善离之守 入耳 风轻扬继续开口 因果不过小道尔 本宗随手便可除之 风轻扬冷冷说罢 便心念一动 磅礴的威压再次镇压而下 那数十道仙灵再次被镇压在地 他们心中全都震惊无比 什么时候 因果都是小道了 随手除之 那只有上三遇传说中的先帝 才能做到吧 难道此人是传说中先帝之尊 相信你们也都体验到 在这里修行的好处了 但是本宗从来不来养闲人 如若你们不为无宗办事 那下场只有一个 成为其他臣服先灵的养分 自己面前这些先灵 都是有意识的 恢复大半记忆了 前世不说 都是先王修为吧 但是最低都是大罗敬的先灵 还有十数个先王 三个先皇 倒是可以培养培养 至于后方那些还无意识的先灵 就充当炮灰了 由面前这些人来统帅 组成自己宗门第一支大军 先灵大军 虽说是炮灰 但是作为自己清云宗的炮灰 修为也不能低 就先在长生宿灵器里修炼吧 不臣服 就会成为其他先灵的炮灰 卧槽 还是十时物者为俊杰吧 封清阳的几句话 让前方的数十道先灵 都不淡定了 前世身为一方强者 陨落后 幸运化为了先灵 眼看就能重塑肉身 卷土重来 但是现在要是不臣服 那所有的努力就白费了 没人不惜命 一直努力的 修行的最终目标 不就是为了永生吗 五等愿意臣服清云 拜见宗主 入耳 封清阳满意地点了点头 同时收起了自身的威压 你们三个 前世是什么身份 封清阳指了指 最前方的三个先灵 禀宗主 我前世乃睡梦先皇 明赵荒 乃赵氏先祖老祖 禀宗主 我前世乃药火先皇 明封年 乃流火先宗老祖 禀宗主 我前世乃见天先皇 明君见天 乃先见宗开山老祖 三道先灵恭敬的依依 将自身前世的种种抱了上来 睡梦先皇 梦中入道吗 赵氏先祖 先皇及势力 现在销声匿迹了 这个流火先皇的流火先宗 也没有听说过 有可能是在那场大战中 被覆灭了 倒是这个君见天有点意思 居然是先见宗开山老祖 风清阳心中盘算着 巨暗楼的探查 当今天云道遇 明面上只有两个先皇及势力 一个先见宗 一个落先宗 有意思的是 这个君见天 竟然是先见宗的开山老祖 不知道他们现在的宗主 得知了自己的开山老祖 化为先灵后 加入了清云宗 是什么表情 有趣 有趣 不对 明面上也不是两个先皇及势力了 是三个 自己清云宗 现在也是当之无愧的先皇及势力 赵荒 风延 君见天 本宗命令你们三个 用最短的时间 组建起一支先灵军团 为宗门办事 由他们来辅助你们 风清阳指了指其余的数十道先灵 无等谨尊宗主之令 闻言 君见天三人和其余的数十道先灵 一同拱手道 现在就开始吧 本宗会给你们提供资源的 风清阳留下一句话后 他的神殿化身便消失在了原地 清云先电 主位之上 风清阳睁开了双眸 君见天 先见宗 有意思 风清阳嘴角上扬 难难道 这时他突然想到了什么 对了 系统 本宗要是把这长生速灵器 放到时空道台之中的话 会不会有效果 长生速灵器中能加快先灵的修炼速度 要是可以和时空道台叠加的话 那先灵的修炼速度简直不敢相信啊 要不了多久 先灵军团就能成长起来了 禀主上 这个理论上好像是可以的 系统冰冷的机器声响起 也就是说 真有可能了 不行 得赶快去试试 一吸过后 风清阳便来到了时空道台之中 虽然时空道台之中的时间流速 乃一比五千的流速 但是此时的他已经感受不到丝毫的变化 哪怕有 也是十分微小的 只因他现在的修为 已经来到了先皇八重 想要突破境界 所需要的时间和资源 庞大到不可估计 修行真是苦啊 不如境界提升卡莱的痛快 修个十多年 就达到了大多数仙人 几辈子都修不到的高度 风清阳一边凡尔赛 一边从空间仙宝之中 拿出了长生素灵器 长生素灵器的模样很不起眼 是一个四四方方的正方形黑盒子 盒子表面上光滑平整 并无任何图案和明文 属于放到大街上都没人要的那种 人不可貌相 物也不可貌相啊 风清阳略微感慨了一番后 便将长生素灵器放到了地上 随后他的神念再次进入到了其中 观察有无效果 长生素灵器小世界之中 宗主让我们三个一同组建先灵大军 不如这样 我们分开来组 一人负责拉起来一只 到时候再合并 由最强的那一只主导 你们看怎么样 军舰天 风炎 赵荒三人正在商讨着组建军团的事 另外数十道先灵都在一旁恭敬地倾听 好啊 老夫同意 哈 没想到还有机会和两位老友 再次比试比试的机会 想当初 老夫的赵氏先祖可是稳稳压两位老友的势力一头啊 妾 赵老头 那是我们流火先宗不愿意和你们竞争 让着你们而已 你说啥 那咱们这回就好好比试比试 都是从零开始 看谁行 对于二人的争吵 军舰天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两人在那会就争来争去的 真是一辈子的老冤家 哎 说起来 也不知道自己的先建宗怎么样了 这么多纪元过去了 是否还依旧辉煌 就在这时 此地的规则开始发生了巨变 时间规则浮现出 并且流速不断增快 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卧槽 这是发生了什么事 时间流速 是时间流速 这里流速提升了好多倍 这怎么可能 军舰天三先灵皆震惊无比 要知道 此地空间本来就非常适合自己先灵修炼 并且修炼速度也会快上不少 但是现在的时空流速 何止提升了千倍 难道是时空先道 宗主掌控了时空先道 军舰天三人互相对视了一眼 三人眼眸中都露出了震撼之色 如此一来 自己的修炼速度将开始飞跃 用不了多久便能重塑肉身了 并且还有希望恢复到前世的修为 甚至超越前世 你们说宗主到底是什么人 掌控时空先道 又可轻易除去因果之力 难道宗主真的是上重天的先帝之尊 你个老逼灯都不知道 我咋知道 你特么 又吵起来了 军舰天眉头微皱 行了行了 不要吵了 咱们当务之急 是要将先灵大军拉起来 这可是宗主的命令 我们想要得到宗门的培养 就得发挥相应的价值 他作为一个大宗的开山老祖 自然对这些道理熟透于心 既然巅峰留不住 那就重走来实路吧 不 上一世是因为那些异族 本座才不幸陨落 说来说去 我还是不够强 这一世 无要超越前世 时空到台中 风轻阳收回了神念 他面露喜色 没想到这个叠加Buff 还真的可以 这么说来 我清云宗的先灵大军 很快就能面世了 到时候数尊先皇 数十尊先王 外加强悍的先灵大军 还能影响到长生素灵气 那不知万事轮回进行不行 风轻阳想到了 正在轮回境中 轮回历练的老祖 这要是行得通的话 那岂不是老祖出来的时间 将大打缩短 到时候 我清云无敌老祖横空出世 什么先尊先帝来了 都不好使啊 想到这 风轻阳刚想要从空间先宝中 拿出万事轮回境 脑海中系统冰冷的机器音 就响了起来 主上 我还是建议您 不要这么做了 为什么 因为时间线 因为这样 可能会起反作用 老祖现在所处的地方不同 已经开启了新的人生 你想想 要是有人要加快您的人生 您愿意吗 美好的东西稍纵即逝 苦苦追求的东西 还会怎样就是去了 行了 不用说了 本宗知道 系统说的话很对 对于自己来说 要是美好的东西稍纵即逝 或者怎样怎样的 自己一定也不愿意 反正轮回境之中的 时空流速和现实也不一样 自己就不想那么多了 一晃 风轻阳已经来到 清云仙殿之中 坐到了主位之上 这时 下方一道黑影显现而出 拜见宗主 嗯 本宗让你们暗楼查的是怎么样了 禀宗主 我们天云道狱 和紫语道狱公认的上三狱 分别为 仓谷道狱 仙红道狱 和九天道狱 属下带人去死亡之海看过了 那里方圆亿万里 都毫无人焉 寸草不生 刚踏入河岸旁 那个探子 便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湮灭了 属下和其余人 现已全部撤了回来 黑影恭敬的拱手说道 说起那个死亡仙海 他现在都还心有余悸 那是一番怎样的恐怖景象啊 自己发誓 自己这辈子没见过 比那里还恐怖的 海是黑的 大地是黑的 甚至那片天地都是黑的 嗯 本宗知道了 你先下去吧 对了 这段时间多打探一下 天云和紫语各方大势力的动向 遵命 黑影消失后 风轻阳伸手揉了揉眉头 说实话 自己现在根本不拒 天云和紫语这边的任何势力 忌惮的是 上三狱那边 还有这个死亡仙海 也没搞清楚 毕竟人总会对未知的事物感到恐惧 盗狱之间 为何会隔着如此恐怖的海 如果真像林老猜测的那样 那就麻烦了 一族入侵上三狱 不控死亡仙海 让那边的消息传不过来 最后再反过手来 入侵自己所在的这边 到时候 就算自己这边 再像十数个纪元前那样 顶住了入侵 最后得知 上三狱已被颠覆 那将是无尽的绝望 风轻阳喃喃自语道 与此同时 天云盗狱中心处 一处仙气浓郁无比的先锋 此先锋高耸入云 并且此锋的形状十分有特点 外形竟然十分像一把三尺青锋 如果从远处看 就好似一把巨大的剑 矗立在此 先锋之上 大片大片灰红素木的 宫廷楼阁林立 炼丹殿 炼器殿 宫法阁等等 应有尽有 这里便是明镇天云 子于两大盗域的先皇及势力 先剑宗 这座酷似三尺青锋的先锋 乃同样大名鼎鼎的先剑风 先剑宗 宗门大殿 大殿之中 有数个先宗长老正在意识 朱爱 你们对这个突然冒出来的 青云先宗怎么看 就连守木人 暗夜先皇 不顾及因果之力 都要加入其宗门 真是荒谬 另一个长老开口道 在本长老看来 目前我们对这个青云宗 了解少之又少 不宜轻举妄动 我猜测 那日突破先皇之人 大概率就是这个 突然冒出的青云先宗之人 青云先宗这个势力 真就像突然冒出来的一样 从来没有听说过 这个势力的名号 不管如何 我们先派人去此宗拜访一番吧 现在我们先剑宗 掌控四个守护石 洛先宗掌控两个守护石 子羽先宗掌控三个守护石 苍元先宗手握三个守护石 天流先国手握两个守护石 现在最后一个守护石 落在了这个未知的势力中 也不知他们愿不愿意加入其中 一个胡子和头发 接花白的长老分析道 说得云里雾里的 这时 主位之上那道身影开口道 老祖那边刚刚下发命令了 无论如何 都要取得他们手中的守护石 与此同时 另一遍 何欢先宗 何欢先宗 作为天云道誉 五大半部先皇级势力的之一 其宗门综合实力强大无比 在天云道誉之中 明面上除了两大先皇级势力 无人敢惹 尽管他们名声很臭 但是丝毫不影响人家的强大 何欢先宗驻地处 一阵阵迷你之音 还夹杂着男女的淫荡的笑声 从恢弘无比的宗门大殿之中传出 只见大殿之中 众多何欢先宗长老落座 他们每个人身旁 都有两个或以上的妙龄侍女伺候着 看他们的样子 根本不像来意识的 简直是寻欢作乐 这个突然冒出来的青云先宗 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暗夜先皇竟然都加入了其中 不简单 十分钟有十二分不简单 一个长老放下了开油的手 摸着胡须开口道 拥有这么强的实力 难怪敢放任弟子 杀害我何欢先宗添骄 宗主 只见主位之上的 那个男子生的俊俏无比 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 那就是 本是男儿身 更圣女娇娘 他便是鼎鼎大名的 何欢先宗之主 花无七 若而 花无七也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随意地看了一眼 说话的那个长老 能怎么做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让后面的何欣弟子 直接替补上来 立心的神子和神女 花无七说完 便又开始手中的动作 只见他的周身的侍女 比下方众长老加起来还要多 一手环抱一个 怀中一个 身后两个捏肩 旁边十个举着扇子扇风 可是 宗主 下方的长老还想说什么 就被他打断了 没有什么可是 接着奏乐接着舞 清云宗 我何欢先宗收拾不了你们 有人能收拾你们 取走了最后一个先灵守护时 你们就自求多福吧 花无七难难说道 眼眸中寒光一闪而逝 子与道玉 无上先祖墨家 墨家乃子与道玉顶级的 先王世家之一 家族综合实力十分强大 掌控着亿亿万苍生的生死 虽说墨家只是先王世家 但即便是半部先皇及势力 都不敢招惹墨家 只因墨家少主墨于乃 子云先宗神子 敢招惹墨家 那岂不是牛子日闪电 找死吗 所以当墨于在天皇仙墨之中 被震杀的消息传开后 子与道玉一片哗然 墨家神子居然死了 这消息太震爆了 是啊 谁能想到呢 堂堂先王世家少主 先皇势力神子 居然陨落在了仙墨之中 知道是谁干的不 竟然这么胆大 难道是天云道玉那边的 大势力天骄 准确来说确实是 知道最近风头正盛的 清云先宗部 就是他们干的 当时本公子的朋友的 亲戚的亲戚家的天骄 就在现场 死 有这么厉害的朋友 看来阁下也不简单啊 无上先祖墨家驻地 清云先宗 敢杀无孙 吴墨家跟你们不死不休 一声怒吼 从墨家进地而出 响彻了整个墨家 随之而来的是 恐怖无比的先王威亚 墨家方圆一亿万里的生灵 全都被吓得匍匐在地 都说匹夫一怒 血溅五步 辱之先王一怒呼 先王一怒 必将横尸一礼 血流飘鲁 空间崩塌 天地颤抖 没想到啊 这个天命势力 发展如此之快 快到超乎我们 所有人的想象 不 应该是羽儿知道消息不够多 这才 谁曾想那个清云先宗 竟然有先王拒捕作战 羽儿的保命底牌都无用 墨家禁地之中 墨家族长阴沉着说道 清云先宗自己早就知道 羽儿很久之前就说过 天命势力 日后必将是自己墨家的大敌 于是乎 自己墨家 便在羽儿的谋划下一步步步局 后来发生的事 也验证了清云宗 是天命势力的猜测 他们简直太顺了 一路过来都顺水 没想到啊 本以为自己墨家掌控了这一切 谁曾想自己所知的 只是清云先宗冰山一角 死与先宗那边怎么说 堂堂先王及势力 自家绳子和众多天骄被灭 竟然一点动静都没有 墨家族长前方一个 气势恐怖的老者怒道 禀老祖 先宗那边让我们等消息 他们说对清云先宗的实力还不清楚 不能贸然动手 后方 一个墨家长老走上前恭敬道 哼 本座就知道他们会这么说 老者冷哼了一声 静止之中的气氛顿时冷了下来 这时墨家族长开口了 老祖请息怒 现在确实不是动手的时候 这个清云先宗隐藏得太深了 我猜测 他们在下重天的那个只是一个分宗 要么就是他们背靠其他先皇级大势力 不过不论是哪一个 都不是我们能抗衡的 只能等紫云先宗先动手了 墨家族长咬着牙一字一句地说道 羽儿可是自己最疼爱的儿子 现在被人所灭 自己却没有实力为其报仇 痛 太痛了 对了 族长 老祖 还有一件十分蹊跷的事 据从古一记之中走出来的天骄所说 当时的细节 仲天骄正争夺先灵守护时呢 两道身影就犹如鬼魅一般 突然出现在祭台之上 拿走了守护使 而其中一个青年十分强大 便是其动手杀害了少主 而那个人的名字叫封青阳 墨家长老恭敬道 什么 这怎么可能 封青阳 那不是青云之主吗 难道他的古灵在一万年之下 时间流逝 三日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天云到狱中心处 一座浩瀚磅礴的仙城之中 此仙城名为清须仙城 来清是仙族的附属城池 有巅峰先王荒谷清太须坐镇 因此而得名 师兄 这清须仙城蛮大的药 比我们之前去的那个九药 仙城大太多了 这里是浅姑娘家族的附属城池 自然不是九药仙城可比的 说话之人正是十号 他的身旁还有三人 分别是刚刚开口的林白 小师妹花青语 以及序列弟子秦寒 和一个身着青色素裙的女子 韩哥哥 这座仙城比我混天神国成百倍还要大啊 青色素裙女子开口感叹道 他正是秦寒现在的道旅 曾经的混天神国亲帝 林青 并且还是青云宗内门弟子 是啊 不过宗主说了 咱们荒芜大陆还会不断进阶的 总有一天 咱们荒芜大陆也能比进这天与大事件 到时候 咱们的混天神国也要修一座大大的仙城 秦寒手中牵着他的柔仪 宠密地说道 秦师弟 你变了 当初咱俩说好要一起修无情道的 一旁的林白见到二人如此腻歪 便开口打去道 哼 若尔秦寒笑了笑 林师兄 无情道上只能你一人独行了 师弟我先撤了 几人走在仙城之中 一路有说有笑的 气氛十分融洽 他们这次一共出来了五人 其余序列弟子和核心弟子 要么就是有事 要么就是正在时空倒台之中修炼呢 实乃卷宗之王 简称卷王 对了 秦师弟 那天的事情也没多问你 你怎会认识 秦氏先祖的老祖 还说是那位青年的后人 这时 花清宇开口问道 秦师弟和浅姑娘修炼的功法一样的事 这不难猜 毕竟宗门功法殿 可是声称进藏诸天仙法 收集一篇青世仙族的仙王法 不是很正常 灵清听到师姐这么一问 也好奇地看向心上人秦涵 师姐 你说这个 咱们宗门不是有一处试炼之地吗 名为天骄道场 此道场可以召唤来不同时期的各路天骄 前来对战 当时 我在荒芜界时 曾试炼过一次 秦涵这么一说 几人就都明白了 这么说来 他当时试炼 时空倒台 把清虚先王少年时期召唤来了 然后现在来到仙界后 碰上这个时期的仙王了 这还真是缘分啊 不仅如此 我修炼的清虚幻影大法 还是清虚仙王自创的仙王法 但是现在貌似有点说不清了 简姑娘说他们 老祖是在与我对战之中 得到了领悟 这才创造了此仙王法 文言 十号几人都一脸猛地看向他 时空一到 还真是玄妙无比啊 居然还可以这样玩 与此同时 天云到狱中心处一条大道上 一头虎形仙兽 拉着一华柜的飞碾行驶而来 踏出那一步 飞碾之中 一白发苍苍的老玉感慨道 他浑浊的眼眸中露出了回忆之色 老祖 你说这次清家会同意我们的要求吗 老玉文言冷冷道 他们这次不同意也得同意 由不得他们选择了 此次仙慕之中 他们家族嫡女和清云宗的天骄们 联手灭掉了陈家大公子 和和欢仙宗的天骄们 并且就连紫云仙宗的神子 和一众天骄都折在了他们手中 这些势力 现在全都向清家施压 你说他们不臣服我赵族 还能如何 若而 老玉身旁的妙龄女子点了点头 清家这次还真是倒霉啊 但是他们就 不怕吗 万一清家背靠那个清云仙宗呢 试探呗 他们不敢直接向清云仙宗出手 就只能对清世仙族施压了 就连仙剑宗那几个老不死 都亲自联系我了 他们也知道我和清虚仙王有点渊源 啊 妙龄女子文言又吃了一惊 老祖 仙剑宗的老祖们联系您干啥 当然是为了那颗最后的守护石了 他们想要通过清家看看 能不能得知清云仙宗的大概实力 真是约老糊涂了 老玉说罢 便不再多言 开始闭目养神了 不一会后 十号几人便在仙城后方 一处气势磅礴的府邸处停下了脚步 林白抬头看了一眼府邸上的牌匾 开口道 根据浅姑娘所给的位置 这里应该就是他们家族在外界的驻地了 他们在来之前 已经跟清前打过招呼了 这里便是清世仙族展露在外的驻地 林白话音刚落 一道身影便从府邸之中跑了出来 石公子 你们终于来了 快请进 来人正是清前 他上来便客气地将十号几人迎进了府中 钱姑娘 平时这里不常住人吗 石公子 这里是我们亲家用来招待贵客的地方 我家老祖听说你们要来 已经提前在大殿等候了 这座府邸确实见得十分辉弘 放眼望去 竟是成片的宫廷和精美的楼阁 处处都彰显着华贵与神圣 仙气十分浓郁 遍地都是生长的仙草仙药 但就是缺少了一样东西 人气 石浩他们几个自从进来后 到现在都没见过几个赵家之人 只有四五个正在干活的丫鬟 清家大殿 扑鼻的香味从辉弘的大殿之中飘荡而出 可谓是飘香十里 只见大殿下方摆好了数个桌椅 各色各样的真修美传 粪干龙水等美味仙石 奥祖 石公子他们到了 清浅率先走进了大殿之中 开口道 入耳 主位之上那道身影睁开了双眸 合身的黑衣面白无虚不怒自威 一股上位者的气势和压迫感迎面来 荒谷纪元中的很多修士都对他印象深刻 无数天骄都败在了他的手里 这个男人当年仅凭一己之力 就将清室送上了巅峰 危难之中破极限 大罗巅峰登仙王 他便是荒谷先王 清太虚 先宗弟子来了 我为了感谢几位先宗天骄 克此设宴 清浅 哪位是秦公子 据起而所说 那个秦公子便是当年击败自己的天骄后人 清云先宗虽说是新晋的神秘先皇级势力 但是单单他们宗门的弟子前来 还不配让自己出面 不知还有没有机会 能与当年的那位再战一场了 老祖 这位便是当年与您对战的前辈之后人 清浅指向了身后的秦寒 见过清须先王前辈 十号五人见状 一同拱手开口道 这就是清须先王啊 果然压迫感十足 当秦寒见到主位上的男子后 脑袋更是转得飞快 他正在想怎么圆这个谎 首先气势上不能输 有了 他说话便开口喊了两声 然而 主位之上的清须先王 像是没听到一般 没有回应 当他看到下方的秦寒之时 他黑白分明 古井无步的眸中 罕见地露出了震惊之色 你 哈哈 这么多些年不见 道友别来无恙啊 果真是你 清须先王 一下子从主位之上站起了身来 不错 正是我 当年与道友一战 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呢 秦寒走上前 双手扶在背后 一脸云淡风轻地说道 见到这一幕 后方的清潜都梦了 清潜不解地挠了挠头 这是怎么回事 老祖和秦公子早就认识 十号四人只是对视了一眼 便都明白了秦寒的想法 他要 只是道友你怎么 清须先王皱了皱眉头 没错了 这气息 这模样 此人就是当年与自己对战的天骄本人 只是他怎么还是这副模样 真先进的修为 哎 秦寒叹了一口气 道友 这就说来话长了 几个纪元之前 我正要突破道元先皇之时 被奸人偷袭 虽说也灭掉了那间人 但是也不幸受伤 导致陨落在了那黑渊天劫之下 于是我只好重修一事 惭愧啊 惭愧 秦寒努力做好了表情管理 尽量使自己不露出任何破绽 我本不会演戏 奈何情况所迫 但是自己胡说的这些话 倒是张口就来 十分顺畅 毕竟自己这一世 真的是重修 不过自己 只是大地重修罢了 原来如此 清须先王一连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 没想到 道友竟然遭遇了如此劫难 他陨落之前便是先王巅峰了 那还是几个纪元之前 如果不陨落的话 如今在先皇境中都走了很远了 无不如也 那真是遗憾 我一直以来的心愿 就是与道友再好好切磋一场 不过道友如果不陨落的话 现在必定剩我百倍 我还是没有机会 真是实眼 命也 不说这个了 道友快请坐 自己是真心佩服秦道友 想当初自己天赋盖世 镇压群娇 但是却被他轻易击败 自己方知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不但如此 自己还从秦道友的身法之中得到了领悟 这才有了现在的盖世先王法 轻虚幻影 下方 十号和秦寒五人皆已落座 秦寒端起了酒杯 将杯中的仙酿一饮而尽后 又握住了妻儿的柔仪 这才松了一口气 忽悠一尊巅峰先王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啊 一句说错就得出事 还好自己蒙混过关了 唉 说起来 命运这玩意可是真玄乎啊 设想一下 当初灵妖要是没有杀害自己 自己现在又在何处呢 恐怕还是在想方设法地突破仙境吧 那就不会有现在的清云序列弟子 不朽真仙秦寒了 原来前辈就是老祖口中的前辈本人啊 清浅见过前辈 清浅来到了秦寒面前恭敬的开口 前辈 请 随后他端起了手中的酒杯 一饮而尽 此时他算搞明白了 原来前辈乃重修一事 当时自己认出他的仙法之时 前辈只是不愿表明身份 秦寒见状微笑了一下 随后便将杯中酒饮尽 日后如果有机会 自己一定要向他们解释清楚 多谢道友与各位仙宗天骄 在仙墓之中救了钱 无干了 主位之上的清太虚心情大好 不管怎么说 自己有生之年再次见到了那人 自己也算了却一番心愿了 仙王 请 十号几人纷纷举杯 这清家准备的仙酿 不但口味香醇 并且对修炼也大有益处 仙酿顺着喉咙滑进胃里 瞬间就化作精纯的能量 流向身体各处 对了 道友 你如今这是加入了那个清云仙宗 清太虚开口问 他对这个突然冒出的强大仙宗 也是十分好奇 守墓人暗夜前辈都加入了其中 那就是说 清云最低也是一方仙皇级势力 如此这般的影视宗门 自己就知道两个 一个影视仙族赵家 一个影视宗门流火仙宗 这两个曾经都是仙皇级势力 只不过遭遇了那场异族入侵 损失惨重 这才被迫影视 清云仙宗倒是之前从未听说 对 如果没有清云宗 也就没有现在的我 秦寒一语双关的感慨道 那 清太虚还未说完 便心中一动 将目光看向大殿之外 竟然是真热闹 又有故人前来了 他喃喃开口道 清虚小子 今天怎么这么有雅性啊 居然在此设宴饮酒 难道是知道老神要来 特地准备的 一道苍老的沙哑之音 从大殿外传来 大殿之中的十号五人 和清浅都愣在了原地 清虚 小子 卧槽 来人是谁 竟然如此称呼一尊巅峰先王 随后 他们全都转头向大殿门口看去 只见一老一少两道身影 从容地走了进来 一个气势深沉 面无表情的老玉 老玉身旁 跟着一身这浅色裙摆的妙龄少女 千语前辈 您怎么来了 清太虚见到来人 连忙从主位之上起来 走了下来 怎么 不欢迎 老玉默然地开口反问道 随后 他扫视了一眼大殿之中的十号等人 清云先宗的天骄 他们怎么会在这 老玉看着十号他们身着的宗服 心中一沉 难道清氏先祖 真的和清云先宗有关系 欢迎 千语前辈能亲自来我亲家 太虚当然欢迎 道友 我这临时有事 先失陪一下 清太虚走到秦涵身前 歉意地开口道 无妨 道友请便 秦涵微笑着点了点头 这时 老玉对着身旁的少女嘱咐一句 梦 你就在这里等我 随后 他便和清太虚一同消失在了原地 姑娘便是清氏先祖的天骄清浅罢 世人皆传清浅仙子 乃天云道玉第一角色 无数天骄为之疯狂 今日一见果然惊艳 二人走后 少女看着不远处的清浅开口道 若而 清浅轻轻地摇了摇头 那都是世人的谬论罢了 敢问姑娘是赵家的 刚刚自己老祖口中的千语前辈 自己知道 隐氏先祖赵族的一老祖 实力强大无比 据说乃半步仙皇境的无上巨拨 并且和自家老祖 还有点渊源 道歉 我好像没有必要告诉你吧 听到清浅的询问 少女语气一变 默然道 说了她也不认识 不如不说 自己和自己家族 沉寂得已经够久了 前方 十号几人见到这一幕 也是面面相去 不知这突然来的一老一少 是什么来头 连清浅先王 竟然都放低姿态 恭敬的叫千语前辈 千语 千语 十殿 你还记得 我们出入宗门功法殿 那会见到的先王法吗 我记得我当时 看过的一本先王法 叫做千语破出阳 来千语先王自创成名武技 你说会不会 林白文言同谋微章 诧异的开口 应该不会这要巧吧 千语破出阳 你们也知道 我家老祖自创的先王法 林白的声音稍微大了一点 被不远处的少女听到了 玄机 他开口问 千语破出阳 是自己老祖在先王禁之时所创的 这些人居然也听说过 文言 林白和十号对视了一眼 二人都沉默了 这次再次验证了功法殿那道对联 竟藏诸天仙法 跃竟大千咒语 与此同时 另一边 清是先祖进帝之中 不知千语前辈 此次来我亲家有何事 有何事 难道你不清楚吗 现在你亲家的局势很不乐观 老神当然是来帮助你们的 若而 清太虚同谋威咪 帮助我们 不知前辈有何要求 很简单 你清是先祖全族 投靠我赵族 如今风云变幻 朱强纷纷显现 我赵是先祖 打算再次出事了 老玉短短的几句话说完 便不再多言 用浑浊的眸子 紧盯着清太虚 清太虚文言 威咪的眸中 顿时闪烁不定 隐氏先祖赵族 要重新出事了 要我清族投靠于其 受其撤肘 不过 他说的确实有点道理 现在自己家族的情况 确实不容乐观 几大先皇级势力 和半部先皇级势力 全都向自己家族施压 十分棘手 一个弄不好 就是满门被灭的下场 但是现在还有一个破局之法 道有所在的清云 千语前辈 这件事情太重大了 我要考虑考虑 清太虚沉声开口道 面容上尽是纠结之色 那你可要好好考虑清楚了 老玉冷冷开口 好了 先不说这些了 对于那个突然冒出的清云先宗 你知道多少 丙前辈 我对先宗了解的并不多 是吗 堂堂清旭先王 竟然亲自设宴 与清云先宗那些小辈同意 老玉明显不幸 开口反问 随后 清太虚便将设宴之事 简单叙述了一下 他说了秦寒 但是没有说起重修的事 入耳 老玉眉头微皱 心中大惊 你是说 数个纪元之前 清宗祭拜你的天骄 现在就在清云宗 这可是重要信息啊 不得了 要知道 荒谷纪元期间 少年天骄的清太虚 简直是未逢一拜 可却突然败在了一个神秘青年手中 自此清太虚才心态大变 支持而后涌 数个纪元之前 就突破了先皇 战力还如此逆天 老玉面色殷勤不定 难难自语 老神就先走了 你要慎重考虑 别忘了 当时是谁拉了你一把 老玉说完 便消失在了原地 哎 老玉走后 清太虚常常叹了一口气 他自然知道 老玉最后那句话 是什么意思 当年自己遇到 平景初去历练之时 结识了那时的千语先皇 他曾点拨过自己一番 但是 赵族这般强势出事 指定要掀起一番腥风血雨的 自己一人倒也无妨 但是 清家先殿之中 十号几人在欢快地交谈着 妙龄少女 一人坐在不远处等候着 这时 一道声音传来 妈儿 我们走 少女文言 起身看了十号几人一眼后 便向外走去 他们终于走了 是啊 也不知道那千语前辈和清虚前辈聊啥了都 不一会后 清虚仙城虚空上 虎形仙兽拉着一座飞脸正向外飞去 老祖 清虚仙王前辈怎么说 那小子说要考虑考虑 我估计 他们清家有一帮上那个清云仙宗 不过 这趟倒是打听到了一个有用的消息 就是不知道是真是假 飞脸之中 老玉沉生开口 有了 不是要试探清云仙宗的实力吗 这多简单 天清道玉中心处 陈氏仙族 陈氏仙族乃顶尖的先王世家 实力强大无比 族中天骄备出 强者无数 亿亿万万众生 需养其鼻息生存 然而 最近有关于陈族的话语可不少 听说陈氏仙族大公子 在仙墓之中被震杀了 他们两个屁都不敢放 真惨啊 啊 难道是争夺守护时 被几大先皇级势力的天骄给灭了 要是这样的话 那还情有可原 毕竟没必要为了一个大公子 赔上全族的性命 嗯 你这样说也对 那个清云仙宗 绝对是影视的先皇级势力 不过也不对 因为亲手灭杀陈公子的人 是清浅仙子 当时是清浅仙子 和清云仙宗的天骄在一起 然后对上了陈公子 陈家和子与墨家的情况相差不大 都是嫡子被灭杀 出手的对象 还是同一个势力的 作为最顶尖的先王世家 在嫡子被灭杀后 都无力报仇 这才让世人纷纷感慨 此时 偌大的陈氏仙族之中 十分寂静 一片白色好素 家族大殿之中 陈家又一次召开了高层长老会议 族长 此事绝不能就这样算了 是啊 我赞成 他们杀我家族大公子 灭我族十数天骄 我恨不得但其肉 请其撇 错其骨 那可都是我族崛起的希望啊 并且还有族长您的儿子 说个长老 卢起袖子 义愤填膺的说道 看他们那痴人的眼神 仿佛要是谁敢不同意 非得暴怒不可 因为他们说的没错 在仙墓之中 隐落的那十数个陈族天骄 无不天赋一柄 体质超群 都是日后陈家崛起的希望 当然最最最重要的是 那些天骄大多数都是在做长老的儿子 各位 你们冷静冷静啊 那三方势力 没一个好惹的 清云先宗 和欢先宗 清氏先族 这三个势力 一个先皇级势力 一个半部先皇级势力 一个和我陈家同为顶尖先王世家 所以我们还得从长计议 这时 一个长老鼓起勇气 站起来反对道 据仙墓之 其他目睹的天骄所说 自己陈族天骄 先是被和欢天骄屠戮 后来大公子和两个族人侥幸逃走 后来不知怎知 又和清云先宗的天骄干起来了 最后大公子施展底牌时 被清氏先族敌女 用出最强底牌灭杀 流程就是这么个流程 所以说 陈族的敌人有三方势力 但是每一个都不好办 但是这个长老刚说完 就被前面数个长老 那痴人的眼神 瞪得不敢说话了 只好兴兴地坐了下来 叶长老说得对 此仇该报还得报 不过必须从长计议 这时 主位之上一直为发言的陈族族长发言了 他心中也是怒火滔天 因为修为越强大 那么有子嗣的几率便会越小 想他这个修为 估计日上十万八千次 都不一定会来一个 但是 作为一族支长 他必须顾全大局 如果为了自己的儿子 和十数个天骄 赔上了全族人的命 那根本不值 族长 外面来了 两人说要见你 这时 一个侍卫匆忙地跑进大殿拱手禀报 嗯 要见本座 知不知道是谁 侍卫 丙族长 属下不知 对方没有报名号 只是点名要见您 哼 不见 没看见我们正在商讨要是吗 滚出去 陈家族长冷哼一声 开口道 自己本就心烦意乱 现在哪有心情见外人 估计又是那几个老不死的 登门嘲笑自己家族了 真是可恶 陈志 你小子现在好威风啊 做了陈家族长后 现在就连老生都不配见你吗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传入大殿 文言 大殿之中的众多长老面色一变 陈志 那不是族长的名字吗 何人竟敢直呼族长大名 主位之上 陈家族长一下子站起了身来 这声音好耳说 话音刚落 一道身影便在大殿之中浮现出 瞬间满堂皆经 竟然能无声无息地出现在自己家族重地 来人是先皇大能 大殿中所有人脑海中都统一地浮现出了这个想法 千语前辈 陈家族长一惊 连忙下来迎接 入耳 大殿中所有陈家长老赶忙站起身来 一同拱手开口 见过千语前辈 果真是先皇来了 千语先皇乃隐士先祖赵族的老祖 想当年 赵族没有经历那场巨变之前 那实力可是整个天云道玉数一数二的 即便是现在隐士了 不如风头正盛 也就是明面上的霸主 仙剑宗和洛仙宫 但那也绝对不容小觑 不多说 绝对碾压明面上的五大半部先皇及势力 这都是众所周知 而千语先皇在他先王境之前就展露争容 如今更进一步 实力简直无法估测 这样的老前辈竟然清零自己陈族 哼 老生还以为 你们陈族不把我放在眼里呢 老生现在连见你小子的资格都没有 老玉扫了他们一眼 默然开口 不敢 不敢 千语前辈能来我陈族 我陈族简直蓬毙生辉 陈家族长一脸谄媚的凑了上来 前辈 都怪这个侍卫有眼无珠 连前辈您都敢来 说吧 他心念一动 大殿后方进来禀报的那个侍卫 就被免为了血物 随后 他再次缠媚开口 不知前辈来我陈族 所为合适 说起来 千语先皇和自家也没有多少渊源 可以说毫不相干 所以他心中有些疑惑 无钱来 是来帮助你陈家的 但是代价吗 有点重 无要你陈族一半的资源 老玉眯了眯眼 开口道 这陈族可以当个出头鸟用 但是为了合理性 自己也得收取点东西 这就是人性 觉得免费的东西不靠谱 持怀疑心态 必须得付出点昂贵的代价 那才感觉合情合理 呵呵 没有超脱 即便是先也不能免俗 帮助我陈家 一半资源 陈家族长南南道 前辈您是说 现在陈家还有啥难关 无非就是当前自家商讨之事呗 可是那清云先宗 乃先皇及势力 这能行吗 不错 杀害你而陈部的凶手 现在就在轻视先族 清家嫡女清浅 以及清云先宗的添交 老玉开口道 陈家族长和众多长老文言 心头一动 无不捏紧了拳头 前辈 我们不是怕清家 只是那清云 他还没说完 就被老玉打断 老神知道你在想什么 这不是有老神在吗 清云先宗虽强 但也不是无敌的 要知道 想要搞他们的 不止你们陈家一家 老玉寻寻善诱道 当然 我也不是白帮你们的 你们要拿出 你陈家一半的资源出来 要知道 陈氏先族乃最顶尖的先王世家 七族中一半的修炼资源 那可是个天文数字 文言 陈家族长面露纠结之色 他们全都看向前方的族长 拿出一半的资源来 自己家族要元气大伤了 良久 陈家族长咬了咬牙 好 前辈 我答应了 那就凭借梁机 一扫家族之耻吧 要是还能趁机灭掉清家 那自己家族不但不亏 还能大赚一笔 威名更胜往昔 若而 老玉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点了点头 不错 你小子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与此同时 天清仙海 清云仙宗 清云仙宗门庭外 试炼堂简直就是地狱难度啊 俺去闯了三回了 每一次都是以失败告终 每次都被俺的镜像偷袭 简直不讲武德 小黑诉苦道 小白文言连忙安慰 二弟不要灰心 三次不行 那就六次 六次不行 那就九次 慢慢的你就会发现 你是真不行 小黑 大哥 俺记得你也闯了 不下十次了吧 也是一次没有过过 嗨嗨 小白倾咳一声 我那是闲来无事 去活动活动身体而已 唉 老夫也 天寿祖老 还没说完 他就感受到了五艘仙船 闯入了天青仙海之中 正在向自己宗门这边穿梭而来 有人擅传我们宗门领海 你们跟我来 天青河岸旁 此时这里聚集了不少看热闹的修士 你们刚才看到没 有五座仙船穿梭 来向青云仙宗放上去了 也不知道是哪些势力的仙船 竟然敢擅闯青云仙宗的地盘 不知道 不过估计也是大势力的 这下惨了 一个弄不好 就要爆发仙战了 万一波及到我们就完了 几个修士激烈地讨论了起来 另一边 天青仙海虚空上 五座庞大无比的仙船 穿梭而出并立而行 只见仙船上方都带有表明身份的旗帜 仙剑宗 洛仙宗 紫云仙宗 苍原仙宗 天流仙国 赫然是两大道狱中的最强霸主 五大仙皇级势力的仙船 诸位 前面就是那青云仙宗所在地了 真没想到 威震两域的大宗 竟然在如此偏僻的小地方 也是 估计是影视久了 小地方都倍感亲切 天流仙国仙船上 一道身影笑道 不过话虽如此 此宗倒是不可小觑 没想到 真是隐藏够深的 不过无好奇的是 既然他们对仙灵守护时也感兴趣 为何前几次不出手呢 紫云仙宗的仙船之上 一道身影反问道 就在此时 一道震耳欲聋的威压之音 从前方传来 何人敢擅闯乌宗地盘 虚空中声音落下 顿时 天兽祖老 小白 你们是何人 知道这里是哪里吗 竟敢擅闯乌宗地盘 天兽祖老开口道 当他看到前方五艘仙船上的旗帜后 眉头微醋 五大仙皇级势力的仙船 他们一同来我 青云作合 难道要与我青云开战吗 天兽祖老 南南道 五大仙皇级势力的仙船 天兽祖老身后的小白和黑帝 也听到了他的南南低语 神情立刻严肃了起来 五大仙皇级势力 自己也是听说过得 明面上 两大盗狱之中的 最强的五个势力 天云盗狱两个 子羽盗狱三个 他们来作何 我们来自五大仙皇级势力 我们都是自家势力派来的仙士 前来你青云仙宗 是有要事相伤 别拦路 赶快让开 耽误了你宗大使 本官怕你们承受不起 天流仙国的仙船之上 那个身着一袭金色官服的男子开口道 闻言 天兽祖老化形开来 化为一尊白发苍苍的老者 五大仙皇级势力的仙士 找我们宗门 有要事相伤 就凭你们五个大罗也配 你们五大势力 也太不把我们青云放在眼里了 区区大罗境 放在一般仙王势力 或许就是中流砥柱 但是在仙皇级势力面前 根本就不够看 话虽如此 天兽祖老还是通过神念传音 通知了宗门中的高层长老 你是何人 竟然口气如此之大 五艘仙船上的使者 怎么都没想到 这老头竟然这么狂 不知道他们背后的势力 代表着什么吗 无奈青云宗护门神兽 天兽祖老说吧 心念一动 庞博的仙王劲威压 便从他身上爆发开来 镇压而出 顿时 前方的五艘仙船 剧烈地晃动了起来 所有仙船上的阵法 瞬间同时打开 但还是摇摇欲坠 护门神兽 看门的 有没有搞错 看门的 都是仙王巨拨 也就在这时 一道神念传音 传入了天兽祖老耳中 他点了点头后 再次冷冷地看向前方 无主说了 想要与我青云商谈 你们还不配 滚 说吧 一股更加磅礴的威压 从他身上爆发开来 前方虚空上的 五大仙船上的阵法 瞬间变碎开来 向后方倒飞出去 垃圾收拾完了 我们走吧 天兽祖老 对着身后的小白和黑帝说道 小白 祖老 就该如此 这些小虾蜜 真是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和咱们青云商谈 一点诚意都没有 还想静踪 与此同时 青云宗 青云仙殿 五大仙皇籍势力 要找吴青云商谈 就派出几个大罗径的 仙使前来 连我宗看门的都不如 也配入宗讲话 风轻阳坐在主位之上 默然道 如果自己猜得不错的话 五大仙皇籍势力 应当是为了上次 羡慕之事而来 看来自己青云宗的名号 还是没有打出去 得先找一个大势力开刀 就在这时 一道黑色身影降临而出 禀宗主 您让属下盯着的三个势力 其中一个有动作了 陈氏仙族出动了大批强者 向青氏仙族方向而去 何欢仙宗 以及子羽道玉墨家 目前一切正常 黑色身影 恭敬的拱手说道 陈氏仙族 向青氏仙族而去 嗯 本宗知道了 你先去吧 盯紧另外两个势力 风轻阳威严地开口道 陈氏仙族 既然你们先跳出来 那就先拿你们开刀吧 风轻阳嘴角微微上扬 喃喃自语 自己的徒弟十号他们 现在正在青氏仙族 估计陈家也是冲着他们去的 至于为啥派暗楼的人 盯着这三个势力 是因为这三个势力 和自己宗门的仇恨最大 羡慕之中的事 自己也了解了 何欢仙宗的天骄 想要对自己宗门弟子出手 最后被全部灭杀 那个陈氏仙族的嫡子陈木也一样 最后被灭杀 至于子羽墨家 就更不用说了 重生者墨宇和墨家天骄 都是自己命令万古长青柳灭掉的 想到这 风轻阳心念一动 一道神念传音发出 柳柳来了 宗主您找柳柳有何事 瞬间 一个身着绿色素裙 面色可爱 娇小龙龙的小女孩 出现在大殿之中 她梳着两个小便 十分有个性 整个人就像是从精灵世界 走出来的小精灵 来人正是万古长青柳 柳神 你要是被她可爱的面容迷惑 那你就惨了 这可是杀人不眨眼 在混沌之中生长的长青柳 仙皇七重镜的狠人 柳神 你去青氏仙族走一趟 本宗得到消息 本宗的几个弟子和宗门序列 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柳神点了点头 禀宗主 柳柳明白 柳柳先去青氏仙族将其覆灭 再去踏灭陈氏仙族 柳神一脸天真的说道 封青阳 灭掉陈氏仙族就好了 遵命 柳神说完便消失在了原地 主位之上 封青阳进入了系统界面 主上 封青阳 境界 先皇进八重 天赋 诸天神体 功法 太多忽略不计 五计 掠 先宝 略 宗门 青云宗四级 三百万一千万 威望值 五议七千万 当前主线任务 称霸天云道玉 当前复线任务 覆灭子羽墨家 威望值都五议七千万了 不错 对了 本宗记得威望值 不但能兑换东西 还能抽奖来着是吧 只不过经历那次之后 自己就再也没有抽过 封青阳暗道 第一次使用威望值抽奖的时候 被坑了 当时 自己仅有系统赠送的十万威望值 兑换的话 圣镜提升卡只需十万 然而自己选择了抽奖 特么抽到了碎空镜提升卡 现在想想都气得慌 主上 这个威望值抽奖 和开召唤卡一样一样的 都是凭借主上您的欧气 就是本系统 也无法从中作梗啊 风青阳 你还想从中作梗 系统 行了 本宗不与你掰扯了 系统这个威望值抽奖 功能升级了没有 不会还是十万威望值抽一次吧 十万威望值奖池里的东西 实在是难以公为 别到时候 再抽一个碎空镜修为提升卡出来 卵用没有 丁 丙主上 威望值抽奖系统已升级 现在的奖池 分为一千万威望值的奖池 和一亿威望值的终极奖池 一亿威望值的奖池 我康康 风青阳点开了威望值抽奖的界面 找到了这个终极奖池 奖池里面的东西琳琅满目 并且各个不凡 基本上都是吊炸天的物件 我现在有五亿七千万的威望值 可以抽取五次 不行 不行 这还得留着兑换 先搞一次试水吧 打定主意 风青阳对着系统说道 系统 给本宗来一发这个终极奖池 丁 消耗一亿威望值 开始抽奖 抽取中 丁 恭喜主上获得先帝配剑七节先剑 残缺版 当前为五节 七节先剑 七节先帝专属配剑 先帝接先剑 拥有无上威能 七节剑出 万族俯首 一剑开天 先帝配剑 当看到此先剑的等阶之时 风青阳魔光大量 激动的都从主位之上 站起了身来 残 残缺版 你特么玩我呢 系统 七节先剑成了五节先剑 你今天查 对了 自己也可以 趁这次机会 出去游历一番 要是找到了另外两个二节先剑 那直接起飞 两大盗狱之中 还有谁能和自己抗衡 时间一晃 两日时间过去了 天云盗狱 清须先成 清世先祖府底外 道友 不多在我亲家歇息几天吗 不了道友 我们此次 初纵也有一段时间了 该回去了 就不多打扰道友了 咱们下次再会 秦航拱了拱手开口道 若而 清太虚点了点头 他张了张嘴 想要说什么 但是画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那好吧 那咱们就下次再会 不远处 清前也在和十号几人道别 十公子 你们不再多待两天吗 不了 多谢浅姑娘这几日的款贷 咱们后会有期 十号微笑着开口道 故人东辞清须成 后会有期莫忧愁 黄昏之时离别去 心意朦胧未开口 一旁林白笑道 手意味深长的诗 脱口而出 若而 清浅绝美的面颊微红 微微低了低头 十号则瞪了林白一眼 却并未怪她 哎 而女情长 终究不是自己该走的路 无敌的道路上是孤独的 自己是要追随师尊的脚步 脚踏乾坤的 这条路太凶险 这时 秦寒告别完之后走了过来 终于结束了 你知道自己 每天胡说有多难吗 昨日堂堂清须先王 竟然真的和自己探讨起来先法 还好 被自己蒙混过关了 并且自己 还从中领悟到了许多 自己修炼的清须欢迎大法 又精进了不少 师兄 我们走吧 怎料秦寒刚说完 一道威压之音 便从苍穹之上传来 走 往哪走 今天这里所有人都得死 鸡犬不留 紧接着 苍穹之上数十座庞大的 仙船破碎空间 穿梭而来 降临在虚空之上 随风飘荡的巨大旗帜之上 龙飞凤舞的 秀着陈氏仙族四个大字 青氏府邸前 刚要转身离去的清太虚 和清潜二人 顿住了脚步 十号五人 也抬头看向了虚空之上 鸡犬不留 所有人都得死 哪个势力这么大的口气 大师兄 你看他们旗帜之上秀的字 陈氏仙族 他们肯定是来为那个陈墓报仇的 林白开口道 他这么一说 十号四人也都想起来了 在仙墓之中 被灭杀的陈家大公子陈墓 没想到 他们竟然真敢动手 谁给他们的勇气 抱歉 临走之前 还让道友见笑了 清太虚欠一道 随即他面色皱冷 心念一动 顿时丝丝金色阵法之力 在虚空之上构造而出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防御大阵 此乃清虚仙城的护城大阵 浅浅 你带十天教他们 先去族中避一避 说吧 清太虚便化作一道流光 冲天气 看来是自己沉寂太久了 几大势力施压也就算了 陈家居然也赶来踩上一脚 与此同时 仙城后方隐蔽的小世界之中 清世仙族驻地便在这里 有敌人来袭 赶快召集族中所有强者 随本长老来 什么 何人敢犯我清世仙族 快快快 十万火机 清虚仙城之中 众多仙城修士也都慌乱了起来 这是有强敌来袭 咱们仙城的护城大阵都开启了 陈世仙族 他们这是来复仇来了 一个修士分析道 清世仙族敌女清浅仙子 和清云仙宗的天骄 在仙墓之中灭杀了陈家大公子 这是已经传开了 那此次陈世仙族的目的 也就不言名誉了 虚空之上 先王清太虚降临而来 挡在了陈家数十艘仙船之前 下方还不断有流光飞升而来 降临在他的身后 来人全都是清世仙族之中的大能 最低都是大罗金仙境 在这种旷世的仙战之中 低于大罗的修为 来多少都只是炮灰 当然 就算是大罗也只是强一点的炮灰 因为决定大战胜负的 必是大罗之上 陈志 你这个手下败将 安敢犯我先程 清太虚冷着脸 威严道 陈志便是陈世仙族的当代族长 和自己修为一样 同乃仙王近巅峰的修为 暗影仙王 不一样的是 自己早就卸掉了族长之位 退居了幕后 而陈志没有 曾经荒谷纪元之时 陈志就曾数次败在了自己的手里 没想到他还不长记性 哼 清太虚 你少扯那些就皇帝 本座今日来的目的你也清楚 交出你孙女清浅 和清云仙宗的那几个弟子 他们竟敢杀害无二和无族天骄 本座要让他们陪葬 不然的话 后果你承担不起 陈家族长从最大的仙传 之上飞升而出 降临而来 漠然开口 千语前辈就在暗处 今日不管清太虚这老东西 骄不骄人 清家都得负面 下一个是和欢仙宗 然后就是那个清云仙宗 先皇及势力的天骄 则则则 本座这辈子还没灭杀过呢 这次终于有机会了 陈家族长心中暗道 谋中露出了兴奋之色 找死 再没有多余的废话 清太虚直接施展圆满的 清虚幻影大法 一步咫尺之间 便来到了陈家族长的面前 重重地一拳轰了上去 哄 响彻的轰鸣声传出 陈家族长被一拳轰飞了出去 虚空都瞬间破碎开来 操 又搞偷袭 陈家族长怒骂道 从他的眸光中可以看出 他对清太虚的身法 还是十分忌惮的 清虚幻影的威名 太深入人心了 战 暗影大法 陈家族长施展出了他的成名绝技 同样也是自创的仙王皆仙法 顿时 一股浓郁的黑色雾气 便凭空浮现 笼罩了这片天地 整片虚空都黑暗了下来 伸手不见无止 仙王镜之下的修为 根本在其中 就宛如混沌一般 即便是仙王也会受影响 他这招主打的 就是神出鬼没 随后这场恐怖的仙战彻底爆发 虚空之上 几大仙王碰撞的气息 震荡天地 上千位大罗金仙 熬战在一起 单从阵容上来看 两家的实力不相伯仲 毕竟都是顶尖的仙王世家 除去最顶尖的 清须仙王和暗影仙王来看 两家还各自拥有 四尊仙王坐镇 也就是说 这场旷世仙战 足足有十尊仙王参与其中 一时间虚空崩碎 天地震战 下方 清世仙族外界釜底之中 石公子 这陈世仙族 很显然是有备而来的 你们快跟我来 去我清家驻地躲一躲 空荡的府邸之中 清浅焦急地 对着十号几人说道 同时他也很不解 陈世仙族 今日怎么突然来袭 并且 他们怎么知道 石公子他们在自己 清家做客 难道自己家族有内鬼 算了 算了 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 浅姑娘莫慌 刚刚我们宗门那边 通过令牌 给我们传来的消息 我们宗门已经派遣 强者赶来了 算算时间 估计很快就到了 林白开口道 说吧 他漠然地 看向苍穹之上 正在熬战的 陈世仙族诸仙 今日便是他们 陈世仙族覆灭之日 他们家族大公子 先是对自己师妹 图谋不轨 又在仙墓之中 对自己等人出手 自己宗门还没找 他们算账的 他们倒好 率先蹦打出来了 若儿 清浅面色一喜 真的吗 太好了 石公子他们所在的 清云仙宗 可是神秘的仙皇及势力 只要等仙宗强者一道 陈世仙族必败 清须仙城亿万里之外 一半的修炼资源 还能达成您的目的 显现的二人 正是千语仙皇 和那个妙龄少女 莫儿这次你看懂了吧 虽说修行界 永远都是实力为尊 但是有时候 还是要靠这里 老玉指了指自己脑袋说道 嗯嗯 莫儿懂了 妙龄少女点了点头 她知道 老祖对自己最为看重 所以时常把自己带在身边 自己日后 未必不能争一争 组长之位 所以说 修炼之余 自己也得多学习 学习老祖的经验 此次战后 就看青云仙宗怎么表态了 就算此次试探不出 青云仙宗的实力 那自己也可以趁此机会 收服青氏仙族 只是可惜 陈家这个出头鸟了 不 不可惜 一群傻鸟死不足惜 老玉默然地喃喃自语道 那是 一棵树 好大的仙流 老祖你快看 突然 妙龄少女指向前方 惊呼出声 仙流 这气息 高阶仙皇 不好 妈儿我们走 老玉说吧 一挥手 他们二人的身影 再次隐匿在了虚空之中 另一边 青氏仙城苍穹之上 一棵参天柳树 降临而来 他的树身巨大无比 从远处看 就好像一根巨大的金光棒枝 插在天地之间 他茂密的柳枝 如同无数个触手一般 张牙舞爪地摆动着 一股磅礴无比的威压 从他身上迸发而出 瞬间席卷天地 一时间正在熬战的青氏仙族诛仙 和陈氏仙族的诛天 都被轰飞出去 不管是仙王 还是大罗金仙 一视同仁 啊 啊 啊 雾草 这是怎么回事 两方势力之中 诛仙的惨叫声响彻天地 嗯 这是 青太虚第一个稳住了身形 他震惊地 看向战场中心处的那棵柳树 眉头紧簇 自己正和陈氏 那老东西比拼领域呢 这是发生了什么事 等等 仙流 这不会是 出现在天荒仙墓的那一刻吧 仙黄静的修为 据那日在天荒仙墓外 接阴潜潜的家族长老所说 当时天荒仙墓还未开启 一颗仙流便在 盛放守护时的古仪记之中 刺破而出 直接导致仙墓提前开启 并且 当时在古仪记现场的天骄 还传出了消息 那仙流是青云仙宗的 也就是说 青云仙宗的仙皇巨拨来了 不远处 暗影仙王陈志 也想明了这一点 顿时他就慌乱了起来 青云仙宗竟然派出了 仙皇巨拨前来 千语前辈 对 吴背后还有千语前辈呢 玄机他赶忙用神念 给千语先皇传音 但是都没得到回应 本座乃青云仙宗一颗柳 嗯 你们可以叫我柳神 你们那些是陈氏仙族的人啊 一道威严之音 从万古长青柳之上传出 响彻天际 说吧 他便化为了人形状态 一个我见游连的绿色肃群小女孩 真麻烦 不行全弄死吧 入耳 青太虚大惊连忙开口 前辈 我是青氏仙族老祖 贵宗的几位天骄 现在就在我们族中 十分安全 那些就是陈氏仙族的人 他们今日前来 便是冲着我族嫡女 和贵宗天骄而来的 青太虚指了指陈氏仙族的人说道 青氏仙族 吴有印象 宗主和吴说了 不灭你们 你带着你们的族人都走吧 柳神摸了摸脑袋 开口道 多谢前辈 得到柳神的指令 青太虚赶忙招呼自己的族人撤离 这个前辈恐怖得很啊 如果自己刚刚没听错的话 前辈他是说了一句 不行全都弄死的话吧 太可怕了 很快 青氏仙族的人 便在青太虚的招呼下 全都撤离了战场 从苍穹上飞升而下 他们的伤亡很小 可以说忽略不计 这是因为 大战还没持续多久的原因 并且修为差不多的情况下 短时间内 根本不会分出胜负 下方 青虚仙城之中 再见到苍穹上的一幕 无数仙城修士 都欢呼了起来 青氏仙族胜了 太好了 是啊 多亏青云仙宗的前辈及时赶来 要不然 也会这么快分出胜负 哈哈 这下陈氏仙族惨啊 有仙宗前辈在 他们今天一个都跑不了 也不知道 是谁给他们的勇气 青氏仙族驻地 青浅和十号五人 也都松了一口气 这下闻了 大师兄 那是柳神前辈吧 没想到柳神前辈画形 还挺 挺可爱的 林白开口道 师尊说柳神前辈 已经生长无数年了 但是按柳神前辈一族的 那个年龄算 柳神前辈 现在还只是幼年之期 一旁十号计划 苍穹之上 好了 他们都走完了 那现在该收拾你们了 柳神用明亮的大眼珠 看向陈氏仙族诸仙的方向 默然道 文言 陈氏仙族的诸仙 都忍不住地 开始颤抖了起来 奈何在强大的威压下 根本逃脱不得 这下惨了 前方那个小女孩 虽然长得人畜无害的样 但是她的修为 实在是太恐怖了 陈家族长 此事更是慌乱地不行 绝望和恐惧 充斥着她的心底 这等关键时刻 竟然联系不上千语前辈了 对了 千语前辈在来之前 还给自己留了一个保命底牌 想到这 她再次燃起生还的希望 此乃救命的稻草 心念一动 一幅散发着寒气的卷轴 便出现在她的手中 哦 你还有先皇卷轴这等底牌 难怪你们敢对 吴清云弟子出手 这样才好玩 来来来 柳柳 我给你机会使用 柳神健壮 直接抱起了胳膊 一副将陈家族长 手中卷轴 视若无物的模样 这东西 不过一个刚刚突破 先皇的蝼蚁所留 给自己挠痒痒都不配 你 我跟你拼了 一道造化之力 打入了卷轴之中 顿时卷轴寒气大胜 顿时无数恐怖的羽箭 从其中射出 然而后方的陈族仲仙 见到这一幕 瞳孔猛缩 下巴都快被惊掉了 族长小心 他们连忙大声提醒道 那他们羽箭 不是冲着青云宗 那强者去的 而是射向了族长的方向 什么 老东西 你这么算计本座 陈家族长怒吼道 但是他想躲 已经来不及了 卷轴距离他太近了 哄 一瞬间 威名鼎鼎的顶尖 仙王世家族长 仙王巅峰的暗影仙王 直接被恐怖的剑语 轰成了血污 哈哈哈哈 好玩 太好玩了 待在原地看戏的柳神 先是露出了错愕的表情 随后便捧腹大笑 清脆如银银般的笑声 响彻在苍穹之上 下方清须仙城之中 见到这一幕的修士 也全都错愕无比 都快看傻眼了 本仙没看错吧 陈家族长 用自己的保命底牌 把自己给灭了 嗯 好像是 估计是我骑猛了 我去重睡 你特么都十年没睡了 你骑猛个屁 清是仙族驻地之中 此时清家仲仙 也全都愣在了原地 不知道侍者暗影仙王 在搞什么名堂 难道是太绝望了 直接自杀了 这你马 也太没有骨气了吧 只有清太虚看出了不对 他皱紧了眉头 与间 仙皇卷轴 难道是 与此同时 苍穹之上 柳神已经收起了笑容 精彩的表演看完了 再浪费时间也无意义了 所以你们去死吧 他心念一动 磅礴的道元之力 便向陈氏仙族的众仙席卷去 轰隆隆 只一瞬间 所有陈氏仙族的仙人 全部被拧为虚物 无上仙王大罗仙 接在一念间 打完 收工 柳神拍了拍 自己的小手说道 这还不算完 大战之地 苍穹破碎 仙气沸腾 漫天的血雾弥漫不散 天云道玉之中 瓢泼的血雨也随之而下 一时间天云道玉震动 血雨 我们道玉 又有仙王四重之上的巨波陨落了 卧槽 又是哪里爆发了旷世仙战了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而天云道玉中 新处这边的大势力 已经得知发生什么事了 据探子来报 陈氏仙族大举进犯 清氏仙族 清云仙宗的强者赶到 陈氏仙族的朱仙 已经全军覆没了 最近真是风云变化 老牌顶尖先王世家 说没就没了 是啊 暗影仙王 可是先王巅峰的存在啊 哎 只能说 他们惹错人了 清云可是先皇级势力 这不是以卵及时吗 太恐怖了 我家探子来报 说那个清云仙宗的强者 动都没动 一念间便碾灭了陈族朱仙 死 这么说来是 先皇巨波亲自降临了 这清家 到底和清云仙宗是何关系 怎么仙宗直接出动了先皇巨波 面对此事 无数大势力的家主无不感慨 并且纷纷猜测起来 清氏仙族与清云仙宗的关系 距离清须仙城一亿万里之外 虎行仙兽拉着飞念 正在急速穿梭 飞念之中 千语仙皇拉着脸 谋中明暗不定 自己给陈家族长留下的保命底牌被用了 看来陈氏仙族的朱仙 已经全被灭杀了 没想到清云仙宗 竟然直接派出了高阶仙皇 他们的实力 已经恐怖到如此地步了吗 高阶仙皇说动就动 什么概念啊 高阶仙皇在五大仙皇势力之中 那都是顶尖的强者 全是老祖籍的人物 除非宗门有灭顶之灾 他们才会出手 老祖 您为何给暗影仙王留下那一副夺命卷轴 一旁妙龄少女开口问 很简单 封口 只是我没想到的是 清云仙宗竟然派出了高阶仙皇前来 此宗门真是越来越神秘了 等我们赵族出事后还是 不要招惹其宗门为好 不一会后 清虚仙族小世界 气势磅礴的主殿之中 惭愧啊 这次不但让道友你看了笑话 此事还让道友的宗门强者出面摆平 太虚多谢贵宗 秦寒文言摆了摆手 无妨 道友 并且 那陈氏仙族也是冲我们来的 哎 本来打算走了 又出了这门子事 完事后 清氏仙族盛情难却 非要再次邀请自己等人 到他们的小世界驻地中做客 自己只能再次扮演起来了 对了 那位前辈已经走了吗 时间流逝 一晃又是两日时间过去了 顶尖先王世家 陈氏仙族被覆灭的消息 已经在两大盗狱之中传开 一时间无数修饰哗然 毕竟这可不是小事 顶尖先王世家 代表着族中有巅峰先王作证 任何一尊巅峰先王的陨落 那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 经过这次事件 清云先宗的威名再一次响彻起来 清云先宗 清云先殿 威望值加号五千万 宗门值加号五万 主位之上封清阳 看着上涨的威望值和宗门值 露出了满意之色 随后他便退出了系统界面 陈氏先祖已灭 现在暂时无事了 那么本宗的初宗旅程也该开始了 封清阳喃喃说完 随后心念一动 一柄散发着无上气势的仙剑 便出现在了他的手上 剑身长二尺有余 通体成深紫色的颜色 十分高大上 神秘感也直接拉满 不过美中不足的是 此剑式的残剑 缺少了整个剑尖和剑身上一小部分 七节仙剑 哦不 现在应该叫做五节仙剑才对 剩余的二节还流落在外呢 也不知道有没有被哪个运气 吊炸天的小子剑道 系统 你确定剩余的二节在天云盗域吧 主上 本系统200%确定 不过具体方位本系统也不得知 但是主上放心 只要剩余的二节剑神 出现在主上亿万里之内 本系统就能感应到 如此便好 随后 风清阳通过神念 简单交代了长老司几句话 便消失在了原地 如今清云宗早就不用他一人操劳了 众多长老各司其职 再加上比较完善的规矩 即便风清阳做个甩手掌柜也无事 但是有一点 风清阳是整个清云宗的主心骨 只要他在清云宗征服诸天万界的进程 才会无限加快 与此同时 天云盗域某地 一个阴气十足的青年正在练剑 他的剑法十分奇妙 气势十足 整套动作行云流水 一气合成 虽说青年修为不高 但是剑法一道 宛若已经修到了十分恐怖的高度 他的眸子深沉无比 老气横丘的气势 和他整个人的阴气 显得格格不入 杰儿的剑法 真是越来越精进了 不对 是一直都很精进 就连吴都自叹不如啊 不远处 一看着青年练剑的中年男子感慨道 族长 杰少爷时乃天纵奇才 真是我认识先祖之幸啊 照这样下去 咱们家族必能更进一步 跻身先皇级势力 甚至走得更远 中年男子身旁之人说道 叶氏先祖 乃天云道与五大半部 先皇级势力之一 传承悠久 底蕴身厚 族中有半部先皇的巨拨坐镇 整体实力十分强大 说话的中年男子 便是叶家当代族长 叶云空 哈哈 希望如此吧 叶云空笑道 说来也奇怪 自从三年前一场大病之后 自己儿子就像患了个人一样 不但实力突飞猛进 整个人的气质更是大变 还十分全能 一手见到更是登峰造极 自己起初还怀疑 儿子被夺射了 但是老祖亲自确认过 杰儿的神魂无恙 自己也就放心了 后来杰儿也说了 他大病昏迷之中 梦到了一位前辈 那前辈将他收为了弟子 这样一切都合情合理了 说来也可惜 前段时间天荒仙木开启 杰少爷没去 要不然凭少爷的实力 必乃天骄第一人 若而 叶云空摇了摇头 不可惜 杰儿没去才是对的 这次仙木之中 出现了不可控的巨大变故 陨落了不少大势力的天骄 其实那天 儿子跟自己说的是 他根本看不上仙木之中的东西 他师尊赐予他的 比里面的机缘仙宝 强上百倍 所以不必去浪费时间 自己就只好任由他了 随后 叶云空和一旁的男子 再看了一会就离去了 与此同时 恋剑的青年也停了下来 没想到我堂堂七节先帝 竟然重生在了下二玉的小家族之中 真是奇妙啊 叶杰收起了手中清风 喃喃自语地说道 他上一世便是上三玉之中 威名赫赫的七节先帝 在突破更高境界之时 云落在恐怖的雷杰之下 随后便重生在了叶氏先族 但是直到他十八岁那年 才觉醒了前世的记忆 这一世虽然起不晚 但是吴不是从零开始 而是从经验开始 这一世吴 一定会突破到那个境界 这一世吴不再是那个七节先帝 而是叶家叶杰 叶杰喃说罢 随即从自己的空间仙宝之中 拿出了一柄断剑 不 不是断剑 他已经称不上是剑了 只有剑尖和剑身的一小部分 虽是如此 但他依旧寒光逼人 深紫色的颜色 在日光的照耀下 熠熠生辉 老朋友 是吴没有保护好你 这时你如今只剩下二节剑身 其余五节不知去向 叶杰摸摸了手中的断剑 眸中也露出了追忆之色 此剑名为七节先剑 是他的专属配剑 跟随他一路从先王境杀了上来 直至登顶先帝之尊 在他突破之时 在他觉醒前世纪以后 只找到了二节剑身 无能感觉到 另外五节剑身 就在这天云倒雨之中 但是找寻三年也未找寻到 他到底落在哪里了呢 看来得吴得再次出去 细细找寻一番了 有了完整的七节剑 自己这一世登顶 绝对会快上不少 哪怕另外五节 已经被雷杰批得毫无先例 自己也一定要找到他 与此同时 另一边 十号五人已经回到了宗门之中 与他们一同回来的 还有清世先祖老祖清太虚和清浅 道友 这就是你们的清云先宗 这简直太 清太虚和清浅 看着宗门内 恢弘无比的各类建筑 和浓郁到极点的仙气 一时间震惊无比 并且清太虚 他还感觉到 数十道恐怖的气息 有先王 还有先王之上 明面上就如此恐怖 那自己感知不到的呢 这清云先宗 真的只是先皇 及势力那么简单吗 不会是上三遇的无上大宗吧 清道友 有什么不对吗 这里就是我们清云宗啊 秦涵笑道 被震撼到了不是 终于能缓解 一下自己的压力了 一直给一尊巅峰先王演戏 可是很累的 清道友 在来之前 宗门已经同意了 你们清世先祖的请求 但是具体的事宜 还得由长老司决议 两日前 在清世先祖的 小世界驻地中 清太虚 曾突然找自己商谈事宜 他决定他们清世先祖 要臣服自己清云宗 成为附属势力 当然 如今的清云宗 已经和在下界之时不一样了 不是随便一个势力 想臣服就能臣服的 要是都这样 我跟清道友去一趟长老司 随后 秦涵便带着清太 续向宗门长老司而去 一路上不少弟子 在见到秦涵后 都热情地打起了招呼 以前秦涵在宗门之中的名号 就十分响亮 更别说 现在晋升为宗门序列之后了 秦道友 你在宗门之中很受欢迎啊 哈哈 我们清云宗的气氛不错吧 我超爱这里的 两人一路谈笑着 来到了气势磅礴的 宗门长老司门前 严格意义上来说 长老司乃清云宗权力 最大的一个部门 毕竟长老司负责的是十分重要 给宗门各门长老平心 商讨长老规的制定 统一管理宗门所有长老 秦涵走上前 跟大殿外的侍卫表明来意后 就招呼清太虚过来 秦道友 你进去吧 我在外面等你 自己虽说是宗门序列 但是长老司这种宗门重敌 不是自己能随意出入的 清太虚点了点 随后他便独自走进了长老司之中 一进来后 他就再次被震撼到了 要知道 随意一尊巅峰先王 就能建立起一庞大的顶尖先王世家 天啊 这简直太疯狂了 清虚小友 我们又见面了 就在这时 一道仓老之音从前方传来 随后 只见一个身着长老司服侍的老者 笑着走上前来 他的左肩上 佩戴着一个刻着七颗星星的徽章 十分醒目 暗夜前辈 清太虚一下子 就认出了来人的身份 羡慕守护人暗夜先皇 自己曾经也去拜访过暗夜前辈几次 所以认得 暗夜前辈果真加入了清云宗 前辈这是进入了宗门长老司 哈哈 清虚小友还记得老夫 老者摸了摸胡须笑道 当初和前辈在虚灵风上引查论道 晚辈到现在都记忆犹新 前辈当时说的话 可是令晚辈受益匪浅啊 清太虚追忆道 好了 咱们先不提往事了 先说说今日的正事 老夫现在乃清云宗长老司七星长老 你们轻视先族臣服的事 现在就有老夫负责 林暗夜面色一正 开口说道 他的七星荣誉长老 是封清阳前段时间刚刚策封的 当他在得知了自己的权利和职责后 他也是感动得不行 立誓要为宗门供生死 随后 老者便带着清太虚 来到桌椅前坐下商谈 当然所谈的事也很简单 第一 清世先族必须每年 为主宗上交资源 第二 一切事宜听从主宗指挥 第三 如果清世先族全都能接受 那自然会得到清云先宗的庇护 对于这些条件 清太虚想都没想 就答应了下来 这些条件和自己全族的安全比起来 根本不值一提 再说了 如果成为先宗的附属势力 自己家族绝对能走得更远 孰众孰亲 一目了然 不一会后 清太虚满意地走出了常老司 商议得怎么样 道友 看到有这个模样 估计是圆满完成了 秦寒见到他出来后 便走上前说道 哈哈 道友说得对 从今天开始 我们清世先族 就是先宗的附属势力了 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与此同时 另一边 天云道于东部 一座恢弘无比的仙城 宝掩仙城 此仙城在天云道于中 也是赫赫有名的大城 此城历史悠久 虽然没有先皇及大势力作证 但是 这里有文明两大道于的 霸宝商会作证 霸宝商会 在天云道于和紫语道于中 都有无数个分商会 可以说 他们所售卖的商品 遍布两域全域 实力也是十分雄厚 曾有不少人猜测 霸宝商会 乃媲美先皇及势力的存在 还有人猜测 霸宝商会 背靠上三域中的一个庞大商会 总之说啥的都有 所以从未有势力 敢招惹霸宝商会 嗯 宗门植怎么突然提升了不少 对了 长老四一日前曾请示过我 想来应该是那个清室先祖 正式臣服了 一座装饰低调奢华的茶楼之中 风轻阳看着系统界面 突然增加的宗门植 喃喃自语道 这次灭掉了顶尖先王世家 陈室先祖 再加上清室先祖的投靠 自己清云宗的威望 现在更加如日中天 等自己找寻到另外的二节剑身 就该着手对那些先皇籍势力出手了 对了 还有那个末世先祖 只是天云道玉如此浩瀚无垠 那二节剑身到底在哪里呢 风轻阳一边品着手中的仙茶 一边在脑海里思索这个问题 自己宗门所在的北半域那边 自己已经派出宗门暗楼的人大面积的搜查了 但是 到现在还没有半点消息传来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应该是天云道玉东边吧 等这边游历完 就去道玉西面看看 想到这 风轻阳将杯中的仙茶一饮而尽 嗯 这茶还凑合吧 没有大道仙茶好喝 对了系统 本宗上次从你那勒索要的大道仙茶 已经快喝完了 你懂我什么意思吧 系统 好 你不说话 本宗就当你默认了 风轻阳放下手中的茶杯笑道 就在这时 隔壁捉来了几个身着白衣修士 他们兴高采烈地坐下后 便开始交谈 哈哈 霸宝商会果然厉害 是啊 想不到明兄你 呼呼找寻百年都未见的仙药 这还用说 霸宝商会可是号称啥都干 干啥都超快的 这时价格有些贵 不过好在明兄想要的仙药找到了 几个人的对话 一字不落地传到风轻阳的耳朵里 他顿时就来了兴致 这个霸宝商会自己知道 昨日游历到这宝眼仙城时 就曾听说过 总之就是这个商会十分强大和神秘 有人传言 其背后站着上三玉的大商会 号称啥都干 干啥都快 挺狂的啊 就是不知那占卜师 能不能占卜到本宗想要的东西 不一会后 宝眼仙城中心处 一座气势磅礴的巨大商铺 屹立在这里 商铺十分恢宏壮观 大概有四五十楼层那么高 商铺最上方的牌匾之上 比走龙蛇的刻着四个大字 霸宝商会 两边还有两幅对联 上书 占世间之势无所不占 卖世间之物 无所不卖 这里便是文明两欲的霸宝商会总部 众所周知 霸宝商会主要有两大业务 一是为人占卜 二便是售卖商品 当然 其商会所设的业务还很多 这两种只是相比来说最大的两个 霸宝商会门前门庭弱势 进出的修饰数量十分庞大 足以见得其商会的影响力 这时 一身着轻袍的青年 在商铺前停下了脚步 无所不占 无所不卖 好大的口气 我青云宗旗下的青云商会 都不敢如此扬言 说起来 也不知道青云商行发展成啥样了 要不要直接开道上重天了 来人正是风青阳 他一边思索着 一边向霸宝商会之中走去 来到商会阁楼里面 视野一下子就宽广了许多 一楼的修饰虽说也不少 但是挡不住这里空间大 见到有人进来 一个身着十分凉快的女子 便走上来搭话 这位公子 欢迎来到霸宝商会 请问您是占卜 还是买物 您有任何需求 我们都可以满足您 任何需求 风青阳打亮了眼神前的女子 嗯 穿着凉快 服务热情 难怪霸宝商会生意这么好 对的 公子 任何需求都可以满足您 女子再次微笑着说道 占卜 那您跟我来吧 听到风青阳的话 女子带着她 直奔二楼的一个隐秘的房间 当然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为啥说太隐秘呢 是因为风青阳一进来 就感知到 这个房间里布了很多隐秘的阵法 屋中空间很大 并且布置得很上档次 上方星空扑起顶 地板则倒映着屋顶上的星空 十分梦幻 女子领着风青阳进来后 就退出了房间 前方走来一白发苍苍的老者 您所想占卜之事 在下没有把握 文言 风青阳点了点头 这霸宝商会的人 还是挺有眼力进的 估计是看不穿自己的修为 直接打退堂鼓了 很快 又一个老者从前方走来 他再见到风青阳后上来就拱手道 不知阁下要占卜什么 老朽尽量为您占卜道 尽量 你们霸宝商会不是口气很大吗 这么说来 无所占卜之物 你们没有绝对的把握了 风青阳笑着开口道 你只管占卜就行 就算测不出来 无也不会怪罪于你 他本来就没指望 霸宝商会能占卜出来 毕竟 这可是先帝配剑啊 起码也得先尊修为的占卜师来吧 来这纯粹就是碰碰运气 和散散心 毕竟自己这次出来 也是有力来的 既然如此 那老朽就斗胆一试了 不知公子 想要占卜什么 老者刚说完 闪着寒光 散发着恐怖气息的七节剑 便出现在他面前 给他下了一个机灵 此剑乃残缺之身 无要你占卜此剑缺失的剑身 陷在何处 风轻阳的话也随之传来 死 钱 前辈 您这把剑太恐怖了 因果之力太大 老朽不敢战啊 老者先是震惊地瞪大了双眼 随后恭敬地祈求道 就在这时 后方走来一个少年 阳老 我见过这把剑 不 准确来说 是这把剑残缺的部分 丁 发现一名天骄 收入宗门之中 完成将获得任务奖励 唐骤 敬剑 半仙巅峰 天赋 道阵仙体 未觉醒 身份 阵法师 天虫阵法师一脉嫡系传人 因体质迟迟未能激活 阵法天赋极差 独自出家族 寻找自己的道 卧槽 竟然真有惊喜 自己碰碰运气 真碰出来了 风轻阳心中惊喜道 他激动的 不是系统发的任务 而是这个少年 说他见过丢失的二节健身 那句老话 怎么说来着 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啊 什么 唐小有你所言为真 那老者表现得比风轻阳还激动 连忙大声询问道 这个前辈的修为 连自己都看不穿 你的魂 只在无一念之间 风轻阳抱着胳膊 饶有兴致地说道 有多久了 好久都没有人 敢跟自己提条件了 不过这少年要提的条件 估计是为了他体质的事 前辈您一身浩然正气 断然不会对晚辈出手 唐咒镇定自若地说吧 头压得更低 但还是忍不住咽了一口唾沫 是的 他在赌 面前这位前辈 绝对是自己出生以来 见到过的最强之人 君不见 就连养老那样的先王 修为占卜师都毕恭毕敬的 或许这位前辈知道 如何觉醒自己的体质 并且就算前辈 您不答应晚辈的条件 晚辈也会将知道的如实告知 但是为了保险起见 唐咒又补上了一句话 哦 有意思 说来听听 不会是为了你体质的事吧 道阵仙体 十分罕见且强大的阵法天赋 为修炼阵法之人 量身打造的体质 觉醒之后 阵法一道的修炼上 将一路畅通无阻 道阵仙体 嗯 倒是不错的天赋 只是可惜啊 到如今还未觉醒 风轻阳化音刚落 唐咒和老者 皆不可置信地抬起了头 唐咒 前辈怎会知道自己心中所想 不对 前辈竟然真的知道自己的体质 老者更是震惊无比 道阵仙体 唐小友怎会拥有道阵仙体 他不是天生废体吗 据自己所知 唐咒是偶然和自己 伤会大小姐所拾的 后被大小姐招进了伤会之中 因唐咒对占卜之术颇感兴趣 大小姐便让他在自己这里学习 前辈 您知道我的体质 那您可有 唐咒激动开口 但是他还没说完就被风轻阳打断 本座既然说了 自然有解决之法 但是本座也有一个条件 除开你告知 那二节剑身的消息之外 你还要拜入我清云宗 成为我宗杂义弟子 风轻阳副首道 清云宗 文言 老者和唐咒若又是一惊 此清云是自己知道的那个清云吧 新晋先皇级势力 聂臣是先族 收清是先族 五大先皇势力 先是前往都不得入门 清云宗的大名 现在可是如雷贯耳 难道这位前辈 是清云宗的强者 前辈 我愿意加入清云宗 成为清云杂义弟子 唐咒反应过来后 连忙俯首公办 逆天改命的机会 就在眼前 与此同时 风轻阳脑海中的系统机械音 也随之响起 丁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奖励已发放 丁 恭喜宿主 获得先皇街阵法师召唤卡一张 可随机召唤先皇修为的阵法师一名 丁 恭喜宿主 获得物证道台一座 阵法师在物证道台之中悟到 有很大的几率 领悟诸天万界强大的阵法 丁 恭喜宿主 获得无上功法 道阵先诀 未道阵先体量身打造的无上仙法 完美契合其体质的修炼 听到系统的声音 风轻扬满意的点了点头 这叫什么 这就叫专业 啊不对 这就叫一十二鸟 自己忽悠大法 还没施展呢 系统任务就完成了 这个弟子 心性和智商都不赖 临危不惧 是个好苗子 很好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清云弟子了 唐周是吧 先说说你知道的消息吧 风轻扬点了点头说道 文言 老者自觉地告退后 退出了房间 房间外 老者略微平复了一下心情 没想到 这个神秘清云先宗的大人物 竟然清零自己霸宝商会了 此人修为如此高强 即便在先宗中 估计也是身居高位 对了 还有他的那柄残剑 那到底是何等结的 居然有如此大的因果之力 老者心中震叹道 这时 迎面走来一个清秀的少女 杨老 您怎么在外面 唐周那小子呢 房间内 前辈 您所说之物 是俺在刀玉西部那边看到的 唐周细细回忆了一下开口道 风轻扬 西部 原来二杰剑身落在了那边 自己原本就是打算游历完这边 就去道义西面那边看看 对 前辈 不过 那残剑已经被一个青年取走了 唐周这句话一出 风轻扬眉头微皱 被人截足先登了 这就麻烦了 被取走了 详细说说 知道那个青年是谁吗 入耳 唐周摇了摇头 前辈 那是俺当时去那边寻求 觉醒体制之法 偶然所见到的 那柄残剑虽然十分短小 但是气息无比恐怖 我记忆颇深 所以 您刚刚一拿出您的剑 我就认出来了 当时那柄剑 是被一个身着白衣的青年拿走的 说来也奇怪 那柄短剑 在见到白衣青年之后 貌似很激动 并且那青年更为怪异 好像就好像 是被人夺射了一样 完全没有朝气 要么他就是修为十分高深的仙人 唐周将他所知道的 一五一十的娓娓道来 疑似被夺射的白衣青年 二杰剑身见到他之后 很激动 这么说来 那青年的身份 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风轻扬子眸中 一道金光一闪而逝 如果自己猜测的不错的话 那青年很有可能 就是这柄七杰剑的主人 七杰先帝 要么是重生 要么是夺射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自己 手握五杰的剑身 七杰先帝手握二杰 真是有趣 与此同时 天云到域西部 刚从家族出来的夜杰 冷不丁地打了个哈欠 奇怪 谁在念到本地 哎 可惜 现在本地转世重修 修为尽师部说 神魂都被那恐怖的雷杰劈散了 要不然 谁敢念到本地 本地一念之间 便让他魂飞魄散 夜杰感慨道 不管了 找到另外五杰健身要紧 霸宝商会这边 占卜仙巫之外 占卜老者 已经将刚刚发生的事 如实告知了面前的清秀少女 从他的称呼上看 少女便是这霸宝商会会长之女 穆思思 杨老 您是说 清云先宗的大能 在里面和唐咒谈话 对 大小剑 奇怪 唐咒怎么会知道 清云大能配件的消息 穆思思不解地皱皱了皱秀眉 虽说心中有很多疑问 但是没办法 现在只能等唐咒出来了 占卜屋内 风清阳看唐咒交代得差不多了 他也不再多想 直接从系统空间中 拿出了那本道阵仙诀 此乃道阵仙诀 乃道阵仙体的专属功法 本宗就赐予你了 等你修炼完第一层后 便可觉醒体质 风清阳副手道 唐咒看着突然出现在眼前的功法 先是一愣 随后听到风清阳的话后 心中大振 专属功法 只要修炼完第一层 便可觉醒体质 十八年了 整整十八年了 你知道我这十八年 都是怎么过的吗 唐咒多谢前辈赐法 我唐咒再次立下天道誓言 此后终生效忠于清云宗 效忠于前辈 喜极而泣的唐咒 直接立下了天道誓言 没有多少人 知道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 一路的辛酸 一路的苦楚 只能打碎了牙咽下去 出身于镇法世家 更是镇法世家的嫡系传人 这个身份不差吧 但是难就难在这里 被族人 寄予了天虫镇法 是一脉崛起的厚望 奈何自己却一丝一毫的 镇法天赋都没有 文言 风清阳满意地点了点头 只有广收天骄 才能使自己的清云宗 不断变强 尤其是这种系统 指定的天骄 心性极好 天赋超标 最关键的是 好忽悠 不对 真诚 对 十分真诚 对宗门忠心耿耿低 得到功法的唐咒 已经迫不及待了 体内运转而出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唐咒的气息 开始飙升了起来 风清阳则是又打开了系统界面 细细查看起来 刚刚的另外几个奖励 仙皇接阵法师召唤卡一张 嗯 非常不错 宗门不但又多了一尊 仙皇接强者 而且这个仙皇 可是主修阵法的 要知道 这种仙皇在同修为下 比别的仙皇不知 强大了多少倍 随手一步 便是无数仙皇接阵法 阁下该如何应对 拂袖一挥 又是众多仙皇接阵法 阁下又该如何应对呢 这场面 想想就刺激啊 随后 风清阳又将目光 放到第二个奖励上 物阵到台 阵法师在此到台之上修行 有很大几率 领悟诸天万劫中 一些强大的阵法 这个好啊 有了此阵台 那么自己清云宗的阵法师 要崛起了 自己宗门 有剑修 有炼丹师 有炼气师 有阵法师 等等等等 其中 修行见到的弟子和长老最多 虽然分得很杂 但是这才是一个 宗门该有的样子吗 一只独秀 不知真的秀 百花齐放 才是春到来 不一会后 盘腿而坐 闭目修行的唐咒 突然就睁开双眸 唐咒修为 虽然没有突破 但是整个人的气质大变 他的眼眸都伸碎了起来 变得更加炯炯有神 只见他伸出了一根手指 在前方虚空轻轻一点 丝丝阵法之力 便从他指尖涌现而出 那阵法之力 很快便在虚空上 勾勒出一半仙街大阵 我成了 前辈 我成了 见状 唐咒激动地站起身来开口道 与此同时 他又感受了一番体内的变化 更加激动了起来 他连忙恭敬地向风轻阳拱手 前辈 您赐予我的功法 我已经修炼完第一层了 我的道阵仙体觉醒了 唐咒说话都带着颤音 此刻无人能感同身受 风雪压我十八年 十八年后 先体开 嗯 不错 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便修行完了第一层 你天赋确实一饼 以后在宗门中好好干 必当前途无量 风轻阳看着面前激动的少年 微笑着开口道 杂役弟子的空缺终于补上了 虽然目前只有一个 而且又是天赋一饼的弟子 嘶 这么说来 以后杂役弟子就真成了宗门天骄培养营了 毕竟能从杂役弟子晋升上来 都是天骄不是 要是以后都这么干的话 随后 风轻阳又和唐咒聊了几句 唐咒将他的出身和背景 一五一十地告知 古灵十八 天众一脉嫡系传人 通过对话 风轻阳也大概了解 一番天众一脉的情况 影视的半部先皇及势力 族中先王修为的阵法是众多 嗯 不如 好了 时间差不多了 随本宗走吧 你和本宗一起去寻找另外的二节健身 简单聊了几句之后 风轻阳便开口道 系统任务完成了 二节健身的下落也有消息了 也该动身了 好的 前辈 等等 本宗 难道前辈您是 宗主 唐咒反应过来后 惊呼出声 怎么 本宗不像吗 风轻阳笑道 入耳 唐咒心中大震 弟子唐咒拜见宗主 卧槽 他实在是没想到 这位赐给他专属宪法的前辈 竟然是自己清云宗的宗主 此时 占卜房之外 穆斯斯和老者还在焦急地等待着 那清云宗的前辈 到底在跟唐咒说什么 怎么这么长的时间还不出来 穆斯斯一边原地踏步 一边疑惑不解道 他感觉唐咒身上的秘密很多 就比如唐咒的身世和来历 还有这次的事 就在穆斯斯思索之时 占卜屋的门被打开了 风轻阳和唐咒一前一后地走了出来 穆小姐 你咋在这里 唐咒看到前方的二人 连忙开口道 当然是这是我家商会 本小姐想在哪里就在哪里 哼 穆斯斯轻哼了一声道 随后 他又看向风轻阳 恭敬拱手 不知青云先宗前辈立临 未曾远迎 还望前辈恕罪 连养老都看不穿这个青年的修为 那一定就是恐怖的道元先皇了 不对 不是青年 这前辈估计比自己老祖都大 穆斯斯 静剑 半步惊仙八重 身份 霸宝商会大小间 会长之女 隐藏身份 仓古道育穆家嫡系天骄 穆家 上三玉顶级先皇级势力 好家伙 来自仓古道育 那不是上三玉吗 这天云道育 还真是有点卧虎藏龙的意思 风轻阳看着眼前的数据面板 心中叹道 但他还是面不改色的淡然开口 无妨 本座对今日来你们这商会的一趟很满意 本座想要知道的东西 已经知道了 不愧是号称战世间之物 无所不战的霸宝商会 风轻阳笑着赞叹道 虽然说 这霸宝商会有吹牛逼的成分 但是人家确实把自己想问的解决了 这真没得说 多谢前辈夸奖 穆斯斯文言眼前一亮开口道 随后 他将目光放到了一旁的唐咒身上 眸中充满了好奇 唐咒他到底 还有什么秘密 竟然能搞定清云的先皇巨拨 感受到落在自己身上的目光 唐咒用食指扫了扫鼻子 回应了一个笑容过去 对了 那个啥 穆小姐 我要跟你商量一个事 我现在要随宗 前辈出去办点事 到时候完事了 可能也就不回来了 多谢穆小姐这些十日以来的关照 我唐咒此生不忘 若而 穆斯斯瞳孔猛的一说 不回来了 那 你要去哪呀 难道他要回家了吗 可是自己还不知道 他来自哪里呢 我拜入清云先宗了 现在是清云杂役弟子 到时候 可能就会随前辈 直接返回宗门了 说吧 唐咒犹豫了一下后 便再次开口 他把他的身份和来历 告诉了穆斯斯 天虫一脉嫡系传人 不一会后 一行人便有序地 从阁楼二楼走了下来 风轻阳走在最前 穆斯斯几人跟在身后 此时一楼的客人 还是比较多的 虽说人多 但是一点都不乱 客人们都是 井然有序地买着商品 只是偶尔有几声 音调略高的 讨价还价生和商讨生 壮阳仙丹 只卖一万几品仙金 这么便宜 你们有多少 本公子都要了 本公子窝痕 须啥都缺 就是不缺仙金 横须道友 我知道你才大气粗 但是你也不能都包园了吧 多少给我们留点啊 是啊 公子你是不知道 俺家有一千多母老虎 等着俺回家呢 没有这壮阳仙丹 你让俺咋 啊 先别讨论这个了 你们快看那边 那不是穆大小姐吗 死 大小姐怎么恭敬地 跟在那个青年身后 那人难道是商会的大人物 或者是别的势力的大人物 风轻阳一行人 很快就引起了不少的注意 穆斯斯的名号 在仙城还是很有名的 毕竟他乃霸宝商会长嫡女 于是乎 一楼的不少客人 纷纷看了过来 同时讨论起风轻阳的身份 商会外 穆小姐 那我就先告辞了 咱们后会有期 唐咒对着穆斯斯拱手说道 来这霸宝商会 也快两个半月了 穆小姐对自己颇为照顾 也算是自己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 等日后 他若有需要自己的地方 自己一定尽力完成 穆斯斯文言 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后 没再开口 气氛一时有些尴尬 见状 前方的风轻阳当即就明白了 于是便摇了摇头 年轻人终究还是太年轻了 对了 唐咒 你既然要走 那别忘了跟你兄弟孟凡说一下 不然 他到时候肯定还会来找寻你的 穆斯斯突然想到了什么 便开口道 直接打破了这沉默的气氛 孟凡是自己带唐咒回来的三天之后 前来找他的 说是唐咒的好兄弟 孟凡这个人 虽然天赋也是极差 但是他力气却出奇的大 于是 自己便安排他搬运商会的货品 他前天说他家族有事 自己就让他回去了 对 多谢穆小姐提醒 你看我这记性 差点把我好兄弟给忘了 唐咒拍了拍脑袋开口道 丁 检测到一名合适的弟子 收入宗门之中 可获得大量奖励 弟子人选 唐咒的好兄弟 孟凡 唐咒话音刚落 系统的机器音 便在风轻扬的脑海中响起 风轻扬文言愣了一下 又一个弟子 今天这是捅了弟子窝了吗 怎么一个接一个的来 风轻扬心中暗道完 他便看向唐咒问道 唐咒 孟凡是什么身份 既然唐咒是来自 半部先皇级势力的 天虫一脉 炼镇世家 那他的好兄弟孟凡的身份 估计也差不到那句 果不其然 他的猜测没错 唐咒文言连忙开口 前辈 孟凡和我一样 都来自隐氏家族 他是半部先皇级势力 孟家的嫡子 孟家也是很特别 他们修的不是先 而是自己的身体 难道宗主对自己的 好兄弟感兴趣 如果是的话 那就太好了 到时候 自己就能和孟凡那小子 一块败入清云先宗了 不修仙 修自己的身体 体修 入耳 风轻扬和穆斯斯 全都愣了一下 要知道 体修可不简单 因为体修异常难修 比修仙的难度 要大上数倍不止 正因如此体修 才不是主流的修炼体系 当然 他们所付出的 在修成之后 也会成倍地返回来 体修不能拿修炼的境界 来衡量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他们的身体之中 蕴含着多么恐怖的力量 哼 这么说来 你们两个都把我骗了 亏本小姐 还拿你们两个当朋友 唐咒来自天虫仙族 孟凡也不简单 同样来自半部先皇级势力 还是更加恐怖的体修 然而 他们是怎么跟自己说的 来自小家族 修炼废柴被赶了出去 一路乞讨来 真是太气人了 穆斯斯这番话 说得唐咒不好意思接话 毕竟是他们隐藏身份 欺骗穆斯斯在先 然而他殊不知 穆斯斯也有隐藏身份 就在唐咒刚想开口之时 虚空之上一声巨响传来 惊动了整个诺大的保掩仙城 轰隆隆 卧槽 发生了什么事 是有什么今天仙宝出事了吗 怎么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仙宝你个头啊 抱仙还差不多 你们看这漫天的混员之力 应该是有不少大罗仙被打爆了 死 还真是 是哪两方势力竟敢在这里大战 不知道这里是保掩仙城吗 无数仙城修士一同惊呼道 霸宝商会这边 阁楼中的客人也全都震惊地跑出来查看 能在保掩仙城见到大战 那简直是千万年难遇啊 要知道 这里可是霸宝商会的底盘 纵使放眼整个天狱都没有多少势力 敢惹 商会门前 穆斯斯的面色瞬间冷了下来 大胆 竟敢在我霸宝商会的底盘上冒失 杨老 派出商会所有强者 本小姐倒要看看 到底是哪两方势力竟敢如此大胆 穆斯斯冷声说道 毫不客气地说 这下二玉的所有势力 还没有几个能让自己商会放在眼里 来这下二玉自己商会 只想安安静静地拢据点仙京而已 所以从未强势镇压过任何一个势力 这倒好 总有萧小不知所谓 一旁杨老文言点了点头 随后他心念一动 一声令下 大宝商会坐镇的强者 瞬间倾巢而出 屹立在虚空之上 宗主 我们 唐咒走到风轻阳身边小声说道 数尊先王 数十位大罗 哦 竟然一边是镇法师 一边是体修 风轻阳强大的先皇神念 瞬间就感知到了 虚空上大战两方势力的修为 令他诧异的是 那正在熬战的两方人 居然是镇法师和体修们 随后他看了看一旁的唐咒 一个念头涌上心头 难道是 只是这也太巧了吧 丁 检测到合适的弟子孟凡 正在遭遇危险 请宿主尽快前往 宝掩仙城虚空之上 磅礴的仙气早已沸腾无比 刺鼻的血腥味弥漫不散 各种恐怖的镇法封锁天地 哈哈 逃 你们要逃到哪里去 以为逃到这里就有用了吗 本仙还不信了 他霸宝伤会再厉害 他们敢跟我们作对 一体型肥瘦的中年男子 阴森的孝道 磅礴的镇法之力营绕其身 他镇法师的身份呼之欲出 他的身后 还有数十位镇法师严阵以待 行了 不跟他们废话了 说好了呀 我们帮你们掌控孟家 你们助我们夺取天虫仙族 中年男子对着身旁 一体型高大的壮汉说道 那壮汉生的孔武有力 赤裸着上身 腹肌足足有数十块之多 在阳光的照射下 壮汉古铜色的肌肤 衬托着他宛若一尊巨大的罗汉 那磅礴的气血之力 一看就是体秀 前方虚空处 立可破山 一可碎仙 一长胡子的老者怒到一声 随即一拳轰出 十数座阵法应声而碎 轰隆隆 控制阵法的众多大罗仙 也在这一拳之下 被轰成了血污 那老者同样赤着上身 骨铜色的肌肉 丝毫不比状寒差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 那就是老当义壮 孟硬 你们这些叛徒 竟然勾结天虫仙族 妄图穿夺族长之位 真是狼心狗肺 你们对得起家族 对你们的培养吗 老者看向前方怒道 他的身后 矗立着数十位体修 从他们身上 大大小小的伤痕来看 显然是 已经经历了一场大战 但虽是如此 他们每个人的眼神 都十分坚定 丝毫没有退却的意思 紧紧地 将一个壮硕的青年 护在身后 堂兄怎么不回话 真是急死我了 壮硕青年 手持传音令牌 焦急地开口道 哈哈 你说得对 我们就是狼心狗肺又怎样 族长那个位置 本来就是有能者居之 说起来 咱们孟家跟天虫仙族的情况 还真是一样 都是敌出了两个没用的废物 张汉梦应眼神冰冷地开口道 这也是他们选择动手的原因之一 毕竟 不管是孟家也好 还是天虫仙族也罢 都是有不少族人 不愿意看到废物继承人 坐在那个位置的 文言 重体修之后的壮硕青年 当即大怒 你才是废物 你全家都是废物 此话一出 不少体修回头意味深长地 看了他一眼 见状 青年当即就反应了过来 物草 差点忘了 你这狗东西 也是孟家的 你们骂我兄弟可以 不对 你们骂我可以 骂我兄弟不行 我兄弟快带着人到了 你们就等死吧 孤狼 动手 随着青年的话音落下 众多体修 开始疯狂调动自身的气血之力 恐怖的气息 一时间直冲苍穹 另一边的众多阵法师健壮 当即开始运转自身阵法之力 丝丝金色的阵法之力 显现在虚空之上 一瞬间 无数座大阵被勾勒了出来 既然你们想这么快地死 那吴就送你们一程 中年男子说罢 拂袖一挥 一座恐怖无比的大阵 便出现在虚空之上 大阵之中 磅礴的造化之力 不断喷涌而出 很明显 这是一座先王阶的杀阵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时 一道威严无比的声音传来 你们好大的胆子 竟敢在我霸宝商会的地盘大战 紧接着 修修修的声音响彻虚空 一道道身着霸宝商会服侍的强者 降临而来 见状 两方的修士全都停了下来 你们是霸宝商会的人 自我介绍一下 本先来自影视家族天虫仙族 这位是来自体修士家孟家 我们这是 在铲除家族内部的叛徒 与你们无关 众多阵法师领头的中年男子 先是皱了皱眉头 随后他便自我介绍到 并指了指身旁 吃着上身的壮硕男子 文言 众孟家体修那边全都炸了毛 特么的 污蔑人是不是 自己等人倒成了叛徒了 天虫仙族 体修孟家 文言 霸宝商会众先后方的穆斯斯 心头一震 这不是唐咒那小子 和孟凡的家族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于是 他连忙向身后的唐咒问道 唐咒 你们家族是不是出变故了 唐咒对此也是十分不解 那些阵法师 确实是自己家族的人 并且领头的那个 自己十分熟悉 那不就是自己欺输吗 欺说 你们这是干啥 为何对孟家的人出手 唐咒运转修为大声喊道 一旁风轻扬子谋微眯 如果自己猜测的不错的话 孟家和天虫仙族内部 全都发生叛乱了 和室的弟子孟凡 惨遭追杀 就连唐咒这个嫡系传人 都被蒙在谷中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就有意思了 正好 嗯 小崽子你竟然在这 听到唐咒的话 那个体型肥瘦的中年男子 向霸宝商会这边看了过来 在见到正疑惑的唐咒之后 他眼前一亮大笑了起来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啊 我说 怎么孟家的人非要逃到这里来呢 不错 中年男子正是唐咒的七叔 天虫仙族嫡系一脉排行老七 也是策划这次天虫仙族 内部叛乱的主要人物之一 唐咒文言顿时大惊失色 七叔你们 随后他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他们造反了 要夺位 也不知道自己父母现在怎么样了 千万不能有事啊 唐兄 你们家族内部叛乱了 他们就是叛徒之一 我们孟家也乱了 他们和你们家族的人 沆瀣一气 打算互相夺取组长之位呢 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 除去咱俩 你小心啊 前方被众多族人 护在身后的孟凡大声提醒道 一时间三方势力 将持在虚空之上 这件事 和你们霸宝商会没有关系 本先劝你们不要插手此事 好好做你们的生意便好 日后我们必有中险 中年男子开口警告道 他的眸中露出了忌惮之色 没想到神秘的霸宝商会 竟然有这么多强者作战 但是他们也没必要为了几个外人 来得罪自己等人吧 如果本小姐偏要插手呢 谁给你们的狗胆 竟敢在我霸宝商会的地盘出手 如此便算了 你们不知道 唐咒和孟凡是我们商会的人吗 感动我商会的人 本小姐要她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穆思思冷声开口道 此话一出 现场的火药味更重 凝重的气氛也达到了顶峰 穆思思这一句话 另一旁的唐咒十分感动 穆小姐说 自己还是霸宝商会的人 她真的 我哭死 宗主 您看唐咒向一旁的风轻扬拱手道 放心吧 有本宗在 风轻扬轻轻的一句话 唐咒悬着的心直接放了下来 整个人如释重负 有宗主在 一切都是浮云 那人便是你兄弟 孟凡吗 风轻扬指了指 前方被众多体修保护的青年 孟凡 境界 半仙巅峰 天父 斗战仙体 未觉醒 孟是先祖少祖长 体修 唐咒回道 是的 宗主 宗主果然对自己兄弟感兴趣 难道孟兄 也是体制未觉醒的天才 对 绝对错不了 孟兄是体修 如果再加上盖世的体制 那战斗力直接爆表了 成长起来 绝对一拳放倒一大片 同境界的天才 难怪宗主对孟兄感兴趣呢 那就好办了 风轻扬嘴角微微上扬 一切果然如自己所料 随即他心念一动 散发着恐怖气息的五节剑 便在虚空之上显现 强大的气息 令现场所有仙人 都为之震撼和恐惧 重镇法师领头的中年男子 和体修孟硬更是瞳孔一缩 这是那个青年的配件吗 好恐怖的气息 等等 本仙怎么看不穿他的修为 糟了 快防御 中年男子慌张地大喊道 顿时 他身上的气息开始疯涨 恐怖的阵法之力 和他自身的仙王领域 瞬间爆发开来 然而 在五节剑的威压之下 他的阵法之力和仙王领域 连一息时间都没撑住 就被直接湮灭 完了 顿时一股绝望和无力质感 在他心底蔓延 在观中年男子身旁的体修孟硬 在这恐怖的剑威之下 他更是眉头紧锁 牙关紧锁 显然身为体修的他 也没好到哪去 逗大的汗珠 不断从他古铜色的肌肤上流下 唐燕 俺都汗流加倍了 快想办法压你 要不然 我们都得死在这 见到这一幕 风轻阳丝毫没有手下留情 念头之下 恐怖的五节剑 顿时向前方绞杀而去 五节剑乃先帝配剑 虽说剑身早已被重创 但是他的威力 足足有全盛时期的万分之一 可不要小看这万分之一 足以毁天灭地 正好拿你们试试 本宗的五节剑封不封 风轻阳面色漠然的难难道 当然 自己也可以一念碾死他们 但是非用出五节剑 是有其他原因的 你们说 手持另外二节剑的青 在感受到五节剑的气息后 会不会主动寻来呢 虚空前方 说是时内十块 恐怖的五节剑 已经绞杀而来 在恐怖的剑威之下 前方布下的无数阵法 如同纸壶一般 一触击溃 哄 这方天地的空间 都被顷刻震碎 前辈饶命啊 我们投降 不 无不甘啊 啊 不要啊 剑状 惨叫声 不甘声 求饶声 一时间此起彼伏 响彻虚空 然并乱 五节剑横扫而过 数十位阵法师 以及体修梦印 瞬间被剪为血物 然而五节剑并未停下 而是继续直直地 向前方刺去 恐怖的剑威 一路席卷 空间近视崩溃 天地都仿佛被拦腰断 一时间 整个天云道雨震动 卧槽 怎么回事 天崩地裂了 好恐怖的剑威 是哪个剑刀巨波在出剑 前辈 求求您快停下吧 小仙真的受不了了 无数修士 皆同一时间 看向虚空之上 震惊地张大了嘴巴 不对 您快看 血雨 是血雨 天哪 这么浓稠的血雨 这肯定不止一尊四重先网陨落了 这位剑刀前辈 不是在试剑啊 而是杀敌 随着天云道雨之中 噼里啪啦的血雨落下 不少修士当即反应了过来 众多大势力的化石人也第一时间下发了命令 速去探查 哪里发生了大战 要知道 这种档次的仙战一旦爆发 那可是惊天大事 很有可能再次改变未来天云道雨的格局 道雨中心处 仙剑峰上仙剑宗 此时剑宗禁地之中 沉睡和闭关的数位剑宗老祖都已醒来 他们皆面色凝重地围在一起 一言不发 两久 一气血严重不足的老祖开口了 此剑远在本座之上 果真是仙外有仙 天外还有天 没想到 面色上毫无血色 浑浊的眸中尽是震撼之色 与此同时 到玉西部与东部的交界处 一个阴气逼人的青年停下了脚步 他看向虚空之上当即露出了震惊之色 这气息 是五节剑身 道雨东部 本地果然没来错呀 来人正视夜节 也就是曾经的七节先帝 他在感知到自己配剑的气息后 顿时惊喜不已 背后附着的二节剑身都自动抖动了起来 不要着急 老朋友 我这就去许你丢失的剑身 夜剑取下抖动的二节剑身 对他安慰道 闻言 破败的二节剑 这才停止了抖动 随后 夜节一刻也不想耽误 继续踏上了路程 只是没走几步 他就停了下来 眉头紧锁 不对劲 现在的五节剑身 不可能爆发出如此威能 糟了 他一定是被人率先取走了 不一会后 霸宝商会顶楼 一座灰弘无比的大殿之中 多谢霸宝商会的前辈出手相救 此恩 我孟家来日必报 前辈日后若有需要 我孟家一定亲力满足 异常狐老者 向主位之上的风青羊拱手道 他正是刚刚重体修领头的老者 孟家孟古 古老 这位前辈不是我们商会的 前辈来自清云先宗 老者话音刚落 大殿下方的穆斯斯 连忙起身纠正 古老这是误会了 要是这位前辈 真是自己商会的就好了 刚刚一念之间 便操控仙剑 斩杀了那么多莱笛 实在是恐怖如斯啊 毫不夸张地说 那一件的风采 就连自己牧师家族 都没有几位老祖能接住吧 想到这 穆斯斯继续开口 说起来 斯斯还未感谢前辈呢 那些人在我商会地盘上出手 多谢前辈帮我们解围 穆斯斯恭敬拱手道 这个清云先宗 神秘又强大 自己牧师先祖 虽说再上三欲 但是实力上 估计也就和先宗不相上下 甚至还不如 单凭这个恐怖如斯的前辈 就能看出很多 那清云宗主的实力 是不是还要强 死 那更别说清云的老祖了 难不成是 先皇之上 与此同时 万事轮回境之中 一浩瀚无边的星空之中 一尊恐怖的身影 睁开了双眸 奇怪 是谁在念到本座 八宝商会顶楼大殿之中 古老听到穆斯斯的话 先是愣了一下 清云先宗 是最近威名正盛的 那个清云先宗 死 想到这 他连忙反应了过来 老朽孟家孟古 拜见先宗前辈 都怪我有眼无珠 猜错了前辈的身份 还望前辈赎罪 多谢前辈出手相救之恩 文言 主位之上的风青阳 摆了白手开口道 无妨 本座此次出手 不单单是为了你们 而是为了吴清云弟子 孟古文言一愣 清云弟子 前辈此话何意 难道先宗的天才弟子 在这保掩先程之中 这时 大殿下方的唐咒站了出来 弟子拜见宗主 多谢宗主出手相救 唐咒此话一出 满唐皆经 他们震惊的 不是唐咒乃 清云先宗弟子的身份 而是主位之上的那个前辈 竟然是神秘的清云之主 无等见过先主大人 穆斯斯 以及仲体修恭敬的拱手道 神秘的清云宗主 竟然就在他们面前 要知道 那可是清云宗主啊 无上先皇及势力的化世人 见状 风青阳点了点了头 自己的身份无需隐藏 自己又不走半猪吃虎的那一套 自然是越想量越好 本宗此番是出来游历的 恰好说的唐咒一弟子 古老是吧 说说看 你们孟家和天冲先族 现在情况如何 文言 体修孟古将孟家和天冲先族 内部叛乱一事 详细地叙述了一番 大概就是孟家的叛徒 和天冲先族的叛徒 相互勾结 企图相互夺取族长一位 而他们的借口 就是家族嫡子 乃如假包换的废物 培养他的不配 坐在那个位置上 呵呵 一帮目光短浅之辈 一旁仔细倾听的唐咒 捏紧了拳头 心中怒火生疼 同时他也担忧不已 不知道家族现在怎么样了 如假包换的废物 在本宗看来 唐咒和孟凡二人 都是天赋异禀之辈 唐咒的道阵先体已觉醒 而孟凡的斗阵先体 一旦觉醒 丝毫不比唐咒的差 主位之上 风轻扬威言道 道阵先体 斗阵先体 文言 下方孟古和孟凡面色大变 凡少爷竟然拥有斗阵先体 真是上天保佑啊 唐兄 你的体质觉醒了 孟凡开口问道 对 我的体质能觉醒 还得多谢宗主呢 不如孟凡 你也拜入我们清云吧 说不定 宗主也有办法帮你觉醒体质呢 宗主对自己兄弟感兴趣 这字不必多说 这样好啊 到时候 孟凡也拜入了清云 自己二人又能一起闯荡了 这 真的吗 唐兄 孟凡心中大震 要是自己的体质也能觉醒 那修行路上 必当一日千里 最重要的是 自己不会被嘲笑了 那些叛徒 也不能拿这个当借口了 想到这 孟凡连忙攻身拱手 对着主位之上恭敬开口 宗主 俺也想加入清云先宗 不知有何条件 俺就算拼上这条小命 也要完成 见到下方恭敬的壮硕青年 风轻扬满意地点了点头 唐舟这小子 深得本宗之心 都不用自己开口 就把他的好兄弟忽悠 招收过来了 本宗准了 你以后就是 我清云的杂役弟子了 至于条件吗 你入宗之后努力修行 不辜负宗门的培养就行 文言 孟凡心中大喜 宗主同意了 多谢宗主 安入宗之后 一定努力修行 绝不辜负宗门的培养 丁 恭喜宗主成功招收弟子 奖励已发放 丁 恭喜宗主获得 先皇接体修召唤卡一张 可随即召唤 媲美先皇境的体修一名 丁 恭喜宗主获得失重到台一座 在失重到台上 可磨练自身的肉身 丁 恭喜宗主获得斗战先法 为斗战先体量身打造的先法 乃专属先法 很好 奖励到账了 随后 风轻阳粗略地查看了一眼 这次的奖励 感觉还可以 媲美先皇境的体修吗 以及磨练肉身的失重到台 都是好东西啊 放开心神 本宗传你一篇功法 等你修炼完第一层 便可觉醒自身的斗战先体 风轻阳对着下方的孟凡说道 文言孟凡连忙照做 当场盘腿而坐 心无杂念地闭上了双眸 随后风轻阳拂袖一挥 斗战先法 便化作一蓝色光团 飞入了孟凡的脑海之中 老者孟谷 则激动地看着这一幕 心中的喜悦 都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樊少爷终于要崛起了 一旁的唐咒 也发自内心地 为自己这个好兄弟高兴 以后自己和孟凡 都是清云的杂役弟子了 也不知道短时间内 有没机会登上杂役大师兄 和杂役二师兄的地位 修炼如同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只有展现出自己的价值 才能获得宗门的大力培养 所以得不断地进步 向上爬 两久 孟凡激动地睁开了双眸 他心念一动 磅礴的气血之力 就不断地从他体内涌出 一拳挥出 拳头与空间摩擦的声音 便响彻而出 我的斗战先体觉醒了 多谢宗主赐法 孟凡激动地拱手说道 他感觉自身的肉身更加凝实 体内的气血之力 何止成倍提升 不错 你和唐咒一样 都是短时间内 便修炼完了第一层 就在这时 下方的孟谷 拿起了他的传音令牌 想不要多久了 文言 唐咒和孟凡 肩面色一变 怎么了古老 那些叛徒实力都不弱 背后又有他们一脉的 几位老祖撑腰 先主他们快要撑不住了 拟天崇仙族的情况 也是如此 孟谷叹了一口气 开口道 这些叛徒敢招惹我们商会 你们放心 本小姐帮你们灭掉他们 一旁一直为开口的穆斯斯 走上前来说道 随后他又看向 主位之上的风青羊 前辈 此等小事无需您出手 我们霸宝商会替您办了 那些叛徒 丝毫不把自己商会放在眼里 也该让他们好好见识一番了 文言 风青羊子谋转动 正好可以趁此机会 将他们收服 成长起来的体修 那将是毁天灭地的存在 并且自己宗门也缺阵法师 系统 使用那两张先皇召唤卡 风青羊对着脑海中的系统说道 丁 先皇接阵法师召唤卡 使用成功 抽取中 丁 先皇接体修召唤卡 使用成功 抽取中 丁 恭喜宿主抽取到 先皇进巅峰阵法师傅明兰 正在刻画中 丁 恭喜宿主抽取到体修涅槃空 正在刻画中 先皇巅峰 最高战力又刷新了 不错 这个体修估计实力也不差 风青羊男男道 随着系统的声音落下 宝眼仙城的虚空上 顿时旁驳的仙气席卷而来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随后 两道身影从漩涡之中走出 恐怖的气息瞬间爆发开来 这两道身影皆高大无比 右边那道身影 但是他的眸中似有万般星辰藏于内 深邃而又神秘 磅礴的道源之力 从他身上不断流转而出 万千大道在其身后浮现 虚空都在颤抖 左边那人不但高大 还异常魁梧 一席宽大的黑色仙袍 都快要被他那爆炸性的肌肉撑破 古铜色的皮肤 在阳光之下熠一发亮 整个人举手投足之间 便有磅礴的气血之力涌现 足以硬汉天地 两道身影 虽然只是出来一瞬间 便又消失在了原地 但是虚空之下 方圆一亿万里万物生灵 无不在这恐怖的先皇之位下颤抖 恐怖如斯 简直恐怖如斯啊 刚刚那两位前辈 到底是什么修为 什么地位 仅仅散发出一缕气息 便如此恐怖 不知道 但绝对不在先王之下 误草 那不就是道源先皇巨拨了 妈妈 俺出息了 这辈子有幸亲自感受过一次 先皇前辈的恐怖气息了 呜 话说回来 也不知道这两位前辈 来我们保掩仙城作合 不能仅仅是路过吧 难道咱们这边又有大事要发生了 死 本仙知道了 不久前那惊天一见 肯定和此事有关 然而不等他再次开口 身旁之人便捂住了他的嘴 嘘 打住 这等修为高深的前辈 怎可妄自猜测 与此同时 霸宝商会顶楼大殿中 无 傅明兰 无 涅槃空 拜见宗主 两道身影恭敬的一口同声拱手道 傅明兰 修为 先皇敬十重巅峰 天赋 万阵仙体 功法 先皇接万道先阵法 身份 先皇接阵法师 涅槃空 修为 肉身开发无极境 从实力上来看 足以媲美巅峰先皇 甚至有有圣之 肉身成圣 破圣入地 遂地入仙 身份 体修 风轻阳坐在主位之上向下看去 傅明兰和涅槃空的人物面板 便出现在他眼前 不错 还有小惊喜呢 这个体修涅槃空 足以媲美巅峰先皇 甚至还有有圣之 这么说来 现在即便是几个巅峰先皇 来供自己清云 也不好使了 要知道 巅峰先皇接阵法师 也是个恐怖的存在啊 傅长老 涅长老 你们等会跟着宗门 新入门的这两个弟子走一趟 他们家族内部 出现了点小问题 顺手摆平就好 风轻阳威严开口道 谨遵宗主法旨 傅明兰和涅槃空 再次攻守 此时大殿下方另一侧 穆斯斯 唐咒 孟凡 和孟谷四人 都还未从震惊之中 缓过神来 就在刚刚 两股强大的气息 在宝眼仙城上空 突然爆发开来后 他们还没来得震惊 那两股气息便消失了 但是紧接着 两道身影 便悄无声息地 出现在了大殿之中 而这两道身影上散发的气息 和刚刚虚空上的一模一样 穆斯斯 傅长老 涅长老 如此强大的气息 我只在我穆家老祖身上感受过 死 如此强大 在清云先宗 也只能做个长老吗 实在不敢想象 其宗门到底有多强大 不行我回去要劝劝老祖 也去先宗弄个长老当当吧 跟着如此大宗走 绝对能更进一步 穆家老祖 乖重重重重孙女 我谢谢你啊 唐咒和孟凡则向前走去 一同恭敬开口道 多谢宗主 多谢二位长老 自己家族内部叛乱的事 的确在宗主眼中 只是小问题罢了 但是对自己家族来说 那可是今天大事啊 一个弄不好 就是整脉被驱逐的下场 即便胜了 那必定也会元气大伤 自己刚刚进入宗门 宗主不但赐予自己专属功法 帮自己觉醒了体制 实在无以为报了 只能拼命修炼日后 为宗门出力 二人在这一刻打定了主意 无妨 你们出发吧 等这里完事了 本宗就带你们前往宗门 风轻阳开口道 真是无趣 游历还未开始多久 就该结束了 主要是想干的事都干完了 二节健身的事 等大人自己上青云来寻便可 而自己只需放出一点消息即可 正好也能趁此机会 开启第三次开山收徒 招收一点弟子 现在自己青云宗的弟子 实在是有点太少了 弟子再进步再多 但是自己青云 可以把弟子们全培养成天骄啊 很难吗这 各大仙宗 各大势力 如听人言否 不一会后 保掩仙城之外 前辈 让我们商会的强者一起去吧 不必 这点小问题 何须兴师动众 你们在城中等候即可 涅槃空默然开口道 他的声音虽然不大 但是十分震耳欲聋 令人不敢反驳 一旁 体修强者 孟古都忍不住咽了口唾目 他自己也是在体修一路走的 还算远的强者 但是跟眼前这位 先宗的体修前辈比起来 那可就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族中的那些叛徒们 估计都顶不住 这位孽前辈一拳吧 不对 即便是那些老祖们来了 估计也是一拳的事 宗主大人派这两位前辈来 那都不叫大才小用了 那都相当于 对面使用的是 三尺清风的话 那我方 就是八百米大砍刀了 前辈 那我们出发吧 前面停靠着我们家族的几艘仙船 孟谷小声开口询问道 自己孟氏仙族距离这里最近 位于宝衍仙城 不过几亿万里的路程 乘坐仙船的话 大概只需要半天的时间 何须乘坐仙船 你们将你们家族具体位置 告诉本座就行 这时 一席清悬道袍的傅明兰开口道 入而 孟谷不敢耽搁 连忙将自己孟家的位置告知 孟氏仙族 位于宝衍仙城的东边的 一隐秘的峡谷之中 峡谷名为遮天大峡谷 名字虽说霸气十足 但是却名声不显 那地方显有人知 这也是孟家驻族在哪的原因之一 清静又与世隔绝 最关键的是 那里的环境十分恶劣 特别适合磨练肉身 孟兄 你说我们不成座仙船 难道这两位前辈 要带着我们穿梭而去吗 可是前辈的境界 实在是太高深了 但是穿梭的阻力 我们都承受不住啊 在上重天之地 修为越高 则穿梭空间越快 越远 当然相对应的阻力就越大 这是此界天道强大的一个原因 天地规则都十分完善 我猜父前辈 要随手布置传送大阵了 唐咒自信地开口道 他在父前辈身上 感受到了相同的气息 那是阵法之力的气息 不过相比之下 自己的阵法之力 如同滴水的话 那父前辈 则如汪洋大海一般 自己要是 此生能达到前辈 这个恐怖修为 那也就无憾了 二人谈话间 傅明蓝动了 只见他缓缓伸出一根手指 点在前方的虚空上 无尽的阵法之力 便汹涌地汇聚而来 顷刻间 一座强大的仙皇街 传送大阵 便被布置而成 显现在众人面前 死 父前辈好快 还没来得及震惊完 唐咒几人便眼前一黑 被带入了传送大阵之中 现场只留下了 一脸猛逼的穆斯斯 和八宝商会的一番强者 仙宗前辈做事 还真是雷厉风行啊 穆斯斯感慨道 现在真是亲眼见识到 仙宗前辈的强大了 随手就能布置出 顶尖的仙皇街大阵 这一人灭一仙皇级势力 都够了吧 宝眼仙城不远处 几艘梦氏仙族的仙船 再次停靠着 此次前来的数十位 梦家体修也都再次等待 你们说 古老他们怎么还不出来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变故了 对啊 刚才仙城虚空上出现的 那两位前辈 实在是太恐怖了 还有呢 刚刚你们没感觉到 前方有阵法的波动吗 俺用传音令牌 都联系不到古老他们 不行 咱们还是去八宝商会问问去吧 一身行最壮硕的体修开口道 打定主意后 他便带领着几个体修 向宝眼仙城方向去了 很快到了仙城之外 他们一眼便见到了 等待在此的商会强者们 道友 俺们是梦氏仙族的人 问你个事哈 城中没有发生什么变故吧 文言 穆斯斯和商会的一番强者们 都向这边看了过来 根据他们身上的服饰 也确定了来人的身份 穆斯斯猜测 他们估计是还没收到消息 等不及了 所以才来询问的 仙宗的两个前辈 已经带着你们家族的古老他们 前往梦家了 你们赶快乘坐 仙城向回赶吧 要是慢的话 慢的话 怎样领头的体修文言心意景 慢的话 你们家族的事就搞定了 嗯 现在估计就差不多了 与此同时 遮天大峡谷 这里的环境 虽说是十分险恶 却又特别奇异 虽说是峡谷 但是地理位置 确实其高无比 宛若屹立在虚空之中的裂缝一般 谷顶更是仙树密布 高大通天的仙树 更是枝繁叶茂 将大量的日光遮蔽住了 错综复杂树木 遮住了峡谷整片天地 此时 谷中最深处 梦氏仙族驻地 轰隆隆 轰 轰 轰 数千位高大的身影正在混战 磅礴沸腾的气血之力 早已弥漫天地 峡谷之中的空间 已经被尽数轰碎 冰冷刺骨的钢风 从空间外吹来 但是丝毫影响不到 混战的重体修们 只见梦氏仙族 另一边的状况 更加惨烈 这里的体修 每一个都有 惊天动地的气血之力 空气间都是弥漫不散的血物 在他们的上方 还有不断出手的 大量阵法师 梦莎 你们这些叛徒 真以为能轻易 夺走本座之位吗 一尊浑身浴血的恐怖身影 在一拳打爆 数十个挡路的体修后 转身向身后愤怒地开口道 哼 我的好哥哥 你们已经都是强弩之末了 没想到 嘴还是这么硬呢 我身后有三位老祖支持 还有天虫天族的阵法师支持 你身后还有什么 你还有个毛啊 毛都没有 对了 这得多亏你那个废我儿子 这才让吴的借口 明正而又言顺 嘖嘖嘖 我的好侄子 现在已经被打爆了吧 放心 我马上让你们一家团聚 后方 一道粗广的戏血声传来 说话之人 正是那尊恐怖身影口中的梦莎 梦氏仙族 除开族长梦渊之外 实力最强之人 也是这次叛乱的发起者 该死 听到此话 那尊浑身欲血的恐怖身影 心底一颤 凡尔他 哈哈 怎么 在担心 你那个废我儿子 你都自身难保了 还是先自求多福吧 就在此时 一道耀眼的光芒 射入了遮天大峡谷之中 苍穹之上磅礴的阵法之力 紧接而至 顿时整个谷中的生灵 全被惊动 紧接着 斯拉一声巨响传来 无尽的苍穹 被一双大手直接撕裂开来 出现一道巨大的口子 恐怖的威压 从其中镇压而出 随后犹如洪荒猛兽一般 黄泻而下 孟氏仙族驻地外 前一刻还在生死搏斗 数千体修和众多阵法师 此时全都停下手来 在这恐怖的威严之下 他们全都被镇压得不得动弹 死 好恐怖的威压 发生了什么事 难道组长他们 还有后手 请来了强大的援兵 完了 我们完了 不少被镇压的叛徒们 开始胡思乱想地猜测了起来 领头人孟沙 他更是心惊不已 他眉头紧促 咬牙切齿地看向前方 孟渊 这是不是你请来的救兵 文言 族长孟渊并没有搭理他 而是惊恐地 看向苍穹之上 只见一道与天同气的巨大身影降临而来 磅礴的气血之力流转其身 他的双目宛若烈阳一般 散发出万丈金光 本座乃青云宗 盘空蛮黄 凤五主法旨 前来荡平 孟氏仙族内部叛乱 上重天修炼体系 体修境界划分的称呼分为 金仙帝蛮 大罗天蛮 仙王蛮王 仙皇蛮皇 仙尊蛮尊 仙帝蛮神 敢有不从者 敬诸之 一道如同雷霆震耳 威严至极的声音 在偌大的遮天大峡谷响彻开来 传入谷中万物生灵的耳中 说吧 与天同气的涅槃空 俯视了一眼谷中的场景后 便一掌拍下 巨大的手掌 顿时遮住了整个遮天大峡谷 见状 梦族驻帝所有的叛徒 都心凉了一半 直接绝望了 望着缓缓拍下来的手掌 他们的心中不约而同地 浮现出一个念头 只手遮天 要完了 还有不少天众仙族的阵法师们 此刻长子都悔清了 梦氏仙族的叛徒们 到底招惹了什么恐怖存在啊 青云仙宗 新晋的先皇集势力 盘空蛮皇 蛮皇 堪比先皇强者的恐怖存在 前辈饶命啊 俺不是梦氏仙族的人 是啊 我们都是来 都是来看风景的 还望前辈饶命啊 来的时候好好的 没想到回不去了 还好 剧长在遮住了大峡谷之后 并继续没有拍下 而是停留在此 压迫改十足 但是威压也更加强大 所有人还是动弹不得 此时 驻帝前方 领头的叛乱者梦沙眼中 竟是恐惧之色 粗糙的脸上 也竟是不可置信之色 嘴中一直泥喃道 不可能 这不可能 孟渊 你怎么会认识青云仙宗的强者 组长梦渊也是不明所以 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浑身染着的鲜血 衬托的他 如同战神一般 蛮黄 没想到 夏二宇除了自己梦氏先祖 竟然还有强大的体修一脉 只不过青云仙宗 为何要派蛮黄前辈过来相救 自己根本就不认识他们 傅剑 傅剑 你没事吧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梦渊面色一变 随即也激动了起来 反而 是反而 他好了 反而没事 一旁的梦沙 则更是不可置信 那废物竟然没死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不一会后 梦是仙族驻地之中 由于这场叛乱 足足持续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梦族曾经安详辉红的家园 也被破坏得满目疮痍 遍地都是焦土 弥漫的血腥味 久久不散 一座还算完好的大殿之中 众多梦族长老落座 他们皆愤怒地看向 跪在大殿之中的树岛身影 池里爬外的叛徒 人人得而诛之 想我体修一族 当凭自身气血 汗天动地 如等安坐那耻辱之事 无休与如等为无 一名白发长老 气呼呼地指着跪地的身影们 怒斥道 那树岛身影 正是这次叛乱的主要人物 罗族大长老梦沙 罗族三长老梦叶 罗族四长老梦天 罗族五长老梦庆 还有一个便是前往追杀梦凡 现在已化成灰的六长老梦影 哈哈 这次是我梦沙输了 我认 但是这也改变不了 堂堂梦氏仙族 邵族长居然是一个废物的事实 跪在地上的罗刹 声嘶力竭地笑道 此时 他的全身经脉已被全部打断 气血之力流失殆尽 算是废人一个 你 你 听闻此话 那个白发长老用手指向他 整个人十分生气 却无从反驳 在座的长老也一样 皆怒目圆瞪 却又无从开口 唯有主位之上的族长梦渊 轻轻一笑 整个人稳如老狗 法儿 你来说吧 时间差不多了 该自己儿子上场表演了 入耳 站在他身旁的孟凡 抖了抖撞兽的身子后 便向大殿下方走去 我亲爱的二叔 没想到吧 我竟然还活着 哦对了 忘跟你说了 去截杀我的六长老他们 已经化成灰了 我呢 现在就想跟你说一句话 风水轮流转 末期青年废 至于您呢 一会就是死者为大了 孟凡默然说完 便心念一动 磅礴的气血之力 从他的体内流转而出 他的斗战先体 也在同一时间全面激活 恐怖的气息 瞬间爆发开来 见状 本来还不明所以的 诸位长老 全都惊得站起身来 震惊地 看向大殿中央的孟凡 无二觉醒了 传说中的斗战先体 有先帝之姿 并且 现在已经加入了 青云先宗 成为了先宗弟子 无道要看看 从今以后 谁敢再称 无二为废物 孟渊威严之音 也随之响彻大殿 他等这一刻 真的太久太久了 不过还好 虽然这一刻 虽然迟了点 但是总算没有缺席 从今日起 本组长决定 我孟是先祖 臣服于青云先宗 为先宗 为命是从 此话一出 满殿皆精 斗战先体 少组长竟然 觉醒了斗战先体 天佑我孟族啊 老夫就说 少组长日后必成大器 这果然应验了 是啊 组长如此天宗其才 少组长他怎会平庸 少组长 竟然已经加入了 青云先宗 难怪先宗的蛮皇前辈 会来相救呢 众长老除了震惊之外 也明白了过来 到现在他们都忘不了 那个与天同其的巨大身影 和那一掌遮天的场面 这不可能 我不信 我不信 跪在地上的梦莎 此时已经被惊得六神无主了 整个人更加如如蜂魔 二叔呀 由不得你不信 这是事实罢了 从前您叫我 一口一个废物 现在看来 您才是那个真正的废物吧 孟凡上下 打亮了一眼蜂魔般的罗刹 开口讥讽道 自己是不喜欢打脸的 奈何打脸他人的感觉 真是太爽了 反而你别与他们白费口舌了 按照族规 勾结外人反叛家族者 一律灭杀 并从族谱之上抹去名字 主位之上 孟冤冷着脸威严道 手足相残的场面 自己最不愿意看到 但是现在说什么也迟了 碾死叛徒 碾死叛徒 大殿中的长老 纷纷开口喝道 很快 早就成为废人的几个叛徒长老 就被门外等待已久的侍卫拉了出去 好了 现在族中叛乱已被倾脚 反而你何时前往仙宗修行 父亲 俺现在也说不准啊 估计得等两位前辈 将天崇仙族那边也搞定了 到时候 敢和堂兄一起前往宗门 与此同时 天崇仙族这边 天崇仙族距离梦氏仙族的路程 也不算太远 大概也有个几亿意外里的路程 齐族影视的小世界 位于梦氏仙族的东南方向的 一仙气充沛的山脉之中 修行阵法一道 其中一必要条件 就是有充沛的仙气使用 所以 在剑族的选址上 必须慎重考虑 山脉深处 天崇仙族驻地 轰轰轰 响彻的轰鸣声一直不停 放眼望去 仙族驻地方缘亿万里 全都被各阶恐怖的阵法包围着 恐怖的阵法之力 弥漫整个苍穹 虚空之上 无数天崇仙族的阵法师 正在混战着 阵法师之间的战斗 比拼得不单单是修为 更是阵法一道之上的造诣 当然 并不是说不看修为 而是修为相同的两个阵法师 谁在阵法一道领悟得更深 谁自然便能轻松获胜 你们这些叛徒 竟然妄想推翻族长 那便掀过了老夫这一关 虚空之上 一名白发苍苍 但却气势不凡地老者怒道 只见他拂袖一挥 无尽的阵法之力 便从他年迈的身躯中原转而出 阵法之力流动间 一座先王接杀阵便刻画而成 恐怖的先王杀阵 瞬间便吞噬方圆意外里的一切 哄 直一袭之间 便有无数阵法师被大阵阵杀 他们所操控的阵法 也在寝刻间分崩离析 哈哈 藏老匹夫一个 也敢阻拦本座 等本座灭掉了你们 就再亲自去灭了那个小废物 不远处 天虫驻地虚空之上 一伸着道袍 气势十足的中年男子 开口大笑道 他便是这次天虫先族内部叛乱之首 天虫大长老唐七星 是威名赫赫的七星先王 更是顶尖先王皆阵法师 上重天之地 阵法师修行之道和修炼一道相对应 阵法师同是修行修为和阵法大道 阵法等皆越高则修为必高 但是修为不等于阵法等皆 七星炼仙大阵 七星先王心念一动 无尽的阵法之力便从域外星空而来 耀眼的星光 穿透冰冷黑暗的无尽虚空照射而下 刹那间 顶尖先王皆阵法便刻画而出 于是便出现了穷顶之上列阳当空 弹指尖 七颗繁星便向下方的小世界驻地之中砸落 轰隆隆 唐七星 还轮不到你这叛徒放肆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时 七道恐怖的身影从小世界之中飞升而出 他们每一个都散发着磅礴的阵法之力 出手掐指成阵 七颗砸落下来的巨大繁星便被打爆开来 为首之人浓眉阴眼 整个人不怒自威 正是天虫先族当代族长唐鹤 唐鹤 你这个缩头乌龟总算看出来了 今日不是你死 就是吴王 组长一位也该本座做一做了 七星先王见到来人当即面色一正 眼眸微眯道 数十位散发着磅礴阵法之力的阵法师 也同一时间来到了他的身后 皆摆开阵势 严阵以待 缩头乌龟 你真以为本族长不出来 是怕了你吗 要不是有三组 四组 暗中阻拦 你们现在都已经化成灰了 天虫先族一共有四个老组 其中一组最强 但是一组已经沉睡闭关整整一个纪元了 不到了全族生死存亡的时刻 估计是不会出关的了 剩下的二组 三组和四组 也基本都不过问族中之事 没想到 此次家族内部叛乱 竟引得三组和四组的插手 难道他们也不看好自己这个组长吗 他们真的对周尔不抱希望了吗 呵呵 你知道就好 既然老祖们那边的意思 你都知道了 那就识相一点吧 也省得本座动手了 组长啊 哦不 前组长 你可不要怪我嘛 要怪就怪你那个废我儿子吧 对了 说起来 也不知道这等重要时刻 你哪个废我儿子跑哪去了 七星先王的话音刚落 也就在这时 一道笑声从苍穹之上传来 怎么 大长老你已经迫不及待的 想要跪拜本少主了 紧接着 一座顶尖的先皇街传送大阵 便在苍穹之上开启 三道身影从其中缓缓走出 来人正是唐咒 以及先皇巅峰的傅明兰 和蛮皇涅槃空三人 少族长 是少族长 少族长回来了 见状 众多天虫族人全都激动不已 这儿 族长唐鹤则是心中一惊开口道 喜悠参半 喜得是自己儿子安然无恙 但今天这种场面 他不该回来的呀 说实话 就连两位老祖都不支持自己 自己真的没把握 但是 既然就回来了 那自己 就算拼了这条命 也要保护好他 想到这 唐鹤谋鹿凶狠之色 同时暗中蓄力 嗯 你这小废物竟然还敢回来 哈哈 也好 这样 省得本作 还要派人去捉拿你了 七星先王唐七星大笑道 这叫什么 这就叫自投罗网 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了不对 他竟然看不透 跟在唐咒身后 那两人的修为 一个体修 一个阵法师 阁下是何人 来我天虫先族作何 难道阁下想要插手 我天仲家族内部之事 唐七星皱着眉头开口问 你在跟本作说话吗 虚空之上 身着一袭青玄道袍的傅明兰 俯视了他一眼开口默然道 一旁的涅槃空 更是语出惊人 一个先王进的蝼蚁 也配与我们对话 此话一出 一下子就给现场 所有天虫先族的人惊到了 先王进的蝼蚁 死 如果先王巨博都是蝼蚁的话 那自己先王之下的修为 又算什么 这个前辈到底是什么来头 然而不等他们 从震惊之中缓过神来 一股庞大的威压 便如同洪水般席卷而来 本作乃青云先宗正法师 明兰先皇 奉无主之命 前来镇压天虫先族内部叛乱 并且唐咒已经加入我宗 成为我青云弟子 若有人胆敢对他出手 本作就让他长长轮回恋魂之苦 傅明兰虽然说话的语调很平淡 但是这三句话 便如同惊雷一般 在每一个天仲正法师脑海中炸开 特别是那些叛乱之人 青云先宗 明兰先皇 少主已经加入了 威名赫赫的青云先宗 这 这儿 这位前辈说的都是真的吗 组长唐鹤最先反应了过来 激动地开口问 难道这儿你的体质觉醒了 没错 父亲 我的道阵先体已经觉醒了 唐咒轻轻说完 便心念一动 斩露开来 道阵先体 少族长竟然觉醒了传说中的道阵先体 太好了 哈哈 这下看谁敢说 我家少族长是废物 也不知道那些叛徒的脸被打得疼不疼 见状 天宠先族中心族长一脉的阵法师更加激动 甚至有不少直接开口 嘲讽那些叛乱的族人 这一波叫直接贴脸开打 这时 涅槃空捏了捏手掌 一瞬间便来到了被镇压在地的七星先王等人面前 罗姨 你就是叛乱之首是吧 感受着来人身上散发着的恐怖气息 七星先王忍不住咽了口唾沫 此时他心中只剩下了无尽的恐惧与无力回天的绝望 那小废物身后竟然有青云先宗撑腰 无不甘啊 虽不甘 但是他也没嘴硬 前辈 有事好商量 如今人为刀族 我为鱼肉 只能低头 好商量 你也配跟本座商量 刚当你那傲进呢 本座就喜欢你 刚当那桀骜不驯的性格 七星先王 前辈 您是体修吧 不知道您认不认识孟氏先族的人 小辈和他们关系还不错 在他的印象中 天云道玉修行体修的 也就孟氏先族一脉了 或许这个前辈和他们有渊源呢 那 孟氏先族 本座便是刚刚从孟氏先族来的 并且还顺手碾死了他们族的不少叛乱者 涅槃空笑着说道 你这辈子能和本座说上话 也算不需此生了 别着急 本座马上送你 去见他们 说吧 涅槃空抬起一条腿 冲着被镇压在地的七星先王狠狠跺下 哐 方圆万里的地面都被生生踩沉了 脚下的七星先王更是瞬间被踩爆 化作血雾 消散在天地之间 见到这一幕 不少天虫先族的阵法师 眼皮狠狠跳动了一下 堂堂七星先王 天仲大长老 死法竟然是被踩爆的 不对 这是叛徒 叛徒就该杀 前辈威武 父亲 你没事吧 孩儿来迟了 没有 这儿你来的正是时候 天虫先族 先主唐鹤见过明兰前辈 唐鹤与儿子唐咒寒暄完 便恭敬地拱手道 此刻他的心情从未有过的好 族中叛乱解决 儿子的体质觉醒 又加入了无上先宗 一袭道袍的傅明兰 微笑了一下后 便看向了虚空另一处 冷冷开口 既然来了 就别藏着了 难道还要本座请你们出来不成 花音落下 三道身影便显现而出 乖乖来到他的面前 五等拜见先宗前辈 来人正是天虫先族的三位老祖 二祖唐有道 三祖唐显道 三祖唐化道 老祖 族长唐鹤和唐咒见状 异口同声地开口 然而面对他俩 三位白发苍苍的老者 羞愧地低下了头 漠不作声 傅明兰则继续开口 你们还有什么想说的 五等全凭前辈发落 以后天虫先族为族长 和少族长马首是瞻 我等再不敢干涉 入耳 傅明兰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唐小友 现在你们家族的事 和孟小友家族的事 都解决完了 宗主让吴转告你们 给你们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之后 你们一起前往宗门报道 好了 这里交给你们了 吴和涅道友就先走了 说吧 傅明兰便招呼着涅槃空 双双离去 不一会后 孟是先族小世界之中 先族大殿 此时众多孟族长老都已落座 由于叛乱解决的原因 所有长老都是面带笑容 满殿都是欢快的气氛 诸位长老 经过本族长慎重考虑 现在要宣布一件重要之事 从今日开始 我天虫先族全族 臣服于清云先宗 你们意下如何 主位之上 族长唐鹤威延的开口 虽然还是说了询问的话语 但是他的语气之间 都是不容反驳的意思 好啊 本长老举双手双脚赞成 先宗这次帮我们 解决了内部叛乱之事 邵族长又是先宗的弟子 我们臣服于其又何妨 是啊 先宗实力强大无比 我们天虫先族 跟着先宗所作者名 三醉 就可以看 吃饱了本地就睡 睡醒了本地就吃 这生活可真是索然无味啊 清云宗气势磅礴的门庭外 黑帝伸了身懒腰 懒洋洋的说道 二爹 你特么又在偷懒 大 大哥 你咋来了 哈欠 我嫌来无趣呗 过来转转 那帮长老们太能卷了 一天修炼三次 一次就是四个时辰 俺是卷不动他们了 小白打了个哈欠 一边向黑帝这边走来 一边开口道 就是说啊 每天这么拼 不要命吗 还是得适当放松放松的好 黑帝一边说着 一边心中继续修行着自身的仙法 此仙法名为睡梦登仙大法 是一本仙王皆攻法 不但十分强大又很独特 顾名思义 睡梦登仙 那就是睡着也能修炼 哈哈 你们以为本地整天都在睡觉 错 大错特错 你们明面上卷 本地背地里卷 偷偷卷死你们 哈哈 哎 还是得卷 修行如同溺水行舟 不进则退 本寿等会 还是回去继续闭关修行吧 小白说吧 同样伸了一个懒腰 也不知道主上他去哪游历了 何时才能回来 本寿也想跟着去游历啊 闻言 黑帝摇了摇头 不知啊 主上好像是出去找寻一件很重要的东西去了 如今这回也不知道找到了没 就在这时 虚空之上的空间拨动了一下后 三道身影便降临而出 小白 黑帝 你们搁这闲聊啥呢 风轻扬飞尸而下后 微笑着开口道 他身后的二人 正是先皇阵法师傅明兰 和体修涅槃空 宗主 小白黑帝 拜见宗主 见到来人 二寿先是一喜 随后一口同声地恭敬开口 这也太巧了 宗主真是神出鬼没啊 说宗主 宗主就到 嗯 入宗吧 风轻扬说完 便率先进入了宗门之中 随后 他便略微地巡视了一圈宗门 宗门一切正常 在他去游历的这一段时间 宗门的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对此 风轻扬表示很满意 这样他就能随时做甩手掌柜了 不对 是随时出去 亲自半点十分重要的大事 就好比这次找寻圣渝的二节剑身一样 巡视完之后 风轻扬又通过神念 通知了所有五星及五星之上的长老 前往青云先殿开会 不一会后 恢弘无比的青云先殿之中 此时 全宗门的五星及五星之上的长老 都已全部赶到 五等拜见宗主 所有长老皆一口同声地恭敬开口 嗯 诸位入座吧 诸位之上 风轻扬扫视了一眼下方的所有长老后 抬手示意道 现在在场的所有长老 便是当前青云先宗的高端战力层 此刻都已到齐 一人不落 他们都恭敬地看向主位之上的风轻扬 甚至有不少长老谋中 都带着无尽的狂热之色 宗主刚游历回来 就要召开大会 那肯定是又有重大安排了 本宗今日召开宗门大会 是有两件事要宣布下去 第一 宗门建立镇法堂 广收仙界上重天强大的镇法师 由明兰先皇出任堂主 宗门建立炼体堂 广收强大的体修 由盘空蛮皇担任堂主 同时授予二位堂主七星长老荣誉勋章 风轻扬威严之音响彻大殿 闻言 坐在最前方的傅明兰和涅槃空 当即起身来拜谢 多谢宗主 大殿后方的所有长老在震惊过后 也连忙反应了过来 五等谨遵宗主之令 五等拜见二位堂主 这两位陌生的前辈 竟然一个是先皇巨拨 一个是蛮皇巨拨 死 宗门到底还有多少在外的前辈啊 对此 大部分的长老都已经麻木了 早已习惯了 可以说是 你永远确定不了宗门有多强大 因为每隔一段时间 总会有更加强大的宗门前辈 云游归来 本宗要宣布的第二件事 那就是 一个月之后 我清云先宗再次打开山门 开山收徒 说起来 时间是过得真快啊 好像一眨眼就过去了一样 距离上次清云宗的开山收徒 那还是再上次 已经过去了十多年的时间了 当时还是在荒武界的时候 上次开山的时候 因为安排问题有点小瑕疵 所以 开一番后打定了主意 无等谨遵宗主之令 开山收徒 宗主终于决定再次开山了 果然是大势一桩啊 要知道 自己清云宗现在的弟子 才看看十万多点 少得可怜 外界的 别说是先皇级势力 就单是先王级势力的宗门中的弟子 就何止千万 紧接着 封清阳便与众位长老 商讨起这次开山的具体安排 很快就拿定了主意 此次开山第一项和第二项 都跟第一次的一样 通过幻境天梯 便可成为清云杂役弟子 随后便进入第二项 九顶大道中测试天赋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如今的九顶大道中 在进入上重天之后 因为世界等级的原因 已经解开了很多限制 终生三项便可算仙界的天才 五项为仙界天骄 六项为绝世天骄 七项为盖世妖孽 八项者必成先尊 九项者乃先帝之姿 只要不妖者 则必成先帝 至于终生十项者 那未来不可估量 老样子 能够敲击三项者 只要修为符合 则可直接进入外门 能够敲击六项者 修为符合 直接进入内门 至于之后的核心弟子 序列弟子 或者是更高的宗门道子和神子 则需要另外敲定 另外 为了挑选更优秀的弟子 此次又新增了两条规则 通过大道中测误后 终生思想之上者 可选择继续挑战 静天试炼堂和弟子试炼塔 一个是挑战打败自己 一个是打败自己的执念与欲望 并可以看出挑战弟子的实力 好了 此次开山的规则 就这样定了 此次由内门大长老牧水仙 以及二长老罗晨 主持后续的两关 前两关由外门的长老叶白 以及本宗仙虫小白 和护宗神兽黑帝 校月银狼天九三兽主持 你们都先下去准备吧 待众长老领命告退后 风轻阳便打开了系统面板 主上 风轻阳 修为 先皇八重巅峰 天赋 诸天神体 宗门 清云宗 四级 宗门值 三百七十万 威望值 六亿 不错 不错 上次消耗一亿威望值抽奖之后 到现在 威望值又增加到六个小目标了 风轻阳看着系统面板上 那金光闪闪的数据后 满意地点了点头 现在一切都安排完毕 静等一个月之后的开山就好了 对了 上两次获得的东西 还没具现完呢 系统 把师众到台和物证到台 都具现了吧 风轻阳对着脑海中的系统传音道 这两个 一个是为了宗门镇法师准备的 一个是为了宗门体修准备的 当然 这个师众到台 即便不是体修 也是可以获益的 可以磨练修士的肉身 这两个巨线之后 即将要建立的宗门镇法堂和炼体堂 可以围绕着其建立 到时候 直接由这两个部门管辖即可 丁 师众到台巨线成功 物证到台巨线成功 与此同时 宗门中心区域的一片空地之上 磅礴无比的仙气席卷而来 随后两座灰红无比的建筑 巨线而出 两个建筑的牌匾之上 分别刻着师众到台 以及物证到台四个大字 这一幕 惊动了附近的弟子和长老 不过很快便有相应的长老 收到了风轻阳的传音 前来维持秩序 以及宣布事宜 原来如此 宗门这是 要建立镇法堂和炼体堂啊 嗯 祝愿咱们清云越来越好 全面开花 经过长老的宣布 现场的弟子们都明白了过来 就在这时 一名内门弟子急匆匆地跑了过来 边跑边喊道 你们快去宗门广场看看 据说要宣布一件大事了 宗门偌大无比的广场处 此时 不少收到风声的弟子已经赶来 他们都有序地在原地等待着 就在这时 广场上的一块巨大横幅之上 自动显现出一行字 一月之后 开山收徒 顿时全场弟子沸腾 太好了 咱们清云 终于要再次开山收徒了 师弟你是迫不及待的 想要撩心入门的师妹了吧 咳咳咳 师兄 你瞎说什么大实话 广场中央 一席外门服侍的李莹和赵金柱 也都露出了笑容 太好了呀 李兄 这下杂役弟子人就多了 赵兄 不是人就多了 是杂役弟子 终于有人了 希望杂役弟子们越来越好吧 毕竟咱们都是从那里出来的 论对杂役区域的感情深厚 宗门之中 李莹和赵金柱二人 那绝对排得上好 这次开山的前两条试炼规则 还是照旧啊 三想便可进入外门 想我吉尼泰美 当初只敲击了两想半 遗憾收场 这次不知道 还有没有和我一样倒霉的师弟 不少弟子 也是围绕着这次公布的试炼规则 讨论了起来 时间一晃 两日时间便过去了 这三日时间 天云道狱和紫语道狱的无数修士 全都震惊不已 先是半部先皇级势力 梦氏仙族 放出消息 臣服青云仙宗 后世同样半部先皇级势力的 天仲仙族 也随之放出 臣服先宗的消息 要知道 这两个势力 可不是寻常半部先皇级的势力啊 一个是尹氏的镇法世家 一个是尹氏的体修一脉 所以 这两个势力先后宣布 臣服青云 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势不可挡 简直势不可挡 本仙读书少 只会用势不可挡 来形容青云先宗了 是啊 尹氏的两个大势力 都宣布臣服先宗了 看这样子 先宗距离称尊盗狱 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时间一晃 又是一日时间过去了 这一日 一道消息全面传开 两大盗狱 几乎所有的修饰 全部被震动 青云先宗 威名赫赫 大名鼎鼎的青云先宗 要开山收徒了 来了吗 他真的来了吗 俺等这一日太久太久了 俺要去参与先宗的开山选吧 太久太久了 距离先宗出世 还没多久吧 你这瞎话 真是张口就 啊 哎呀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你就说 你去不去吧 既然先宗都发话了 那必须帮帮场子啊 不对 那必须去啊 同一时间 两大盗狱大部分的地方修饰 都在讨论先宗开山的事 可见如今青云先宗的威名之声 不过有无数人不解先宗放出去的消息 先宗放出的第一条消息 大家都明白 就是准备开山收徒 第二条 却令人一头雾水 百思不得其解 若想寻得五节身 须上青云先殿来 五节身是啥 能吃吗 你个废物 怎么就知道吃 那你说说是啥 本先也不知道 不过既然想不通 那就直接不想 反正第二道消息 和自己又无关 自己只知道 一个月之后 先宗开山收徒就够了 这是绝大多数修士心中的念头 但是有一人例外 当他无意间从路人口中 听到这道消息后 整个人如遭雷击 但是只一瞬就恢复了过来 若想寻得五节身 许上青云先殿来 青云先宗 五节剑身 怎么会在他们那里 不对 他们怎么会知道 本座在寻找丢失的五节剑身 是巧合 还是 天云到宇东部的 一座客栈房间之中 一袭白衣 阴气逼人的叶杰 震惊地开口道 自己甚至有理由怀疑 那日的遗见 便是故意给自己看的 目的就是为了引诱自己 前往他们青云先宗 再加上这次 他们特地放出的这句话 这就更可以了 青云先宗 这是个什么宗门 本座前世听都没听说过啊 不是本座的仇人 那他们 为什么要引诱本座去呢 叶杰仔细回忆了 一下他前世的仇家后 更加百思不得其解 不管了 如果他们想对本座不利 本座有的是手段 让他们后悔 虽然现在种种证据表明 青云先宗就是为了引诱他过去 但是为了那剩余的五节剑身 他又不得不去 一个月之后 开山收徒吗 那好 那本座就来闯一闯青云 看看你们到底 有何目的 至于自身的安全 叶杰有把握 就算得不到五节剑身 也能全身而退 别忘了 他前世可是无上先帝之尊 一些手段岂能少得了 同一时间 天云盗狱 以及紫语盗狱之中的 大多数势力 已经就这次的青云开山 开完了一场势力大会 小部分势力 打算作弊上官 大多数家族势力 决定派出自己族中的天骄前往 毕竟要是能进入青云先宗 那可真就是一步登天 直上青云了 一些散修天骄 也是同样如此 时间快速流逝 今日距离风青阳定下的 开山日期 已经只剩下三日时间 但是情况貌似出了一些变故 总之近些十日 两大道狱中的气氛 安静的有些诡异 天清仙海 青云先宗门庭处 小白和黑帝 正焦急的来回踱步 擦 情况不对啊 大哥 之前咱们青云宗 在荒芜界之时 宣布开山收徒的消息一出 那个玉天骄们 都是如意如簧的提前赶来 怎么放到修士天骄 更多的仙界 反而不一样了呢 如今 咱们青云在上重天的名号 不说一时无二 那也是风头正盛 威名赫赫的吧 黑帝看向门庭远处 那区区数十万修士 皱紧了眉头 什么 你感觉数十万人很多 拜托 你也不看看 这是哪里 这可是将于大道 无边无际的天语 仙界上重天 就单是天云和紫鱼 两大道狱的人口 就何止一亿亿亿万人 相比之下 数十万人真的很多吗 再有三天时间就要开山了 就来这点人 很合理吗 就是说呢 本寿也感觉有很大问题啊 擦 宗主让咱俩主持前面的两关 这特么是不是有人针对咱俩呢 小白猜测了一番 睁着狼眼说道 与此同时 清云先电 领主上 下面的人已经探查清楚了 是由那五大先皇势力 在其中搞鬼 他们联合在一起 向两大刀狱中的 所有大势力施压 那些大势力不敢不从 不但如此 他们还命令那些大势力 管控他们的小势力 不准让他们来参与 我们清云的开山收徒 不少散修天骄 也收到了风声 他们也都不敢轻举妄动 更过分的是 他们还派 他说到最后 语气加重了几分 其实他已经在刻意压制 自身的情绪了 在宗主面前 不适合表现出来而已 主要是这件事 实在太令人愤怒了 自己清云宗道上 重天来之后 第一次开山收徒 就遇到了这样的事 他们也不想想 触怒自己清云的后果吗 文言 主位之上的风轻阳 缓缓地睁开了冰冷的子眸 他面无表情 无悲无喜 外人一点都看不透他的心情 但是对上他那双 灵力冰冷的子眸 即便是修为 以真治先王境的黑袍男子 都忍不发出 连忙低下了头 五大先皇势力是吧 很好 既然你们要玩 那本宗就跟你们好好玩玩 本宗知道了 你下去吧 对了 通知下去 三日后的开山收徒 照常举行 风轻阳开口威严地说道 毕竟这次的开山收徒 只是目的其一 还有第二个重要的目的呢 先帝的转世身 五大先皇级势力的威胁 在他眼中 他们就如同小丑一般吧 丁 五大先皇势力 竟敢如此针对主上的青云宗 现在发布任务覆灭 收服五大势力的复线任务 完成可获得巨额奖励 祝 覆灭或收服都可完成任务 主上可凭心情决定 来任务了 那就更好玩了 紫语盗狱 紫云先宗的一处境地之中 受到恐怖的身影落座 我们这么做 会彻底娇恶青云先宗吗 笑话 娇恶又怎样 是他们先不把我们放在眼中的 我们派出去的先使 竟然都进不去他青云的门 那好 五大先皇势力的恐怖早已深入人心 每一个都有绝对的统治力 更别说他们联合在一起发难了 当然 他们这么做也有别的目的 那就是打压青云先宗 青云先宗的势头太迅猛了 他们担心 如果再这样下去 青云迟早会称遵两大道遇 所以不得不联合起来出手了 时间流逝 一转眼便是三日之后 今日 天清仙海 青云先宗绝对是两大道遇之中 无数修饰瞩目的焦点 只因威名赫赫的青云先宗 今日开山收徒了 但是时局依然很微妙 等候在青云先宗门庭外的修饰天骄 只有区区数百万 想要前来 却又不敢来的无数修饰 以及无数大势力 全都敢怒不敢言 青云先宗 恢弘无比的门庭外 小白 黑帝 护宗神兽天九 外门长老叶白 一人三兽等候在此 叶长老 时间差不多了 你来宣布吧 小白抬头看了一眼 虚空之上烈日当空 于是便开口道 闻言 一袭外门长老服侍的叶白 点了点头 随后便向前走去 他面向门庭下方的 数百万修饰天骄 微微调动气息 居高临下的开口 本座乃青云先宗 外门长老叶白 接下来有本长老 宣布一下考核规则 考核分为基础关两关 进阶关两关 只要通过基础关第一关 便能成为我青云杂役弟子 第二关为天赋测试关卡 终生三响者 秀为达到地先进 可直接进入外门 终生六响者 秀为达到地先六重 可直接进入内门 成为内门弟子 至于后面的进阶关卡 通过前两关者可以选 什么 咱们青云看门的 都是先王 弟子也都是先王 长老都是先尊 宗主都先帝了 卧槽 可为啥俺才天仙境啊 不是 你们听俺说 俺真不是混进来的 第一批修士 刚刚踏上幻境天梯 便有一名修士慌张的 胡言乱语道 很显然是被幻境迷惑了 闻言 门停外 小白三寿对视了一眼 笑月银王添酒 猜得真准 不过本座是宗主清风的 护宗神兽 而不是看门的 小白 看门的都是先王 弟子也都是先王 那俺这个金仙巅峰算什么 嘿弟 那个俺才金仙巅峰 卧槽 师姐 我不是姐仙子 你听我狡辩 俺真不是故意 偷看你洗澡的 俺是有意的 不对不对 不要 啊 幻境天梯上 一名青年修士 刚刚向上迈了三步 便面红耳赤 胡言乱语了起来 他身后一面像猥琐的胖子 更是离谱 师兄 你不要这样 突然话锋一转 不 你就要这样 来快活呀 啊 咦 健壮 不远处等待的修士 都露出了鄙夷的目光 还好这人被筛选出来了 要不然入宗后 要是跟他分到一个房间 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很快 第一批的大部分修士 都被传送了下来 只剩下一小部分 还在苦苦支撑 第二批考核的修士 已经全部来到了幻境天梯前 在有了第一批考核失败者的教训后 他们也做好了一番心理准备 有七八个修士 则直接放弃了考核 原因 只能说懂得都懂好吧 唐兄 今天咱们宗门正式开商考核 怎么来的人这么少啊 你不知道吗 孟兄 这是五大势力搞的鬼 靠 原来是他们 俺真想一巴掌 送他们去见他们的太太太祖 仲修士后方 一面色清秀的青年 和一袭白衣十分壮硕的青年 刚刚飞山来不久 便开口交谈了起来 二人正是唐昼和孟凡 唐兄 虽说我们已经是青云杂役弟子了 但是你说我们 要不要去挑战一下 孟凡饶有兴趣的捏了捏拳头 好啊 就当走一遍流程了 就趁这个机会 好好检测一下咱们的天赋和实力吧 至于怕万一过不了关 笑话 随着时间流逝 现在将近一半的天交修士 都已考核完毕 其中有十万人 闯过了第一关的换聚天梯 已经在宗门恢宏的门庭处等候 虽然成败比例还是很大 但是已经比在荒舞界的那两次 开山好太多了 尤其是第二次开山 那考核的人数足有万一之巨 然而 通过第一关的才有那点人 由此便可以看出 上重天大多青年修士的出众之处 就在这时 一名鹰气逼人 气质却又沉稳无比的白衣青年 来到了幻境天梯之前 这天梯看样子还不错 幻境是吧 不过土鸡娃狗 说吧 他便悠闲地踏上了幻境天梯之上 与此同时 青云仙殿 主位之上的风轻养猛地 睁开了双眸 他终于来了 丁 检测到剩余的二节健身 请主上 镜头拉到幻境天梯这边 此时天梯之上 有三个青年 十分吸引全场修士注意 他们在上面 宛若如履平地地慢悠悠地走着 丝毫没有停留 和露出过吃力的神情 这三位天骄是什么来头 竟然如此恐怖 不知道啊 他们到底是谁 别这么离谱啊 拜托 他们深知这天梯的恐怖之处 那层出不穷的幻境 让你防不胜防 可你们三个倒好 别人是来闯关的 你们是来散步的 堂兄 后边那个青年有点意思啊 绝对不简单 一边向上走 孟凡一边开口道 确实 我看不透他 他那双眼睛 太深邃了 半日后 此时 开山第一关考核已经结束 数百万修士天骄 已经全部测试完毕 有十一万修士 成功通过了第一关幻境天梯 不管后面如何 此时此刻 他们已经全部成为了青云弟子 至于该在哪一门修炼 那就要看接下来的第二关了 恢红无比的门庭外 恭喜你们通过了第一关 现在你们已经是我青云宗的弟子了 接下来 本长老带你们入宗考核第二关 进行天赋测试 长老叶白说罢 便转身向宗门之中走去 黑帝三兽 则留在现场 继续看守大门 不对 是守护宗门 那些通过第一关的天骄 则激动不已 他们现在已经是 威名赫赫的青云先宗弟子了 要是一会能在第二关 有个好成绩出来 那直接起大飞了就 然后视野豁然开朗 身体感到异常舒服 浑身上下的全部毛孔 都逐步打开 仙气 浓郁至极的精纯仙气 磅礴无比的仙气 浓郁到话语的仙气 这是所有人脑海中的第一想法 即便是乃七劫先帝 转世之身的叶杰 都诧异了起来 夏二玉 怎么会有仙气如此浓郁的宝地 这种地方 就算放在上重天 也不多见啊 本座真是对这个青云先宗 越来越感兴趣了 叶杰心中暗暗想到 同时他还一边走一边 观察了起来宗门之中的环境 他现在还不敢放开神识感知 因为这样只会暴露自己 青云先电视吧 武杰健身 等我 对此 走在最前方的孟凡和唐咒 也都是震惊不已 此处仙气的浓郁程度 是自己家族的数十倍不止 随之而来的便是无尽的星系 尤其是唐咒 要知道他们天中仙族 可是正法世家 而布阵和炼阵 都需要磅礴的仙气辅助 不一会 他们十多万人 便来到了宗门广阔无边的广场处 广场外围 也有不少老弟子赶来围观 这一次招收的弟子好少啊 是啊 听长老说 这都是五大先皇势力搞的鬼 奈奈的 一定要干死他们 你们说 这次得有多少天赋一禀的师弟师妹们 不知道 不过倒是有几个颜值 不在我之下的师弟 宗门广场中心处 九鼎大道中处立在此 大道中 周身一股玄妙的道运流转 神意无比 此乃第二关测试 你们天赋之物 九鼎大道中 你们每个人过来敲击一下 终生三想便可称为天才 只要你的修为同时达到地先进 便可进入外门 五想可称之为天骄 六想为绝世天骄 六想者修为根上便可进入内门 七想为盖世妖孽 八想不妖折必成先尊 九想必为先帝 至于十想 连本长老都不得知 叶白 宗主也没告诉俺啊 他寻寻善幼地讲完详细的规则后 便退至一旁 并开口示意考核者排好队 依此前来测试 八想不妖折必为先尊 九想必为先帝 所有考核者都被这一句震撼到了 要知道 在浩瀚无垠的天云河 子羽两欲 最高修为才不过是先皇巨拨 先尊 先帝这种传说级人物 只有在那神秘强大的上三欲才有 可想而知 这句话对他们的震撼 于是他们便跃跃预示起来 很快便排好队 依此上前敲击测试 排在队伍靠后的夜节 更加好奇了起来 八想为先尊 九想必先帝 那本座这个前世先帝巅峰 差一点便突破到更高境界的 能敲多少响 这样说起来 还有点小期待呢 广场外围围观的那些老弟子 也全都拭目以待 他们也想要看看 宗门这一次的开山收徒 能出现几个天赋绝顶的天骄 我经历太美打赌 这次肯定有和俺一样 倒霉的师弟或者师妹 你们看着吧 要是没有 我直接替你们洗两天 办的臭袜子行不行 一袭内门弟子服侍的青年 拍了拍胸脯自信道 那好 咱们一言为定 天赋测试已经开始 考核者有序地走上前敲击着 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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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终生一想的 有终生二想的 终生三想的不是很多 这也很正常 毕竟终生三想者 即便放在上重天 也能成为天才了 可想而知 其稀有程度 见状 不少后面排队的考核者 心情也凝重了起来 想要敲击三想 看来难度很大 不过很快 他们就释然了 不能直接进入外门也没啥 毕竟是自己天赋的原因 那就进入杂役之中 刻苦修炼 争取早日 深入外门 孟凡和唐咒 他们两个一先一后地排着 队伍很快便排到了他们 轮到孟凡之后 他再次捏了捏拳头 丢下一句话后 就大步地走上前 唐兄 俺先去试试水去 孟凡来到九顶大道中前 尝呼了一口气后 再没有丝毫犹豫 一拳狠狠地 轰在大道九顶中上 大道中瞬间爆发出了 璀璨的光芒 并且不同于前面测试者 敲击后涌出的道运 一股磅礴的气血之力 从中上涌出 随后浑厚无比的钟声响彻而出 咚 咚 成号九 一时间 广场之上所有人都沉默了 包括外门长老叶白 以及外围的那些老弟子们 卧槽 我没听错吧 钟声响了就响 钟声久响 则必成先帝 此人有先帝之姿 孟凡本人则是惊讶了一番后 摸了摸头 向长老叶白问道 长老这就完事了吧 完 完事了 下一个来吧 叶白点了点头 对此 他心中也是无比惊讶的 九想之姿 没想到 这次前来考核的人虽然熟 但真是卧虎藏龙啊 孟凡退向一边后 紧接着唐咒也上前来 对于兄弟孟凡的天赋 唐咒是十分认可的 他可是体修 并且还拥有斗战先体 成长起来后 只手打抱三千先尊 那都不在话下 呼 来到九鼎中前 唐咒也是先深呼了一口气 随后便一掌记在大道中上 咚咚 成号九 大道中再次爆发出璀璨的光芒 磅礴的道运直冲云霄 一连九声浑厚无比的钟声 响彻天地 一时间 宗门广场处再次鸦雀无声 又一个钟声九响 先帝之姿 长老叶白都有点怀疑人生了 今天这是怎么了 太疯狂了吧 连着出两个九响先帝之姿的弟子 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 叶白开口问道 长老 我叫唐咒 那个是我好兄弟 孟凡 唐咒恭敬的开口说道 自己虽为先帝之姿 但是没成长起来就等于零 眼前这人 可是自己宗门外门长老 先王敬的无上大脑 嗯 本长老知道了 你们两个去一旁等候吧 这时 一旁孟凡开口问 对了 长老 那俺们这九响先帝之姿 是什么门的弟子 只要不夭折 必为先帝 自己两人天赋是够了 但是要想突破到先帝境 还需要海量的修炼资源 这就得靠宗门的培养了 当然 想要让宗门大力培养 那就得让宗门 看到自己的价值 九响 嗯 还是杂役弟子 你们两个的修为还不够 只要等修为上来 便能一路畅通的噤声 等等 这句话 怎么还有点耳熟呢 哦对了 宁言序列刚刚入宗内会 也问过自己这样的问题 宁言 长老 八响是什么门的弟子 叶白 八响 嗯 还是外门 两个九响先帝之姿 即便是后面排队的叶杰 都为之一阵 道阵先帖 斗战先帖 难怪这二人能敲击出恐怖的九响了 他们身怀这两大旷式体制 只要不陨落 倒是真有很大的可能 冲击先帝境 想到这 叶杰也罕见地期待了起来 九响就是先帝之姿了 那自己能敲击出多少响了 九响 还是更高呢 这一小插曲过后 天赋测试继续进行 不过有了前面的两个九响在 后面尽管有天骄敲击出六响 都显得苍白无力 很快 便测完了一大半的测试者 只剩下一小部分还在继续 其中一二响者居多 三响有两千人 四响一千人 五响人数骤降只有不到二十人 六响者更少只有区区三人 对此结果 长老叶白还算满意 毕竟这次来参加的人数太少了 能挑选出这点弟子来 已经很不容易了 更别说 还有两个大黑马呢 两个九响先帝之姿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只招收这二人 便胜过数百万前来参加考核的天骄 广场外围处 一些老弟子还在围观着 内门弟子基尼泰美 更是瞪大眼睛 仔细地盯着广场上 重测试者的一举一动 我还就不信了 就没有和我一样倒霉的 此时 九鼎大道中前 一个长相英气逼人 气质却老气横秋的青年 走到了大道中前 他这一举动 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这个青年在第一关 也是宛若如履平地一般 跟他一样的唐 师兄跟孟师兄 可都测出了九响的天赋 不知道这个青年 能敲击出多少响来 总之肯定不会差 一旁的孟凡跟唐咒 也将目光放到了 大道中前那神秘的青年身上 他们两个对着青年的天赋 也是十分好奇 大道中前的夜节 可不管他们怎么想 他快速地出掌 一掌便重重地轰击在大道中上 碰 大道中受力之后 只是颤抖了一下 却并没有响声传来 嗯 这是怎么回事 没反应 我擦 俺的天赋只有半响之姿 没想到 还有比较更差的 这不应该啊 唐咒和孟凡 全都露出了不解之色 这个神秘青年第一关 都看不透此人 你跟我说他没有天赋 这不扯呢吗 然而面对这一幕 夜节丝毫不慌 依旧稳如老狗 果不其然 很快三夕时间一过 他前方的大道中 便剧烈地颤抖了起来 随后便爆发出了耀眼的金光 天地都宛如被染为了金色 磅礴无比的仙气 顷刻间汇聚而来 无数条恐怖的大道 都欢快地出现在 青云宗苍穹之上 咚 陈昊石 整整十道沉重的钟声 在天地之间响彻开来 一时间 两大道狱之中的无数修士 全被惊动 卧槽 这是什么声响 钟声 好像是钟声 一共响了十声 这到底是 闹出的这么大的动静 你说有没有可能是 别忘了 今天是什么日子 今天可是青云先宗 开山收徒的日子 此时青云宗这边 宗门内的不少弟子和长老们 都被惊动了 大道中识响 不得了啊 不得了啊 是啊 这次开山来的修士 天骄虽然少 但是也太猛了 两个九想的先帝之姿 就已经够吓人了 这怎么还有一个 十想之姿的 九想之姿者 只要不夭折 必为先帝 十想之姿者 未来则不可估量 必定在先帝之上 与此同时 恢弘无比的青云先殿之中 有趣 太有趣了 没想到这七节先帝 哦不 是七节先帝的转世身夜节 竟然还给了自己一个惊喜 十想之姿 未来必定在先帝之上 风轻阳收回了神念 喃喃自语道 丁 十想之姿的天骄出现 主上可以将其收入 宗门之中培养 说不定 他就是未来青云的道子 脑海中系统的机器声响起 大家看好了哈 是系统鼓励自己招收的 那自己接下来的操作 可就不算忽悠了 想到这 风轻阳用神念 给长老叶白发出一道传音 宗门广场处 收到传音的叶白点了点头 随后 他便扫视了一眼 广场上的所有考核者 他们基本上 还处于震惊之中 终生十想代表着什么 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结果也还算在叶结的意料之中 毕竟他前世 都是先帝巅峰了 只不过在冲击 更高境界之时陨落了 这一世有了前一世的丰厚经验 稳稳成功不敢说 但是怎么也不会 比前一世差才对 他有这个自信 紧接着天赋考核继续 叶结之后 还排着大概一千多号测试者 他们一一上前进行考核测试 很快便全部测试完 一响弟子有五百个 二响弟子四百个 三响弟子一百个 至此 第二关天赋考核落下帷幕 三响的弟子两千一百人 四响的弟子有一千人 五响二十人 六响三人 九响二人 十响一人 别的全为一二响的 值得一提的是 三响集之上的弟子 除了唐咒和孟凡二人外 其余的修为全部达标 也就是说 有三千一百二十弟子进入外门 三人进入内门 另外由于出现了不少变故 可自由挑战的后二关宣布取消 本长老宣布 第二关天赋考核测试完毕 接下来 你们便跟着自己所在门的长老入门就好 长老叶白开口宣布道 随着叶白的话音落下 广场外围观的老弟们也随之散去 只有一人还留在原地 久久不愿离去 为什么倒霉的 只有我一人 广场这边前来接人的杂役 外门 以及内门长老都已赶来 随后 他们便带着自己门的弟子们离去 宗门广场之上 一下子走了十万多弟子 显得更加空旷 现场只留下了长老叶白 唐咒和孟凡 以及叶杰四人 长老 其实我们两个都是杂役弟子 唐咒还想说什么 叶白便直接开口道 你们两个的事 宗主已经告知我了 不必多说 宗主要见你们三个 你们跟本长老来吧 很快 叶白便带着他们三个 来到了青云仙殿门前 青云仙殿 叶杰打亮了一眼 恢弘无比的仙殿之上挂着的牌匾 脑海中再次浮现出那句话 若想寻得五劫身 须上青云仙殿来 五劫健身 本座来了 今天不管如何 都要把你寻回来 叶杰眸中充满了坚定之色 同时暗中运转修为 叶白停下身来 转过头开口道 好了 你们三个进去吧 说吧 他还略有深意地看了叶杰一眼 三人来到仙殿中后 一眼便看到了 坐在主位之上的身影 弟子拜见宗主 三人一口同声道 唐咒和孟凡是早就见过风青羊的 倒是不太紧张 叶杰一眼看过去后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头上细汗直冒 瞳孔也猛的一缩 丁 以阻断窥探者的神识 叶杰 境界 惊仙三重 隐藏修为大罗八重 天父 天臣道体 上三遇七杰先帝的转世身 七杰先帝 修炼万万载为正道 一朝七杰见正一心 孟凡 唐咒 是吧 大道中九想之姿非常不错 努力修炼未来必成先帝 不 先帝也不过是刚开始罢了 风青羊威严之音传下 唐咒和孟凡文言再次一同拱手 谨遵宗主之令 宗主太霸气了 先帝那种传说巨播 在他眼中也不过是开始 这句话也令夜节震惊不已 但他的震惊又与唐咒二人不同 他可是知道不少玄秘的 先帝之后确实还有境界 还有更广阔的天帝 但要说先帝也只不过是刚开始 会不会有点 但是再联想到刚刚看到的恐怖画面 一个念头浮上他的心头 难道这个清云之主 知道后面的境界 虽说天赋一禀 但是你们二人的修为还没跟上 就按刚开始说好的来吧 先入杂役地子修行 无规矩不成方圆 规矩可不可乱 君不见就连自己的清传 都是从外门弟子做起的 等你们修为上来之后 便可一路晋升 宗门中有时间流速 一比五千的时空到台 你们修行的速度会很快的 一比五千的时间流速 唐咒 孟凡 夜节 嗯 一比五千的时间流速 这也太离谱了吧 唐咒和孟凡二人 对此想都不敢想 夜节前世虽为巅峰先帝 但是也没有见过 如此离谱的时空先宝啊 简单说了几句 风轻阳便让唐咒二人离去了 带他们走后 风轻阳将目光落在了夜节身上 他紫色妖异的同眸 对上了夜节深邃无比的双眸 本宗等候你多时了 七节先帝 虽然夜节心中有不少经意和猜测 但他还是有不少把握的 然风轻阳这句话一脱口 他彻底不淡定了 你到底是谁 自己确定 以及肯定 自己前世绝对不认识这个清云之主 那他是怎么认出自己的转世身来的 本宗就是本宗 清云先宗之主 世间万物 大千咒语 就没有本宗不知之事 不知之物 不知之人 主位之上 风轻阳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不对 是威严的开口道 若而 夜节再次瞳孔猛缩 心中大震 世间万物 大千咒语 难道他来自天与大世界之外 那不知先主引我来此有何事 我的五节剑身在先主你那里吧 夜节现在也不想其他的了 他只想搞清楚对方的目的 至于抢夺五节剑身离开 那估计是痴心妄想了 这么紧张干嘛 本宗又不会对你怎么样 毕竟你通过了宗门考核 现在已经算是我清云弟子了 风轻阳从主位之上站起身来 笑着开口道 本宗问你 你想不想弥补前世的遗憾 想不想重回巅峰 哦不 是远超前世的巅峰 亲眼目睹一番 天与大世界外更广阔的天地 古老的星空外舞蹈龙拉关 浩瀚的宇宙里 一抚劈开一座大世界的远古大神 天外天之中诸神并起 道祖灵力的超级大世界 风轻阳一字一句地开口说道 还好 自己在穿越来之前看过不少小说 这种话 那是张口就来 别管有目有 先镇住这个七杰先帝再说 效果十分明显 不幸你看下方夜杰的神情 大殿之中 夜杰面露震惊的神情 同谋缘争 道龙拉关 一抚劈开一座大世界的远古大神 诸神并起 道祖灵力的超级大世界 天与大世界外 果然无比精彩啊 夜杰心中震惊道 这么看来 清云先主说的 先帝也不过是刚刚开始 都是真的 不过 先主是什么意思 难道 如果你想的话 机会现在 就摆在你面前 加入我清云先宗 俯瞰诸天万剑 风轻阳说罢 心念一动 五节剑身 便从他的空间法宝之中 飞升而出 瞬间 夜杰空间法宝之中的 二节剑身 感受到熟悉的气息 开始剧烈地抖动了起来 夜杰犹豫了一瞬后 便打开了空间仙宝 二节剑身同样飞升而出 向大殿虚空上的 五节剑身而去 砰的一声 两个剑身 直接合并在了一起 无尽的仙光 顿时闪耀而出 深紫色的三尺清风 完美无比 先帝皆配剑 七节先剑 在风轻阳二人 眼前呈现而出 他的气息 虽然远没有恢复到 昔日巅峰水平 但是依旧恐怖无比 只能说是 不愧是七节先节 昔日七节剑出 万足俯首 一剑开天 七节先剑合并完后 便向下方的夜杰 飞升而去 欢快地围绕着夜杰 转去了圈圈 夜杰看到 完好如初的老朋友 也是十分开心 他谋入回忆之色 曾经他就是 手持老朋友七节先剑 在白隔蒸馏的上三玉 一起杀出了一条血路 登顶无上先帝 这一幕风轻阳 都看在眼里 他并没有出手 收回完整的七节先剑 他有自己的打算 这下也算是物归原主了 他只有在你手里 才能发挥最大的威力 不过是 一柄先帝配剑吗 反正系统那有的是 自己这么做得到的 可不比只得到 一柄先帝配剑手 先帝自己也要 有句话说得好 免费的是最贵的 道理亦然 有时候放弃 可不代表真的失去 夜杰文言 先是愣了几息 随后他一把 收回了配剑 恭敬地拱手道 夜杰拜见宗主 宗主都做到这般了 自己也不能不识抬举 再说了 加入青云绝对不亏 宗主如此神秘且强大 自己加入青云 未来必定能超越前世 弥补前世的遗憾 嗯 风轻扬满意地点了点头 一切竟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先帝跑不了的 快到碗里 到宗门里来 你现在是大罗巴重天是吧 天赋够 修为够 值得宗门重点培养 但是你出来宗门 倒是不好直接安排高位 这样吧 只要你在三日之内 通过宗门弟子试炼塔 宗门静天试炼堂 那本宗就立你 为我青云宗道子 先帝入宗 终生实想 青云先宗道子 非他莫属 道子在宗门序列之上 地位等同于序列大长老 乃每一个宗门 和势力重点培养的核心 宗门弟子的一大门面 三日之内通关 这对先帝的 转世身叶杰来说 绝对没问题 请 尊宗主之令 叶杰眼神坚定 拱手开口 宗门道子 虽然自己不知道 试炼塔和静天试炼堂 是怎么样的 但是自己一定要通过 能成为宗门道子 那自己超越前世的进度 绝对会快上不少 嗯 你下去准备吧 会有长老 带你先熟悉宗门的 叶杰文言拱手一礼后 便退出了大殿 七节先见 和七节先帝的事搞定了 不过此次开山招收的弟子 实在是太少了 这还要多谢五大势力呢 等着吧 本宗一定会好好谢谢你们的 封清阳不怒自威道 主上 封清阳 修为 先皇进八重 清云宗 宗主清传 四人 宗门神子 零 宗门道子 零 序列弟子 四人 核心弟子 七人 内门弟子 三万人一千人 外门弟子 八万三千人 杂役弟子 十万六千八百七十人 当前主线任务 称尊天云道玉 当前复线任务 覆灭收服五大势力 覆灭子羽墨家 根据数据来看 现在各门长老的实力 基本都够用了 弟子的整体实力依旧很弱 没办法 毕竟他们修行的时间 还是太短了 即便有时空到台 那等逆天之宝 再也不是短时间内 可以搞定的 要知道 大地之上最初期的仙境 那动辄都是 数千万年起步的时间 慢慢来吧 一口吃不成大胖子 但是主线任务 和副线任务 不可耽搁 等立完了道子 也该准备收拾他们了 另一边 叶杰离开青云仙殿后 收到指令的外门 大长老叶白 便带他前往了一处 环境优美 装饰细腻的房间 此房间位于宗门核心区域 距离十号几人 居住的房间不远 不过几十里之遥 仙气比宗门大部分的地方 都浓郁许多 这里以后就是你的房间了 等三日之后 你的宗服和宗门令牌 会有专人送来 房间外长老叶白 对着叶杰说道 能住在这里 看来宗主十分看好叶小友啊 这么说来 三日之后的事 应该是板上钉钉了 我清云宗第一任道子 终于要立下了 叶杰文言点了点头 这里的环境 和仙气的浓郁度 不比自己前世居住的差 随后 叶白又带着叶杰 在宗门之中转了转 熟悉了一下宗门之中的环境 这座塔便是弟子试炼塔了 外门区域之中 叶白指着前方高耸路云的古塔开口道 弟子试炼塔有一千层之高 层层机关遍布 幻境迷新 弟子试炼塔在宗门升级为四级之后 再次随之升级 层数也增加到了一千层之高 因为升级时间不久的缘故 所以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弟子通权关 弟子试炼塔外 此时围满了不少弟子 大长老怎么来了 他旁边那个青年是谁 这你都不知道 这就是那个终生识想的天骄 卧槽 原来就是此人啊 终生识想 天赋逆天啊 当众弟子见到向这边走来的 长老叶白和叶杰之后 纷纷窃窃私语起来 试炼排行榜之上 一百个弟子榜上有名 第一名 宗主清传十号八百层 第二名 宗主清传林白 七百九十九层 第三名 宗门序列云蓝 七百五十层 宗主清传十号 第一名也不过八百层吗 叶杰看着榜上的排名 心中疑惑道 看来 自己要想三天之内 通过磁塔 和那个静天试炼堂 还是有一点难度的 就在这时 两道身着青传弟子服饰的身影 有说有笑的 从试炼塔中走出 大师兄 那七百九十九层 也太难闯了 那个人面之珠太过狡猾 他竟然吐丝 我这哥也不是 不哥也不是 对了师兄 你闯到了八百关事吧 那你是怎么 难道是哥以勇之 哥个屁 他吐死了什么 你躲开点不就行了 非要以棍皆撕 说话的二人 正是林白和十号 他们出来后 正好迎面 碰上了叶白跟叶杰 石清传 林清传 叶白率先打起了招呼 十号文言脚步一顿 开口问 叶长老 好巧啊 你怎么来这里了 随后他便注意到了 站在叶白身旁的青年 嗯 自己竟然看不透此人 十号心中微动 听说此次开山考核 出了一个实想的天骄 难道就是这个青年 殊不知 当叶杰见到前方的十号之后 他心中同样泛起了波澜 石清传 此人就是十号 不过他为什么这么眼熟 很像本座的一个故人 这是巧合还是 石清传 宗主让我带叶小友 熟悉一下宗门环境 十号文言点了点头后 便和林白离去了 大师兄 你是不是认识那青年 他为啥一直盯着你看呢 不认识 我也感觉很奇怪呢 我知道了 肯定是看大师兄你长得帅 他 十号 师弟 这个青年不简单 我估计 他就是那个终生识想的天骄 压力感瞬间满满 走吧 我们去时空道台接着修炼去 这一边 叶杰已经进入了试炼塔之中 开始了挑战 不少弟子见状继续选择围观 他们也好奇 这个识想之字的青年 能闯过多少关 你们说他能不能杀入榜单之中 我感觉希望不大呀 毕竟他是第一次闯关 卧槽 你快看 试炼塔一百层的灯亮了 这么快 那么猛 抱歉 我承认刚刚说话有点太大声 我收回 要知道 要都没这么猛啊 然而 让众弟子惊掉下巴的事 还在继续 二百层 三百层 四百层 五百层 短短一回时间 叶杰一口气冲到了五百层之高 也就到五百层他闯关的速度 才放慢了一点 这已经够吓人了 榜单上的排名也随之更换 试炼排行榜第三十名 叶杰 此时塔外围观的弟子越聚越多 他们都想亲眼见证一下传奇的诞生 这人也太猛了吧 这么回功夫 就冲到了五百多关了 他不会想第一次闯关 就直接通关吧 不少弟子被震惊地张大了嘴巴 叶杰的闯关还在继续 从六百层开始 他的闯关速度又开始快了起来 试炼塔之中 叶杰一拳破碎一个幻境 一脚踩碎一层的阻拦者 简直势不可挡 时间流逝 傍晚很快就来临了 落日的余晖 撒在高耸的试炼塔之上 一眼看过去塔身 仿佛披上了一层暗金色的外衣 试炼塔外 人声鼎沸 围关的弟子到现在都还没有散去 并且人数也多了很多 999层 999层 他真的做到了 我弟妈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第一次闯关 就干到了999层 这是狠人啊 我服了 真服了 叶师兄也太牛逼了 不少弟子震惊地大声开口道 试炼塔999层灯光亮起 试炼排行榜单之上 那最显眼的大名 试炼排行榜第一 叶杰999层 都在诉说着 叶杰只差一层之高就能通全关 成为试炼塔第一人 又上了 又上了 一千层 叶师兄进入一千层了 就在这时 人群中响起一道惊呼声 弟子试炼塔之中 最顶层 一道刺眼的白光闪过后 叶杰缓缓地睁开了双眸 当他看到所处的环境之后 大脑直接荡击了几席 本座怎么会在这里 吴不是进入了试炼塔最顶层了吗 头顶是蔚蓝色的天空 大片的五彩祥云 周围的环境也是十分优美 各种奇珍异草 鲜花鲜树竞相生长 本座怎么又来到这里了 叶杰疑惑地开口道 袁道牙正是前一世他渡截之地 也就是他陨落之地 等等 本座的修为 叶杰这时感受到了 他体内所蕴含的庞大能量 随即他心念一动 恐怖的修为便运转开来 先帝专属的混沌之力 瞬间席卷天地 恐怖的神识 笼罩全部三大上道狱 这一刻他就是天地中心 万物生灵 先界所有大道都被踩在脚下 先帝巅峰 熟悉的力量 本座的力量又回来了 叶杰处立在虚空之上 磅礴的混沌之力流转全身 背后无尽仙云 汇聚成一座地椅 恐怖的气息震撼的苍穹都在颤抖 这就是试炼塔一千层的幻境吗 既然如此真实 既然如此 那本座就再战一次 这一次 无七杰先帝一定要赢 七杰先剑 叶杰大吼一声 完整的七杰剑便飞升而出 此时的七杰先剑 已经完全恢复到巅峰状态 七杰剑身 每一杰都散发出恐怖的剑道之力 先帝皆先剑的威力 展露无遗 一切准备完成 他和上一次一样 开始渡劫 调集全身的混沌之力 猛攻那一层无形的屏障 屏障很好击碎 最难的就是得渡过 那恐怖的雷杰 只有渡过去了 那才算进阶成功 轰隆隆 随着夜节的开始 苍穹之上无尽的黑色节云 瞬间形成 恐怖的雷鸣之音 隆隆作响 与此同时 天羽大世界 上重天 上三玉 无数沉睡的大能 瞬间睁开了双眸 是那位的气息 这怎么可能 那位不是在允仙道劫这中陨落了吗 这不可能 允仙道劫 允仙道劫在线了 难道是那位凭借伟力 是时空重塑了 或者说本尊就是在做梦 卧槽 你这老不死的 打老夫干什么 你想知道 你在不在做梦 你肯定打你自己啊 另一边 上三玉九天道玉边界处 一身披缩衣 嘴里叼着一根小草 哪个小娃娃在杜劫 吵到老夫睡觉了 嗯 今儿这个劫不一巴 又有小娃娃要跳出此界了 不对劲 十分里有十二分不对劲 这个劫貌似 是有一股奇特的能量形成的 老者起身抖了抖身上的缩衣 自言自语地开口 罢了 罢了 老夫逍遥惯了 还是不探究了 这个天羽大世界也游历完了 下一个世界走起 老者说吧 身形一晃便消失在原地 叶劫不知道的是他这一次试炼杜劫 在上三玉真实发生了 还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当然他知道也不能怎么样 他现在正在忙着和天杰干呢 九天盗狱 原道牙 苍穹之上 黑压压的劫海之中 一道身影正守持仙剑 在奋力与恐怖的雷劫搏动 一道道恐怖的允仙 道劫不断地向那道身影劈去 要知道 这可是禁忌劫雷 光是气息便足以震杀一尊仙尊巨拨 可想而知 其的恐怖之处 但每一道劫雷 都被那个身影挡住 七劫剑绝 夜节目光冰冷 手中七劫仙剑 爆发出璀璨的七色仙光 磅礴的剑气 向上空的劫云刺去 哄 一击之下 大半片苍穹的劫云都被刺穿 被遮掩的日光 重新照耀大地 然而 不等夜节喘气 很快黑压压的劫云 便重新凝聚而来 并且 这一次劫云的力量更加强大 轰隆隆 一道比他整个人 还粗得允仙道劫 狠狠劈下 见状 夜节的心狠狠一颤 上一世的场景 一下子粒粒在线 上一世便是这时 自己的七劫剑 为自己抵挡了雷杰 结果呗 嗯 不 不要 就在那道又粗又长的雷杰 要劈下来之时 夜节惊恐地发现 他手中的七劫剑 竟然不受自己控制了 七劫仙剑 直接脱手 而出一燃像 那道雷杰飞身而去 哄 他们两个接触的一瞬间 雷杰瞬间消散 七劫仙剑也被轰碎 一分为二 一个为五劫身 一个二劫身 跌落下 消失在天边 这一时间 天地都安静了 不 哈哈 夜节的神情 不知怎低从绝望 一下子转变了 一千层的幻境 也不过如此 想要通过 本作前世的痛处 来击败本作吗 那你也太小瞧本作了 本作的心境 早已坚不可摧 七劫剑 夜节一声令下 完整的七劫剑 便出现在他的手上 陪你玩够了 也该了结你了 七劫灭世 夜节直接开大 无尽的混沌之力 向七劫仙剑涌去 随后他毫不犹豫地 挥剑斩出 一道恐怖的剑气 瞬间斩破苍穹 这一剑之下 密集的 劫云瞬间破碎 苍穹之上 裂开了一道 很深的口子 五彩斑斓的仙光 从其中射出 照射在夜节身上 沐浴在这仙光之中 夜节只感觉 浑身都很舒服 整个人仿佛要 升华了一般 我这是要突破了 这就是先帝之后的境界吗 不对 这不是幻境吗 这怎么会 夜节一个机灵 搜一下 就反应了过来 也就在这一瞬间 他眼前的景象 开始模糊 等他再次睁开双眸后 就发现 他已经置身 施炼塔一千层之中了 果然都是幻想吗 可是 刚才的感觉 又那么真实 分不清 本座真的分不清了 施炼塔之外 随着一千层的灯光亮起 在这里围观的弟子们之中 立刻爆发出 一阵高昂的呼声 悟悟悟草了 一千层 一千层破了 夜师兄通关了 服了 暗示服了 不到一天的时间 夜师兄就通关了 难道夜师兄 是先帝转世 不对 即便是先帝转世 也没这么猛吧 你难道忘了 夜师兄 可是先帝之志 甚至还有不少弟子 被震惊的原地蹦 跳了起来 试炼排行榜单上的信息 再次随之更新 试炼排行第一 夜节 一千层 通关 这边的巨大动静 也震动了 其他区域的弟子和长老们 只因夜幕之下 试炼排行榜 第一千层的灯光 实在是太闪亮了 那边 是外门的弟子 是炼塔 一千层的灯光 怎么亮了 那肯定是有人通关了 卧槽 是哪位师兄 居然这么猛 十号师兄 还是林白师兄 都不是 听说是新入门的夜师兄 就是终生时想的那个 与此同时 上三玉 也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不少闭关的先尊 都接关而起 各大势力的老祖 也都齐聚一堂 允仙道劫被破了 不得了啊 这么说来 那位前辈 已经飞升了 修炼万万载为正道 一朝七节见证三玉 清云宗这边 夜节从事炼塔之中出来后 再一次体验了一回 群星捧月的感觉 这种感觉 他上一世 已经体验过太多回了 所以心中毫无波澜 不过他喜欢宗门的这种氛围 这里的弟子们 说话又好听 哟 不一会后 夜节便来到宗门 敬天室炼堂外 趁热打铁嘛 只要再通过了这里 那么自己 便能成为宗门道子 敬天室炼堂外 也挂着排行榜单 夜节进之前 随意地瞥了一眼 敬天排行榜第一名 风青阳 用时 两分半 宗主 第一名竟然是宗主 有趣 夜节诧异了一瞬 便微笑着 进入了失恋堂之中 夜师兄进去了 你们看他进得好稳 好轻松 是啊 夜师兄还面带微笑 看来这次 也是手拿把掐了 第一是咱们神圣的宗主大大 你们说夜师兄能不能超越 不太可能吧 宗主太快了 两分半就搞定了 我估计夜师兄 最快也得三分钟完事 才能完事 夜节进入 敬天师恋堂之后 映入眼帘的 就是满堂的镜子 每一个镜子 都倒映出他的模样 这里怎么这么多剑子 要挑战的自己 难不成会 从剑子里出来 夜节看了看 四周疑惑的开口道 他话音刚落 其中一个镜子上的他 便从镜子之中走了出来 挑战者 欢迎来到敬天师恋堂 打败我 便算通关 速度越快排名越高 试炼榜 是通过挑战者 通关的时间来排名的 挑战者 你做好准备了吗 夜节文言刚想点头 就见前方 那个一模一样的自己 手持七节先剑急速 冲了过来 夜节 还能这么晚 来不及多想 他也急忙召唤出 自己的七节剑 赢了上去 碰 啪 哄 当 只是一小会的时间 两个夜节 就大战了无数个回合 然而还是胜负难分 放弃吧 你赢不了我的 你会的我都会 你不会的我也不会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你赢不了你自己的 竟想继续发挥自己 内部统一的忽悠大法 虽然对大多数人 没有用 但是该说还得说 总有那么一两个心境不稳的 就比如那个 一直来挑战 却一直失败的黑家伙 黑店 你最好说的不是我 你就是我 你不过一个个小小的镜像 也敢跟本座相提并论 夜节冷冷地开口道 无人知我七节制 一成万古无敌线 无心有大志 你有什么 七节灭世 灭 夜节大罗八重的修为 开 一剑挥出 前方的镜像瞬间破碎 在交手的一瞬间 他便找出了镜像的弱点 想要击败他 则需稳住心境 用信念的力量去击败他 因为镜像是没有感情的 他只会模仿 所以当所有力量全部平衡时 信念之力便是打破平衡的一个方法 随后夜节收起了时间 算着时间向外走去 等他走出试炼堂后 榜单上的排名也随之更新 试炼排行榜第二名 夜节 两分三十一秒 只比第一名的宗主 慢了一秒钟的时间 这就叫什么 这就叫人情世故 修仙界不只是打打杀杀 成功了 夜师兄挑战成功了 两分半多一点 只比宗主慢了一秒钟 牛掰 宗主果然是最厉害的 随手创下的几率 至今都没人能打破 与此同时 青云先锋之上 一座灯火通明的宫殿之中 不错 短短一日时间便完成了考核 他足以担当我青云宗道子 风青羊收回了神念 满意地点了点头 巅峰先帝转世身 逼格也不算太差吧 哎 也不知什么时候 宗门的杂役弟子都能是先帝了 那自己青云宗就彻底牛逼炸了 不过按现在这个发展速度 那一天不会来得太晚的 一月之后 宗门道子里 风青羊用神念统一给各门长老传音下去 让他们做好准备 一月时光匆匆而过 这一月之中 紫语道语和天云道语都无大事发生 但是每一个大势力 划世人心中都隐隐不安 一月之前 青云先宗开山 遭五大先皇势力暗中针对 先宗怎么不展开报复 现在越平静 到时候报复就越猛烈 唯恐大规模的先战要爆发了呀 到时候 波及自家就不好了 天青仙海 青云先宗 今日青云先宗之中 到处都洋溢着欢快喜悦的笑声 不少闭关的长老和弟子们 也都相继出关 青云宗的附属势力 青世先族 天仲先族 孟世先族 三族的族长 全都带着族中高层长老前来祝贺 宗门广场处 所有青云弟子和各门长老 早早就等候在此 广场中心处 一个高大的镇台处立在此 镇台之上坐着的 都是宗门五星之上的高星长老 咱们青云宗终于有道子了 是啊 叶师兄的天赋和实力 俺是绝对认可的 道子一位非叶师兄莫属 来了 来了 宗主他们来了 这间高大的镇台之上 一席宗主服侍的风青羊降临而来 他的身边还跟着一个青年 青年正是叶杰 他身上的宗服 十分灿烂夺目 身青色为底 紫金边为衬 整体流程高贵 道运流转 老话说得好 人靠衣装 马靠安 叶杰穿上这身宗门道子服饰 整个人的气质 一下子就提高了不少 无奈青云之主 风青羊 仅有宗门弟子叶杰 终生时想之资 未来成就不可限量 并在限定时间之内 完成本宗立下的考核 现在无宣布 立叶杰为我青云宗道子 统于各门弟子 在这诸天万界 养我青云之威 风青羊威言之音响彻天际 他的一字一句之间 仿佛蕴含大道真理一般 话音刚落 苍穹之上 无数条大道竞相现身 无等谨遵宗主之令 无等见过叶道子 广场之上 无数弟子和长老响应 齐声开口 镇台之上 叶杰先是朝风青阳 以及台下的所有人攻身毅力 随后被昂首挺胸 心念一动之下 先王一重的修为运转开来 一个月的时间 他都在时空倒台之中修炼 一比五千的时间流速之下 就相当于修炼了四百一十多年 所以他的修为 从大罗八重 飙升到了一重先王境 感谢宗主 各位长老和同门的认可 身为宗门道子 我叶杰避不度宗门 以及青云弟子威名 宗主和我说过 咱们要征服的是星辰大海 天与大世界之事开始 今后咱们一起前行 青云不散 我们不散 青云若道 齐心扶之 叶杰慷慨激昂的话语 夹杂着修为之力 再一次响彻整个偌大的青云宗 啪啪啪 啪啪啪 顿时震台之下 这 附属势力 青氏仙族青太虚 天崇仙族之主唐贺 梦氏仙族之主梦渊 感受到夜节的气息 三人全都震惊不已 自己修炼无数载岁月 也才巅峰仙王 稻子这般年纪 都要追赶上自己了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 自己真是修炼到狗身上去了 大哥 我就说这小子很牛逼吧 瞎说什么 要叫夜稻子 青太虚三人刚感慨完 黑帝和小白便从一旁走了过来 黑帝文言咧着嘴刺了呲牙 不好意思 俺一时嘴快 一时嘴快 当路过青太虚等人这边时 黑帝瞥了他们一眼 心中暗道 本帝刚刚好像 听到他们说什么 修炼修到狗身上了 镇台之上 夜节讲完话之后 便懂事地退到了风轻阳身后 他知道 今日除了册封他这个道子之外 宗主还有别的大事要宣布 好像是要灭掉几个 鸡脚嘎拉的小势力 这里是在下二玉 要是放在上三玉 都不用自己宗门强者出手 灭掉几个尊级皇级势力 也就是自己一句话的事 唉 说起来 也不知道琉璃他们咋样了 镇台最前方 风轻阳副手而立 俯瞰全宗 宗门盗子夜节 三位清传弟子十号 林白 花清宇 以及所有高薪长老 全都恭敬地站在其身后 今日除了册封宗门盗子之外 本宗还有另外一件事要宣布 五大先皇势力 在我清云宗开山期间 向两大盗狱所有大势力 以及散修施压 妄图制裁我清云 紫语盗狱莫家 更是在我宗位于下重天期间 屡屡犯我清云 现在本宗宣布 两大盗狱一切敢与无宗抗衡者 通通烟灭 风轻阳平静的话语 再一次点燃了全场的气氛 自己知道这几句话一脱口 两大盗狱必将迎来一场腥风血雨 不知道是不是处在高位久了 自己真的很享受这种感觉 掌控万物生死 一言一语便能倾覆乾坤 改写纪元 谨遵宗主之令 烟灭他们 是真该死啊 我说 怎么这次开山 就这点人来考核啊 对 老子 还我漂亮师妹们 嗯 风轻阳命令传达下去 无数弟子和长老们 全都义愤填膺 愤怒不已 五大先皇势力 正明摆着针对自己宗门 谁给他们的胆子 还有这个子宇墨家 在下重天之时 针对自己宗门的一系列阴谋 全都出自他们的手柄 实在是识可忍 孰不可忍 孰不可忍 三个附属势力的化石人健壮 也全都开始表忠心 吴清是先祖 谨尊宗主之令 是与主宗共进退 吴天仲先祖 谨尊宗主法旨 吴梦是先祖 必为命是从 与主宗共进退 他们三家 一个顶尖先王势力 两个半部先皇势力 放在两大盗狱之中 还是很有话语权的 还不知道 能不能轮到自己家族上呢 毕竟单是主宗一宗之力 横扫两大盗狱 完全轻轻松松 这次风轻阳也不打算磨叽了 现在宗门的实力 看看自己清云宗的真正实力 听令 此次大战所有五星 集之上的长老 以及各封主 殿主 楼主 全部参战 护宗大镇 开启纠集状态运行 务必保证宗门弟子安全 宗门所有资源 全部集中起来 率先供应参战人员 五星长老最低都是大罗之上 也就是说 这次风轻阳打算出动 宗门所有先王 半部先皇 以及先皇强者 这股力量 足以横扫两大盗狱一切敌 哪怕是五大先皇势力 联合起来 也得颤抖 不一会后 所有弟子和长老 全都从宗门广场离去后 清云宗这个庞大的宗门 第一次大规模地动员了起来 宗门任务电暂闭 停止贡献点的兑换 宗门资源电大开 一箱箱空间先宝 被搬运了出来 空间先宝里装着的 是大量的极品仙金 以及众多先王器 和无数的各类资源 宗门门停处 换进天梯被收了起来 在黑帝和天九的操作下 恐怖的护宗大阵运转到了极致 这等情况下 别说一只仙鸟了 哪怕巅峰仙皇来了 它都进不去 太好了 憋了这么多天了 总算能好好释放一下了 释放什么 二爹 咱们不够资格参与这次的大战 宗主说的是 五星极致上的长老 没有给咱们安排啊 可恨啊 本兽不能亲手灭掉那个墨家了 门停之外 小白一脸失落地开口道 小九 你应该可以参战 哎 俺和黑帝估计就不行了 俺们是护宗神兽 职责就是保卫宗门的安全 要不然到时候 宗主强者都走了 敌人来攻打宗门怎么办 一旁 小白的祖老天酒叹了口气 开口道 来吧 让他们来 本帝保证来一个 死一个 护宗大阵其中一块令牌 在黑帝手中 只要他手持令牌 便能调动大阵的力量 这也是黑帝有底气的原因 本来不能参战 就憋了一肚子气呢 你还敢偷家 保证打得你妈来了 都找不到你的身体碎片 另一边 时空到台之中 这是多少个时日了 也不知道本宗的先灵军团 发展得怎么样了 风青阳拿起地上的 长生肃灵器开口道 因为时空到台中的时间 可以计算 就是一比五千的流速嘛 但是长生肃灵器之中 也有时间流速 那么 二者到底是叠加还是翻倍呢 如果是叠加的话 倒没那么惊世骇俗 可如果是翻倍的话 随即他不再多想 心念一动 进入了肃灵器之中 一进来之后 他就发现 里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座座规模庞大的仙城 拔地而起 其中最庞大的一座规模之大 甚至不弱于上重天的一些大城池 并且这些仙城之中 生活的都是有血有肉的修士 一道仙灵的身影都没看到 嗯 这么短的时间 怎么变化如此之大 本宗的仙灵大军呢 嗯 苍穹之上 风青阳一头雾水地 看着下方的情况 他梦了 真的梦了 他甚至都怀疑 他来错地方了 穿梭到别的世界了 军见天 赵花 封炎 赶快出来拜见本宗 风青阳威严之音 响彻了整个肃灵器浩瀚的空间 这三人 便是他封的仙灵军团的三个大将军 一个仙剑宗的开山老祖 一个赵氏仙族的老祖 还有一个是流火仙宗的老祖 话音传下 顿时惊动了下方所有仙城的修士 什么人竟敢如此大胆 直呼那三位的名号 就是啊 那三位前辈十多万年前 就突破了地境 现在的修为之高昂都不敢想象了 让那三位出来拜见 这不是开玩笑吗 死 你们还记不记得一个传说 传言咱们天舞大陆之外 还有无数个更加庞大的世界 你们说 会不会是高阶大世界的强者降临了 塑灵器小世界之中 无数仙城的修士 纷纷震惊地猜测到 就在这时 小世界尽头的一处峡谷之中 三道身影飞身而出 笔直地向苍穹之上而去 仙灵军团军见天 赵花 封炎 拜见宗主 属下三人来迟 还望宗主赎罪 飞尸而来的三人 正是已经重塑了肉身的军舰天三人 他们来到封青阳面前 恭敬地恭身开口 见状 下方小世界的众修士 再次被震惊了 是那三位前辈 那三位前辈 终于再次出山了 等等 那三位前辈 为啥恭敬地给那道身影 俯首恭身 卧槽 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难道本圣还在做梦不成 大多数修士 除了猛逼 还是猛逼 但是小世界中心处的一个地方 百万代甲的士兵严阵以待 数十位身着将军服侍的修士 则全部愣在了原地 是宗主 宗主来了 俺就说吧 宗主并没有忘记咱们 苍穹之上 经过军舰天三人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诉 封青阳已经大概搞明白了 这里发生的事 只能说 离谱 非常离谱 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 离谱到家了 外界才过去两个多月的时间 这里已经过去了二十多万年了 二十多万年的时间 所有先灵都已全部重塑肉身 恢复了灵制 他们靠着小世界中的本土资源 和自己之前提供的一大笔资源 甚至都建立起了一个中等世界 他们把这个小世界 称之为天舞大陆 然后就一直繁衍生息 才有了现在的盛况 按他们定的时间线来看 现在属于上古时期 这个时期诸地并起 诸仙争雄 算是黄金大事了 宗主啊 二十多万年过去了 您一点消息都没传来 我们还以为您把我们给忘了呢 不过宗主您放心 您吩咐的事情 我们三人丝毫都不敢忘 军团的事已经组建完毕 其中代甲修是百万鱼 大小将军数十位 只是时间太久的缘故 所有仙灵都已重塑了肉身 您看 一袭轻衣的军建天 小心翼翼地开口诉说着 无妨 这也不怪你们 是这里的时间流速太过恐怖了 你们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多万年 外界才看看过去了两个月的时间 风轻养子谋转动 开口默然道 看来这长生素灵器的时间 和时空到台的时间 是翻倍叠加的 这也太恐怖了 要是 丁 主上 严格意义上来说 这长生素灵器 只是仙尊皆仙宝 所以只有仙宝主人 您和仙灵才可进入 他们这些人 都是仙灵之驱使进入 要么就是土生土长 所以才不会被排斥 系统冰冷的机器音 不合时宜地响起 打断了风轻扬的幻想 得得得 你说啥是啥吧 好家伙 这狗系统 直接打断施法是吧 不过这样也不错了 就相当于自己 又完全掌控了一个世界 并且 这个世界的时间流速 还非常恐怖 可以大规模地 为宗门培养天骄 和打造强者 什么 我们在这里度过了 二十多万载的岁月 外界才过去了两个多月 军舰天三人 直接愣在了原地 满脸不可置信之色 这恐怖的时间流速 简直闻所未闻啊 宗主 这 此地就是为你们量身打造的 所以 时间流速快一点很正常 你们三人的修为 现在已经全部恢复到了天仙境 不错 军舰天三人上一世 全都是先皇巨拨 所以重修一世 只有二十多万年 就能修到天仙境很正常 等他们和军团再修炼一阵 就能为宗门征战了 不过估计到那时候 自己清云就杀到上三狱了 本宗这次前来 一是为了检阅你们军团的情况 二是要通知你们一件事情 赵荒 你的赵氏先祖 还有军舰天的仙剑宗 现在都存在于世 你们二人跟本宗出去一趟 有一些事情要你们解决 若而 赵荒和军舰天对视了一眼 谨遵宗主之令 他们二人能听到自己道统传承 还存在于世的消息 心中自然欣喜 可是宗主没有提到流火先宗 难道封老头的宗门 没挺过那场浩劫 封岩也意识到了这点 心中说不失落 那是假的 但是现在也无力回天了 不如看看一点 封岩 你留在这里继续操练军团 尽快把军团的战斗力提升上来 封青阳开口道 他刚刚用神念笼罩了整个小世界 一瞬间就感受到了百万军团的气息 那数十个大小将军 全都突破到了仙境 军团修士的修为还很低下 全在地境和圣境之间徘徊 这样的战斗力 别说放在上重天了 就算是在下重天 也只能充当炮灰 封年谨遵宗主之令 不一会后 恢弘无比的青云先殿之中 什么 这些不孝子岁 他们竟敢 大殿下方 君见天和赵皇二人气的直吹鼻子瞪眼睛 宗主说 他先见宗 现在身为天云道玉 几大先皇势力之一 硬气的不行 竟敢联合其余四大势力 来针对青云宗 赵氏先祖也是往火坑里挑 现任老祖千语先皇 竟敢在暗中推波助澜 意图覆灭宗门附属势力 青氏先祖 好呀 好呀 这些晚辈子孙真是笑死我了 宗主 您尽管下令吧 做错了事 他们就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 君见天和赵皇二人 一口同声地恭敬开口道 只希望宗主能网开一面了 哪怕是给自己道统 留下最后一丝私传 也好 他们二人身在宗门之中 可是十分清楚 宗门的强大之处 触怒天道尚有生机 触怒青云绝无活络 时间流逝 三日时光匆匆而过 今日暴风雨前的宁静 被直接打破 无尽旁埔的仙气 自苍穹之上 向天青仙海这边席卷而来 清澈浩瀚的海水 顿时剧烈地沸腾起来 紧接着 无数道恐怖的身影 从青云先宗之中飞升而出 降临在虚空之上 哈哈 本供奉等这一日等得太久了 终于可以好好施展一下拳脚了 一席供奉服饰的龙邪 仰天大笑道 龙邪身旁的老者 笑着捋了捋花白的胡子 龙供奉 你这笑容 还是一如既往的诡异啊 嘴上面是冷漠的表情 嘴下面开心的都露出牙了 哎呀 大供奉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 俺一直都是这样啊 说的也是 哈哈 大供奉逍遥大地 哦不 现在该称之为逍遥先王 笑着点了点头 副堂主 那咱们就这样定下了 你带着五十位长老 横扫天云道遇 刘刘跟涅堂主 前往紫语道遇 最前方 万古长青柳跟阵法堂主 以及炼体堂主 正在商量事宜 这次出战 他们打算缤纷两路行径 这样搞得快一点 毕竟五大势力 分布在两大不同的道遇 出发 早点搞定 刘刘我还要回来接着睡觉呢 青云宗门停处 望着苍穹之上 众多宗门强者离去的背影 黑帝流下了羡慕的泪水 后曹牙都快咬碎了 本帝也要出 想了想自己金仙巅峰的修为 本帝倒要看看 谁敢来 天青仙海上空这一幕 也震动了方圆亿万里内 无数城池的修士们 死 那个方向不是仙宗的所在吗 仙宗一次性出动这么多强者 这是要干嘛 干嘛 肯定要干啊 仙宗跟五大仙皇势力不对付 本仙猜测 仙宗这时要对他们出手了 卧槽 这可是惊天大事啊 咱们要见证纪元史了 天青仙海这边的消息 以恐怖的速度 在两大盗狱之中传开 不少势力在这边安排的探子 也第一时间用传音令牌 将此消息传出 一时间两大盗狱震动 无数大势力的强者 被自家老祖煽醒 不对 是叫醒去意识 只因现在是关键时刻了 战队很重要 要不然 可能一个小差错 就得在这两股大势力的博弈之中 灰飞烟灭 子与墨家 意识大殿 好啊 好的很啊 咱们不先出手 他们倒是先出手了 如此一来 不正好吗 正好趁此机会 为邵家主报仇 紫云先宗那边 还没有消息传来 先等等再看 我们先召集家族强者准备好吧 一世大殿之中 众多墨家长老米 一嘴我一嘴地商讨着 这次青云先宗率先动手 倒也还在他们的意料之中 毕竟两个月之前 青云开山收徒 可是被摆了一道的 哪个大势力 能咽下这口气 到狱中心处 紫云先宗 此时 紫云先宗的护宗大阵 已经全面开启 宗门之中 满是严阵以待的宗门强者 很显然 他们已经收到了消息 并且第一时间做好了防备 数道恐怖的气息 还不时从隐蔽的宗门禁地之中传出 呵呵 终于坐不住了吗 本老祖倒要看看 他青云到底有多大的能耐 敢与我五大势力同时开战 紫云先宗一组雌尘先皇 阴沉着脸 周身旁博的道元之力 随着他的一呼一息之间 不断翻滚着 气息十分恐怖 老夫已经不问世事上一年了 世人都快忘记老夫的威名了 此一战 要将青云彻底铲除 一学我紫予先宗之耻 辞臣先皇身旁的老者开口道 他是紫予先宗的二组 魔剑道人 先皇经六重的修为 魔剑道人一身酷爱剑道 都到了如痴如魔的地步 数个纪元之前 曾一人一剑击败先剑宗一位老祖 和数位直剑长老 一战成名 魔剑道人的威名 从此深入人心 中心处天流先国 青云出动强者的消息传过来后 天流先主一旨照令传下 先国所有先城的大门 全都关闭起来 不允许任何人出入 顿时全国上下 有不少修士慌乱了起来 这些人大多数为商人 和一些中小型的商会 他们和大多数天流先国之人 考虑的不同 因为他们的产业都在这里 要是战乱一旦爆发 那将毁于一旦 即便战火不会波及到先国本土 但是他们的生意 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这些人到处都在找关系 想要将产业搬离先国之外 天流先都 朝堂之上 众多文武官员 早已吵得不可开交 本官说什么来着 咱们天流先国 就不该随波逐流地 跟着他们去制裁青云先宗 这下好了吧 处奴先宗了 文大人说得对 咱们先国和青云先宗 有没有杀身仇大恨 起初只不过是想要夺取 他们手中的守护石而已 何故发展到如今的地步 老夫估计 这一切是子与先宗的阴谋 他们宗门绳子被杀 企图拉上 我们一起对付先宗 真是打了一手好算盘 一身着红袍官服 浓眉大眼的老者 滔滔不绝地讲述他的想法 更何况 那青云的恐怖之处 你们是知道 我们没有必要 老者还没说完 就被另外一边的武将打断 退 苍老匹夫 你不要长他人志气 灭自己威风 那青云先宗强是强 但是本将不信 他们能用一己之力 抗衡我们五大势力 先主 末将留三剑请战 十日之内 必将青云屠宗灭门 朝堂之上 文臣和武将各执一词 各输几件 文臣倾向于不参与这场大战 主动向青云请和 置身于室外 武将则如大将留三剑那样 主张战斗 好了 此次之事 朕早有决断 在这八荒暗流涌动之时 青云先宗的附属势力 青氏先族 天崇先族 以及孟氏先族纷纷表态 宣称与主宗共进退 三家势力中的强者 全部倾巢而出 霸宝商会宣称 将无条件支持青云先宗 将免费为先宗提供各类资源 并派遣出会内强者 池原先宗 卧槽 霸宝商会 这是要站队青云吗 这怎么可能 众所周知霸宝商会 可是从不参与这些事的 这次是怎么了 你们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霸宝商会和青云的关系不简单 擦 你这不是说废话呢吗 一般关系 怎么会又送资源 又派遣强者池原呢 他们这事 直接站在了五大势力的对立面了 毕竟霸宝商会的地位太特殊了 不是有不少人猜测 霸宝商会来自上三域吗 也有人猜测 他们足以比肩先皇及势力 这消息 总不会都是空穴来风吧 霸宝商会顶楼大殿 小姐 家族那边传来消息了 长老会完全支持 我们这样做 占卜老者养老性高采烈的 向穆斯斯汇报着 嗯 我将这里的情况 向父亲和长老会那边讲明了 他们一定会同意的 深不可测的宗门 强大无比的宗主 还有自己的心 总之这次大战 仙宗一定不会败 这是和仙宗打好关系的一个好机会 锦上添花 永远不如雪中送炭来的好 小姐 老奴想不通 咱们提前对外宣称战队 万一长老会那边 没有万一 本小姐从不做没有把握之事 说吧 穆斯斯走向窗边 灵动的双眸扫过窗外的风景 杨老 我总感觉 还会有大事要发生 所以向青云示好 很有必要 哪怕长老会不同意我也要这么做 杨老闻言一顿 小姐 您收到什么秘信了吗 父亲传来消息说 上三狱与下二狱交界处时有一场 仙尖阁已经派遣强者前往探查了 但是到现在还没有探查出个所以然来 交界处 死亡仙海 时间匆匆流逝 两大盗狱的气氛已经越来越凝重了 暗流涌动 各大势力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 在这等足以在纪元史上 留下浓重笔墨的一场大战 唯有直牛耳的势力可捂弄风云 其余势力要么战队 要么抱团取暖 方有一线生机 在这紧张无比的时刻 天云盗域中心处一声巨响传出 轰 彻底将这场曠世仙战 拉开了帷幕 吴清云先踪 今日将横扫天云盗域 凡有不臣服者 本堂主保证你们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一声威严无比的声音响彻整个盗域 盗域中心处 苍穹之上一道身影 踏着九天星河而来 周身阵法之力震天动地 身影挥手之间一座传颂大阵 便浮现而出 阵法运转开来后 九霄神光照耀大地 无尽祥云化为一座奇异的云梯 处立在大阵下方 一道道散发着恐怖气息的身影 从大阵中走出踏着云梯而下 每一道身影上都散发着磅礴的造化之力 举手投足之间万千大道 便在其掌心显化 这一幕震惊无数世间生灵 皆颤抖的跪拜在地 不敢直视与窥探 五十尊先王 整整五十尊 盗狱的无数仙人无不为之震撼 深吸一口冷气 要知道那可是先王巨拨呀 不是村口几个仙精一精的仙菜 难怪仙宗敢与五大势力叫板 他们有这个底气 不臣服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好狂 好嚣张 这些大势力的嘴脸真是 太令人喜欢了 暗天将宗第一个投降 好家伙 早就听说过贵宗门的德行 没有人能在击败你宗之前 让你宗投降 今日一见果然如此 不知仙宗和五大势力 在这场旷世先战 到底谁能胜出 咱们还是先看看再说吧 盗狱之中 有势力当场表示臣服 面朝青云宗方向扶手跪拜 当然还有很多正在观望的势力 青云虽强 但是五大势力也不弱 熟胜熟赢 还有未可知呢 哈哈 你青云实在是太狂妄了 不臣服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怎么 你们还想以一己之力 对抗整个盗狱不成 我洛仙宗 倒要看看 你们有多大的能耐 一道威压之音 再次从苍穹之上传下 三个合法童颜 面色威严的老者降临在虚空之上 一艘艘庞大的仙船随之穿梭而来 无数道身影从仙船之上鱼贯而出 洛仙宗 洛仙宗的强者来了 前面的三位老者 难道就是三位洛仙老祖 一组天洛仙皇 二组天则仙皇 三组天刚仙皇 有大势力的话使人惊呼道 这三位仙皇早就不问世事了 他们的修为已经达到了很恐怖的地步 他也是小时候 随父亲去拜访洛仙宗之时 曾有幸见过三位仙皇一次 清云 清云 你们到底是从何而来 为何老夫在你们出世之前 从来没有听说过你们 洛仙一族天洛仙皇 眼神锐利地审视着前方清云的重强者 体内磅礴的道员之力 早已汇聚掌心 打算随时出手 他身旁的两个老者也一样 天子仙皇和天刚也是严阵以待 五十尊仙王又如何 对于自己三人来说 知首可灭 弱小的蝼蚁 无踪从何而来 你还不配知道 哦 对了 本堂再补充一句 其余人不臣服 则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而你们不论臣不臣服 都见不到今晚的月亮 说吧 一袭阵法堂主服侍的 明兰仙皇 拂袖一挥 一座顶级的仙皇阵法 便勾勒而成 无数条由大阵演化而成的锁链 顿时封锁天地 顶尖仙皇大阵 洛仙宗三组 面色惊变 眉头紧锁 他们三人连忙运转修为之力 尝试着破开阵法 哄 哄 哄 可恶 没想到清云仙宗 竟然还有这等强者 要知道 同等修为之下 顶尖阵法师 可是要比修士强大得多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也令三老祖身后的 洛仙宗强者 一时不知所措 在大阵恐怖的杀伐之力下 皆瑟瑟发抖 反观清云众人这边则不同 身处大阵之中 他们只感觉异常舒服 体内的修为之力 更是成倍的增长 哈哈 爽啊 本供奉 只感觉吴的修为在疯狂增长 吴清云供奉龙邪 要凭仙王修为 逆罚仙皇 别闹了 龙供奉 这一壮举 怎能让你一人承受 本长老来帮你分担分担 哼 你们两个都往后烧一烧仙 本封主的无极仙剑 早已饥可难耐了 你们慢慢争吧 吴明月仙王先抢先一步了 一袭封主服侍的明月一步踏出 宛若月中仙子一般 踩着虚空一步一连一的 向洛仙宗中抢者杀去 就让这悠悠明月 照亮世人吧 脚跃悬空 破网灭凉 他的仙王领域 脚跃悬空 瞬间施展开来 在世人的视角下 苍穹之上 顿时凭空浮现出 无数个洁白的好远 靠 被他抢先了 不讲武德 咱们也上 仙王领域 无极剑狱 仙王领域 逍遥灭世 仙王领域 暗黑仙狱 清云五十尊仙王 顿时全部施展开 自己的仙王领域 在洛仙宫的强者群中 大开杀箭 一时间 流血飘鲁 红色液体 宛若一条小河 从苍穹之中奔流而下 砰砰砰 啊呀 洛仙修士 被打爆之音 和惨叫之音 不绝于耳 洛仙宗主 虽为仙王二重的巨拨 但是面对这一切 也无可奈何 他只能咬牙切齿地 看着前方之人 暗夜仙皇 你不好好镇守仙墨 竟然跑去加入 清云仙宗 你真是辜负了 那么多前辈的信任 你就不怕 遭因果之力的反噬吗 暗夜仙皇文言 只是自嘲地笑了笑 难得 这么多纪元没见 你这天老头 还认得老夫 你说老夫辜负 众前辈的信任 老夫这么多纪元以来 从未离开仙墨半步 一直任劳人员地 看守仙墨 我问心无愧 再说了 仙墨已经不复存在了 仙墨里面的 这个不跟你说了 如果你还有机会 活下来的话 你会知道的 至于因果之力的反噬 宗主大人 已随手为老夫去了 你就不用担心了 现在还是担心担心你自己吧 洛仙宗主文言一惊 随手去除因果之力 但是他来不及多想了 对面的暗夜仙皇 已经攻杀过来了 可恶 吾和他同见 但是他有着大阵的增负在 吾迟早得被他灭杀 拼了 没过多久 洛仙宫这边的强者 几乎要被灭杀殆尽 那一艘艘庞大的仙船 早已被打沉 瓢泼的血雨不断洒落 整个苍穹 仿佛都被血染了一般红扑扑的 十分圣人 见到这一幕 大阵顶端三位洛仙老祖 全都焦急无比 他们也想去救援 可是大阵之中那旁瀑的杀伐之力 令他们举步维艰 怎么样 三位能亲眼见证你宗门的负面 也算是有幸了 明兰先皇这一句话 差点令三位老祖气得 喷出一口老血 简直杀人诛心啊 哼 你也别得意 你清云还没赢呢 话音落下 转瞬之间 滔天的阵法之力汹涌而来 傅明兰处立于大阵之顶 脚踏万千仙道 手握无尽的阵法之力 宛若俯瞰世间的至高神明 挥手之间 恐怖的阵法之力 转化为无尽的杀伐之力 杀伐之力凝聚在一起 一柄灭世的杀伐之剑 瞬间成形 杀伐之剑 伐尽世间 杀 此阵法乃自己所能布下的 最顶级的阵法 生死大阵 生者生生不息 死者杀伐屠戮 这三人能在自己的生死大阵之中 坚挺三四十息的时间 已经算很不错了 不过 现在一切都该结束了 死了 自知尊 恐怖的杀伐之剑 以极快的速度 向洛仙三组杀伐而去 虚空瞬间破碎开来 从远处看天地 都仿佛被斩为两断 洛仙三组见状 瞳孔猛缩 他们想要运转修为抵挡 却惊恐地发现 无论如何用力 他们都动不了嘶吼 不知不觉间 杀伐之力 已经束缚了他们全身 不 仙剑作 林老头 你们怎么还不到 三组用尽最后的力气 绝望地大喊道 哄 杀伐之剑袭来 一剑斩过 三组全部被湮灭 三人体内磅礴的道源之力 不断消散在天地间 他们身上的空间仙宝都被斩碎 留下的只有两个鸽子弹 大小绽放璀璨光芒的石头 嗯 这是 仙灵守护石 见状 傅明兰拂袖一挥 虚空之上那两颗 玲玲的石头便出现在他的手中 他一眼就认出此物何物 自己宗门之中就有一颗 正是从仙墓之中得到的守护石 能在本堂的杀伐剑之下不灭 看来这东西不简单 杀伐剑下 众生殉灭 灭杀三尊先皇都不费吹灰之力 由此可见此时的奇特之处 这也太快了吧 洛仙三组就这么被灭了 死 清云先宗不可招惹啊 唯有陈福方能有活路 他们实在太强 太恐怖了 物草 那可是三尊先皇啊 说灭就灭了 天云道玉目睹这一战的修饰 都快被吓傻了 三尊鼎鼎大名的传奇先皇 竟然连两分半都坚持不住 就被灭了 简直恐怖如斯 这般无敌的清云先宗 谁还能挡 何人敢拦 与此宗作对 只有两个下场 要么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要么就是就是 见不到今晚的月亮 看看 这就是强出头的下场 咱们快投降吧 嘿嘿 当你们还在犹豫之时 我们宗门已经宣布 臣服清云 带着全宗的资源 向先宗而去了 你看吗 与此同时 生死阵法之中 若先宗的强者 已经全被屠戮殆尽 这就是先皇级势力吗 也不过如此啊 哈哈 爽啊 好久都没有这么 酣畅淋漓的战斗过一番了 过瘾 太过瘾了 让他们针对咱们清云 针对咱们只有一个结果 那就是 咱们宗门一旦动怒 他们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 至此 清云众先全都停下了手来 但是生死大阵并没有停止运行 此间天帝依旧被封锁 大阵之上 傅明兰若有所感的 向天际东边看去 来了 轰隆隆 这时 天帝突然颤抖起来 无尽的仙气 疯狂席卷而来 世间生灵再一次被震动 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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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等世人疑惑 三柄恐怖的仙剑 笔直地从苍穹之上刺下 矗立在虚空之上 汹涌的剑气 也向四面八方镇压而去 嗯 难道是仙剑宗来了 要知道 仙剑宗的实力 实乃天云第一大势力 就连刚被覆灭的洛仙宗 都得靠边站 你们说仙剑宗和清云宗这一战 谁能赢 不好说 如果说没有刚刚那一战 我会倾向于仙剑宗赢 但是目睹那一战后 我只想知道 仙剑宗能撑多久 是啊 那蔑视一剑 实在是太恐怖了 仙剑宗真的有人能接住那一剑吗 生死大阵之中 正在欢快交谈的清云众仙 也全都警觉了起来 供奉龙邪 这阵仗 是哪个仙剑宗来了吗 大供奉萧瑶子 绝对是 除了他们 在这天云道遇谁 还敢跟我们叫板 内门大掌老牧水仙 来得当刚好 不过这一战 不用我们出手了 副堂主说 有专人对付他们 清云仙宗果然名不虚传 能这么快灭掉洛仙宗 是老夫等人小瞧你们了 不过 在我仙剑宗面前 哪怕是强如你宗 三人身上金光浩荡 瞬间弥漫整个天云道遇 剑状 世人同谋微缩 神情名众 果然是仙剑宗 这三位老者 便是仙剑宗最强的三位老祖 天灵先皇 君灵 太古先皇 叶古 破旺先皇 君破旺 仙剑宗三祖 不但实力强大 他们的威名更是深入人心 被很多大势力 尊为天云道遇实力天花板 修修修修修修修 破空声不断响起 一柄接着一柄的仙剑 不断破空而来 随后 只见一个面色威严的中年男子 乘坐一庞大的飞面 从天边而来 身后还跟着无数道附件的强大身影 宗主 三位老祖 已经和清云众先对峙上了 嗯 洛仙宗那边怎么样了 宗主 洛仙宗已经全军覆灭了 闻言中年男子面色威变 倒是小瞧清云了 不过 在我仙剑宗面前 一切都是浮云 中年男子 正是仙剑宗当代仙剑宗主 君灵剑 当他说出这句话后 不知怎滴 心里还默默补充了一句 除了那日内一剑的前辈 生死大阵之上 傅明兰双手交叉抱在胸前 面容上一副从容之色 对赶来的仙剑三组 根本不屑一顾 你仙剑宗好大的口气啊 上一次敢对本堂 这么说话的洛仙三组 结果在本堂的一剑之下 现在扎都不剩了 等会有个小惊喜要送给他们 他们应该会很喜欢的 仙剑三组 脚踏万千仙道 矗立在虚空之上 周身散发的道员之力 皆恐怖无比 但是却不敢贸然率先出手 顶级仙皇大阵 对面那个自称本堂的 竟然是仙皇接阵法师 不但如此 他的修为也真至巅峰仙皇了 这是什么阵法 竟然如此神妙 只见阵法之中 青云众仙的修为 随着他们的一呼一息之间 在不断增幅 与阵法之中 射人心扑的杀伐之力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仙剑宗吧 若仙宗不敌 是他们太弱小了 不代表我仙剑宗怕你们 仙剑二组太古先皇开口道 虽说知道了此阵的恐怖之处 但是开弓已经没有回头剑了 现在天云道遇无数生灵 可是看着呢 这时 仙剑宗的所有强者都匆匆赶到 仙剑宗主君临剑 也从飞碾之上 飞尸而出来到三组身旁 仙皇接顶尖阵法师 五十尊先王 看来青云宗的实力 还是不容小觑的 但是自己这边 加上自己有四尊先皇 一组和二组都是巅峰先皇 三组九重先皇 此战优势还是在我 与此同时 到狱中心处 尹氏家族赵家 这一刻 无数赵族强者都已严阵以待 赵氏先祖老祖千语先皇 新秀先皇 以及赵氏先祖镇与先王 处立在虚空之上 目不转睛地看着苍穹之上的一幕 青云先宗的实力果然恐怖 强如洛仙宫都被灭了 不知仙剑宗能不能挡住他们 如果仙剑宗都不是对手 那就没人能挡住他们了 我们赵氏先祖 不要说出事了 只能臣服于青云了 赵氏先祖二组 新秀先皇 叹了一口气开口道 不过最坏的结果 也就是臣服了 毕竟我们和青云 也没有太大的仇恨 甚至说都没有交集 他这句话一出口 赵氏家族点了点头 现在也只能等待结果了 他们二人都没注意到 一旁千语先皇的面色微微一变 眼眸很是深邃 不知在想什么 苍穹之上 就在青云仲先和仙剑仲先对峙之时 天穹再次裂开一道巨大的裂缝 紧接着无数道身影 从中飞升而出 有周身阵法之力磅礴的阵法师 有不少一身气血之力 震天动地的体修 还有众多修为之力恐怖的修士 天崇先祖前来护卫主宗 梦氏先祖前来护卫主宗 霸宝商会 苍古道玉牧师 先祖重遇先皇凤无主 及大小节之令 前来驰援青云先宗 一身着锦袍 面色冷漠如冰的中年男子 矗立在所有来人之前 磅礴的道元之力 加持下他威严之音 顿时响彻整个天云道玉 霸宝商会 苍古道玉牧师先祖 死 苍古道玉是上三玉吧 没想到青云先宗 竟然和上三玉的大家族 有这么密切的关系 你看本仙说啥来着 霸宝商会不简单 在他们后面 顶他们的必来自上三玉的势力 众遇先皇这句话 直接再次惊爆 道玉无数修士 毕竟 那可是上三玉的大家族啊 这下胜负的天平 直接倾斜了不少 这也是穆斯斯 以及穆家想要的结果 雪中送炭 远胜于锦上添花 现在你站在青云这边 帮他们一把 日后绝对有好果子吃 上三玉牧师先祖 其余强者来得再多 仙剑三祖眼皮都不带眨的 都是一口气 就能碾死的小卡拉米 唯有这个先皇八重的 众羽先皇 和他身后的背景 让他们忌惮 哈哈 别着急 这才当当开始 给你们准备的惊喜 还在后面呢 看到了仙剑三祖 面容上的忌惮之色 傅明兰再次趁热打铁的开口 嗯 还没完 惊喜 本老祖 看是惊吓吧 轰隆隆 话音刚落 虚空再次颤了一颤 两道身影 从那道裂缝之中走出后 那道巨大的裂缝 才彻底关闭 当看到那两道身影的全貌之后 仙剑宗仲仙 以及正在观望的 赵氏仙族的族人 全都傻眼了 老 老祖 老祖怎么在这里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仙剑宗三祖 都不可置信地 看着前方的那个青年 仙剑宗主 以及他身后的仲仙 也都愣在了原地 那个青年 可不就是老祖年轻之时的模样吗 就连气息都完全相同 哼 不孝徒子徒孙 不孝子孙 老夫献乃清云宗 仙灵军团大将军 怎么 你们要来攻打老夫的宗门 军剑天冷哼一声开口道 说吧 军剑天心念一动 他强大的神念 从他体内铺天盖地而出 直冲苍穹 在天武大陆之中 修行二十万年 他的修为 现在虽然只是天仙境 但是他前一世 乃仙皇巅峰的存在 从仙灵开始重修 神念依然十分强大 老夫今日要好好管教 你们这些不孝子孙 破天剑 剑来 军剑天运转修为 一声令下 苍穹下方 仙剑宗所在地 仙剑峰应声而动 陡峭的山峰 开始剧烈地晃动了起来 众所周知 仙剑峰的外貌 酷似一柄三尺清风 笔直地矗立在此 但是嫌有人知的是 仙剑峰不是像剑 而是确确实实的 就是一柄剑 此乃仙剑宗开山老祖 见天先皇所立下的 这个只有仙剑宗 每一任宗主 老祖 以及核心高层知道 啊 不要啊 卧槽 怎么回事 咱们的仙剑峰要他了 宗主和老祖 他们不是带着长老们去 攻打青云了吗 难道清云胜了 打上门来了 仙剑峰之上 仙剑宗里不知情的弟子 和一小部分 驻守宗门的长老 都恐慌了起来 突然 他们只感觉 整个宗门在急速地下坠 砰的一声 重重地砸落在地 掀起了漫天尘土 本长老没看错吧 咱们的仙剑峰飞走了 高大的仙剑峰 急速地向苍穹之上 飞升而去 在此期间还不断变下 很快就化作一柄 寒光溢溢的三尺仙剑 飞到了军剑天的手中 老朋友 好久不见 军剑天抚摸了一下剑身 目落回忆之色 老祖真的是你 苍穹之上 目睹这一幕的仙剑三祖 和仙剑宗主 以及仙剑核心高层长老 面色又又又一次大变 前方那个青年 就是老祖本人无疑了 仙剑峰乃老祖配剑破天 仙剑所利 除了老祖本人 来任何人都无法使用他 可是老祖为何会出现在这 还加入了青云仙宗 对了 老祖刚刚提了一嘴 他现在是青云仙灵军团大将军 仙灵 老祖乃仙灵重修 所以现在是青年模样 很合理啊 无第二百五十代不孝子孙 君灵拜见老祖 不孝徒孙 第二百三十八代 先见老祖夜谷拜见老祖 第二百五十一代不孝子孙 君破旺拜见老祖 第二百四十一代先见宗主 不孝子孙君灵见拜见老祖 第一 一时间 先见三祖 先见宗主 以及后方的所有先见众先 皆俘手低眉 功身跪拜 要知道 前方之人可是全宗的信仰 开山老祖 更是天灵先皇 破旺先皇 宗主君灵剑 以及一小部分先见强者的老祖宗 我带人攻打老祖宗的宗门 什么情况这是啊 是不是拿错画本了 你现在还没看懂吗 那个青年 是先见宗的开山老祖 见天先皇 卧槽 这可真是够戏剧性的 我裤子都脱 不对 俺宗门都准备战队先见宗了 他们给我搞这个 这一幕 另一只观望的世家生灵 还有各个大势力的先人修士 接震惊的瞠目接舌 大声直呼好家伙了 这一刻 生死大阵之中的青云众仙 也全都搞清楚了 感情副堂主说的 有专人对付先见宗 那个专人是他们的开山老祖啊 哼 你们这些不孝子孙 真是弃杀老夫爷 老夫怎么会有 你们这样的不孝子孙 早知如此 当年老夫就该切掉去世 让你们永远都出不了事 哪还会有今日之事 君见天指着先见众仙 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数落 先见众仙 只能默默地低头受着 一组天灵先皇 以及破网先皇 更是汗颜无比 老祖 您可不能拿您那里开玩笑啊 这要是真如您所说 那就不会有今日的自己等人了 老祖您消消气 我们真的不知道 您加入了青云啊 消气 老夫消不了气 是谁定下制裁青云的这个命令的 一天天的不好好 发展宗们 就知道跟着别的势力搞事情 他们杀必 你们也杀必嘛 吴青云有多强的实力 你们知道吗 一群鱼目脑袋的玩意 没搞清楚之前 就敢贸然动手 老夫的先见宗迟早毁在你们手里 君见天眉毛一束 怒目元争 持续进行输出 他真是恨铁不成钢啊 好了 老夫今日向全道与宣布 从现在开始先见宗臣服 青云先宗 你们谁参与此次事件了 全都给我去主宗大门跪着去 什么时候宗主和主宗原谅你们了 你们就 不 主宗原谅你们 也不代表老夫原谅你们 跪完之后 先入宗座十万年的奴仆再说 君见天略微思索了一番开口怒道 确确实实是为他们着想 要是自己不这样 他们的下场会和洛仙宗的下场一样 到时 那可就是灭门了 副堂主 您看我的安排怎么样 君见天转头向后方的傅明兰拱手问 傅明兰点了点头 嗯 先这样吧 一切决定还等宗主发话 你们还等啥 还不快去 难道还要老夫亲自带你们去吗 其余人先跟着老夫 灭掉与主宗敌对的势力 将功赎罪 君见天见他们还处立在原地 脸色再一次冷了下去 是 是 仅遵老祖之令 我们这就去 这就去 嗖嗖嗖 破空声不断响起 先见众仙之中 众多身影急速地向下穿梭而去 有先见三祖三仙皇 有先见宗主君灵剑 还有所有的核心高层长老 制裁清云的命令 就是三祖和其余四大势力的老祖先商议 随后再召开高层长老大会拍板定下的 好了 接下来我们该前往子宇盗狱 与涅唐主他们会合了 傅明兰宣布了一下接下来的事宜 命令暗夜 先皇令暗夜 带领着三大附属势力的人留下来 整顿天云盗狱 先带着这赵氏仙族老祖去一趟赵家 道友 你牧氏仙族出手相助之恩 我们清云宗记下了 多谢 傅明兰来到牧氏仙族仲仙跟前开口道 霸宝商会自己是知道的 新入门的两个酒饷添交都和他们有渊源 只是没想到的是 他们背后的势力竟然来自上三玉的仙族 这么说来 那个牧小姐在牧氏仙族的地位肯定不低 崇玉仙皇文言开口道 道友客气了 我们这次也没帮上什么忙 这样吧 你们不是还要前往紫语刀狱吗 我们再跟道友走一趟 家族那边下死命了 小姐也是一再叮嘱 这次仙战自己等人一定要出力 力挺清云 不一会后 天清仙海 清云仙踪 嗖嗖嗖 无数道强大的身影飞升而来 气势磅礴的门庭前 正百无聊赖 悠闲散步的黑地 一下子就警觉了起来 哈哈 来了 终于来了 所有人注意 有敌来犯 立刻开火 立刻开火 黑地一下子喊来了护门的所有强者 并拿出了控制宗门大阵的阵法令牌 磅礴的力量从大阵运转而出 瞬间涌入了他的体内 一股恐怖的气息爆发开来 震动整个天云道雨 前辈手下留人啊 我们是来受罚的 您搞错了 感受到这股恐怖的气息 飞升而来的众波身影 连忙齐声开口道 砰砰砰 随后就是整齐华裔的跪地声 他们统一地朝着青云门庭方向跪地而拜 不错 来人正是仙剑宗的一席强者 嗯 还没打呢 就跪了 这一下子给黑地等人整猛了 见过耸的 但是没见过这么耸的 你们大多都是先王 甚至还有四个先皇之上 怎么这么训呢 本地搞错了 你们是来受罚的 受的什么罚 讲清楚先